尝试着推演天机出乎意料 居然非常顺利 一下子捕捉到妖圣寒英的位置 妖圣寒英在一个叫神妖天岛的地方 咦 怎么会这么顺利 夜晨大为诧异 要知道黑暗近海 灵气紊乱 推演天机颇为困难 但是 他这一下推演 却是轻而易举 锁定了妖圣寒英的位置 就在神妖天岛 夜晨眉头轻皱 隐约间感到有些古怪 但既然找到了妖圣寒英的所在 他也没有犹豫 立即向着神妖天岛进发 神妖天岛 在外海与内海的交界处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岛屿 可以说是交通枢纽 从这座岛屿出发 就可以进入内海 每年黑暗近海里 都有不少人 想要冒险渡海 前往太上世界 而神妖天岛 就是偷渡者们的必经之地 可见地理位置的重要 夜晨一路飞行 却看到沿途海上 飘满了浮湿 不知有多少百万人 鲜血将海水染得发红 在这密密麻麻的浮湿里 夜晨看到了几张熟悉的脸庞 有温家家主温长空 夏侯家组长夏侯霸 还有夏侯震龙 这些浮湿 居然全部是温家与夏侯家的人 温家与夏侯家 在外海之中 都是大势力 大门阀 统治的人口 超过千万 现在 大海上密密麻麻的浮湿 千千万万 明显是两家的人 都被杀光了 是魔祖无天干的 夜晨冷汗沉沉 一下子捕捉到天机 瞬间头皮发麻 原来当日 在红军秘境 夜晨拒绝加入旧日盟 也拒绝交出阵灭妖石 终于激怒了魔祖无天 魔祖无天为了泄愤 将夏侯家与温家的人 全部杀光 杀人的原因 很简单 因为夏侯家和温家 与夜晨有过交集 不管那交集 是善缘还是恶念 魔祖无天也不在乎 反正把人杀光就对了 他只想泄愤而已 魔祖无天性情深沉 除了当年旧日覆灭 师兄被杀死外 他心境很少有过波动 但这次是被夜晨激怒了 他也不管什么 因果沾染 直接大开杀戒 望着海上的浮尸 夜晨浑身汗毛倒树 已经能想象出 魔祖无天暴怒的姿态 甚至半个月过去了 都没人敢帮夏侯家温家收尸 这些尸体 甚至连海上凶兽 都不敢吞噬 即便是凶兽 都不敢触犯 魔祖无天的威严 这些尸体 或许会在苦海之中 漂浮数百年 才彻底腐烂沉落下去 而未来数百年时间 这片苦海 注定弥漫着 阴沉的死亡气息 这魔祖无天 也太可怕了 夜晨深深感到 魔祖无天的可怕 看来自己是得罪他了 十数万年来 魔祖无天 都没有插手外海的阴果 但这一次 被夜晨激怒 竟然屠杀千万人泄愤 此人的性情成辅 简直是无法揣测 夜晨都没想到 魔祖无天会这么的狠辣 竟然屠灭千万人 罪过 罪过 夜晨叹息一声 祭出盗灵之火 浴火焚烧浮湿 超度冤魂 这么做 虽然会进一步得罪魔祖无天 但夜晨未求心安 自然不能坐视不管 一路飞行 夜晨在下午时分 来到神妖天岛 却见四面八方 也有不少人飞行而来 夜晨并不起眼 神妖天岛 布满了妖气 这股妖气 带给夜晨一种 非常熟悉的感觉 是血妖族的妖气 妖圣果然在这里 夜晨心中一动 却见岛屿中央 有一个水潭 那水潭弥漫出阵阵仙灵妖气 却是万妖仙齿的分支 万妖仙齿的本体 在夜晨手里 神妖天岛上的妖气水潭 只是分支 想来是当年 妖圣寒英离开血妖族的时候 带走了一缕池水 化作今天的天岛水潭 妖气笼罩下 却见神妖天岛上 到处挂满了白帆 天空飘荡着纸钱 地上燃着元宝蜡烛箱 各种祭祀之物 这里居然在举行葬礼 有许多妖族之人 还有诸多人族 其中不乏一些强者 都在参加葬礼 人人神色黯然 带着悼念之意 想不到魔祖无天 竟然会突然发怒 将妖圣杀死 魔祖无天 已经有十几万年 没有发怒过 究竟是谁冒犯了他 哎 这半个月时间 真是外海的噩梦啊 听说温家和夏侯家的人 都被杀光了 几千万人口被丢入大海 魔祖一怒 浮尸亿万 血流千万里 可惜妖圣也被杀死 咱们今天送送妖圣吧 诸人互相交谈 语气里都有惋惜怀念之意 妖圣死了 叶辰大惊失色 降落到神妖天岛之中 仔细一看 果然发现岛屿上 摆放着一幅棺材 那棺材四周 堆满了花圈 之前 晚连 叶辰第一眼看到的时候 还没看到 现在才看清楚 他略一推演 便是发现在半个月前 魔祖无天泄愤杀人的时候 还顺便将妖圣寒英杀死了 难怪我这么轻易 就捕捉到妖圣寒英的位置 原来背后居然有 魔祖无天的因果 叶辰暗暗心惊 难怪他刚刚 这么容易就发现神妖天岛 原来背后有 魔祖无天的气息 魔祖无天泄愤 居然将妖圣也杀死 看来他冥冥之中 已感觉到 妖圣与叶辰之间 未来可能会有因果牵连 所以提前杀人 是断绝叶辰的前路 好狠的心思 叶辰毛骨悚然 更觉魔祖无天的恐怖 这十几万年来 魔祖无天从来不强迫人 做任何事 但他绝不是一个好人 他要是发起怒来 一样要杀人 而且是服侍亿万 血流千万里 非常的可怕 如今妖圣寒英被杀 周围这么多人来参加葬礼 倒是让叶辰有点意外 他细加推演 发现妖圣寒英 在外海里名望极高 很多人都受过他的恩惠 他主宰神妖天岛 帮过不少人渡海 甚至有些信任 在他的帮助下 顺利抵达彼岸的太上世界 魔祖无天 在屠杀了数千万人后 怒气已消 众人便为妖圣寒英 举行葬礼 是悼念送别之意 这葬礼 甚至连魔祖无天 都送来婉连 妖圣千古 万事流芳 这八个字 就是魔祖无天的婉连 挂在最显眼的地方 他亲手杀死妖圣 却又送来婉连悼念 如此古怪的脾气 让人捉摸不定 叶辰看着那婉连 更觉魔祖无天喜怒无常 深不可测 这天魔帝想要战胜他 只怕千难万难 一鞠躬 就在夜晨心绪杂乱之际 却听主持葬礼的夷官 高声唱诺 神妖天岛上 诸多参加葬礼的人们 纷纷安静下来 恭敬鞠躬 向妖圣送别 二鞠躬 夷官继续高喊 众人在鞠躬治理 几个德高望重的妖族老者 在维持着秩序 妖圣寒英坐下 本来有不少弟子 但半个月前 都被魔祖无天杀光了 现在 主持葬礼的 是妖圣寒英的一些旧日老友 妖族老者 三鞠躬 一官第三次高喊 众人在鞠躬 叶晨也鞠躬送别 内心无比杂乱 他还想寻找妖圣寒英 带回帝心域 共同对抗万须 但乃想到 妖圣寒英居然死了 礼毕 一官高声喊道 天火送葬 告别亡灵 这声音一落下 几个妖族老者出列 站在妖圣寒英的棺材四周 疼 这几个老者手中 燃起了炽烈的火焰 他们目光前程 准备以手中的烈火 焚化棺材 焚化妖圣的躯体 送他往生 全场人皆是低着头 静默无声 在默默观看着 目送妖圣往生 嗡 就在这个时候 叶晨忽然感觉到 体内黄泉世界 竟然有一栋 这一栋 出自万妖仙池 万妖仙池翻腾着 隐约间 竟然与妖圣寒英的棺材 产生了一丝特殊的共鸣 这股共鸣 带有浓烈的生机 妖圣寒英还没死 他还活着 叶晨捕捉到这共鸣 顿时大惊 妖圣寒英 是从万妖仙池里 孕育出来的大妖 现在 根据万妖仙池的共鸣 叶晨分明感觉到 妖圣寒英还没死 对方还活着 只是受了重伤 进入假死状态 在魔祖无天手下 居然还能存活 叶晨惊诧不已 虽说半个月前 魔祖无天降临的 只是一缕虚影 但即便是虚影 实力也无比强悍 屠杀温家和夏侯家 就跟碾灭蝼蚁一样 而妖圣寒英 在魔祖无天的杀伐 居然还能保存一线生机 可见他实力之强 如果真能招揽妖圣 肯定可以助力对抗万须 眼见那几个妖族老者 想要焚烧棺材 叶晨立即大步踏出 喝道 慢着 他这一下出现 全场接惊 主持葬礼的宜官 还有那几个老者 都是愕然看着叶晨 叶晨目光扫射全场 深吸一口气 道 妖圣寒英还没死 他还活着 说话间 叶晨心念一动 那几个老者手中的火焰 立即熄灭下去 仿佛遭到一股 无形力量的压制 无法再燃起 这是叶晨的灵气能量 什么 全场人们听到叶晨这话 顿时大惊 又看到他意念之间 居然熄灭天火 更为惊讶 叶晨目光盯着那棺材 道 开关 妖圣还没死 但受伤太重 我需要立即替他治疗 妖圣虽还活着 但生机非常微弱 必须尽快治疗 叶晨拥有万妖先持 可以滋养妖圣的命魂 他需要立即开关 救治妖圣 听到叶晨的话 众人惊恶之余 却是愤怒 小子 你是什么人 妖圣大人已经先是 你胡言乱语些什么 魔祖无天出手 难道还有性命 敢开关侮辱妖圣 就是侮辱我们 妖圣已经入关 即将要焚化升天 现在叶晨却硬要开关 顿时惹怒了不少人 几乎没人相信叶晨的话 妖圣寒英 怎么可能还活着 要知道 杀死妖圣的凶手 可是魔祖无天 魔祖无天雷霆震怒 浮尸亿万 怎么可能会有活口剩下 就算妖圣寒英再厉害 也万万不是魔祖无天的敌手 妖圣威望极高 众人却不准叶晨侮辱 只是 众人见到叶晨实力强悍 刚刚意念之间 熄灭天火的手段 着实厉害 倒也没人敢轻视 如果不是这样 恐怕就凭叶晨这番话语 众人已经将他撕碎了 叶晨眼见全场剑拔弩张的气氛 平心静气道 诸位稍安勿躁 事情真相 开关便知 我可以救活妖圣 一个妖族老者呵呵一笑 道 小子 你说开关就开关 凭什么 报上明来 你是什么人 师承何派 叶晨心中一领 他是轮回之主的身份 自然不能轻易暴露 他已经得罪了魔祖无天 再暴露的话 很可能引发霍乱 我师承们派不重要 总之 妖圣还没死 只是重伤 现在马上开关 还有挽救的机会 如果出了什么差错 我愿一例承担 以命偿还 叶晨一番话语 无比郑重 全场有不少人 看到叶晨的模样 也不像是开玩笑 不禁暗暗惊奇 难道说 妖圣寒阴真的还没死 你不肯报上师承来历 那说什么都没用 天知道你是什么人 那妖族老者 满脸怒意 却不肯开关 倒不是故意刁难叶晨 而是叶晨真的 没有透露身份 他不敢大意 叶晨叹息一声 他的身份 却是万万不能暴露 这一下 却是陷入矛盾的劲敌 进退为难 诸位 得罪了 叶晨一拱手 骤然间目光一寒 身躯一个闪烁 冲到妖圣棺材前 手掌探出 有斗气的光芒迸发 这一下 叶晨竟是施展斗字绝 准备强行夺冠 带走妖圣 斗字绝 这家伙是羽皇世家的杂种 那妖族老者尖声大叫 满脸震怒 叶晨使出斗字绝 却让他误会了 误以为叶晨是羽皇世家的人 什么 羽皇家的杂种 居然敢跑到黑暗近海撒野 一起上 宰了他 别让他玷污妖圣 全场的人们 也是群情激愤 纷纷祭出法宝兵器 一窝蜂向着叶晨围杀而来 顿时 叶晨陷入重重围杀之中 四面八方全部是敌人 该死 叶晨目光一沉 却没想到这些人里 有人一眼看穿了他的神通底细 引发误会 现在形势危急 误会也难以说清 朕自觉 破 叶晨也不废话 抓住妖圣的棺材 脚掌猛然一塌地 哄 一个漆黑的妖气阵法 以叶晨为中心 瞬间绽放而开 周围扑杀上来的人们 立即被阵法震开 搜 在震退众人后 叶晨立即夺走妖圣棺材 收到黄泉土里去 刚刚的战斗 叶晨并没有动用权力 他自然不想滥杀无辜 所以 只是将人震退 并没有杀人 撤 妖圣棺材夺取到手 叶晨目光一凝 却不想再逗留下去 立即闪身飞盾 往岛屿外掠去 还想跑 拦住他 然而 在场的人们 各个一份填膺 都以为叶晨是羽皇世家的奸细 眼见叶晨想走 马上呼啸着追杀而来 轰隆隆 甚至 那几个妖族长老 借着神妖天岛的地脉 直接开启了一个禁锢大阵 那禁锢大阵 妖气炸裂 瞬间弥漫千里 叶晨脸色一沉 脚步停顿了一下 那禁锢大阵 虽然伤害不到他 但也拖延住了他的脚步 转瞬间 数百个人族妖族的强者们 追杀而来 再次将叶晨团团围住 今日之局 恐怕不好收拾 叶晨环视四周 眉头紧锁 现在以他的实力 如果要破杀出去的话 没人拦得住他 但这么做的话 必定多造杀戮 这些人 都是妖圣寒鹰的信仰者 并非敌人 岂可乱杀 他们只是一时误会 错将叶晨误以为是敌人而已 宰了他 众人齐声呼喝 枫叶式地杀向叶晨 叶晨咬了咬牙 心中正式进退为骨 忽然天空之中 有一片片枫叶落下 呼呼呼 大风吹拂 千片万片红色的枫叶 从天而降 片片枫叶舞动之间 却带有强横的劲气 如风暴震荡般将众人全部避退 什么人 众人惊骇失色 抬头望向天空 却见天空之中 有一个白衣女子降临而下 这个白衣女子 浑身雪白 只有头发是乌黑的颜色 如瀑布般垂落 身姿婀娜 环绕着一缕缕的青烟薄雾 气质清冷 宛如天上仙子 不似是沉间之人 她戴着面纱 看不清她的容颜 但叶晨只看她的眼睛 就认出来了 狮声惊呼道 七七 怎么是你 这个白衣女子 居然是阴阳神殿的强者 烟雨仙尊败若离 当初如祖约战 烟雨仙尊拼死阻挡叶晨 叶晨对她也很是感激 此前在薛死狱 丹仙九之宴 叶晨也邀请烟雨仙尊来过 她以为烟雨仙尊已隐居 哪想到 她竟然也来了黑暗近海 而且 看烟雨仙尊的模样 似乎掌握了新的神通 实力大有精进 却见阳光照耀之下 烟雨仙尊一身白血衣裙 周身烟雾环绕 赤红枫叶飞舞 非常的好看 嗖嗖嗖 她掀手一扶 那片片枫叶 骤然凌厉 如弩剑般杀出 附近有不少人族妖族 遭到枫叶的射杀 顿时受伤 幸好 烟雨仙尊知道分寸 只是伤人 并没有杀人 叶晨见她的神通 漫天红叶飘舞 挥洒自如 不禁暗暗惊叹 尊主 我们走 烟雨仙尊击退了众人 立即拉着叶晨的手 飞顿而去 两人来到一处荒僻的岛屿上 稍作休息 烟雨仙尊解开面纱 露出了一张清丽美艳的脸蛋 跪下向叶晨行礼 到 属下白若离 见过尊主 她容貌气质 比以前青春漂亮多了 明显是新炼成了神功 修为大有精进 目前已到了半步百家境 只差一点点 就可以斩架突破了 七七 起来吧 叶晨将烟雨仙尊扶起 心里有许多的疑问 烟雨仙尊严谋却带着泪光 握住叶晨的手 道 尊主 听说羽黄谷地想杀你 总算你安然无恙 说到激动处 她双腿发颤 软绵绵 热乎乎的身体 靠在了叶晨怀里 显然十分担心叶晨的安危 叶晨心神微微一荡 想起她那漫天枫叶飘舞的神通 道 七七 你怎么来了黑暗近海 还有 你刚刚施展的神通 是什么名头 我隐约之间 似乎捕捉到一丝九天神术的气息 那漫天红叶乱舞的气象 让叶晨无比地触动 甚至 她似乎还感应到九天神术的气息 难道说 烟雨仙尊得到逆天机缘 练成了九天神术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叶晨很想知道真相 烟雨仙尊道 我听说阴阳神殿第二众的总坛 搬到了黑暗近海 所以想过来寻找 我刚刚的神通 乃是为九天神术 名为地藏佛经 是从真正的九天神术 漫珠沙花经 里眼画出来的 原来烟雨仙尊 知道叶晨棋局还没完成 她想继续辅助叶晨 所以 她偷偷来了黑暗近海 想寻找阴阳神殿第二众的强者 阴阳神殿第二众的总坛 本来在阴土之园 但被红天经摧毁了 所幸大部分人员得以顺利撤退 并将总坛搬到了黑暗近海 阴阳神殿第二众吗 叶晨心中一动 她听到凌晨说过 阴阳神殿的第二众 目前就在黑暗近海 不过 黑暗近海太大了 而且阴阳神殿形势非常隐蔽 所以 即便是叶晨 目前也还没找到 阴阳神殿的强者 似乎也有顾虑 没有主动现身来找叶晨 燕宇先尊是第一众的强者 他来黑暗近海 明显是想敬畏第二众 继续为叶晨效命 现在 他似乎得到了什么机缘 以他目前半步百家境的实力 的确有资格敬畏第二众 叶晨道 你心学的神通 叫 地藏佛经 视为九天神术 燕宇先尊道 正是 这 地藏佛经 是我一个月前 从古幽海城里抢到的 古幽海城 是黑暗近海的一个混乱之地 那地方鱼龙混杂 我想过去探听阴阳神殿的消息 哪想到居然被城主府的人盯上 那古幽海城的城主 叫安铁星 他想要垫卧我的身子 我修为不如他 假意逢迎 趁他不备 一剑将他刺伤 并在他宝库里 抢走一样东西 就是那 地藏佛经 我竟然 与这佛经有缘 别人练不成 我一眼就学会了 说到古幽海城的经历 燕宇先尊露出一个厌恶的表情 像吃了一条虫子那么恶心 显然非常恼恨 那个叫安铁星的城主 所幸他 最终保住了清白 甚至 他还在安铁星的宝库里 抢到了一门为九天神术 你说什么 那古幽海城的城主 叫安铁星 叶晨一愣 如果没记错的话 见无名好像说过 安铁星曾经是万须神殿的人 后来叛变 与建无名有过交情 这个安铁星 价值不小 如果能够招揽 可以辅助对抗万须 现在建无名 正式去寻找安铁星 叶晨难想到 这个安铁星 居然是这种无耻小人 还想玷污燕宇先尊 燕宇先尊一阵惊讶 道 是啊 尊主 你认识他吗 叶晨脸色一沉 他没见过安铁星 但这下略一推演 天机吻合 燕宇先尊口中的安铁星 正是见无名要去寻找的人 昔日万须神殿的叛徒 听过此人 但不算认识 你能安然脱身便好 叶晨道 燕宇先尊笑道 我不仅脱身 还抢到了这地藏佛经 说着 燕宇先尊掏出了一本 古老范黄的经书 交给叶晨 叶晨接过来一看 却见这卷佛经 里面的佛法神通 蕴藏着实身后 燕宇先尊召唤漫天红叶的招数 正是从这佛经里演化而出 而这地藏佛经 实际上只是为九天神术 真正的九天神术 是 曼珠沙花经 地藏佛经 曼珠沙花经 我捕捉到天际 那 曼珠沙花经 似乎是帝氏家的天君老祖 帝氏万叶的神通 叶晨掐指一算 顿时捕捉到无比辉弘的天际 曼珠沙花经 是帝氏家的九天神术 帝氏家的天君老祖 名叫帝氏万叶 外形永远是一个翩翩美少年 相貌比起地氏天还要帅很多 九天神术中的曼珠沙花经 正是地氏万叶的神通 没错 曼珠沙花经 是传说中的九天神术 是佛门最高深的秘点 代表着佛法的最高境界 传说是红军老祖 在虚无佛缘前 仓悟十万年 才编写出来的绝世经书 曼珠沙花 就是彼岸花 是佛家传说里 众神国度的天花 见此花者 心生极乐 灵魂飞升 抵达彼岸世界 永享先浮 33天混沌至宝里的彼岸神术 其实就是曼珠沙花经的 一缕灵气所化 还有33天 鸿蒙至宝里的红莲紫金宫 与曼珠沙花经 也有莫大的因果渊源 那曼珠沙花经 可谓是诸天佛法的源头 无论是大成佛教 小成佛教 还是藏宗 密宗 西天教 苦行教等等 佛法源头 皆出自曼珠沙花经 燕雨先尊娓娓道来 显然是得到地藏佛经后 也间接见识到 曼珠沙花经的博大浩瀚 这本经书 是世间最顶尖的佛经 代表着佛法的无上奥义 目前在帝世家的天君老祖 帝世万叶手上 燕雨先尊提到 曼珠沙花经的时候 语气充满期待与憧憬 叶辰眸子一宁 笑道 你想要曼珠沙花经吗 可惜九天神术 只能一人修炼 这佛经已被帝世万叶掌控 你想修炼 除非先把帝世万叶杀了 九天神术之中 除了梵天神宫外 其他的神术 只能一人修炼 因为气运只有一份 帝世万叶执掌佛经 燕雨先尊想要修炼 除非先将帝世万叶杀了 但是 帝世万叶是帝世天的老祖宗 帝世家的祖师爷 十大老祖之一 想要杀死他 哪里有这么容易 燕雨先尊叹息一声 道 听说曼珠沙花经 有三层境界 无比的玄妙 可惜我此生不可能窥见了 叶承道 三层境界 燕雨先尊道 嗯 满珠沙花经分三层 第一层 叫枫叶舞 可召唤万千红叶杀人 第二层 叫红莲净雪 这一层境界 有佛家红莲夜火燃烧 却又带着至冷至酷的冰雪 冰与火互相交织 却又如星宿流转般静命 一旦炼成 红莲净雪杀人不见血 是极高深的佛法 而第三层 名为彼岸无量天 此层境界 可缔造彼岸世界 无量极乐 度化众生 如果敌人道心不稳 被笼罩入彼岸无量天的世界 会立即被度化 失去心智 沦为最虔诚的佛法信徒 等同傀儡一般 叶承眉头一皱 道 这彼岸无量天 与星魔审判 倒有共通之处 燕雨先尊道 是啊 红军老祖写下 《曼珠沙花经》的时候 其实已经预料到 后世可能会有星魔独流诞生 要对抗星魔 最好是用佛法 如果领悟了 《曼珠沙花经》的奥义 就算是第九层的心魔杀伐 都可以对付 叶承一经 道 第九层的心魔 都可以对付 心魔大昼剑的最高境界 是第九层 这层境界 无比的可怕 连羽皇古帝 魔祖无天等等大人物 都要忌惮 因为越强大的人 内心欲望往往越大 心魔最重 面对最巅峰的心魔袭杀 连羽皇古帝这样的人物 都要害怕 心魔杀人 可以忽略境界的差距 无比的诡异 防不胜防 所以才叫毒瘤 要对抗最巅峰的心魔 只有两种办法 一种是依靠 五祖昔日的神通 鸿蒙大星空 硬生生 用武道的力量去抗衡 而第二种办法 则是利用佛法 清风话语 显得温柔很多 如果掌握了 《曼珠沙花经》的 无上佛家真解 那即便最巅峰的心魔 都无法侵害半分 心魔的剑 在帝氏天手里 而防御心魔的盾 却在他帝氏家的 有机会踏足心魔 最巅峰的境界 那帝氏万叶 绝对不会抵挡 相反 帝氏万叶很可能 会利用帝氏天 直接袭杀羽皇古帝 太上天女 魔祖无天等高手 只要这些人死绝了 帝氏家就可以称霸太上 燕与仙尊道 尊主 未来的事情 未来再说 我们如今 还是尽快寻找阴阳神殿 我掌握的地藏佛经 有一丝曼珠沙花经的奥妙 可以演化第一层 枫叶舞的神通 以我如今的实力 必定可以辅助你 说完 燕与仙尊目光炯炯地望着夜晨 带着眷恋与仰慕之意 阴阳神殿第二众的总坛 就在黑暗近海 这是属于夜晨前世的布局 自然不能错过 夜晨摇了摇头 道 阴阳神殿的强者 不见出来找我 他们可能另有顾虑 我们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燕与仙尊道 尊主 那你有什么计划 夜晨道 你先休息休息 我还有事情要处理 说着 夜晨从黄泉土里 将妖圣寒英的棺材拿出来 摆放在地 燕与仙尊敬意不定 道 尊主 你抢夺妖圣寒英的尸体做什么 夜晨道 不是尸体 他还活着 他将棺材打开 却嗅到一阵血腥味 却见棺材之中 躺着一尊青尸腰 皮肤呈现青色 长着狮子般的面孔 金色的头发 披散如狮王 只是双目闭合 没有活人的声息 外表看起来就是一具尸体 胸膛处有一个极为可怕的窟窿伤口 竟然还躺着血 魔祖无天 果然强悍 夜晨看了看这青尸腰的伤口 暗暗震惊 人都死了 伤口居然还在流血 还有阵阵魔气弥漫出 可见魔祖无天手段之强悍 燕与仙尊望了那青尸腰一眼 道 尊主 这人不是已经死了吗 这个青尸腰 自然就是妖圣寒英 夜晨道 不 他还没死 隐约之间 夜晨感到万妖先持有异动 与妖圣寒英呼应着 妖圣寒英的生机已经非常微弱 微弱到甚至无法捕捉 如果不是因为有万妖先持 夜晨都不知道对方还活着 我先叫人 七七 你累的话 去旁边休息一下 夜晨望了燕与仙尊一眼 轻声道 燕与仙尊道 尊主 我留在你身边 夜晨心中一暖 笑着摸了摸他的头发 嘴上虽没说什么 但内心其实颇为感激 当下夜晨祭出万妖先持 将妖圣寒英的躯体放了进去 先灵妖戒 戒 夜晨捏了一个法诀 让万妖先持的灵气 往妖圣寒英躯体汇聚而去 这万妖先持 是妖圣寒英的孕育之地 依靠那灵气的滋养 或许可以救活他 燕与仙尊好奇站在一边 默默观望着 却见妖圣寒英的躯体 那窟窿般可怕的伤口 渐渐愈合 他那死人般灰白的脸庞 也恢复了一丝血色 燕与仙尊喜道 尊主 他好起来了 果然还活着 夜晨轻轻点头 注视着妖圣寒英 继续将灵气灌输到他身躯内 但 妖圣寒英气色虽好转 却没有苏醒 还在昏睡的状态 怎么还没醒啊 夜晨皱了皱眉 展开八卦天丹术 辅助治疗 但妖圣寒英 却还是不见苏醒 蠢才 用震灭妖石 就在这个时候 天妖的声音 在夜晨脑海里响起 震灭妖石 夜晨心中一震 天妖道 震灭妖石是红军地脉结晶的邪气所化 里面蕴含着大量妖气力气等等负面气息 对妖族却是非常滋补 利用震灭妖石 应该能将这人复苏 夜晨道 天妖前辈 你早就预料到了今天的局面 这震灭妖石 是夜晨第一次踏入血妖山脉的时候 天妖叫他收取的 他万万也没想到 一块震灭妖石 背后居然牵连到这么多因果 甚至与红军老祖有关 就连魔祖无天 都对这块震灭妖石 无比的感兴趣 夜晨不肯交出震灭妖石 直接导致魔祖无天发怒 浮尸亿万 可见这块石头的重要 夜晨深深感到天妖的强大 天妖很可能预料到 震灭妖石的价值 所以早早叫夜晨收取 天妖淡然道 棋局变数太大 我怎么可能算到这一步 只是震灭妖石 毕竟是红军地脉的邪气所化 收下来绝对不会有错 交给这个妖圣 可种下善缘 以后收获善果 应该早点告诉我 天妖呵呵一笑 道 你在教我做事 快去救人吧 夜晨尴尬一笑 也没有再争论下去 便取出震灭妖石 放到万妖仙池里去 哇 震灭妖石是放出一阵鸿芒 与万妖仙池的灵气混合 齐齐灌注到妖圣寒阴体内 只见妖圣寒阴的躯体 弥漫着一缕缕的血盲 震震协力妖气加深 他背后 甚至妖魔豪酷的一项浮现出来 看到这一项 烟雨仙尊一阵紧张 挽住了夜晨的手 夜晨也是颇为紧张地看着 约某一刻钟后 却见妖圣寒阴的眼皮颤了颤 然后睁开眼 终于是苏醒过来 妖圣 你醒了 夜晨看到妖圣寒阴苏醒 顿时大喜 妖圣寒阴刚刚清醒 满脸的茫然 环视四周 看到自己浸泡在万妖仙池里 而且正面妖石就在身边 不禁大惊 道 我不是被魔祖无天杀死了吗 怎么还活着 夜晨笑道 你没死 是我救了你 妖圣寒阴望着夜晨 道 你是谁 你是 轮回之主 他瞳孔收缩 却从夜晨身上捕捉到血妖族的因果 并顺带发现夜晨是轮回之主的身份 目前 夜晨是血妖族的客亲 与红侠仙子关系匪浅 而且万妖仙池就在他手上 他等同是血妖族的主宰 而妖圣寒阴 则是昔日血妖族的护法 轮回之主 是你救了我 万妖仙池 原来已经传承到你手中 还有这块镇灭妖石 妖圣寒阴依然不敢相信 原来自己竟然还活着 是夜晨救了他 他看着那镇灭妖石 内心无比赤裂 当年 他其实想带走镇灭妖石 可惜古妖至尊没答应 镇灭妖石 这可是红军地脉结晶的邪体啊 如果能吸收这块宝石 我必定可以逆天改灭 而且 凭借这宝石 我还能追溯到 吃古妖藩的所在 妖圣寒阴抓起镇灭妖石 喃喃自语 目光里充满激动之意 镇灭妖石的戾气非常浓郁 对妖族有极大的滋补效果 如果妖圣寒阴吸收的话 它足以蛻变 这块石头 甚至连魔祖无天都想要 可见其价值 而且 镇灭妖石 还有另一个特殊的作用 那就是 依靠妖气的联络 追溯到吃古妖藩的位置 吃古妖藩 乃是红军七宝之一 红军老祖亲手打造 价值非同小可 同为红军七宝的十方剑星 献祭后 直接铲灭了羽皇珠神剑 可见红军老祖法宝的强悍 如果能得到吃古妖藩的话 好处无法想象的巨大 妖圣 这阵灭妖石 我送给你了 叶晨想起了天妖的嘱托 便开口道 他终于明白天妖的计划 原来是想让他拉拢妖圣 将对方培养成自己的一颗棋子 妖圣寒音 从万妖仙池里孕育出来 修炼妖道不知多少万年 比起叶晨 他更适合正灭妖石与吃古妖藩 如果能吸收正灭妖石 再找到吃古妖藩 妖圣寒音必定可以逆天改命 从而成为叶晨的惊天助力 这就是天妖的谋划 轮回之主 你要将正灭妖石送给我 红霞仙子答应吗 师叔祖妖须答应吗 妖圣寒音愕然 有点不敢相信 叶晨道 放心 这块正灭妖石 我可以一手处置 你尽管拿着 妖圣寒音大喜 手掌哆嗦道 多谢 嗨嗨嗨 称谢未必 他突然剧烈咳嗽起来 又大口大口呕出鲜血 叶晨道 怎么了 妖圣寒 没事 我伤势还没痊愈 魔祖无天手段太凶狠 不过我再休息几天 应该无恙 说着 妖圣寒音再次回到万妖仙池里去 握着正灭妖石 默默调理身体 叶晨道 好 你便好好休息养伤 妖圣寒 轮回之主 你救了我一命 以后你对抗万须 我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叶晨笑道 你还是先养好伤再说 他取出一些药材 丢到万妖仙池里去 辅助妖圣寒音疗伤 嗡 就在这个时候 叶晨突然感觉到 体内浮罩有异动 那是他与剑无名的联络浮罩 嗯 叶晨微微一惊 将浮罩取出 却见浮罩赤芒翻腾 呈现出极大的凶险 显然 剑无名在寻找安铁心的过程里 发生意外 现在遇到极大的危险 尊主 怎么了 燕雨先尊 看到那浮罩的异样 问 叶晨心念转动 啊 七七 我有点事要出去处理 妖圣前辈 我出去一趟 燕雨先尊大惊 道 尊主 你要去哪里 叶晨感应一下 浮罩的天机位置 道 古幽海城 见无名出事的地方 就是古幽海城 燕雨先尊经道 古幽海城 尊主 你去哪里做什么 是要替我报仇吗 我没事的 那安铁心没有伤害到我 我还是清白之神 他只以为 叶晨去古幽海城 是要替他报仇 毕竟 他此前不久 差点沦陷在古幽海城里 幸好脱逃出来 甚至还抢到了一卷地藏佛经 叶晨道 不是 我有急事要处理 你等我回来 浮罩的异动非常强烈 见无名情况明显不妙 在这画面不断地推进中 王宝乐目不转睛 仔细凝望 在他的眼中 这画面就好似一个镜头 正飞速地于星空中击驰 透过镜头 他能看到无数的星辰闪过 无数的星系掠过 无数的众生之影 好似观看了未央道遇的历史 只不过画面推进太快 所以这些都是一闪而过 直至等了很久 突然地画面一变 不再那么飞速地推进 而是定格在了一处灰色的星空中 灰色的星空 这里没有星辰 似乎也没有文明 有的只是一片片古老的遗迹 那些遗迹也并非真实存在 时而虚幻 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 而更诡异的是这一片片遗迹里 不同的众多的风格 如果没有经历前世感悟 王宝乐在看到这些不同风格的遗迹后 第一个想法 必然是宇宙星空这么大 种族这么多 文明数不清 所以自然这里的风格不同 也没什么出奇之处 但在经历了前世感悟后 此刻的王宝乐在去看 他的眼睛猛地收缩 因为他看到了那些遗迹里 分明有几个 居然是他前世感悟里 所看到的建筑风格 如此一来 这片灰色的星空 就非同寻常 王宝乐仔细地遥望这片区域后 他也看到了紫色的丝线 是深入到了这片区域的核心之处 但距离太远 看不清晰 进去 王宝乐平静开口 只是随着其话语传出 画面虽听命地推进 可刚刚进入这片区域的边缘 立刻就被阻挡般 无法进入 王宝乐轻移一声 思索后问了一句 这里是什么地方 弥漫无尽委屈的意识 微弱地传入王宝乐的脑海 清除 王宝乐一愣 天命之书的意识 告诉他的 就是这个含义 或许对方 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里 所以依照本能 说出了符合天命之书 自身认知的解释 王宝乐沉音片刻 有所理解 所谓清除 对于一本书来说 就是将上面写下的文字与画面 因一些错误 从而图改清除掉 这么来看 王宝乐忽然有些懂了 但依旧 还是让他有些吃惊 他没想到 星空中居然还存在了这样的区域 而显然 紫月就藏身在此 陈寅少请 王宝乐忽然开口 在此地的外围 慢慢绕一圈 这一次比较顺利 画面瞬间动了起来 绕着这片区域 慢慢移动 使得王宝乐心底 大致判定出了其范围的大小 可这整个过程 没有持续多久 也就是差不多半圈的程度时 画面又一次不动了 似再次被阻挡 又被阻挡 王宝乐越发觉得此地诡异 因为这一次阻挡画面移动的 不是这片灰色的范围 而是看起来 空无一物的星空 从另一个方向继续环绕 王宝乐凝望那片星空 再次开口 于是画面倒退 从另一边继续推进 但很快 再次被空无一物的星空阻挡 而这两个阻挡的点 似乎在一个水平面上 就仿佛此地有一道看不见的臂杖 化作了一面巨大的墙 阻拦了一切 而这片灰色的星空区域 有一个位置 与此墙连在一起 所以镜头无法完成真正的环绕 这面看不见的墙 让王宝乐在沉默中 想到了小白鹿那一世 自己撞碎的虚无 他的眼睛眯起 半晌后 深深地看了眼这片灰色的区域 回去吧 他这句话一出 瞬息间思纳弥漫了委屈的意识 出现了振奋激动之意 刹那间画面倒退 速度之快超出来的时候 太多太多 整个过程也就是一炷香左右 画面就回归到了原点 随之消失 王宝乐的眼前世界 不再是画面 而是天命星上 更是在他目中的一切回归的瞬间 其手掌下的天命之书 突然爆发出了 更为强烈的排斥之力 这股力量 比之前要大太多 似乎他始终在积攒 此刻一下子爆发后 居然将王宝乐的手 生生就弹起了一尺多高 彻底离开了天命之书 而在王宝乐的手被弹起后 这天命之书 仿佛传出了欢快激动之声 刹那间模糊 好似逃顿般 直接就消失了 更有阵阵呼啸传来 这呼啸 与风声很像 但却不是 落在四周众人耳中 每个人此刻 都有一样的感受 那就是 天命之书 在骂人 这呼啸 是骂人之一 至于骂的是谁 不言而喻了 四周观望之人 纷纷沉默 而天法上人身边的老奴 也是这般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 天命之书 出现如此人性化的一面 这得是 遇到了多大的折磨 竟第一时间就逃了 但很快 四周众人的神情 又一次变得古怪 甚至大都蕴含了同情之意 因为几乎在那天命之书 模糊消失的瞬间 王宝乐被弹起的手 重新落下 明明所落的地方 一片空旷 没有任何物品存在 可偏偏在落下的一瞬 那已经逃走的天命之书 自动地出现在了那里 使得王宝乐的手 很自然地 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天命书一愣 全书僵直了几席后 立刻就强烈无比地颤抖起来 哆嗦间有哀嚎回荡 看得四周所有人 一个个都不知道 该怎么形容自身的思绪了 上人老奴欲言又止 最后叹了口气 至于天法上人 此刻面皮也都抽了一下 无奈地看向王宝乐 王宝乐面色如常 好似没有看到众人墓中的同情 墓中露出思索 他在回忆前往灰色星空的路线 最终双目微微一闪 看向天法上人 诚恳地开口 我还有点没看清 还要再来一次 这话语一出 四周众人再也忍不住 喧嚷之声瞬间爆发开来 还要再来一次 见过欺负人的 没见过欺负书的 你们看 天命之书多么神圣的存在啊 都被欺负成什么样子了 奇葩 奇迹 我从来没想过 观看未来残影 还可以这样 在这众人的哗然中 王宝乐手下的天命之书 似乎哀嚎更为强烈 委屈之意也都到了极致 仿佛他认为自己是有尊严的 绝不能一次次的妥协 所以此刻竟爆发出了一股决然之意 大有宁可欲碎 也绝不瓦全的气势 王宝乐也感受到了 天命之书的这股气势 于是在心底呼唤了一下 依依 这本书不听话 要不撕了吧 我给你换一本 王宝乐怀里的面具碎片内 半晌后 传出了小姐姐的哼声 这哼声一起 天命之书顿时沉默 下一瞬 在天法上人 也都忍不住要开口劝说时 这本书突然自动 从王宝乐手下抬起 很是殷勤主动地 与他的手掌碰到了一起 传出了啪的一声 似乎觉得 还不够证明自己听话 他居然连续主动 上下起伏地贴了好几下 传出了一连串啪啪啪的声音 甚至还讨好地摩擦了几下 直至前所未有的浩瀚波纹 刹那间 回荡天命星 乃至整个天命星系 天法上人闭口 上人老奴 眼珠子要掉下来 你毁了我心目中 天命之书的神圣啊 我怎么觉得 这画面风格有点怪异 让我有了其他的联想 李误尔神色古怪 在远处不由地弯了王宝乐眼 在这画面不断地推进中 王宝乐目不转睛 仔细凝望 在他的眼中 这画面就好似一个镜头 正飞速地于星空中击驰 透过镜头 他能看到无数的星辰闪过 无数的星系掠过 无数的众生之影 好似观看了未央道遇的历史 只不过画面推进太快 所以这些都是一闪而过 直至等了很久 突然的画面一变 不再那么飞速地推进 而是定格在了一处灰色的星空中 灰色的星空 这里没有星辰 似乎也没有文明 有的只是一片片古老的遗迹 那些遗迹也并非真实存在 时而虚幻 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 而更诡异的是这一片片遗迹里 不同的众多的风格 如果没有经历前世感悟 王宝乐在看到这些不同风格的遗迹后 第一个想法 必然是宇宙星空这么大 种族这么多 文明数不清 所以自然这里的风格不同 也没什么出奇之处 但在经历了前世感悟后 此刻的王宝乐在去看 他的眼睛猛地收缩 因为他看到了那些遗迹里 分明有几个 居然是他前世感悟里 所看到的建筑风格 如此一来 这片灰色的星空就非同寻常 王宝乐仔细地遥望这片区域后 他也看到了紫色的丝线 是深入到了这片区域的核心之处 但距离太远 看不清晰 进去 王宝乐平静开口 只是随着其话语传出 画面虽听命地推进 可刚刚进入这片区域的边缘 立刻就被阻挡般 无法进入 王宝乐轻移一声 思索后问了一句 这里是什么地方 弥漫无尽委屈的意识 微弱地传入王宝乐的脑海 清除 王宝乐一愣 天命之书的意识 告诉他的就是这个含义 或许对方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里 所以依照本能 说出了符合天命之书自身认知的解释 王宝乐沉音片刻 有所理解 所谓清除 写下的文字与画面因一些错误 从而图改清除掉 这么来看 王宝乐忽然有些懂了 但依旧还是让他有些吃惊 他没想到 星空中居然还存在了这样的区域 而显然 紫月就藏身在此 陈寅少请 王宝乐忽然开口 在此地的外围 慢慢绕一圈 这一次比较顺利 画面瞬间动了起来 绕着这片区域 慢慢移动 使得王宝乐心底 大致判定出了其范围的大小 可这整个过程 没有持续多久 也就是差不多半圈的程度时 画面又一次不动了 似再次被阻挡 又被阻挡 王宝乐越发觉得此地诡异 因为这一次阻挡画面移动的 不是这片灰色的范围 而是看起来 空无一物的星空 从另一个方向继续环绕 王宝乐凝望那片星空 再次开口 于是画面倒退 从另一边继续推进 但很快 再次被空无一物的星空阻挡 而这两个阻挡的点 似乎在一个水平面上 就仿佛此地有一道看不见的臂障 化作了一面巨大的墙 阻拦了一切 而这片灰色的星空区域 有一个位置 与此墙连在一起 所以 镜头无法完成真正的环绕 这面看不见的墙 让王宝乐在沉默中 想到了小白鹿那一世 自己撞碎的虚无 他的眼睛眯起 半晌后 深深地看了眼这片灰色的区域 回去吧 他这句话一出 瞬息间四那弥漫了委屈的意识 出现了振奋激动之意 刹那间画面倒退 速度之快超出来的时候 太多太多 整个过程也就是一柱相左右 画面就回归到了原点 随之消失 王宝乐的眼前世界 不再是画面 而是天命星上 更是在他目中的一切回归的瞬间 其手掌下的天命之书 突然爆发出了 更为强烈的排斥之力 这股力量 比之前要大太多 似乎他始终在积攒 此刻一下子爆发后 居然将王宝乐的手 生生就弹起了一尺多高 彻底离开了天命之书 而在王宝乐的手被弹起后 这天命之书 仿佛传出了欢快激动之声 刹那间模糊 好似逃顿般 直接就消失了 更有阵阵呼啸传来 这呼啸 与风声很像 但却不是 落在四周众人耳中 每个人此刻 都有一样的感受 那就是 天命之书 在骂人 这呼啸 是骂人之音 至于骂的是谁 不言而喻了 四周观望之人 纷纷沉默 而天法上人身边的老奴 也是这般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 天命之书 出现如此人性化的一面 这得是 遇到了多大的折磨 竟第一时间就逃了 但很快 四周众人的神情 又一次变得古怪 甚至大都蕴含了 同情之意 因为几乎在那 天命之书 模糊消失的瞬间 王宝勒被弹起的手 重新落下 明明所落的地方 一片空旷 没有任何物品存在 可偏偏在落下的一瞬 那已经逃走的天命之书 自动地出现在了那里 使得王宝勒的手 很自然地 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天命书一愣 全书僵直了几夕后 立刻就强烈无比地颤抖起来 哆嗦间有哀嚎回荡 看得四周所有人 一个个都不知道 该怎么形容自身的思绪了 上人老奴欲言又止 最后叹了口气 至于天法上人 此刻面皮也都抽了一下 无奈地看向王宝勒 王宝勒面色如常 好似没有看到众人 目中的同情 目中露出思索 他在回忆前往 灰色星空的路线 最终双目微微一闪 看向天法上人 诚恳地开口 我还有点没看清 还要再来一次 这话语一出 四周众人再也忍不住 喧嚷之声瞬间爆发开来 还要再来一次 见过欺负人的 没见过欺负书的 你们看 天命之书多么神圣的存在 都被欺负成什么样子了 奇葩 奇迹 我从来没想过 观看未来残影 还可以这样 在这众人的哗然中 王宝勒手下的天命之书 似乎哀嚎更为强烈 委屈之意也都到了极致 仿佛他认为自己是有尊严的 绝不能一次次的妥协 所以此刻竟爆发出了一股决然之意 大有宁可欲碎 也绝不瓦全的气势 王宝勒也感受到了 天命之书的这股气势 于是在心底呼唤了一下 依依 这本书不听话 要不撕了吧 我给你换一本 王宝勒怀里的面具碎片内 半晌后 传出了小姐姐的哼声 这哼声一起 天命之书顿时沉默 下一瞬 在天法上人 也都忍不住要开口劝说时 这本书突然自动 从王宝勒手下抬起 很是殷勤主动地 与他的手掌碰到了一起 传出了啪的一声 似乎觉得 还不够证明自己听话 他居然连续主动 上下起伏地贴了好几下 传出了一连串啪啪啪的声音 甚至还讨好地摩擦了几下 直至前所未有的浩瀚波纹 刹那间 回荡天命星 乃至整个天命星系 天法上人闭口 上人老奴 眼珠子要掉下来 四周众人 纷纷目瞪口呆 尊严呢 天啊 我一定是看错了 王宝勒 你毁了我心目中 天命之书的神圣啊 我怎么觉得 这画面风格有点怪异 让我有了其他的联想 李误尔神色古怪 在远处不由地弯了王宝勒眼 在这画面不断地推进中 王宝勒目不转睛 仔细凝望 在他的眼中 这画面就好似一个镜头 正飞速地于星空中击驰 透过镜头 他能看到无数的星辰闪过 无数的星系掠过 无数的众生之影 好似观看了未央道遇的历史 只不过画面推进太快 所以这些都是一闪而过 直至等了很久 突然的 画面一变 不再那么飞速地推进 而是定格在了一处灰色的星空中 灰色的星空 这里没有星辰 似乎也没有文明 有的只是一片片古老的遗迹 那些遗迹也并非真实存在 时而虚幻 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 而更诡异的 是这一片片遗迹里 不同的众多的风格 如果没有经历前世感悟 王宝勒在看到这些 不同风格的遗迹后 第一个想法 必然是宇宙星空这么大 种族这么多 文明数不清 所以自然这里的风格不同 也没什么出奇之处 但在经历了前世感悟后 此刻的王宝勒在去看 他的眼睛猛地收缩 因为他看到了那些遗迹里 分明有几个 居然是 他前世感悟里 所看到的建筑风格 如此一来 这片灰色的星空 就非同寻常 王宝勒仔细地摇望这片区域后 他也看到了紫色的丝线 是深入到了这片区域的核心之处 但距离太远 看不清晰 进去 王宝勒平静开口 只是随着其话语传出 画面虽听命地推进 可刚刚进入这片区域的边缘 立刻就被阻挡般 无法进入 王宝勒轻一声 思索后问了一句 这里是什么地方 弥漫无尽委屈的意识 微弱地传入王宝勒的脑海 清除 王宝勒一愣 天命之书的意识 告诉他的 就是这个含义 或许对方 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里 所以依照本能 说出了符合天命之书 自身认知的解释 王宝勒陈英片刻 有所理解 所谓清除 对于一本书来说 就是将上面写下的文字与画面 因一些错误 从而图改清除掉 这么来看 王宝勒忽然有些懂了 但依旧 还是让他有些吃惊 他没想到 星空中居然还存在了这样的区域 而显然 紫月就藏身在此 陈英少请 王宝勒忽然开口 在此地的外围 慢慢绕一圈 绕着这片区域慢慢移动 使得王宝勒心底 大致判定出了其范围的大小 可这整个过程 没有持续多久 也就是差不多半圈的程度时 画面又一次不动了 似再次被阻挡 又被阻挡 王宝勒越发觉得此地诡异 因为这一次阻挡画面移动的 不是这片灰色的范围 而是看起来 空无一物的星空 从另一个方向继续环绕 王宝勒凝望那片星空 再次开口 于是画面倒退 从另一边继续推进 但很快 再次被空无一物的星空阻挡 而这两个阻挡的点 似乎在一个水平面上 就仿佛此地有一道看不见的臂障 化作了一面巨大的墙 阻拦了一切 而这片灰色的星空区域 有一个位置 与此墙连在一起 所以 镜头无法完成真正的环绕 这面看不见的墙 让王宝勒在沉默中 想到了小白鹿那一世 自己撞碎的虚无 他的眼睛眯起 半晌后 深深地看了眼这片灰色的区域 回去吧 他这句话一出 瞬息间四纳弥漫了委屈的意识 出现了振奋激动之意 刹那间画面倒退 速度之快超出来的时候 太多太多 整个过程也就是一柱相左右 画面就回归到了原点 随之消失 王宝勒的眼前世界 不再是画面 而是天命星上 更是在他目中的一切回归的瞬间 其手掌下的天命之书 突然爆发出了 更为强烈的排斥之力 这股力量 比之前要大太多 似乎他始终在积攒 此刻一下子爆发后 居然将王宝勒的手 而在王宝勒的手被弹起后 这天命之书 仿佛传出了欢快激动之声 刹那间模糊 好似逃顿般 直接就消失了 更有阵阵呼啸传来 这呼啸 与风声很像 但却不是 落在四周众人耳中 每个人此刻 都有一样的感受 那就是 天命之书 在骂人 这呼啸 是骂人之音 至于骂的是谁 不言而喻了 四周观望之人 纷纷沉默 而天法上人身边的老奴 也是这般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 天命之书 出现如此人性化的一面 这得是 遇到了多大的折磨 近第一时间就逃了 但很快 四周众人的神情 又一次变得古怪 甚至大都蕴含了同情之意 因为几乎在那天命之书 模糊消失的瞬间 王宝勒被弹起的手 重新落下 明明所落的地方 一片空旷 没有任何物品存在 可偏偏在落下的一瞬 那已经逃走的天命之书 自动地出现在了那里 使得王宝勒的手 很自然地 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天命书一愣 全书僵直了几夕后 立刻就强烈无比地颤抖起来 哆嗦间有哀嚎回荡 看得四周所有人 一个个都不知道 该怎么形容自身的思绪了 上人老奴欲言又止 最后叹了口气 至于天法上人 此颗面皮也都抽了一下 无奈地看向王宝勒 王宝勒面色如常 好似没有看到众人 目中的同情 目中露出思索 他在回忆前往灰色星空的路线 最终双目微微一闪 看向天法上人 诚恳地开口 我还有点没看清 还要再来一次 这话语一出 四周众人再也忍不住 喧嚷之声瞬间爆发开来 还要再来一次 见过欺负人的 没见过欺负书的 你们看 天命之书多么神圣的存在 都被欺负成什么样子了 奇葩 奇迹 我从来没想过 观看未来残影 还可以这样 在这众人的哗然中 王宝勒手下的天命之书 似乎哀嚎更为强烈 委屈之意也都到了极致 仿佛他认为自己是有尊严的 绝不能一次次的妥协 所以此刻竟爆发出了 一股决然之意 大有宁可欲碎 也绝不瓦全的气势 王宝勒也感受到了 天命之书的这股气势 于是在心底呼唤了一下 依依 这本书不听话 要不撕了吧 我给你换一本 王宝勒怀里的面具碎片内 半晌后 传出了小姐姐的哼声 这哼声一起 天命之书顿时沉默 下一瞬 在天法上人 也都忍不住要开口劝说时 这本书突然自动 从王宝勒手下抬起 很是殷勤主动地 与他的手掌碰到了一起 传出了啪的一声 似乎觉得 还不够证明自己听话 他居然连续主动上下 起伏地贴了好几下 传出了一连串啪啪啪的声音 甚至还讨好地摩擦了几下 直至前所未有的浩瀚波纹 刹那间 回荡天命星 乃至整个天命星系 天法上人闭口 上人老奴 眼珠子要掉下来 四周众人 纷纷目瞪口呆 尊严呢 天啊 我一定是看错了 王宝勒 你毁了我心目中 天命之书的神圣啊 我怎么觉得 这画面风格有点怪异 让我有了其他的联想 李瓦尔神色古怪 在远处不由地 弯了王宝勒一眼 在这画面不断地推进中 王宝勒目不转睛 仔细凝望 在他的眼中 这画面就好似一个镜头 正飞速地于星空中击齿 透过镜头 他能看到无数的星辰闪过 无数的星系掠过 无数的众生之影 好似观看了 未央道遇的历史 只不过画面推进太快 所以这些都是一闪而过 直至等了很久 突然地 画面一变 不再那么飞速地推进 而是定格在了一处 灰色的星空中 灰色的星空 这里没有星辰 似乎也没有文明 有的只是一片片古老的遗迹 那些遗迹 也并非真实存在 时而虚幻 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 而更诡异的 是这一片片遗迹里 不同的众多的风格 如果没有经历前世感悟 王宝乐在看到 这些不同风格的遗迹后 第一个想法 必然是宇宙星空这么大 种族这么多 文明数不清 所以自然这里的风格不同 也没什么出奇之处 但在经历了前世感悟后 此刻的王宝乐在去看 他的眼睛猛地收缩 因为他看到了那些遗迹里 分明有几个 居然是 他前世感悟里 所看到的建筑风格 如此一来 这片灰色的星空 就非同寻常 王宝乐仔细地摇望这片区域后 他也看到了紫色的丝线 是深入到了这片区域的核心之处 但距离太远 看不清晰 进去 王宝乐平静开口 只是随着其话语传出 画面虽听命地推进 可刚刚进入这片区域的边缘 立刻就被阻挡般 无法进入 王宝乐轻一声 思索后问了一句 这里是什么地方 弥漫无尽委屈的意识 微弱地传入王宝乐的脑海 清除 王宝乐一愣 天命之书的意识 告诉他的 就是这个含义 或许对方 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里 所以依照本能 说出了符合天命之书 自身认知的解释 王宝乐陈英片刻 有所理解 所谓清除 对于一本书来说 就是将上面写下的文字与画面 因一些错误 从而图改清除掉 这么来看 王宝乐忽然有些懂了 但依旧 还是让他有些吃惊 他没想到 星空中居然还存在了这样的区域 而显然 紫月就藏身在此 陈英少请 王宝乐忽然开口 在此地的外围 慢慢绕一圈 这一次比较顺利 画面瞬间动了起来 绕着这片区域 慢慢移动 使得王宝乐心底 大致判定出了其范围的大小 可这整个过程 没有持续多久 也就是差不多半圈的程度时 画面又一次不动了 似再次被阻挡 又被阻挡 王宝乐越发觉得此地诡异 因为这一次阻挡画面移动的 不是这片灰色的范围 而是看起来 空无一物的星空 从另一个方向继续环绕 王宝乐凝望那片星空 再次开口 于是画面倒退 从另一边继续推进 但很快 再次被空无一物的星空阻挡 而这两个阻挡的点 似乎在一个水平面上 就仿佛此地有一道 看不见的臂障 化作了一面巨大的墙 阻拦了一切 而这片灰色的星空区域 有一个位置 与此墙连在一起 所以 镜头无法完成真正的环绕 这面看不见的墙 让王宝乐在沉默中 想到了小白鹿那一世 自己撞碎的虚无 她的眼睛眯起 半晌后 深深地看了眼 这片灰色的区域 回去吧 她这句话一出 瞬息间四那弥漫了 委屈的意识 出现了振奋激动之意 刹那间画面倒退 速度之快超出来的时候 太多太多 整个过程 也就是一柱相左右 画面就回归到了原点 随之消失 王宝乐的眼前世界 不再是画面 而是天命星上 更是在他目中的 一切回归的瞬间 其手掌下的天命之书 这股力量比之前要大太多 似乎他始终在积攒 此刻一下子爆发后 居然将王宝乐的手 生生就弹起了一尺多高 彻底离开了天命之书 而在王宝乐的手被弹起后 这天命之书 仿佛传出了欢快激动之声 刹那间模糊 好似逃顿般 直接就消失了 更有阵阵呼啸传来 这呼啸 与风声很像 但却不是 落在四周众人耳中 每个人此刻 都有一样的感受 那就是 天命之书 在骂人 这呼啸 是骂人之音 至于骂的是谁 不言而喻了 四周观望之人 纷纷沉默 而天法上人身边的老奴 也是这般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 天命之书 出现如此人性化的一面 这得是 遇到了多大的折磨 竟第一时间就逃了 但很快 四周众人的神情 又一次变得古怪 甚至大都蕴含了同情之意 因为几乎在那天命之书 模糊消失的瞬间 王宝乐被弹起的手 重新落下 明明所落的地方 一片空旷 没有任何物品存在 可偏偏在落下的一瞬 那已经逃走的天命之书 自动地出现在了那里 使得王宝乐的手 很自然地 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天命书一愣 全书僵直了几夕后 立刻就强烈无比地颤抖起来 哆嗦间有哀嚎回荡 看得四周所有人 一个个都不知道 该怎么形容自身的思绪了 上人老奴欲言又止 最后叹了口气 至于天法上人 此颗面皮也都抽了一下 无奈地看向王宝乐 王宝乐面色如常 好似没有看到众人墓中的同情 墓中露出思索 他在回忆前往灰色星空的路线 最终双目微微一闪 看向天法上人 诚恳地开口 我还有点没看清 还要再来一次 这话语一出 四周众人再也忍不住 喧嚷之声瞬间爆发开来 还要再来一次 见过欺负人的 没见过欺负书的 你们看 天命之书多么神圣的存在 都被欺负成什么样子了 奇葩 奇迹 我从来没想过 观看未来残影 还可以这样 在这众人的哗然中 王宝乐手下的天命之书 似乎哀嚎更为强烈 委屈之意也都到了极致 仿佛他认为自己是有尊严的 绝不能一次次的妥协 所以此刻竟爆发出了一股决然之意 大有宁可欲碎 也绝不瓦全的气势 王宝乐也感受到了 天命之书的这股气势 于是在心底呼唤了一下 依依 这本书不听话 要不撕了吧 我给你换一本 王宝乐怀里的面具碎片内 半赏后 传出了小姐姐的哼声 这哼声一起 天命之书顿时沉默 下一瞬 在天法上人 也都忍不住要开口劝说时 这本书突然自动 从王宝乐手下抬起 很是殷勤主动地 与他的手掌碰到了一起 传出了啪的一声 似乎觉得 还不够证明自己听话 他居然连续主动 上下起伏地贴了好几下 传出了一连串啪啪啪的声音 甚至还讨好地摩擦了几下 直至前所未有的浩瀚波纹 刹那间 回荡天命星 乃至整个天命星系 天法上人闭口 上人老奴 眼珠子要掉下来 四周众人 纷纷目瞪口呆 尊严呢 天啊 我一定是看错了 王宝乐 你毁了我心目中 天命之书的神圣啊 我怎么觉得 这画面风格有点怪异 让我有了其他的联想 李瓦尔神色古怪 在远处不由地 弯了王宝乐一眼 在这画面不断地推进中 王宝乐目不转睛 仔细凝望 在他的眼中 这画面就好似一个镜头 正飞速地于星空中击驰 透过镜头 他能看到无数的星辰闪过 无数的星系掠过 无数的众生之影 好似观看了未央道遇的历史 只不过画面推进太快 所以这些都是一闪而过 直至等了很久 突然的 画面一变 不再那么飞速地推进 而是定格在了一处 灰色的星空中 灰色的星空 这里没有星辰 似乎也没有文明 有的只是一片片古老的遗迹 那些遗迹也并非真实存在 时而虚幻 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 而更诡异的是 这一片片遗迹里 不同的众多的风格 如果没有经历前世感悟 王宝乐在看到 这些不同风格的遗迹后 第一个想法 必然是宇宙星空这么大 种族这么多 文明数不清 所以自然这里的风格不同 也没什么出奇之处 但在经历了前世感悟后 此刻的王宝乐在去看 他的眼睛猛地收缩 因为他看到了那些遗迹里 分明有几个 居然是 他前世感悟里 所看到的建筑风格 如此一来 这片灰色的星空 就非同寻常 王宝乐仔细地摇望这片区域后 他也看到了紫色的丝线 是深入到了这片区域的核心之处 但距离太远 看不清晰 进去 王宝乐平静开口 只是随着其话语传出 画面虽听命地推进 可刚刚进入这片区域的边缘 立刻就被阻挡般 无法进入 王宝乐轻移一声 思索后问了一句 这里是什么地方 弥漫无尽委屈的意识 微弱地传入王宝乐的脑海 清除 王宝乐一愣 天命之书的意识 告诉他的 就是这个含义 或许对方 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里 所以依照本能 说出了符合天命之书 自身认知的解释 王宝乐沉音片刻 有所理解 所谓清除 对于一本书来说 就是将上面写下的文字与画面 因一些错误 从而图改清除掉 这么来看 王宝乐忽然有些懂了 但依旧 还是让他有些吃惊 他没想到 星空中居然还存在了这样的区域 而显然 紫月就藏身在此 沉音少请 王宝乐忽然开口 在此地的外围 慢慢绕一圈 这一次比较顺利 画面瞬间动了起来 绕着这片区域 慢慢移动 使得王宝乐心底 大致判定出了其范围的大小 可这整个过程没有持续多久 也就是差不多半圈的程度时 画面又一次不动了 似再次被阻挡 又被阻挡 王宝乐越发觉得此地诡异 因为这一次阻挡画面移动的 不是这片灰色的范围 而是看起来 空无一物的星空 从另一个方向继续环绕 王宝乐凝望那片星空 再次开口 于是画面倒退 从另一边继续推进 但很快 再次被空无一物的星空阻挡 而这两个阻挡的点 似乎在一个水平面上 就仿佛此地有一道看不见的臂杖 化作了一面巨大的墙 阻拦了一切 而这片灰色的星空区域 有一个位置 与此墙连在一起 所以镜头无法完成真正的环绕 这面看不见的墙 让王宝乐在沉默中 想到了小白鹿那一世 自己撞碎的虚无 他的眼睛眯起 半晌后 深深地看了眼这片灰色的区域 回去吧 他这句话一出 瞬息间思纳弥漫了委屈的意识 出现了振奋激动之意 刹那间画面倒退 速度之快超出来的时候 太多太多 整个过程也就是一柱箱左右 画面就回归到了原点 随之消失 王宝乐的眼前世界 不再是画面 而是天命星上 更是在他目中的一切回归的瞬间 其手掌下的天命之书 突然爆发出了 更为强烈的排斥之力 这股力量 比之前要大太多 似乎他始终在积攒 此刻一下子爆发后 居然将王宝乐的手 生生就弹起了一尺多高 彻底离开了天命之书 而在王宝乐的手被弹起后 这天命之书 仿佛传出了欢快激动之声 刹那间模糊 好似逃顿般 直接就消失了 更有阵阵呼啸传来 这呼啸 与风声很像 但却不是 落在四周众人耳中 每个人此刻 都有一样的感受 那就是 天命之书 在骂人 这呼啸 是骂人之音 至于骂的是谁 不言而喻了 四周观望之人 纷纷沉默 而天法上人身边的老奴 也是这般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 天命之书 出现如此人性化的一面 这得是 遇到了多大的折磨 近第一时间就逃了 但很快 四周众人的神情 又一次变得古怪 甚至大都蕴含了同情之意 因为几乎在那天命之书 模糊消失的瞬间 王宝乐被弹起的手 重新落下 明明所落的地方 一片空旷 没有任何物品存在 可偏偏在落下的一瞬 那已经逃走的天命之书 自动地出现在了那里 使得王宝乐的手 很自然地 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天命书一愣 全书僵直了几夕后 立刻就强烈无比地颤抖起来 哆嗦间有哀嚎回荡 看得四周所有人 一个个都不知道 该怎么形容自身的思绪了 上人老奴欲言又止 最后叹了口气 至于天法上人 此刻面皮也都抽了一下 无奈地看向王宝乐 王宝乐面色如常 好似没有看到众人墓中的同情 墓中露出思索 他在回忆前往灰色星空的路线 最终双目微微一闪 看向天法上人 诚恳地开口 我还有点没看清 还要再来一次 这话语一出 四周众人再也忍不住 喧嚷之声瞬间爆发开来 还要再来一次 见过欺负人的 没见过欺负书的 你们看 天命之书多么神圣的存在 都被欺负成什么样子了 奇葩奇迹 我从来没想过 观看未来残影 还可以这样 在这众人的哗然中 王宝乐手下的天命之书 似乎哀嚎更为强烈 委屈之意也都到了极致 仿佛他认为自己是有尊严的 绝不能一次次的妥协 所以此刻竟爆发出了一股决然之意 大有宁可欲碎 也绝不瓦全的气势 王宝乐也感受到了 天命之书的这股气势 于是在心底呼唤了一下 依依 这本书不听话 要不撕了吧 我给你换一本 王宝乐怀里的面具碎片内 半晌后 传出了小姐姐的哼声 这哼声一起 天命之书顿时沉默 下一瞬 在天法上人 也都忍不住要开口劝说时 这本书突然自动 从王宝乐手下抬起 很是殷勤主动地 与他的手掌碰到了一起 传出了啪的一声 似乎觉得 还不够证明自己听话 他居然连续主动 上下起伏地贴了好几下 传出了一连串啪啪啪的声音 甚至还讨好地摩擦了几下 直至前所未有的浩瀚波纹 刹那间 回荡天命星 乃至整个天命星系 天法上人闭口 上人老奴 眼珠子要掉下来 四周众人 纷纷目瞪口呆 尊严呢 天啊 我一定是看错了 王宝乐 你毁了我心目中 天命之书的神圣啊 我怎么觉得 这画面风格有点怪异 让我有了其他的联想 李瓦尔神色古怪 在远处不由地 弯了王宝乐一眼 在这画面不断地推进中 王宝乐目不转睛 仔细凝望 在他的眼中 这画面就好似一个镜头 正飞速地于星空中击驰 透过镜头 他能看到无数的星辰闪过 无数的星星掠过 无数的众生之影 好似观看了 未央道遇的历史 只不过画面推进太快 所以这些都是一闪而过 直至等了很久 突然的 画面一变 不再那么飞速地推进 而是定格在了一处 灰色的星空中 灰色的星空 这里没有星辰 似乎也没有文明 有的只是一片片古老的遗迹 那些遗迹 也并非真实存在 时而虚幻 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 而更诡异的 是这一片片遗迹里 不同的众多的风格 如果没有经历前世感悟 王宝乐在看到 这些不同风格的遗迹后 第一个想法 必然是宇宙星空这么大 种族这么多 文明数不清 所以自然这里的风格不同 也没什么出奇之处 但在经历了前世感悟后 此刻的王宝乐在去看 他的眼睛猛地收缩 因为他看到了那些遗迹里 分明有几个 居然是 他前世感悟里 所看到的建筑风格 如此一来 这片灰色的星空 就非同寻常 王宝乐仔细地 遥望这片区域后 他也看到了紫色的丝线 是深入到了 这片区域的核心之处 但距离太远 看不清晰 进去 王宝乐平静开口 只是随着其话语传出 画面虽听命地推进 可刚刚进入 这片区域的边缘 立刻就被阻挡般 无法进入 王宝乐轻一声 思索后问了一句 这里是什么地方 弥漫无尽委屈的意识 微弱地传入 王宝乐的脑海 清除 王宝乐一愣 天命之书的意识 告诉他的 就是这个含义 或许对方 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里 所以依照本能 说出了符合天命之书 自身认知的解释 王宝乐陈英片刻 有所理解 所谓清除 对于一本书来说 就是将上面写下的文字与画面 因一些错误 从而图改清除掉 这么来看 王宝乐忽然有些懂了 但依旧 还是让他有些吃惊 他没想到 星空中居然还存在了这样的区域 而显然 紫月就藏身在此 陈英少请 王宝乐忽然开口 在此地的外围 慢慢绕一圈 这一次比较顺利 画面瞬间动了起来 绕着这片区域 慢慢移动 使得王宝乐心底 大致判定出了 其范围的大小 可这整个过程 没有持续多久 也就是差不多半圈的程度时 画面又一次不动了 似再次被阻挡 又被阻挡 王宝乐越发觉得此地诡异 因为这一次阻挡画面移动的 不是这片灰色的范围 而是看起来 空无一物的星空 从另一个方向继续环绕 王宝乐凝望那片星空 再次开口 于是画面倒退 从另一边继续推进 但很快 再次被空无一物的星空阻挡 而这两个阻挡的点 似乎在一个水平面上 就仿佛此地有一道 看不见的臂障 化作了一面巨大的墙 阻拦了一切 而这片灰色的星空区域 有一个位置 与此墙连在一起 所以 镜头无法完成真正的环绕 这面看不见的墙 让王宝乐在沉默中 想到了小白鹿那一世 自己撞碎的虚无 他的眼睛眯起 半晌后 深深地看了眼 这片灰色的区域 回去吧 他这句话一出 瞬息间四纳 弥漫了委屈的意识 出现了振奋激动之意 刹那间画面倒退 速度之快超出来的时候 太多太多 整个过程 也就是一柱箱左右 画面就回归到了原点 随之消失 王宝乐的眼前世界 不再是画面 而是天命星上 更是在他目中的 一切回归的瞬间 其手掌下的天命之书 突然爆发出了 更为强烈的排斥之力 这股力量 比之前要大太多 似乎他始终在积攒 此刻一下子爆发后 居然将王宝乐的手 生生就弹起了一尺多高 彻底离开了天命之书 而在王宝乐的手 被弹起后 这天命之书 仿佛传出了 欢快激动之声 刹那间模糊 好似逃顿般 直接就消失了 更有阵阵呼啸传来 这呼啸 与风声很像 但却不是 落在四周众人耳中 每个人此刻 都有一样的感受 那就是 天命之书 在骂人 这呼啸 是骂人之音 至于骂的是谁 不言而喻了 四周观望之人 纷纷沉默 而天法上人身边的老奴 也是这般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 天命之书 出现如此人性化的一面 这得是 遇到了多大的折磨 竟第一时间就逃了 但很快 四周众人的神情 又一次变得古怪 甚至大都蕴含了同情之意 因为几乎在那天命之书 模糊消失的瞬间 王宝乐被弹起的手 重新落下 明明所落的地方 一片空旷 没有任何物品存在 可偏偏在落下的一瞬 那已经逃走的天命之书 自动地出现在了那里 使得王宝乐的手 很自然地 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天命书一愣 全书僵直了几夕后 立刻就强烈无比地颤抖起来 哆嗦间有哀嚎回荡 看得四周所有人 一个个都不知道 该怎么形容自身的思绪了 上人老奴欲言又止 最后叹了口气 至于天法上人 此颗面皮也都抽了一下 无奈地看向王宝乐 王宝乐面色如常 好似没有看到众人墓中的同情 墓中露出思索 他在回忆前往灰色星空的路线 最终双目微微一闪 看向天法上人 诚恳地开口 我还有点没看清 还要再来一次 这话语一出 四周众人再也忍不住 喧嚷之声瞬间爆发开来 还要再来一次 见过欺负人的 没见过欺负书的 你们看 天命之书多么神圣的存在 都被欺负成什么样子了 奇葩 奇迹 我从来没想过 观看未来残影 还可以这样 在这众人的哗然中 王宝乐手下的天命之书 似乎哀嚎更为强烈 委屈之意也都到了极致 仿佛他认为自己是有尊严的 绝不能一次次的妥协 所以此刻竟爆发出了一股决然之意 大有宁可欲碎 也绝不瓦全的气势 王宝乐也感受到了 天命之书的这股气势 于是在心底呼唤了一下 依依 这本书不听话 要不撕了吧 我给你换一本 王宝乐怀里的面具碎片内 半赏后 传出了小姐姐的哼声 这哼声一起 天命之书顿时沉默 下一瞬 在天法上人 也都忍不住要开口劝说时 这本书突然自动 从王宝乐手下抬起 很是殷勤主动地 与他的手掌碰到了一起 传出了啪的一声 似乎觉得 还不够证明自己听话 他居然连续主动 上下起伏地贴了好几下 传出了一连串啪啪啪的声音 甚至还讨好地摩擦了几下 直至前所未有的浩瀚波纹 刹那间 回荡天命星 乃至整个天命星系 天法上人闭口 上人老奴 眼珠子要掉下来 四周众人 纷纷目瞪口呆 尊严呢 天啊 我一定是看错了 王宝乐 你毁了我心目中 天命之书的神圣啊 我怎么觉得 这画面风格有点怪异 让我有了其他的联想 李瓦尔神色古怪 在远处不由地弯了王宝乐眼 在这画面不断地推进中 王宝乐目不转睛 仔细凝望 在他的眼中 这画面就好似一个镜头 正飞速地于星空中急驰 透过镜头 他能看到无数的星辰闪过 无数的星系掠过 无数的众生之影 好似观看了 未央道遇的历史 只不过画面推进太快 所以这些都是一闪而过 直至等了很久 突然的 画面一变 不再那么飞速地推进 而是定格在了一处 灰色的星空中 灰色的星空 这里没有星辰 似乎也没有文明 有的只是一片片古老的遗迹 那些遗迹 也并非真实存在 时而虚幻 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 而更诡异的 是这一片片遗迹里 不同的众多的风格 如果没有经历前世感悟 王宝乐在看到 这些不同风格的遗迹后 第一个想法 必然是宇宙星空这么大 种族这么多 文明数不清 所以自然这里的风格不同 也没什么出奇之处 但在经历了前世感悟后 此刻的王宝乐在去看 他的眼睛猛地收缩 因为他看到了那些遗迹里 分明有几个 居然是 他前世感悟里 所看到的建筑风格 王宝乐仔细地遥望这片区域后 他也看到了紫色的丝线 是深入到了这片区域的核心之处 但距离太远 看不清晰 进去 王宝乐平静开口 只是随着其话语传出 画面虽听命地推进 可刚刚进入这片区域的边缘 立刻就被阻挡般 无法进入 王宝乐轻移一声 思索后问了一句 这里是什么地方 弥漫无尽委屈的意识 微弱地传入王宝乐的脑海 清除 王宝乐一愣 天命之书的意识 告诉他的就是这个含义 或许对方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里 所以依照本能 说出了符合天命之书自身认知的解释 王宝乐陈英片刻 有所理解 所谓清除 对于一本书来说 就是将上面写下的文字与画面 因一些错误 从而图改清除掉 这么来看 王宝乐忽然有些懂了 但依旧还是让他有些吃惊 他没想到 星空中居然还存在了这样的区域 而显然 紫月就藏身在此 陈英少请 王宝乐忽然开口 在此地的外围 慢慢绕一圈 这一次比较顺利 画面瞬间动了起来 绕着这片区域 慢慢移动 使得王宝乐心底 大致判定出了其范围的大小 可这整个过程 没有持续多久 也就是差不多半圈的程度时 画面又一次不动了 似再次被阻挡 又被阻挡 王宝乐越发觉得此地诡异 因为这一次阻挡画面移动的 不是这片灰色的范围 而是看起来 空无一物的星空 从另一个方向继续环绕 王宝乐凝望那片星空 再次开口 于是画面倒退 从另一边继续推进 但很快 再次被空无一物的星空阻挡 而这两个阻挡的点 似乎在一个水平面上 就仿佛此地有一道 看不见的臂杖 化作了一面巨大的墙 阻拦了一切 而这片灰色的星空区域 有一个位置 与此墙连在一起 所以 镜头无法完成真正的环绕 这面看不见的墙 让王宝乐在沉默中 想到了小白鹿那一世 自己撞碎的虚无 他的眼睛眯起 半晌后 深深地看了眼 这片灰色的区域 回去吧 他这句话一出 瞬息间四那弥漫了 委屈的意识 出现了振奋激动之意 刹那间画面倒退 速度之快超出来的时候 太多太多 整个过程 也就是一柱相左右 画面就回归到了原点 随之消失 王宝乐的眼前世界 不再是画面 而是天命星上 更是在他目中的 一切回归的瞬间 其手掌下的天命之书 突然爆发出了 更为强烈的排斥之力 这股力量 比之前要大太多 似乎他始终在积攒 此刻一下子爆发后 居然将王宝乐的手 生生就弹起了一尺多高 彻底离开了天命之书 而在王宝乐的手 被弹起后 这天命之书 仿佛传出了 欢快激动之声 刹那间模糊 好似逃顿般 直接就消失了 更有阵阵呼啸传来 这呼啸 与风声很像 但却不是 落在四周众人耳中 每个人此刻 都有一样的感受 那就是 天命之书 在骂人 这呼啸 是骂人之音 至于骂的是谁 不言而喻了 四周观望之人 纷纷沉默 而天法上人身边的老奴 也是这般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 天命之书 出现如此人性化的一面 这得是 遇到了多大的折磨 竟第一时间就逃了 但很快 四周众人的神情 又一次变得古怪 甚至大都蕴含了 同情之意 因为几乎在那天命之书 模糊消失的瞬间 王宝勒被弹起的手 重新落下 明明所落的地方 一片空旷 没有任何物品存在 可偏偏在落下的一瞬 那已经逃走的天命之书 自动地出现在了那里 使得王宝勒的手 很自然地 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天命书一愣 全书僵直了几戏后 立刻就强烈无比地颤抖起来 哆嗦间有哀嚎回荡 看得四周所有人 一个个都不知道 该怎么形容自身的思绪了 上人老奴欲言又止 最后叹了口气 至于天法上人 此刻面皮也都抽了一下 无奈地看向王宝勒 王宝勒面色如常 好似没有看到 众人墓中的同情 墓中露出思索 他在回忆前往 灰色星空的路线 最终双目微微一闪 看向天法上人 诚恳地开口 我还有点没看清 还要再来一次 这话语一出 四周众人再也忍不住 喧嚷之声瞬间爆发开来 还要再来一次 见过欺负人的 没见过欺负书的 你们看 天命之书多么神圣的存在 都被欺负成什么样子了 奇葩 奇迹 我从来没想过 观看未来残影 还可以这样 在这众人的哗然中 王宝勒手下的天命之书 似乎哀嚎更为强烈 委屈之意也都到了极致 仿佛他认为自己是有尊严的 绝不能一次次的妥协 所以此刻竟爆发出了 一股决然之意 大有宁可遇碎 也绝不瓦全的气势 王宝勒也感受到了 天命之书的这股气势 于是在心底呼唤了一下 依依 这本书不听话 要不撕了吧 我给你换一本 王宝勒怀里的面具碎片内 半晌后 传出了小姐姐的哼声 这哼声一起 天命之书顿时沉默 下一瞬 在天法上人 也都忍不住要开口劝说时 这本书突然自动 从王宝勒手下抬起 很是殷勤主动地 与他的手掌碰到了一起 传出了啪的一声 似乎觉得 还不够证明自己听话 他居然连续主动 上下起伏地贴了好几下 传出了一连串啪啪啪的声音 甚至还讨好地摩擦了几下 直至前所未有的浩瀚波纹 刹那间 回荡天命星 乃至整个天命星系 天法上人闭口 上人老奴 眼珠子要掉下来 四周众人 纷纷目瞪口呆 尊严呢 天啊 我一定是看错了 王宝勒 你毁了我心目中 天命之书的神圣啊 我怎么觉得 这画面风格有点怪异 让我有了其他的联想 李瓦尔神色古怪 在远处不由地弯了王宝勒眼 在这画面不断地推进中 王宝勒目不转睛 仔细凝望 在他的眼中 这画面就好似一个镜头 正飞速地于星空中急驰 透过镜头 他能看到无数的星辰闪过 无数的星系掠过 无数的众生之影 好似观看了未央道遇的历史 只不过画面推进太快 所以这些都是一闪而过 直至等了很久 突然的 画面一变 不再那么飞速地推进 而是定格在了一处灰色的星空中 灰色的星空 这里没有星辰 似乎也没有文明 有的只是一片片古老的遗迹 那些遗迹也并非真实存在 时而虚幻 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 而更诡异的 是这一片片遗迹里 不同的众多的风格 如果没有经历前世感悟 王宝勒在看到这些 不同风格的遗迹后 第一个想法 必然是宇宙星空这么大 种族这么多 文明数不清 所以自然这里的风格不同 也没什么出奇之处 但在经历了前世感悟后 此刻的王宝勒在去看 分明有几个居然是 他前世感悟里 所看到的建筑风格 如此一来 这片灰色的星空 就非同寻常 王宝勒仔细地 遥望这片区域后 他也看到了紫色的丝线 是深入到了 这片区域的核心之处 但距离太远 看不清晰 进去 王宝勒平静开口 只是随着其话语传出 画面虽听命地推进 可刚刚进入这片区域的边缘 立刻就被阻挡般 无法进入 王宝勒轻移一声 思索后问了一句 这里是什么地方 弥漫无尽委屈的意识 微弱地传入王宝勒的脑海 清除 王宝勒一愣 天命之书的意识 告诉他的 就是这个含义 或许对方 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里 所以依照本能 说出了符合天命之书 自身认知的解释 王宝勒沉音片刻 有所理解 所谓清除 对于一本书来说 就是将上面写下的文字与画面 因一些错误 从而图改清除掉 这么来看 王宝勒忽然有些懂了 星空中居然还存在了这样的区域 而显然 紫月就藏身在此 陈寅少请 王宝勒忽然开口 在此地的外围 慢慢绕一圈 这一次比较顺利 画面瞬间动了起来 绕着这片区域 慢慢移动 使得王宝勒心底 大致判定出了其范围的大小 可这整个过程 没有持续多久 也就是差不多半圈的程度时 画面又一次不动了 似再次被阻挡 又被阻挡 王宝勒越发觉得此地诡异 因为这一次阻挡画面移动的 不是这片灰色的范围 而是看起来 空无一物的星空 从另一个方向继续环绕 王宝勒凝望那片星空 再次开口 于是画面倒退 从另一边继续推进 但很快 再次被空无一物的星空阻挡 而这两个阻挡的点 似乎在一个水平面上 就仿佛此地有一道 看不见的臂障 化作了一面巨大的墙 阻拦了一切 而这片灰色的星空区域 有一个位置 与此墙连在一起 所以 镜头无法完成真正的环绕 这面看不见的墙 让王宝勒在沉默中 想到了小白鹿那一世 自己撞碎的虚无 他的眼睛眯起 半晌后 深深地看了眼这片灰色的区域 回去吧 他这句话一出 瞬息间四那弥漫了委屈的意识 出现了振奋激动之意 刹那间画面倒退 速度之快超出来的时候 太多太多 整个过程也就是一柱相左右 画面就回归到了原点 随之消失 王宝勒的眼前世界 不再是画面 而是天命星上 其手掌下的天命之书 突然爆发出了 更为强烈的排斥之力 这股力量 比之前要大太多 似乎他始终在积攒 此刻一下子爆发后 居然将王宝勒的手 生生就弹起了一尺多高 彻底离开了天命之书 而在王宝勒的手被弹起后 这天命之书 仿佛传出了欢快激动之声 刹那间模糊 好似逃顿般 直接就消失了 更有阵阵呼啸传来 这呼啸 与风声很像 但却不是 落在四周众人耳中 每个人此刻 都有一样的感受 那就是 天命之书 在骂人 这呼啸 是骂人之音 至于骂的是谁 不言而喻了 四周观望之人 纷纷沉默 而天法上人身边的老奴 也是这般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 天命之书 出现如此人性化的一面 这得是 遇到了多大的折磨 竟第一时间就逃了 但很快 四周众人的神情 又一次变得古怪 甚至大都蕴含了同情之意 因为几乎在那天命之书 模糊消失的瞬间 王宝勒被弹起的手 重新落下 明明所落的地方 一片空旷 没有任何物品存在 可偏偏在落下的一瞬 那已经逃走的天命之书 自动地出现在了那里 使得王宝勒的手 很自然地 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天命书一愣 全书僵直了几戏后 立刻就强烈无比地颤抖起来 哆嗦间有哀嚎回荡 看得四周所有人 一个个都不知道 该怎么形容自身的思绪了 上人老奴欲言又止 最后叹了口气 至于天法上人 此刻面皮也都抽了一下 无奈地看向王宝勒 王宝勒面色如常 好似没有看到众人 目中的同情 目中露出思索 他在回忆前往灰色星空的路线 最终双目微微一闪 看向天法上人 诚恳地开口 我还有点没看清 还要再来一次 这话语一出 四周众人再也忍不住 喧嚷之声瞬间爆发开来 还要再来一次 见过欺负人的 没见过欺负书的 你们看 天命之书多么神圣的存在 都被欺负成什么样子了 奇葩奇迹 我从来没想过 观看未来残影 还可以这样 在这众人的哗然中 王宝勒手下的天命之书 似乎哀嚎更为强烈 委屈之意也都到了极致 仿佛他认为自己是有尊严的 绝不能一次次的妥协 所以此刻竟爆发出了一股决然之意 大有宁可遇碎 也绝不瓦全的气势 王宝勒也感受到了 天命之书的这股气势 于是在心底呼唤了一下 依依 这本书不听话 要不撕了吧 我给你换一本 王宝勒怀里的面具碎片内 半晌后 传出了小姐姐的哼声 这哼声一起 天命之书顿时沉默 下一瞬 在天法上人 也都忍不住要开口劝说时 这本书突然自动 从王宝勒手下抬起 很是殷勤主动地 与他的手掌碰到了一起 传出了啪的一声 似乎觉得 还不够证明自己听话 他居然连续主动 上下起伏地贴了好几下 传出了一连串 啪啪啪的声音 甚至还讨好地摩擦了几下 直至前所未有的浩瀚波纹 刹那间 回荡天命星 乃至整个天命星系 天法上人闭口 上人老奴 眼珠子要掉下来 四周众人 纷纷目瞪口呆 尊严呢 天啊 我一定是看错了 王宝勒 你毁了我心目中 天命之书的神圣啊 我怎么觉得 这画面风格有点怪异 让我有了其他的联想 李瓦尔神色古怪 在远处不由地弯了王宝勒眼 在这画面不断地推进中 王宝勒目不转睛 仔细凝望 在他的眼中 这画面就好似一个镜头 正飞速地于星空中急驰 透过镜头 他能看到无数的星辰闪过 无数的星系掠过 无数的众生之影 好似观看了未央道遇的历史 只不过画面推进太快 所以这些都是一闪而过 直至等了很久 突然的 画面一变 不再那么飞速地推进 而是定格在了一处灰色的星空中 灰色的星空 这里没有星辰 似乎也没有文明 有的只是一片片古老的遗迹 那些遗迹 也并非真实存在 时而虚幻 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 而更诡异的 是这一片片遗迹里 不同的众多的风格 如果没有经历前世感悟 王宝勒在看到这些 不同风格的遗迹后 第一个想法 必然是宇宙星空这么大 种族这么多 文明数不清 所以自然这里的风格不同 也没什么出奇之处 但在经历了前世感悟后 此刻的王宝勒在去看 他的眼睛猛地收缩 因为他看到了那些遗迹里 分明有几个 居然是 他前世感悟里 所看到的建筑风格 如此一来 这片灰色的星空 就非同寻常 王宝勒仔细地遥望这片区域后 他也看到了紫色的丝线 是深入到了这片区域的核心之处 但距离太远 看不清晰 进去 王宝勒平静开口 只是随着其话语传出 画面虽听命地推进 可刚刚进入这片区域的边缘 在厕所后问了一句 这里是什么地方 弥漫无尽委屈的意识 微弱地传入王宝勒的脑海 清除 王宝勒一愣 天命之书的意识 告诉他的 就是这个含义 或许对方 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里 所以依照本能 说出了符合天命之书 自身认知的解释 王宝勒沉音片刻 有所理解 所谓清除 对于一本书来说 就是将上面写下的文字与画面 因一些错误 从而图改清除掉 这么来看 王宝勒忽然有些懂了 但依旧 还是让他有些吃惊 他没想到 星空中居然还存在了这样的区域 而显然 紫月就藏身在此 陈寅少请 王宝勒忽然开口 在此地的外围 慢慢绕一圈 这一次比较顺利 画面瞬间动了起来 绕着这片区域 慢慢移动 使得王宝勒心底 大致判定出了其范围的大小 可这整个过程 没有持续多久 也就是差不多半圈的程度时 画面又一次不动了 四再次被阻挡 又被阻挡 王宝勒越发觉得此地诡异 因为这一次阻挡画面移动的 不是这片灰色的范围 而是看起来 空无一物的星空 从另一个方向继续环绕 王宝勒凝望那片星空 再次开口 于是画面倒退 从另一边继续推进 但很快 再次被空无一物的星空阻挡 而这两个阻挡的点 似乎在一个水平面上 就仿佛此地有一道看不见的臂障 化作了一面巨大的墙 阻拦了一切 而这片灰色的星空区域 有一个位置 与此墙连在一起 所以 镜头无法完成真正的环绕 这面看不见的墙 让王宝勒在沉默中 想到了小白鹿那一世 自己撞碎的虚无 他的眼睛眯起 半晌后 深深地看了眼这片灰色的区域 回去吧 他这句话一出 瞬息间 四纳弥漫了委屈的意识 出现了振奋激动之意 刹那间画面倒退 速度之快超出来的时候太多太多 整个过程也就是一炷香左右 画面就回归到了原点 随之消失 王宝勒的眼前世界 不再是画面 而是天命星上 更是在他目中的一切回归的瞬间 其手掌下的天命之书 突然爆发出了 更为强烈的排斥之力 这股力量 比之前要大太多 似乎他始终在积攒 此刻一下子爆发后 居然将王宝勒的手 生生就弹起了一尺多高 彻底离开了天命之书 而在王宝勒的手被弹起后 这天命之书 仿佛传出了欢快激动之声 刹那间模糊 好似逃顿般 直接就消失了 更有阵阵呼啸传来 这呼啸 与风声很像 但却不是 落在四周众人耳中 每个人此刻 都有一样的感受 那就是 天命之书 在骂人 这呼啸 是骂人之音 至于骂的是谁 不言而喻了 四周观望之人 纷纷沉默 而天法上人身边的老奴 也是这般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 天命之书 出现如此人性化的一面 这得是 遇到了多大的折磨 近第一时间就逃了 但很快 四周众人的神情 又一次变得古怪 甚至大都蕴含了 同情之意 因为几乎在那天命之书 模糊消失的瞬间 王宝勒被弹起的手 重新落下 明明所落的地方 一片空旷 没有任何物品存在 可偏偏在落下的一瞬 那已经逃走的天命之书 自动地出现在了那里 使得王宝勒的手 很自然地 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天命书一愣 全书僵直了几席后 立刻就强烈无比地颤抖起来 哆嗦间有哀嚎回荡 看得四周所有人 一个个都不知道 该怎么形容自身的思绪了 上人老奴欲言又止 最后叹了口气 至于天法上人 此刻面皮也都抽了一下 无奈地看向王宝勒 王宝勒面色如常 好似没有看到众人 目中的同情 目中露出思索 他在回忆前往 灰色星空的路线 最终双目微微一闪 看向天法上人 诚恳地开口 我还有点没看清 还要再来一次 这话语一出 四周众人再也忍不住 喧嚷之声瞬间爆发开来 还要再来一次 见过欺负人的 没见过欺负书的 你们看 天命之书多么神圣的存在 都被欺负成什么样子了 奇葩 奇迹 我从来没想过 观看未来残影 还可以这样 在这众人的哗然中 王宝勒手下的天命之书 似乎哀嚎更为强烈 委屈之意也都到了极致 仿佛他认为自己是有尊严的 绝不能一次次的妥协 所以此刻竟爆发出了一股决然之意 大有宁可欲碎 也绝不瓦全的气势 王宝勒也感受到了 天命之书的这股气势 于是在心底呼唤了一下 依依 这本书不听话 要不撕了吧 我给你换一本 王宝勒怀里的面具碎片内 半晌后 传出了小姐姐的哼声 这哼声一起 天命之书顿时沉默 下一瞬 在天法上人 也都忍不住要开口劝说时 这本书突然自动 从王宝勒手下抬起 很是殷勤主动地 与他的手掌碰到了一起 传出了啪的一声 似乎觉得 还不够证明自己听话 他居然连续主动上下 起伏地贴了好几下 传出了一连串啪啪啪的声音 甚至还讨好地摩擦了几下 直至前所未有的浩瀚波纹 刹那间 回荡天命星 乃至整个天命星系 天法上人闭口 上人老奴 眼珠子要掉下来 四周众人 纷纷目瞪口呆 尊严呢 天啊 我一定是看错了 王宝乐 你毁了我心目中 天命之书的神圣啊 我怎么觉得 这画面风格有点怪异 让我有了其他的联想 李瓦尔神色古怪 在远处不由地 弯了王宝乐眼 在这画面不断地推进中 王宝乐目不转睛 仔细凝望 在他的眼中 这画面就好似一个镜头 正飞速地于星空中击驰 透过镜头 他能看到无数的星辰闪过 无数的星系掠过 无数的众生之影 好似观看了 未央道遇的历史 只不过画面推进太快 所以这些都是一闪而过 直至等了很久 突然的 画面一变 不再那么飞速地推进 而是定格在了一处 灰色的星空中 灰色的星空 这里没有星辰 似乎也没有文明 有的只是一片片古老的遗迹 那些遗迹 也并非真实存在 时而虚幻 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 而更诡异的是 这一片片遗迹里 不同的众多的风格 如果没有经历前世感悟 王宝乐在看到 这些不同风格的遗迹后 第一个想法 必然是宇宙星空这么大 种族这么多 文明数不清 所以自然这里的风格不同 也没什么出奇之处 但在经历了前世感悟后 此刻的王宝乐在去看 他的眼睛猛地收缩 因为他看到了那些遗迹里 分明有几个 居然是 他前世感悟里 所看到的建筑风格 如此一来 这片灰色的星空 就非同寻常 王宝乐仔细地 遥望这片区域后 他也看到了紫色的丝线 是深入到了 这片区域的核心之处 但距离太远 看不清晰 进去 王宝乐平静开口 只是随着其话语传出 画面虽听命地推进 可刚刚进入这片区域的边缘 立刻就被阻挡般 无法进入 王宝乐轻易一声 思索后问了一句 这里是什么地方 弥漫无尽委屈的意识 微弱地传入 王宝乐的脑海 清除 王宝乐一愣 天命之书的意识 告诉他的 就是这个含义 或许对方 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里 所以依照本能 说出了符合天命之书 自身认知的解释 王宝乐陈英片刻 有所理解 所谓清除 对于一本书来说 就是将上面写下的文字与画面 因一些错误 从而图改清除掉 这么来看 王宝乐忽然有些懂了 但依旧 还是让他有些吃惊 他没想到 星空中居然还存在了这样的区域 而显然 紫月就藏身在此 陈英少请 王宝乐忽然开口 在此地的外围 慢慢绕一圈 这一次比较顺利 画面瞬间动了起来 绕着这片区域 慢慢移动 使得王宝乐心底 大致判定出了 其范围的大小 可这整个过程 没有持续多久 也就是差不多半圈的程度时 画面又一次不动了 似再次被阻挡 又被阻挡 王宝乐越发觉得此地诡异 因为这一次阻挡画面移动的 不是这片灰色的范围 而是看起来 空无一物的星空 从另一个方向继续环绕 王宝乐凝望那片星空 再次开口 于是画面倒退 从另一边继续推进 但很快 再次被空无一物的星空阻挡 而这两个阻挡的点 似乎在一个水平面上 就仿佛此地有一道 看不见的臂障 化作了一面巨大的墙 阻拦了一切 而这片灰色的星空区域 有一个位置 与此墙连在一起 所以 镜头无法完成真正的环绕 这面看不见的墙 让王宝乐在沉默中 想到了小白鹿那一世 自己撞碎的虚无 他的眼睛眯起 半晌后 深深地看了眼 这片灰色的区域 回去吧 他这句话一出 瞬息间四那弥漫了 委屈的意识 出现了振奋激动之意 刹那间画面倒退 速度之快超出来的时候 太多太多 整个过程 也就是一柱箱左右 画面就回归到了原点 随之消失 王宝乐的眼前世界 不再是画面 而是天命星上 更是在他目中的 一切回归的瞬间 其手掌下的天命之书 突然爆发出了 更为强烈的排斥之力 这股力量 比之前要大太多 似乎他始终在积攒 此刻一下子爆发后 居然将王宝乐的手 声声就弹起了一尺多高 彻底离开了天命之书 而在王宝乐的手 被弹起后 这天命之书 仿佛传出了欢快激动之声 刹那间模糊 好似逃顿般 直接就消失了 更有阵阵呼啸传来 这呼啸 与风声很像 但却不是 落在四周众人耳中 每个人此刻 都有一样的感受 那就是 天命之书 在骂人 这呼啸 是骂人之音 至于骂的是谁 不言而喻了 四周观望之人 纷纷沉默 而天法上人身边的老奴 也是这般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 天命之书 出现如此人性化的一面 这得是 遇到了多大的折磨 竟第一时间就逃了 但很快 四周众人的神情 又一次变得古怪 甚至大都蕴含了同情之意 因为几乎在那天命之书 模糊消失的瞬间 王宝乐被弹起的手 重新落下 明明所落的地方 一片空旷 没有任何物品存在 可偏偏在落下的一瞬 那已经逃走的天命之书 自动地出现在了那里 使得王宝乐的手 很自然地 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天命书一愣 全书僵直了几夕后 立刻就强烈无比地颤抖起来 哆嗦间有哀嚎回荡 看得四周所有人 一个个都不知道 该怎么形容自身的思绪了 上人老奴欲言又止 最后叹了口气 至于天法上人 此刻面皮也都抽了一下 无奈地看向王宝乐 王宝乐面色如常 好似没有看到众人 目中的同情 目中露出思索 他在回忆前往灰色星空的路线 最终双目微微一闪 看向天法上人 诚恳地开口 我还有点没看清 还要再来一次 这话语一出 四周众人再也忍不住 喧嚷之声瞬间爆发开来 还要再来一次 见过欺负人的 没见过欺负书的 你们看 天命之书多么神圣的存在 都被欺负成什么样子了 奇葩 奇迹 我从来没想过 观看未来残影 还可以这样 在这众人的哗然中 王宝乐手下的天命之书 似乎哀嚎更为强烈 委屈之意也都到了极致 仿佛他认为自己是有尊严的 绝不能一次次的妥协 所以此刻竟爆发出了一股决然之意 大有宁可欲碎 也绝不瓦全的气势 王宝乐也感受到了 天命之书的这股气势 于是在心底呼唤了一下 依依 这本书不听话 要不撕了吧 我给你换一本 王宝乐怀里的面具碎片内 伴上后 传出了小姐姐的哼声 这哼声一起 天命之书顿时沉默 下一瞬 在天法上人 也都忍不住要开口劝说时 这本书突然自动 从王宝乐手下抬起 很是殷勤主动地 与他的手掌碰到了一起 传出了啪的一声 似乎觉得 还不够证明自己听话 他居然连续主动上下 起伏地贴了好几下 传出了一连串啪啪啪的声音 甚至还讨好地摩擦了几下 直至前所未有的浩瀚波纹 刹那间 回荡天命星 乃至整个天命星系 天法上人闭口 上人老奴 眼珠子要掉下来 四周众人 纷纷目瞪口呆 尊严呢 天啊 我一定是看错了 王宝乐 你毁了我心目中 天命之书的神圣啊 我怎么觉得 这画面风格有点怪异 让我有了其他的联想 李瓦尔神色古怪 在远处不由地弯了王宝乐眼 在这画面不断地推进中 王宝乐目不转睛 仔细凝望 在他的眼中 这画面就好似一个镜头 正飞速地于星空中击驰 透过镜头 他能看到无数的星辰闪过 无数的星系掠过 无数的众生之影 好似观看了未央道遇的历史 只不过画面推进太快 所以这些都是一闪而过 直至等了很久 突然的 画面一变 不再那么飞速地推进 而是定格在了一处灰色的星空中 灰色的星空 这里没有星辰 似乎也没有文明 有的只是一片片古老的遗迹 那些遗迹也并非真实存在 时而虚幻 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 而更诡异的是 这一片片遗迹里 不同的众多的风格 如果没有经历前世感悟 王宝乐在看到 这些不同风格的遗迹后 第一个想法 必然是宇宙星空这么大 种族这么多 文明数不清 所以自然这里的风格不同 也没什么出奇之处 但在经历了前世感悟后 此刻的王宝乐在去看 他的眼睛猛地收缩 因为他看到了那些遗迹里 分明有几个 居然是 他前世感悟里 所看到的建筑风格 如此一来 这片灰色的星空 就非同寻常 王宝乐仔细地 遥望这片区域后 他也看到了紫色的丝线 是深入到了 这片区域的核心之处 但距离太远 看不清晰 进去 王宝乐平静开口 只是随着其话语传出 画面虽听命地推进 可刚刚进入这片区域的边缘 立刻就被阻挡般 无法进入 王宝乐轻移一声 思索后问了一句 这里是什么地方 弥漫无尽委屈的意识 微弱地传入王宝乐的脑海 清除 王宝乐一愣 天命之书的意识 告诉他的 就是这个含义 或许对方 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里 所以依照本能 说出了符合天命之书 自身认知的解释 王宝乐沉音片刻 有所理解 所谓清除 对于一本书来说 就是将上面写下的文字与画面 因一些错误 从而图改清除掉 这么来看 王宝乐忽然有些懂了 但依旧 还是让他有些吃惊 他没想到 星空中居然还存在了这样的区域 而显然 紫月就藏身在此 陈音少请 王宝乐忽然开口 在此地的外围 慢慢绕一圈 这一次比较顺利 画面瞬间动了起来 绕着这片区域 慢慢移动 使得王宝乐心底 大致判定出了其范围的大小 可这整个过程 没有持续多久 也就是差不多半圈的程度时 画面又一次不动了 似再次被阻挡 又被阻挡 王宝乐越发觉得此地诡异 因为这一次阻挡画面移动的 不是这片灰色的范围 而是看起来 空无一物的星空 从另一个方向继续环绕 王宝乐凝望那片星空 再次开口 于是画面倒退 从另一边继续推进 但很快 再次被空无一物的星空阻挡 而这两个阻挡的点 似乎在一个水平面上 就仿佛此地有一道 看不见的臂障 化作了一面巨大的墙 阻拦了一切 而这片灰色的星空区域 有一个位置 与此墙连在一起 所以 镜头无法完成真正的环绕 这面看不见的墙 让王宝乐在沉默中 想到了小白鹿那一世 自己撞碎的虚无 他的眼睛眯起 半晌后 深深地看了眼这片灰色的区域 回去吧 他这句话一出 瞬息间四纳弥漫了委屈的意识 出现了振奋激动之意 刹那间画面倒退 速度之快超出来的时候 太多太多 整个过程也就是一柱箱左右 画面就回归到了原点 随之消失 王宝乐的眼前世界 不再是画面 而是天命星上 其手掌下的天命之书 突然爆发出了 更为强烈的排斥之力 这股力量 比之前要大太多 似乎它始终在积攒 此刻一下子爆发后 居然将王宝乐的手 生生就弹起了一尺多高 彻底离开了天命之书 而在王宝乐的手被弹起后 这天命之书 仿佛传出了欢快激动之声 刹那间模糊 好似逃顿般 直接就消失了 更有阵阵呼啸传来 这呼啸 与风声很像 但却不是 落在四周众人耳中 每个人此刻 都有一样的感受 那就是 天命之书 在骂人 这呼啸 是骂人之音 至于骂的是谁 不言而喻了 四周观望之人 纷纷沉默 而天法上人身边的老奴 也是这般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 天命之书 出现如此人性化的一面 这得是 遇到了多大的折磨 竟第一时间就逃了 但很快 四周众人的神情 又一次变得古怪 甚至大都蕴含了同情之意 因为几乎在那天命之书 模糊消失的瞬间 王宝乐被弹起的手 重新落下 明明所落的地方 一片空旷 没有任何物品存在 可偏偏在落下的一瞬 那已经逃走的天命之书 自动地出现在了那里 使得王宝乐的手 很自然地 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天命书一愣 全书僵直了几夕后 立刻就强烈无比地颤抖起来 哆嗦间有哀嚎回荡 看得四周所有人 一个个都不知道 该怎么形容自身的思绪了 上人老奴欲言又止 最后叹了口气 至于天法上人 此刻面皮也都抽了一下 无奈地看向王宝乐 王宝乐面色如常 好似没有看到 众人目中的同情 目中露出思索 他在回忆前往 灰色星空的路线 最终双目微微一闪 看向天法上人 诚恳地开口 我还有点没看清 还要再来一次 这话语一出 四周众人再也忍不住 喧嚷之声瞬间爆发开来 还要再来一次 见过欺负人的 没见过欺负书的 你们看 天命之书多么神圣的存在 都被欺负成什么样子了 奇葩奇迹 我从来没想过 观看未来残影 还可以这样 在这众人的哗然中 王宝乐手下的天命之书 似乎哀嚎更为强烈 委屈之意也都到了极致 仿佛他认为自己是有尊严的 绝不能一次次地妥协 所以此刻竟爆发出了 一股决然之意 大有宁可欲碎 也绝不瓦全的气势 王宝乐也感受到了 天命之书的这股气势 于是在心底呼唤了一下 依依 这本书不听话 要不撕了吧 我给你换一本 王宝乐怀里的面具碎片内 半晌后 传出了小姐姐的哼声 这哼声一起 天命之书顿时沉默 下一瞬 在天法上人 也都忍不住要开口劝说时 这本书突然自动 从王宝乐手下抬起 很是殷勤主动地 与他的手掌碰到了一起 传出了啪的一声 似乎觉得 还不够证明自己听话 他居然连续主动 上下起伏地贴了好几下 传出了一连串啪啪啪的声音 甚至还讨好地摩擦了几下 直至前所未有的浩瀚波纹 刹那间 回荡天命星 乃至整个天命星系 天法上人闭口 上人老奴 眼珠子要掉下来 四周众人 纷纷目瞪口呆 尊严呢 天啊 我一定是看错了 王宝乐 你毁了我心目中 天命之书的神圣啊 我怎么觉得 这画面风格有点怪异 让我有了其他的联想 李瓦尔神色古怪 在远处不由地弯了王宝乐眼 在这画面不断地推进中 王宝乐目不转睛 仔细凝望 在他的眼中 这画面就好似一个镜头 正飞速地于星空中急驰 透过镜头 他能看到无数的星辰闪过 无数的星系掠过 无数的众生之影 好似观看了未央道遇的历史 只不过画面推进太快 所以这些都是一闪而过 直至等了很久 突然的 画面一变 不再那么飞速地推进 而是定格在了一处灰色的星空中 灰色的星空 有的只是一片片古老的遗迹 那些遗迹也并非真实存在 时而虚幻 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 而更诡异的是 这一片片遗迹里 不同的众多的风格 如果没有经历前世感悟 王宝乐在看到这些 不同风格的遗迹后 第一个想法 必然是宇宙星空这么大 种族这么多 文明数不清 所以自然这里的风格不同 也没什么出奇之处 但在经历了前世感悟后 此刻的王宝乐在去看 他的眼睛猛地收缩 因为他看到了那些遗迹里 分明有几个居然是 他前世感悟里 所看到的建筑风格 如此一来 这片灰色的星空 就非同寻常 王宝乐仔细地 遥望这片区域后 他也看到了紫色的丝线 是深入到了 这片区域的核心之处 但距离太远 看不清晰 进去 王宝乐平静开口 只是随着其话语传出 画面虽听命地推进 可刚刚进入这片区域的边缘 立刻就被阻挡般 无法进入 王宝乐轻移一声 思索后问了一句 这里是什么地方 弥漫无尽委屈的意识 微弱地传入王宝乐的脑海 清除 王宝乐一愣 天命之书的意识 告诉他的 就是这个含义 或许对方 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里 所以依照本能 说出了符合天命之书 自身认知的解释 王宝乐沉音片刻 有所理解 所谓清除 对于一本书来说 就是将上面写下的文字与画面 因一些错误 从而图改清除掉 这么来看 王宝乐忽然有些懂了 但依旧还是让他有些吃惊 他没想到 星空中居然还存在了这样的区域 而显然 紫月就藏身在此 陈寅少请 王宝乐忽然开口 在此地的外围 慢慢绕一圈 这一次比较顺利 画面瞬间动了起来 绕着这片区域 慢慢移动 使得王宝乐心底 大致判定出了其范围的大小 可这整个过程 没有持续多久 也就是差不多半圈的程度时 画面又一次不动了 似再次被阻挡 又被阻挡 王宝乐越发觉得此地诡异 因为这一次阻挡画面移动的 不是这片灰色的范围 而是看起来 空无一物的星空 从另一个方向继续环绕 王宝乐凝望那片星空 再次开口 于是画面倒退 从另一边继续推进 但很快 再次被空无一物的星空阻挡 而这两个阻挡的点 似乎在一个水平面上 就仿佛此地有一道 看不见的臂障 化作了一面巨大的墙 阻拦了一切 而这片灰色的星空区域 有一个位置 与此墙连在一起 所以 镜头无法完成真正的环绕 这面看不见的墙 让王宝乐在沉默中 想到了小白鹿那一世 自己撞碎的虚无 他的眼睛眯起 半晌后 深深地看了眼这片灰色的区域 回去吧 他这句话一出 瞬息间四纳弥漫了委屈的意识 出现了振奋激动之意 刹那间画面倒退 速度之快超出来的时候 太多太多 整个过程也就是一柱箱左右 画面就回归到了原点 随之消失 王宝乐的眼前世界 不再是画面 而是天命心上 更是在他目中的一切回归的瞬间 其手掌下的天命之书 突然爆发出了 更为强烈的排斥之力 这股力量 比之前要大太多 似乎他始终在积攒 此刻一下子爆发后 居然将王宝乐的手 生生就弹起了一尺多高 彻底离开了天命之书 而在王宝乐的手被弹起后 这天命之书 仿佛传出了欢快激动之声 刹那间模糊 好似逃顿般 直接就消失了 更有阵阵呼啸传来 这呼啸 与风声很像 但却不是 落在四周众人耳中 每个人此刻 都有一样的感受 那就是 天命之书 在骂人 这呼啸 是骂人之一 至于骂的是谁 不言而喻了 四周观望之人 纷纷沉默 而天法上人身边的老奴 也是这般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 天命之书 出现如此人性化的一面 这得是 遇到了多大的折磨 竟第一时间就逃了 但很快 四周众人的神情 又一次变得古怪 甚至大都蕴含了 同情之义 因为几乎在那 天命之书 模糊消失的瞬间 王宝乐被弹起的手 重新落下 明明所落的地方 一片空旷 没有任何物品存在 可偏偏在落下的一瞬 那已经逃走的天命之书 自动地出现在了那里 使得王宝乐的手 很自然地 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天命书一愣 全书僵直了几夕后 立刻就强烈无比地颤抖起来 哆嗦间有哀嚎回荡 看得四周所有人 一个个都不知道 该怎么形容自身的思绪了 上人老奴欲言又止 最后叹了口气 至于天法上人 此刻面皮也都抽了一下 无奈地看向王宝乐 王宝乐面色如常 好似没有看到众人 目中的同情 目中露出思索 他在回忆前往 灰色星空的路线 最终双目微微一闪 看向天法上人 诚恳地开口 我还有点没看清 还要再来一次 这话语一出 四周众人再也忍不住 喧嚷之声瞬间爆发开来 还要再来一次 见过欺负人的 没见过欺负书的 你们看 天命之书多么神圣的存在 都被欺负成什么样子了 奇葩 奇迹 我从来没想过 观看未来残影 还可以这样 在这众人的哗然中 王宝乐手下的天命之书 似乎哀嚎更为强烈 委屈之意也都到了极致 仿佛他认为自己是有尊严的 绝不能一次次的妥协 所以此刻竟爆发出了一股决然之意 大有宁可欲碎 也绝不瓦全的气势 王宝乐也感受到了 天命之书的这股气势 于是在心底呼唤了一下 依依 这本书不听话 要不撕了吧 我给你换一本 王宝乐怀里的面具碎片内 半晌后 传出了小姐姐的哼声 这哼声一起 天命之书顿时沉默 下一瞬 在天法上人 也都忍不住要开口劝说时 这本书突然自动 从王宝乐手下抬起 很是殷勤主动地 与他的手掌碰到了一起 传出了啪的一声 似乎觉得 还不够证明自己听话 他居然连续主动 上下起伏地贴了好几下 传出了一连串啪啪啪的声音 甚至还讨好地摩擦了几下 直至前所未有的浩瀚波纹 刹那间 回荡天命星 乃至整个天命星系 天法上人闭口 上人老奴 眼珠子要掉下来 四周众人 纷纷目瞪口呆 尊严呢 天啊 我一定是看错了 王宝乐 你毁了我心目中 天命之书的神圣啊 我怎么觉得 在远处不由地弯了王宝乐眼 在这画面不断地推进中 王宝乐目不转睛 仔细凝望 在他的眼中 这画面就好似一个镜头 正飞速地于星空中急驰 透过镜头 他能看到无数的星辰闪过 无数的星系掠过 无数的众生之影 好似观看了未央道遇的历史 只不过画面推进太快 所以这些都是一闪而过 直至等了很久 突然的 画面一变 不再那么飞速地推进 而是定格在了一处灰色的星空中 灰色的星空 有的只是一片片古老的遗迹 那些遗迹也并非真实存在 时而虚幻 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 而更诡异的是 这一片片遗迹里 不同的众多的风格 如果没有经历前世感悟 王宝乐在看到这些 不同风格的遗迹后 第一个想法 必然是宇宙星空这么大 种族这么多 文明数不清 所以自然这里的风格不同 也没什么出奇之处 但在经历了前世感悟后 此刻的王宝乐再去看 他的眼睛猛地收缩 因为他看到了那些遗迹里 分明有几个居然是 他前世感悟里 所看到的建筑风格 如此一来 这片灰色的星空 就非同寻常 王宝乐仔细地 遥望这片区域后 他也看到了紫色的丝线 是深入到了 这片区域的核心之处 但距离太远 看不清晰 进去 王宝乐平静开口 只是随着其话语传出 画面虽听命地推进 可刚刚进入这片区域的边缘 立刻就被阻挡般 无法进入 王宝乐轻一声 思索后问了一句 这里是什么地方 弥漫无尽委屈的意识 微弱地传入王宝乐的脑海 清除 王宝乐一愣 天命之书的意识 告诉他的 就是这个含义 或许对方 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里 所以依照本能 说出了符合天命之书 自身认知的解释 王宝乐沉音片刻 有所理解 所谓清除 对于一本书来说 就是将上面写下的文字与画面 因一些错误 从而图改清除掉 这么来看 王宝乐忽然有些懂了 但依旧 还是让他有些吃惊 他没想到 星空中居然还存在了这样的区域 而显然 紫月就藏身在此 陈音少请 王宝乐忽然开口 在此地的外围 慢慢绕一圈 这一次比较顺利 画面瞬间动了起来 绕着这片区域 慢慢移动 使得王宝乐心底 大致判定出了其范围的大小 可这整个过程 没有持续多久 也就是差不多半圈的程度时 画面又一次不动了 似再次被阻挡 又被阻挡 王宝乐越发觉得此地诡异 因为这一次阻挡画面移动的 不是这片灰色的范围 而是看起来 空无一物的星空 从另一个方向继续环绕 王宝乐凝望那片星空 再次开口 于是画面倒退 从另一边继续推进 但很快 再次被空无一物的星空阻挡 而这两个阻挡的点 似乎在一个水平面上 就仿佛此地有一道 看不见的壁杖 化作了一面巨大的墙 阻拦了一切 而这片灰色的星空区域 有一个位置 与此墙连在一起 所以 镜头无法完成真正的环绕 这面看不见的墙 让王宝乐在沉默中 想到了小白鹿那一世 自己撞碎的虚无 他的眼睛眯起 半晌后 深深地看了眼这片灰色的区域 回去吧 他这句话一出 瞬息间四纳弥漫了委屈的意识 出现了振奋激动之意 刹那间画面倒退 速度之快超出来的时候 太多太多 整个过程也就是一柱箱左右 画面就回归到了原点 随之消失 王宝乐的眼前世界 不再是画面 而是天命心上 更是在他目中的一切回归的瞬间 其手掌下的天命之书 突然爆发出了 更为强烈的排斥之力 这股力量 比之前要大太多 似乎他始终在积攒 此刻一下子爆发后 居然将王宝乐的手 生生就弹起了一尺多高 彻底离开了天命之书 而在王宝乐的手被弹起后 这天命之书 仿佛传出了欢快激动之声 刹那间模糊 好似逃顿般 直接就消失了 更有阵阵呼啸传来 这呼啸与风声很像 但却不是落在四周众人耳中 每个人此刻都有一样的感受 那就是天命之书 在骂人 这呼啸 是骂人之音 至于骂的是谁 不言而喻了 四周观望之人 纷纷沉默 而天法上人身边的老奴 也是这般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 天命之书 出现如此人性化的一面 这得是 遇到了多大的折磨 竟第一时间就逃了 但很快 四周众人的神情 又一次变得古怪 甚至大都蕴含了同情之意 因为几乎在那天命之书 模糊消失的瞬间 王宝乐被弹起的手 重新落下 明明所落的地方 一片空旷 没有任何物品存在 可偏偏在落下的一瞬 那已经逃走的天命之书 自动地出现在了那里 使得王宝乐的手 很自然地 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天命书一愣 全书僵直了几戏后 立刻就强烈无比地颤抖起来 哆嗦间有哀嚎回荡 看得四周所有人 一个个都不知道 该怎么形容自身的思绪了 上人老奴欲言又止 最后叹了口气 至于天法上人 此刻面皮也都抽了一下 无奈地看向王宝乐 王宝乐面色如常 好似没有看到 众人墓中的同情 墓中露出思索 他在回忆前往 灰色星空的路线 最终双目微微一闪 看向天法上人 诚恳地开口 我还有点没看清 还要再来一次 这话语一出 四周众人再也忍不住 喧嚷之声瞬间爆发开来 还要再来一次 见过欺负人的 你们看天命之书 多么神圣的存在 都被欺负成什么样子了 奇葩奇迹 我从来没想过 观看未来残影 还可以这样 在这众人的哗然中 王宝乐手下的天命之书 似乎哀嚎更为强烈 委屈之意也都到了极致 仿佛他认为自己是有尊严的 绝不能一次次的妥协 所以此刻竟爆发出了 一股决然之意 大有宁可欲碎 也绝不瓦全的气势 王宝乐也感受到了 天命之书的这股气势 于是在心底呼唤了一下 依依 这本书不听话 要不撕了吧 我给你换一本 王宝乐怀里的面具碎片内 半晌后 传出了小姐姐的哼声 这哼声一起 天命之书顿时沉默 下一瞬 在天法上人 也都忍不住要开口劝说时 这本书突然自动 从王宝乐手下抬起 很是殷勤主动地 与他的手掌碰到了一起 传出了啪的一声 似乎觉得 还不够证明自己听话 他居然连续主动 上下起伏地贴了好几下 传出了一连串啪啪啪的声音 甚至还讨好地摩擦了几下 直至前所未有的浩瀚波纹 刹那间 回荡天命星 乃至整个天命星系 天法上人闭口 上人老奴 眼珠子要掉下来 四周众人 纷纷目瞪口呆 尊严呢 天啊 我一定是看错了 王宝乐 你毁了我心目中 天命之书的神圣啊 我怎么觉得 这画面风格有点怪异 让我有了其他的联想 李瓦尔神色古怪 在远处不由地弯了王宝乐眼 在这画面不断地推进中 王宝乐目不转睛 仔细凝望 在他的眼中 这画面就好似一个镜头 正飞速地于星空中击驰 透过镜头 他能看到无数的星辰闪过 无数的星系掠过 无数的众生之影 好似观看了未央道遇的历史 只不过画面推进太快 所以这些都是一闪而过 直至等了很久 突然的 画面一变 不再那么飞速地推进 而是定格在了一处灰色的星空中 灰色的星空 这里没有星辰 似乎也没有文明 有的只是一片片古老的遗迹 那些遗迹 也并非真实存在 时而虚幻 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 而更诡异的 是这一片片遗迹里 不同的众多的风格 如果没有经历前世感悟 王宝乐在看到这些 不同风格的遗迹后 第一个想法 必然是宇宙星空这么大 种族这么多 文明数不清 所以自然这里的风格不同 也没什么出奇之处 但在经历了前世感悟后 此刻的王宝乐在去看 他的眼睛猛地收缩 因为他看到了那些遗迹里 分明有几个 居然是 他前世感悟里 所看到的建筑风格 如此一来 这片灰色的星空 就非同寻常 王宝乐仔细地 遥望这片区域后 他也看到了紫色的丝线 是深入到了 这片区域的核心之处 但距离太远 看不清晰 进去 王宝乐平静开口 只是随着其话语传出 画面虽听命地推进 可刚刚进入这片区域的边缘 立刻就被阻挡般 无法进入 王宝乐轻移一声 思索后问了一句 这里是什么地方 弥漫无尽委屈的意识 微弱地传入王宝乐的脑海 清除 王宝乐一愣 天命之书的意识 告诉他的 就是这个含义 或许对方 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里 所以依照本能 说出了符合天命之书 自身认知的解释 王宝乐沉音片刻 有所理解 所谓清除 对于一本书来说 就是将上面写下的文字与画面 因一些错误 从而图改清除掉 这么来看 王宝乐忽然有些懂了 但依旧 还是让他有些吃惊 他没想到 星空中居然还存在了这样的区域 而显然 紫月就藏身在此 陈寅少请 王宝乐忽然开口 在此地的外围 慢慢绕一圈 这一次比较顺利 画面瞬间动了起来 绕着这片区域 慢慢移动 使得王宝乐心底 大致判定出了其范围的大小 可这整个过程 没有持续多久 也就是差不多半圈的程度时 画面又一次不动了 似再次被阻挡 又被阻挡 王宝乐越发觉得此地诡异 因为这一次阻挡画面移动的 不是这片灰色的范围 而是看起来 空无一物的星空 从另一个方向继续环绕 王宝乐凝望那片星空 再次开口 于是画面倒退 从另一边继续推进 但很快 再次被空无一物的星空阻挡 而这两个阻挡的点 似乎在一个水平面上 就仿佛此地有一道 看不见的臂障 化作了一面巨大的墙 阻拦了一切 而这片灰色的星空区域 有一个位置 与此墙连在一起 所以 镜头无法完成真正的环绕 这面看不见的墙 让王宝乐在沉默中 想到了小白鹿那一世 自己撞碎的虚无 他的眼睛眯起 半晌后 深深地看了眼这片灰色的区域 回去吧 他这句话一出 瞬息间四纳弥漫了委屈的意识 出现了振奋激动之意 刹那间画面倒退 速度之快超出来的时候 太多太多 整个过程也就是一柱相左右 画面就回归到了原点 随之消失 王宝乐的眼前世界 不再是画面 而是天命星上 更是在他目中的一切回归的瞬间 其手掌下的天命之书 突然爆发出了 更为强烈的排斥之力 这股力量 比之前要大太多 似乎他始终在积攒 此刻一下子爆发后 居然将王宝乐的手 生生就弹起了一尺多高 彻底离开了天命之书 而在王宝乐的手被弹起后 这天命之书仿佛传出了欢快激动之声 刹那间模糊 好似逃顿般直接就消失了 更有阵阵呼啸传来 这呼啸与风声很像 但却不是落在四周众人耳中 每个人此刻都有一样的感受 那就是天命之书在骂人 这呼啸是骂人之一 至于骂的是谁 不言而喻了 四周观望之人纷纷沉默 而天法上人身边的老奴也是这般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天命之书 出现如此人性化的一面 这得是遇到了多大的折磨 竟第一时间就逃了 但很快 四周众人的神情又一次变得古怪 甚至大都蕴含了同情之义 因为几乎在那天命之书 模糊消失的瞬间 王宝乐被弹起的手重新落下 明明所落的地方一片空旷 没有任何物品存在 可偏偏在落下的一瞬 那已经逃走的天命之书 自动地出现在了那里 使得王宝乐的手 很自然地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天命书一愣 全书僵直了几夕后 立刻就强烈无比地颤抖起来 哆嗦间有哀嚎回荡 看得四周所有人 一个个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身的思绪了 上人老奴欲言又止 最后叹了口气 至于天法上人 此刻面皮也都抽了一下 无奈地看向王宝乐 王宝乐面色如常 好似没有看到众人墓中的同情 墓中露出思索 他在回忆前往灰色星空的路线 最终双目微微一闪 看向天法上人 诚恳地开口 我还有点没看清 还要再来一次 这话语一出 四周众人再也忍不住 喧嚷之声瞬间爆发开来 还要再来一次 见过欺负人的 没见过欺负书的 你们看 天命之书多么神圣的存在 都被欺负成什么样子了 奇葩 奇迹 我从来没想过 观看未来残影 还可以这样 在这众人的哗然中 王宝乐手下的天命之书 似乎哀嚎更为强烈 委屈之意也都到了极致 仿佛他认为自己是有尊严的 绝不能一次次的妥协 所以此刻竟爆发出了一股决然之意 大有宁可欲碎 也绝不瓦全的气势 王宝乐也感受到了 天命之书的这股气势 于是在心底呼唤了一下 依依 这本书不听话 要不撕了吧 我给你换一本 王宝乐怀里的面具碎片内 半晌后 传出了小姐姐的哼声 这哼声一起 天命之书顿时沉默 下一瞬 在天法上人 也都忍不住要开口劝说时 这本书突然自动 从王宝乐手下抬起 很是殷勤主动地 与他的手掌碰到了一起 传出了啪的一声 似乎觉得 还不够证明自己听话 他居然连续主动上下 起伏地贴了好几下 传出了一连串啪啪啪的声音 甚至还讨好地摩擦了几下 直至前所未有的浩瀚波纹 刹那间 回荡天命星 乃至整个天命星系 天法上人闭口 上人老奴 眼珠子要掉下来 四周众人 纷纷目瞪口呆 尊严呢 天啊 我一定是看错了 王宝乐 你毁了我心目中 天命之书的神圣啊 我怎么觉得 这画面风格有点怪异 让我有了其他的联想 李瓦尔神色古怪 在远处不由地 弯了王宝乐一眼 在这画面不断地推进中 王宝乐目不转睛 仔细凝望 在他的眼中 这画面就好似一个镜头 正飞速地于星空中击齿 透过镜头 他能看到无数的星辰闪过 无数的星系掠过 无数的众生之影 好似观看了 未央道遇的历史 只不过画面推进太快 所以这些都是一闪而过 直至等了很久 突然地 画面一变 不再那么飞速地推进 而是定格在了一处 灰色的星空中 灰色的星空 这里没有星辰 似乎也没有文明 有的只是一片片古老的遗迹 那些遗迹 也并非真实存在 时而虚幻 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 而更诡异的 是这一片片遗迹里 不同的众多的风格 如果没有经历前世感悟 王宝乐在看到 这些不同风格的遗迹后 第一个想法 必然是宇宙星空这么大 种族这么多 文明数不清 所以自然这里的风格不同 也没什么出奇之处 但在经历了前世感悟后 此刻的王宝乐在去看 他的眼睛猛地收缩 因为他看到了那些遗迹里 分明有几个 居然是 他前世感悟里 所看到的建筑风格 如此一来 这片灰色的星空 就非同寻常 王宝乐仔细地 遥望这片区域后 他也看到了紫色的丝线 是深入到了 这片区域的核心之处 但距离太远 看不清晰 进去 王宝乐平静开口 只是随着其话语传出 画面虽听命地推进 可刚刚进入 这片区域的边缘 立刻就被阻挡般 无法进入 王宝乐轻移一声 思索后问了一句 这里是什么地方 弥漫无尽委屈的意识 微弱地传入 王宝乐的脑海 清除 王宝乐一愣 天命之书的意识 告诉他的 就是这个含义 或许对方 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里 所以依照本能 说出了符合天命之书 自身认知的解释 王宝乐陈英片刻 有所理解 所谓清除 对于一本书来说 就是将上面写下的文字与画面 因一些错误 从而图改清除掉 这么来看 王宝乐忽然有些懂了 但依旧 还是让他有些吃惊 他没想到 星空中居然还存在了 这样的区域 而显然 紫月就藏身在此 陈英少请 王宝乐忽然开口 在此地的外围 慢慢绕一圈 这一次比较顺利 画面瞬间动了起来 绕着这片区域 慢慢移动 使得王宝乐心底 大致判定出了 其范围的大小 可这整个过程 没有持续多久 也就是差不多半圈的程度时 画面又一次不动了 似再次被阻挡 又被阻挡 王宝乐越发觉得此地诡异 因为这一次阻挡画面移动的 不是这片灰色的范围 而是看起来 空无一物的星空 从另一个方向继续环绕 王宝乐凝望那片星空 再次开口 于是画面倒退 从另一边继续推进 但很快 再次被空无一物的星空阻挡 而这两个阻挡的点 似乎在一个水平面上 就仿佛此地有一道 看不见的臂杖 化作了一面巨大的墙 阻拦了一切 而这片灰色的星空区域 有一个位置 与此墙连在一起 所以 镜头无法完成真正的环绕 这面看不见的墙 让王宝乐在沉默中 想到了小白鹿那一世 自己撞碎得虚无 她的眼睛眯起 半晌后 深深地看了眼 这片灰色的区域 回去吧 她这句话一出 瞬息间四那 弥漫了委屈的意识 出现了振奋激动之意 刹那间画面倒退 速度之快超出来的时候 太多太多 整个过程 也就是一柱相左右 画面就回归到了原点 随之消失 王宝乐的眼前世界 不再是画面 而是天命星上 更是在他目中的 一切回归的瞬间 其手掌下的天命之书 这股力量 比之前要大太多 似乎他始终在积攒 此刻一下子爆发后 居然将王宝乐的手 生生就弹起了一尺多高 彻底离开了天命之书 而在王宝乐的手 被弹起后 这天命之书 仿佛传出了 欢快激动之声 刹那间模糊 好似逃顿般 直接就消失了 更有阵阵呼啸传来 这呼啸 与风声很像 但却不是 落在四周众人耳中 每个人此刻 都有一样的感受 那就是 天命之书 再骂人 这呼啸 是骂人之音 至于骂的是谁 不言而喻了 四周观望之人 纷纷沉默 而天法上人身边的老奴 也是这般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 天命之书 出现如此人性化的一面 这得是 遇到了多大的折磨 竟第一时间就逃了 但很快 四周众人的神情 又一次变得古怪 甚至大都蕴含了同情之义 因为几乎在那天命之书 模糊消失的瞬间 王宝乐被弹起的手 重新落下 明明所落的地方 一片空旷 没有任何物品存在 可偏偏在落下的一瞬 那已经逃走的天命之书 自动地出现在了那里 使得王宝乐的手 很自然地 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天命书一愣 全书僵直了几夕后 立刻就强烈无比地颤抖起来 哆嗦间有哀嚎回荡 看得四周所有人 一个个都不知道 该怎么形容自身的思绪了 上人老奴欲言又止 最后叹了口气 至于天法上人 此刻面皮也都抽了一下 无奈地看向王宝乐 王宝乐面色如常 好似没有看到 众人目中的同情 目中露出思索 他在回忆前往 灰色星空的路线 最终双目微微一闪 看向天法上人 诚恳地开口 我还有点没看清 还要再来一次 这话语一出 四周众人再也忍不住 喧嚷之声瞬间爆发开来 还要再来一次 见过欺负人的 没见过欺负书的 你们看 天命之书多么神圣的存在 都被欺负成什么样子了 奇葩 奇迹 我从来没想过 观看未来残影 还可以这样 在这众人的哗然中 王宝乐手下的天命之书 似乎哀嚎更为强烈 委屈之意也都到了极致 仿佛他认为自己是有尊严的 绝不能一次次地妥协 所以此刻竟爆发出了 一股决然之意 大有宁可欲碎 也绝不瓦全的气势 王宝乐也感受到了 天命之书的这股气势 于是在心底呼唤了一下 依依 这本书不听话 要不撕了吧 我给你换一本 王宝乐怀里的面具碎片内 伴上后 传出了小姐姐的哼声 这哼声一起 天命之书顿时沉默 下一瞬 在天法上人 也都忍不住要开口劝说时 这本书突然自动 从王宝乐手下抬起 很是殷勤主动地 与他的手掌碰到了一起 传出了啪的一声 似乎觉得 还不够证明自己听话 他居然连续主动 上下起伏地贴了好几下 传出了一连串啪啪啪的声音 甚至还讨好地摩擦了几下 上人老奴 眼珠子要掉下来 四周众人 纷纷目瞪口呆 尊严哪 天啊 我一定是看错了 王宝乐 你毁了我心目中 天命之书的神圣啊 我怎么觉得 这画面风格有点怪异 让我有了其他的联想 李瓦尔神色古怪 在远处不由地 弯了王宝乐一眼 在这画面不断地推进中 王宝乐目不转睛 仔细凝望 在他的眼中 这画面就好似一个镜头 正飞速地于星空中击驰 透过镜头 他能看到无数的星辰闪过 无数的星系掠过 无数的众生之影 好似观看了 未央道遇的历史 只不过画面推进太快 所以这些都是一闪而过 直至等了很久 突然地 画面一变 不再那么飞速地推进 而是定格在了一处 灰色的星空中 灰色的星空 这里没有星辰 似乎也没有文明 有的只是一片片古老的遗迹 那些遗迹也并非真实存在 时而虚幻 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 而更诡异的 是这一片片遗迹里 不同的众多的风格 如果没有经历前世感悟 王宝乐在看到 这些不同风格的遗迹后 第一个想法 必然是宇宙星空这么大 种族这么多 文明数不清 所以自然这里的风格不同 也没什么出奇之处 但在经历了前世感悟后 此刻的王宝乐再去看 他的眼睛猛地收缩 因为他看到了那些遗迹里 分明有几个 居然是 他前世感悟里 所看到的建筑风格 如此一来 这片灰色的星空 就非同寻常 王宝乐仔细地摇望这片区域后 他也看到了紫色的丝线 是深入到了这片区域的核心之处 但距离太远 看不清晰 进去 王宝乐平静开口 只是随着其话语传出 画面虽听命地推进 可刚刚进入这片区域的边缘 立刻就被阻挡般 无法进入 王宝乐轻一声 思索后问了一句 这里是什么地方 弥漫无尽委屈的意识 微弱地传入王宝乐的脑海 清除 王宝乐一愣 天命之书的意识 告诉他的 就是这个含义 或许对方 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里 所以依照本能 说出了符合天命之书 自身认知的解释 王宝乐陈英片刻 有所理解 所谓清除 对于一本书来说 就是将上面写下的文字与画面 因一些错误 从而图改清除掉 这么来看 王宝乐忽然有些懂了 但依旧 还是让他有些吃惊 他没想到 星空中居然还存在了这样的区域 而显然 紫月就藏身在此 陈英少请 王宝乐忽然开口 在此地的外围 慢慢绕一圈 这一次比较顺利 画面瞬间动了起来 绕着这片区域 慢慢移动 使得王宝乐心底 大致判定出了 其范围的大小 可这整个过程 没有持续多久 也就是差不多半圈的程度时 画面又一次不动了 似再次被阻挡 又被阻挡 王宝乐越发觉得此地诡异 因为这一次阻挡画面移动的 不是这片灰色的范围 而是看起来 空无一物的星空 从另一个方向继续环绕 王宝乐凝望那片星空 再次开口 于是画面倒退 从另一边继续推进 但很快 再次被空无一物的星空阻挡 而这两个阻挡的点 似乎在一个水平面上 就仿佛此地有一道 看不见的臂障 化作了一面巨大的墙 阻拦了一切 而这片灰色的星空区域 有一个位置 与此墙连在一起 所以 镜头无法完成真正的环绕 这面看不见的墙 让王宝乐在沉默中 想到了小白鹿那一世 自己撞碎的虚无 他的眼睛眯起 半晌后 深深地看了眼 这片灰色的区域 回去吧 他这句话一出 瞬息间四那弥漫了 委屈的意识 出现了振奋激动之意 刹那间画面倒退 速度之快超出来的时候 太多太多 整个过程 也就是一柱箱左右 画面就回归到了原点 随之消失 王宝乐的眼前世界 不再是画面 而是天命星上 更是在他目中的 一切回归的瞬间 爆发出了更为强烈的排斥之力 这股力量 比之前要大太多 似乎他始终在积攒 此刻一下子爆发后 居然将王宝乐的手 生生就弹起了一尺多高 彻底离开了天命之书 而在王宝乐的手被弹起后 这天命之书 仿佛传出了欢快激动之声 刹那间模糊 好似逃顿般 直接就消失了 更有阵阵呼啸传来 这呼啸 与风声很像 但却不是 落在四周众人耳中 每个人此刻 都有一样的感受 那就是 天命之书 在骂人 这呼啸 是骂人之音 至于骂的是谁 不言而喻了 四周观望之人 纷纷沉默 而天法上人身边的老奴 也是这般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 天命之书 出现如此人性化的一面 这得是 遇到了多大的折磨 竟第一时间就逃了 但很快 四周众人的神情 又一次变得古怪 甚至大都蕴含了同情之意 因为几乎在那天命之书 模糊消失的瞬间 王宝乐被弹起的手 重新落下 明明所落的地方 一片空旷 没有任何物品存在 可偏偏在落下的一瞬 那已经逃走的天命之书 自动地出现在了那里 使得王宝乐的手 很自然地 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天命书一愣 全书僵直了几夕后 立刻就强烈无比地颤抖起来 哆嗦间有哀嚎回荡 看得四周所有人 一个个都不知道 该怎么形容自身的思绪了 上人老奴欲言又止 最后叹了口气 至于天法上人 此刻面皮也都抽了一下 无奈地看向王宝乐 王宝乐面色如常 好似没有看到 众人墓中的同情 墓中露出思索 他在回忆前往 灰色星空的路线 最终双目微微一闪 看向天法上人 诚恳地开口 我还有点没看清 还要再来一次 这话语一出 四周众人再也忍不住 喧嚷之声瞬间爆发开来 还要再来一次 见过欺负人的 没见过欺负书的 你们看 天命之书多么神圣的存在 都被欺负成什么样子了 奇葩 奇迹 我从来没想过 观看未来残影 还可以这样 在这众人的哗然中 王宝乐手下的天命之书 似乎哀嚎更为强烈 委屈之意也都到了极致 仿佛他认为自己是有尊严的 绝不能一次次地妥协 所以此刻竟爆发出了 一股决然之意 大有宁可遇碎 也绝不瓦全的气势 王宝乐也感受到了 天命之书的这股气势 于是在心底呼唤了一下 依依 这本书不听话 要不撕了吧 我给你换一本 王宝乐怀里的面具碎片内 伴上后 传出了小姐姐的哼声 这哼声一起 天命之书顿时沉默 下一瞬 在天法上人 也都忍不住要开口劝说时 这本书突然自动 从王宝乐手下抬起 很是殷勤主动地 与他的手掌碰到了一起 传出了啪的一声 似乎觉得 还不够证明自己听话 他居然连续主动 上下起伏地贴了好几下 传出了一连串啪啪啪的声音 甚至还讨好地摩擦了几下 直至前所未有的浩瀚波纹 刹那间 回荡天命星 乃至整个天命星系 天法上人闭口 上人老奴 眼珠子要掉下来 四周众人 纷纷目瞪口呆 尊严呢 天啊 我一定是看错了 王宝乐 你毁了我心目中 天命之书的神圣啊 我怎么觉得 这画面风格有点怪异 让我有了其他的联想 李瓦尔神色古怪 在远处不由地 弯了王宝乐一眼 在这画面不断地推进中 王宝乐目不转睛 仔细凝望 在他的眼中 这画面就好似一个镜头 正飞速地于星空中急驰 透过镜头 他能看到无数的星辰闪过 无数的星系掠过 无数的众生之影 好似观看了未央道遇的历史 只不过画面推进太快 所以这些都是一闪而过 直至等了很久 突然地 画面一变 不再那么飞速地推进 而是定格在了一处灰色的星空中 灰色的星空 这里没有星辰 似乎也没有文明 有的只是一片片古老的遗迹 那些遗迹 也并非真实存在 时而虚幻 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 而更诡异的 是这一片片遗迹里 不同的众多的风格 如果没有经历前世感悟 王宝乐在看到这些 不同风格的遗迹后 第一个想法 必然是宇宙星空这么大 种族这么多 文明数不清 所以自然这里的风格不同 也没什么出奇之处 但在经历了前世感悟后 此刻的王宝乐再去看 他的眼睛猛地收缩 因为他看到了那些遗迹里 看到的建筑风格 如此一来 这片灰色的星空 就非同寻常 王宝乐仔细地 遥望这片区域后 他也看到了紫色的丝线 是深入到了 这片区域的核心之处 但距离太远 看不清晰 进去 王宝乐平静开口 只是随着其话语传出 画面虽听命地推进 可刚刚进入这片区域的边缘 立刻就被阻挡般 无法进入 王宝乐轻易一声 思索后问了一句 这里是什么地方 弥漫无尽委屈的意识 天命之书的意识 告诉他的 就是这个含义 或许对方也不知道 该如何称呼这里 所以依照本能 说出了符合天命之书 自身认知的解释 王宝乐陈英片刻 有所理解 所谓清除 对于一本书来说 就是将上面写下的文字与画面 因一些错误 从而图改清除掉 这么来看 王宝乐忽然有些懂了 但依旧 还是让他有些吃惊 他没想到 星空中居然还存在了 这样的区域 而显然 紫月就藏身在此 陈英少请 王宝乐忽然开口 在此地的外围 慢慢绕一圈 这一次比较顺利 画面瞬间动了起来 绕着这片区域 慢慢移动 使得王宝乐心底 大致判定出了 其范围的大小 可这整个过程 没有持续多久 也就是差不多半圈的程度时 画面又一次不动了 似再次被阻挡 又被阻挡 王宝乐越发觉得此地诡异 因为这一次阻挡画面移动的 不是这片灰色的范围 而是看起来 空无一物的星空 从另一个方向继续环绕 王宝乐凝望那片星空 再次开口 于是画面倒退 从另一边继续推进 但很快 再次被空无一物的星空阻挡 而这两个阻挡的点 似乎在一个水平面上 就仿佛此地有一道 看不见的臂障 化作了一面巨大的墙 阻拦了一切 而这片灰色的星空区域 有一个位置 与此墙连在一起 所以 镜头无法完成真正的环绕 这面看不见的墙 让王宝乐在沉默中 想到了小白鹿那一世 自己撞碎的虚无 她的眼睛眯起 半晌后 深深地看了眼 这片灰色的区域 回去吧 她这句话一出 瞬息间四纳弥漫了 委屈的意识 出现了振奋激动之意 刹那间画面倒退 速度之快超出来的时候 太多太多 整个过程 也就是一柱相左右 画面就回归到了原点 随之消失 王宝乐的眼前世界 不再是画面 而是天命星上 更是在她目中的 一切回归的瞬间 其手掌下的天命之书 突然爆发出了 更为强烈的排斥之力 这股力量 比之前要大太多 似乎她始终在积攒 此刻一下子爆发后 居然将王宝乐的手 生生就弹起了一尺多高 彻底离开了天命之书 而在王宝乐的手 被弹起后 这天命之书 仿佛传出了欢快激动之声 刹那间模糊 好似逃顿般 直接就消失了 更有阵阵呼啸传来 这呼啸 与风声很像 但却不是 落在四周众人耳中 每个人此刻 都有一样的感受 那就是 天命之书 在骂人 这呼啸 是骂人之音 至于骂的是谁 不言而喻了 四周观望之人 纷纷沉默 而天法上人身边的老奴 也是这般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 天命之书 出现如此人性化的一面 这得是 遇到了多大的折磨 竟第一时间就逃了 但很快 四周众人的神情 又一次变得古怪 甚至大都蕴含了同情之意 因为几乎在那天命之书 模糊消失的瞬间 王宝乐被弹起的手 重新落下 明明所落的地方 一片空旷 没有任何物品存在 可偏偏在落下的一瞬 那已经逃走的天命之书 自动地出现在了那里 使得王宝乐的手 很自然地 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天命书一愣 全书僵直了几席后 立刻就强烈无比地颤抖起来 哆嗦间有哀嚎回荡 看得四周所有人 一个个都不知道 该怎么形容自身的思绪了 上人老奴欲言又止 最后叹了口气 至于天法上人 此刻面皮也都抽了一下 无奈地看向王宝乐 王宝乐面色如常 好似没有看到众人 目中的同情 目中露出思索 他在回忆前往 灰色星空的路线 最终双目微微一闪 看向天法上人 诚恳地开口 我还有点没看清 还要再来一次 这话语一出 四周众人再也忍不住 喧嚷之声瞬间爆发开来 还要再来一次 见过欺负人的 没见过欺负书的 你们看 天命之书多么神圣的存在 都被欺负成什么样子了 奇葩 奇迹 我从来没想过 观看未来残影 还可以这样 在这众人的哗然中 王宝乐手下的天命之书 似乎哀嚎更为强烈 委屈之意也都到了极致 仿佛他认为自己是有尊严的 绝不能一次次的妥协 所以此刻竟爆发出了 一股决然之意 大有宁可欲碎 也绝不瓦全的气势 王宝乐也感受到了 天命之书的这股气势 于是在心底呼唤了一下 依依 这本书不听话 要不撕了吧 我给你换一本 王宝乐怀里的面具碎片内 伴上后 传出了小姐姐的哼声 这哼声一起 天命之书顿时沉默 下一瞬 在天法上人 也都忍不住要开口劝说时 这本书突然自动 从王宝乐手下抬起 很是殷勤主动地 与他的手掌碰到了一起 传出了啪的一声 似乎觉得 还不够证明自己听话 他居然连续主动 上下起伏地贴了好几下 传出了一连串啪啪啪的声音 甚至还讨好地摩擦了几下 直至前所未有的浩瀚波纹 刹那间 回荡天命星 乃至整个天命星系 天法上人闭口 上人老奴 眼珠子要掉下来 四周众人 纷纷目瞪口呆 尊严呢 天啊 我一定是看错了 王宝乐 你毁了我心目中 天命之书的神圣啊 我怎么觉得 这画面风格有点怪异 让我有了其他的联想 李瓦尔神色古怪 在远处不由地 弯了王宝乐一眼 在这画面不断地推进中 王宝乐目不转睛 仔细凝望 在他的眼中 这画面就好似一个镜头 正飞速地于星空中击驰 透过镜头 他能看到无数的星辰闪过 无数的星系掠过 无数的众生之影 好似观看了未央道遇的历史 只不过画面推进太快 所以这些都是一闪而过 直至等了很久 突然的 画面一变 不再那么飞速地推进 而是定格在了一处灰色的星空中 灰色的星空 这里没有星辰 似乎也没有文明 有的只是一片片古老的遗迹 那些遗迹也并非真实存在 时而虚幻 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 而更诡异的 是这一片片遗迹里 不同的众多的风格 如果没有经历前世感悟 王宝乐在看到这些 不同风格的遗迹后 第一个想法 必然是宇宙星空这么大 种族这么多 文明数不清 所以自然这里的风格不同 也没什么出奇之处 但在经历了前世感悟后 此刻的王宝乐在去看 他的眼睛猛地收缩 因为他看到了那些遗迹里 分明有几个 居然是他前世感悟里 所看到的建筑风格 如此一来 这片灰色的星空 就非同寻常 王宝乐仔细地 遥望这片区域后 他也看到了紫色的丝线 是深入到了 这片区域的核心之处 但距离太远 看不清晰 进去 王宝乐平静开口 只是随着其话语传出 画面虽听命地推进 可刚刚进入这片区域的边缘 立刻就被阻挡般 无法进入 王宝乐轻移一声 思索后问了一句 这里是什么地方 弥漫无尽委屈的意识 微弱地传入王宝乐的脑海 清除 王宝乐一愣 天命之书的意识 告诉他的 就是这个含义 或许对方 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里 所以依照本能 说出了符合天命之书 自身认知的解释 王宝乐成因片刻 有所理解 所谓清除 对于一本书来说 就是将上面写下的文字与画面 因一些错误 从而图改清除掉 这么来看 还是让他有些吃惊 他没想到 星空中居然还存在了这样的区域 而显然 紫月就藏身在此 陈寅少请 王宝乐忽然开口 在此地的外围 慢慢绕一圈 这一次比较顺利 画面瞬间动了起来 绕着这片区域 慢慢移动 使得王宝乐心底 大致判定出了其范围的大小 可这整个过程 没有持续多久 也就是差不多半圈的程度时 画面又一次不动了 似再次被阻挡 又被阻挡 王宝乐越发觉得此地诡异 因为这一次阻挡画面移动的 不是这片灰色的范围 而是看起来 空无一物的星空 从另一个方向继续环绕 王宝乐凝望那片星空 再次开口 于是画面倒退 从另一边继续推进 但很快 再次被空无一物的星空阻挡 而这两个阻挡的点 似乎在一个水平面上 就仿佛此地有一道 看不见的臂障 化作了一面巨大的墙 阻拦了一切 而这片灰色的星空区域 有一个位置 与此墙连在一起 所以 镜头无法完成真正的环绕 这面看不见的墙 让王宝乐在沉默中 想到了小白鹿那一世 自己撞碎的虚无 他的眼睛眯起 半晌后 深深地看了眼这片灰色的区域 回去吧 他这句话一出 瞬息间四纳弥漫了委屈的意识 出现了振奋激动之意 刹那间画面倒退 速度之快超出来的时候 太多太多 整个过程 也就是一柱箱左右 画面就回归到了原点 随之消失 王宝乐的眼前世界不再是画面 而是天命星上 更是在他目中的一切回归的瞬间 其手掌下的天命之书 突然爆发出了 更为强烈的排斥之力 这股力量 比之前要大太多 似乎他始终在积攒 此刻一下子爆发后 居然将王宝乐的手 生生就弹起了一尺多高 彻底离开了天命之书 而在王宝乐的手被弹起后 这天命之书 仿佛传出了欢快激动之声 刹那间模糊 好似逃顿般 直接就消失了 更有阵阵呼啸传来 这呼啸与风声很像 但却不是落在四周众人耳中 每个人此刻都有一样的感受 那就是天命之书在骂人 这呼啸是骂人之音 至于骂的是谁 不言而喻了 四周观望之人纷纷沉默 而天法上人身边的老奴 也是这般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 天命之书出现如此人性化的一面 这得是遇到了多大的折磨 竟第一时间就逃了 但很快 四周众人的神情 又一次变得古怪 甚至大都蕴含了同情之意 因为几乎在那天命之书 模糊消失的瞬间 王宝乐被弹起的手 重新落下 明明所落的地方 一片空旷 没有任何物品存在 可偏偏在落下的一瞬 那已经逃走的天命之书 自动地出现在了那里 使得王宝乐的手 很自然地 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天命书一愣 全书僵直了几戏后 立刻就强烈无比地颤抖起来 哆嗦间有哀嚎回荡 看得四周所有人 一个个都不知道 该怎么形容自身的思绪了 上人老奴欲言又止 最后叹了口气 至于天法上人 此刻面皮也都抽了一下 无奈地看向王宝乐 王宝乐面色如常 好似没有看到众人 目中的同情 目中露出思索 他在回忆前往 灰色星空的路线 最终双目微微一闪 看向天法上人 诚恳地开口 我还有点没看清 还要再来一次 这话语一出 四周众人再也忍不住 喧嚷之声瞬间爆发开来 还要再来一次 见过欺负人的 没见过欺负书的 你们看 天命之书多么神圣的存在 都被欺负成什么样子了 奇葩 奇迹 我从来没想过 观看未来残影 还可以这样 在这众人的哗然中 王宝乐手下的天命之书 似乎哀嚎更为强烈 委屈之意也都到了极致 仿佛他认为自己是有尊严的 绝不能一次次的妥协 所以此刻竟爆发出了一股决然之意 大有宁可欲碎 也绝不瓦全的气势 王宝乐也感受到了 天命之书的这股气势 于是在心底呼唤了一下 依依 这本书不听话 要不撕了吧 我给你换一本 王宝乐怀里的面具碎片内 半晌后 传出了小姐姐的哼声 这哼声一起 天命之书顿时沉默 下一瞬 在天法上人 也都忍不住要开口劝说时 这本书突然自动 从王宝乐手下抬起 很是殷勤主动地 与他的手掌碰到了一起 传出了啪的一声 似乎觉得 还不够证明自己听话 他居然连续主动 上下起伏地贴了好几下 传出了一连串啪啪啪的声音 甚至还讨好地摩擦了几下 直至前所未有的浩瀚波纹 刹那间 回荡天命星 乃至整个天命星系 天法上人闭口 上人老奴 眼珠子要掉下来 四周众人 纷纷目瞪口呆 尊严呢 天啊 我一定是看错了 王宝乐 你毁了我心目中 天命之书的神圣啊 我怎么觉得 这画面风格有点怪异 让我有了其他的联想 李瓦尔神色古怪 在远处不由地弯了王宝乐一眼 在这画面不断地推进中 王宝乐目不转睛 仔细凝望 在他的眼中 这画面就好似一个镜头 正飞速地于星空中击驰 透过镜头 他能看到无数的星辰闪过 无数的星系掠过 无数的众生之影 好似观看了未央道遇的历史 只不过画面推进太快 所以这些都是一闪而过 直至等了很久 突然的 画面一变 不再那么飞速地推进 而是定格在了一处灰色的星空中 灰色的星空 这里没有星辰 似乎也没有文明 有的只是一片片古老的遗迹 那些遗迹也并非真实存在 时而虚幻 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 而更诡异的 是这一片片遗迹里 不同的众多的风格 如果没有经历前世感悟 王宝乐在看到这些 不同风格的遗迹后 第一个想法 必然是宇宙星空这么大 种族这么多 文明数不清 所以自然这里的风格不同 也没什么出奇之处 但在经历了前世感悟后 此刻的王宝乐在去看 他的眼睛猛地收缩 因为他看到了那些遗迹里 分明有几个 居然是 他前世感悟里 所看到的建筑风格 如此一来 这片灰色的星空 就非同寻常 王宝乐仔细地摇望这片区域后 他也看到了紫色的丝线 是深入到了这片区域的核心之处 但距离太远 看不清晰 进去 王宝乐平静开口 只是随着其话语传出 画面虽听命地推进 可刚刚进入这片区域的边缘 立刻就被阻挡般 无法进入 王宝乐轻移一声 思索后问了一句 这里是什么地方 弥漫无尽委屈的意识 微弱地传入王宝乐的脑海 清除 王宝乐一愣 天命之书的意识 告诉他的 就是这个含义 或许对方 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里 所以依照本能 说出了符合天命之书 自身认知的解释 王宝乐沉音片刻 有所理解 所谓清除 对于一本书来说 就是将上面写下的文字与画面 因一些错误 从而图改清除掉 这么来看 王宝乐忽然有些懂了 但依旧 还是让他有些吃惊 他没想到 星空中居然还存在了这样的区域 而显然 紫月就藏身在此 沉音少请 王宝乐忽然开口 在此地的外围 慢慢绕一圈 这一次比较顺利 画面瞬间动了起来 绕着这片区域 慢慢移动 使得王宝乐心底 大致判定出了其范围的大小 可这整个过程 没有持续多久 也就是差不多半圈的程度时 画面又一次不动了 似再次被阻挡 又被阻挡 王宝乐越发觉得此地诡异 因为这一次阻挡画面移动的 不是这片灰色的范围 而是看起来 空无一物的星空 从另一个方向继续环绕 王宝乐凝望那片星空 再次开口 于是画面倒退 从另一边继续推进 但很快 再次被空无一物的星空阻挡 而这两个阻挡的点 似乎在一个水平面上 就仿佛此地有一道 看不见的臂障 化作了一面巨大的墙 阻拦了一切 而这片灰色的星空区域 有一个位置 与此墙连在一起 所以 镜头无法完成真正的环绕 这面看不见的墙 让王宝乐在沉默中 想到了小白鹿那一世 自己撞碎的虚无 他的眼睛眯起 半晌后 深深地看了眼 这片灰色的区域 回去吧 他这句话一出 瞬息间四纳 弥漫了委屈的意识 出现了振奋激动之意 刹那间画面倒退 速度之快超出来的时候 太多太多 整个过程也就是一柱相左右 画面就回归到了原点 随之消失 王宝乐的眼前世界 不再是画面 而是天命星上 更是在他目中的 一切回归的瞬间 其手掌下的天命之书 突然爆发出了 更为强烈的排斥之力 这股力量 比之前要大太多 似乎他始终在积攒 此刻一下子爆发后 居然将王宝乐的手 生生就弹起了一尺多高 彻底离开了天命之书 而在王宝乐的手 被弹起后 这天命之书 仿佛传出了欢快激动之声 刹那间模糊 好似逃顿般 直接就消失了 更有阵阵呼啸传来 这呼啸 与风声很像 但却不是 落在四周众人耳中 每个人此刻 都有一样的感受 那就是 天命之书 在骂人 这呼啸 是骂人之音 至于骂的是谁 不言而喻了 四周观望之人 纷纷沉默 而天法上人身边的老奴 也是这般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 天命之书 出现如此人性化的一面 这得是 遇到了多大的折磨 竟第一时间就逃了 但很快 四周众人的神情 又一次变得古怪 甚至大都蕴含了同情之意 因为几乎在那天命之书 模糊消失的瞬间 王宝乐被弹起的手 重新落下 明明所落的地方 一片空旷 没有任何物品存在 可偏偏在落下的一瞬 那已经逃走的天命之书 自动地出现在了那里 使得王宝乐的手 很自然地 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天命书一愣 全书僵直了几席后 立刻就强烈无比地颤抖起来 哆嗦间有哀嚎回荡 看得四周所有人 一个个都不知道 该怎么形容自身的思绪了 上人老奴欲言又止 最后叹了口气 至于天法上人 此颗面皮也都抽了一下 无奈地看向王宝乐 王宝乐面色如常 好似没有看到众人 目中的同情 目中露出思索 他在回忆前往灰色星空的路线 最终双目微微一闪 看向天法上人 诚恳地开口 我还有点没看清 还要再来一次 这话语一出 四周众人再也忍不住 喧嚷之声瞬间爆发开来 还要再来一次 见过欺负人的 没见过欺负书的 你们看 天命之书多么神圣的存在 都被欺负成什么样子了 奇葩 奇迹 我从来没想过 观看未来残影 还可以这样 在这众人的哗然中 王宝乐手下的天命之书 似乎哀嚎更为强烈 委屈之意也都到了极致 仿佛他认为自己是有尊严的 绝不能一次次的妥协 所以此刻竟爆发出了一股决然之意 大有宁可欲碎 也绝不瓦全的气势 王宝乐也感受到了 天命之书的这股气势 于是在心底呼唤了一下 依依 这本书不听话 要不撕了吧 我给你换一本 王宝乐怀里的面具碎片内 伴上后 传出了小姐姐的哼声 这哼声一起 天命之书顿时沉默 下一瞬 在天法上人 也都忍不住要开口劝说时 这本书突然自动 从王宝乐手下抬起 很是殷勤主动地 与他的手掌碰到了一起 传出了啪的一声 似乎觉得 还不够证明自己听话 他居然连续主动 上下起伏地贴了好几下 传出了一连串啪啪啪的声音 甚至还讨好地摩擦了几下 直至前所未有的浩瀚波纹 刹那间 回荡天命星 乃至整个天命星系 天法上人闭口 上人老奴 眼珠子要掉下来 四周众人 纷纷目瞪口呆 尊严呢 天啊 我一定是看错了 王宝乐 你毁了我心目中 天命之书的神圣啊 我怎么觉得 这画面风格有点怪异 让我有了其他的联想 李瓦尔神色古怪 在远处不由地 弯了王宝乐一眼 在这画面不断地推进中 王宝乐目不转睛 仔细凝望 在他的眼中 这画面就好似一个镜头 正飞速地于星空中挤持 透过镜头 他能看到无数的星辰闪过 无数的星系掠过 无数的众生之影 好似观看了 未央道遇的历史 只不过画面推进太快 所以这些都是一闪而过 直至等了很久 突然的 画面一变 不再那么飞速地推进 而是定格在了一处 灰色的星空中 灰色的星空 这里没有星辰 似乎也没有文明 有的只是一片片古老的遗迹 那些遗迹也并非真实存在 时而虚幻 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 而更诡异的 是这一片遗迹里 不同的众多的风格 如果没有经历前世感悟 王宝乐在看到 这些不同风格的遗迹后 第一个想法 必然是宇宙星空这么大 种族这么多 文明数不清 所以自然这里的风格不同 也没什么出奇之处 但在经历了前世感悟后 此刻的王宝乐在去看 他的眼睛猛地收缩 因为他看到了那些遗迹里 分明有几个 居然是 他前世感悟里 所看到的建筑风格 如此一来 这片灰色的星空 就非同寻常 王宝乐仔细地 遥望这片区域后 他也看到了紫色的丝线 是深入到了 这片区域的核心之处 但距离太远 看不清晰 进去 王宝乐平静开口 只是随着其话语传出 画面虽听命地推进 可刚刚进入这片区域的边缘 立刻就被阻挡般 无法进入 王宝乐轻移一声 思索后问了一句 这里是什么地方 弥漫无尽委屈的意识 微弱地传入 王宝乐的脑海 清除 王宝乐一愣 天命之书的意识 告诉他的 就是这个含义 或许对方 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里 所以依照本能 说出了符合 天命之书自身认知的解释 王宝乐成因片刻 有所理解 所谓清除 对于一本书来说 就是将上面写下的文字与画面 因一些错误 从而图改清除掉 这么来看 王宝乐忽然有些懂了 但依旧 还是让他有些吃惊 他没想到 星空中居然还存在了这样的区域 而显然 紫月就藏身在此 陈寅少请 王宝乐忽然开口 在此地的外围 慢慢绕一圈 这一次比较顺利 画面瞬间动了起来 绕着这片区域 慢慢移动 使得王宝乐心底 大致判定出了其范围的大小 可这整个过程 没有持续多久 也就是差不多半圈的程度时 画面又一次不动了 似再次被阻挡 又被阻挡 王宝乐越发觉得此地诡异 因为这一次阻挡画面移动的 不是这片灰色的范围 而是看起来 空无一物的星空 从另一个方向继续环绕 王宝乐凝望那片星空 再次开口 于是画面倒退 从另一边继续推进 但很快 再次被空无一物的星空阻挡 而这两个阻挡的点 似乎在一个水平面上 就仿佛此地有一道 看不见的臂障 化作了一面巨大的墙 阻拦了一切 而这片灰色的星空区域 有一个位置 与此墙连在一起 所以 镜头无法完成真正的环绕 这面看不见的墙 让王宝乐在沉默中 想到了小白鹿那一世 自己撞碎的虚无 他的眼睛眯起 半晌后 深深地看了眼 这片灰色的区域 回去吧 他这句话一出 瞬息间四那弥漫了 委屈的意识 出现了振奋激动之意 刹那间画面倒退 速度之快超出来的时候 太多太多 整个过程 也就是一柱箱左右 画面就回归到了原点 随之消失 王宝乐的眼前世界 不再是画面 而是天命心上 更是在他目中的一切回归的瞬间 其手掌下的天命之书 突然爆发出了 更为强烈的排斥之力 这股力量 比之前要大太多 似乎他始终在积攒 此刻一下子爆发后 居然将王宝乐的手 生生就弹起了一尺多高 彻底离开了天命之书 而在王宝乐的手被弹起后 这天命之书 仿佛传出了欢快激动之声 刹那间模糊 好似逃顿般 直接就消失了 更有阵阵呼啸传来 这呼啸 与风声很像 但却不是 落在四周众人耳中 每个人此刻 都有一样的感受 那就是 天命之书 在骂人 这呼啸 是骂人之音 至于骂的是谁 不言而喻了 四周观望之人 纷纷沉默 而天法上人身边的老奴 也是这般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 天命之书 出现如此人性化的一面 这得是 遇到了多大的折磨 竟第一时间就逃了 但很快 四周众人的神情 又一次变得古怪 甚至大都蕴含了同情之意 因为几乎在那天命之书 模糊消失的瞬间 王宝乐被弹起的手 重新落下 明明所落的地方 一片空旷 没有任何物品存在 可偏偏在落下的一瞬 那已经逃走的天命之书 自动地出现在了那里 使得王宝乐的手 很自然地 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天命书一愣 全书僵直了几夕后 立刻就强烈无比地颤抖起来 哆嗦间有哀嚎回荡 看得四周所有人 一个个都不知道 该怎么形容自身的思绪了 上人老奴欲言又止 最后叹了口气 至于天法上人 此刻面皮也都抽了一下 无奈地看向王宝乐 王宝乐面色如常 好似没有看到 众人墓中的同情 墓中露出思索 他在回忆前往灰色星空的路线 最终双目微微一闪 看向天法上人 诚恳地开口 我还有点没看清 还要再来一次 这话语一出 四周众人再也忍不住 喧嚷之声瞬间爆发开来 还要再来一次 见过欺负人的 没见过欺负书的 你们看 天命之书多么神圣的存在 都被欺负成什么样子了 奇葩 奇迹 我从来没想过 观看未来残影 还可以这样 在这众人的哗然中 王宝乐手下的天命之书 似乎哀嚎更为强烈 委屈之意也都到了极致 仿佛他认为自己是有尊严的 绝不能一次次的妥协 所以此刻竟爆发出了一股决然之意 大有宁可欲碎 也绝不瓦全的气势 王宝乐也感受到了 天命之书的这股气势 于是在心底呼唤了一下 依依 这本书不听话 要不撕了吧 我给你换一本 王宝乐怀里的面具碎片内 半晌后 传出了小姐姐的哼声 这哼声一起 天命之书顿时沉默 下一瞬 在天法上人 也都忍不住要开口劝说时 这本书突然自动 从王宝乐手下抬起 很是殷勤主动地 与他的手掌碰到了一起 传出了啪的一声 似乎觉得 还不够证明自己听话 他居然连续主动 上下起伏地贴了好几下 传出了一连串 啪啪啪的声音 甚至还讨好地摩擦了几下 直至前所未有的浩瀚波纹 刹那间 回荡天命星 乃至整个天命星系 天法上人闭口 上人老奴 眼珠子要掉下来 四周众人 纷纷目瞪口呆 尊严呢 天啊 我一定是看错了 王宝乐 你毁了我心目中 天命之书的神圣啊 我怎么觉得 这画面风格有点怪异 让我有了其他的联想 李瓦尔神色古怪 在远处不由地 弯了王宝乐一眼 在这画面不断地推进中 王宝乐目不转睛 仔细凝望 在他的眼中 这画面就好似一个镜头 正飞速地于星空中击驰 透过镜头 他能看到无数的星辰闪过 无数的星系掠过 无数的众生之影 好似观看了 未央道遇的历史 只不过画面推进太快 所以这些都是一闪而过 直至等了很久 突然的 画面一变 不再那么飞速地推进 而是定格在了一处 灰色的星空中 灰色的星空 这里没有星辰 似乎也没有文明 有的只是一片片古老的遗迹 那些遗迹 也并非真实存在 时而虚幻 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 而更诡异的 是这一片片遗迹里 不同的众多的风格 如果没有经历前世感悟 王宝乐在看到 这些不同风格的遗迹后 第一个想法 必然是宇宙星空这么大 种族这么多 文明数不清 所以自然这里的风格不同 也没什么出奇之处 但在经历了前世感悟后 此刻的王宝乐在去看 他的眼睛猛地收缩 因为他看到了那些遗迹里 分明有几个 居然是 他前世感悟里 所看到的建筑风格 如此一来 这片灰色的星空 就非同寻常 王宝乐仔细地 遥望这片区域后 他也看到了紫色的丝线 是深入到了 这片区域的核心之处 但距离太远 看不清晰 进去 王宝乐平静开口 只是随着其话语传出 画面虽听命地推进 可刚刚进入 这片区域的边缘 立刻就被阻挡般 无法进入 王宝乐轻一一声 思索后问了一句 这里是什么地方 弥漫无尽委屈的意识 微弱地传入 王宝乐的脑海 清除 王宝乐一愣 天命之书的意识 告诉他的 就是这个含义 或许对方 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里 所以依照本能 说出了符合 天命之书 自身认知的解释 王宝乐沉音片刻 有所理解 所谓清除 对于一本书来说 就是将上面写下的文字与画面 因一些错误 从而图改清除掉 这么来看 王宝乐忽然有些懂了 但依旧 还是让他有些吃惊 他没想到 星空中居然还存在了 这样的区域 而显然 紫月就藏身在此 陈寅少请 王宝乐忽然开口 在此地的外围 慢慢绕一圈 这一次比较顺利 画面瞬间动了起来 绕着这片区域 慢慢移动 使得王宝乐心底 大致判定出了 其范围的大小 可这整个过程 没有持续多久 也就是差不多半圈的程度时 画面又一次不动了 似再次被阻挡 又被阻挡 王宝乐越发觉得此地诡异 因为这一次阻挡画面移动的 不是这片灰色的范围 而是看起来 空无一物的星空 从另一个方向继续环绕 王宝乐凝望那片星空 再次开口 于是画面倒退 从另一边继续推进 但很快 再次被空无一物的星空阻挡 而这两个阻挡的点 似乎在一个水平面上 就仿佛此地有一道 看不见的臂障 化作了一面巨大的墙 阻拦了一切 而这片灰色的星空区域 有一个位置 与此墙连在一起 所以镜头无法完成 真正的环绕 这面看不见的墙 让王宝乐在沉默中 想到了小白鹿那一世 自己撞碎的虚无 他的眼睛眯起 半晌后 深深地看了眼 这片灰色的区域 回去吧 他这句话一出 瞬息间四难弥漫了 委屈的意识 出现了振奋激动之意 刹那间画面倒退 速度之快超出来的时候 太多太多 整个过程 也就是一柱相左右 画面就回归到了原点 随之消失 王宝乐的眼前世界 不再是画面 而是天命星上 更是在他目中的 一切回归的瞬间 其手掌下的天命之书 突然爆发出了 更为强烈的排斥之力 这股力量 比之前要大太多 似乎他始终在积攒 此刻一下子爆发后 居然将王宝乐的手 生生就弹起了一尺多高 彻底离开了天命之书 而在王宝乐的手 被弹起后 这天命之书 仿佛传出了 欢快激动之声 刹那间模糊 好似逃顿般 直接就消失了 更有阵阵呼啸传来 这呼啸 与风声很像 但却不是 落在四周众人耳中 每个人此刻 都有一样的感受 那就是 天命之书 在骂人 这呼啸 是骂人之音 至于骂的是谁 不言而喻了 四周观望之人 纷纷沉默 而天法上人身边的老奴 也是这般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 天命之书 出现如此人性化的一面 这得是 遇到了多大的折磨 近第一时间就逃了 但很快 四周众人的神情 又一次变得古怪 甚至大都蕴含了 同情之意 因为几乎在那 天命之书 模糊消失的瞬间 王宝乐被弹起的手 重新落下 明明所落的地方 一片空旷 没有任何物品存在 可偏偏在落下的一瞬 那已经逃走的天命之书 自动地出现在了那里 使得王宝乐的手 很自然地 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天命书一愣 全书僵直了几席后 立刻就强烈无比地颤抖起来 哆嗦间有哀嚎回荡 看得四周所有人 一个个都不知道 该怎么形容自身的思绪了 上人老奴欲言又止 最后叹了口气 至于天法上人 此刻面皮也都抽了一下 无奈地看向王宝乐 王宝乐面色如常 好似没有看到众人墓中的同情 墓中露出思索 他在回忆前往灰色星空的路线 最终双目微微一闪 看向天法上人 诚恳地开口 我还有点没看清 还要再来一次 这话语一出 四周众人再也忍不住 喧嚷之声瞬间爆发开来 还要再来一次 见过欺负人的 没见过欺负书的 你们看 天命之书多么神圣的存在啊 都被欺负成什么样子了 奇葩 奇迹 我从来没想过 观看未来残影 还可以这样 在这众人的哗然中 王宝乐手下的天命之书 似乎哀嚎更为强烈 委屈之意也都到了极致 仿佛他认为自己是有尊严的 绝不能一次次的妥协 所以此刻竟爆发出了一股决然之意 大有宁可欲碎 也绝不瓦全的气势 王宝乐也感受到了 天命之书的这股气势 于是在心底呼唤了一下 依依 这本书不听话 要不撕了吧 我给你换一本 王宝乐怀里的面具碎片内 半晌后 传出了小姐姐的哼声 这哼声一起 天命之书顿时沉默 下一瞬 在天法上人 也都忍不住要开口劝说时 这本书突然自动 从王宝乐手下抬起 很是殷勤主动地 与他的手掌碰到了一起 传出了啪的一声 似乎觉得 还不够证明自己听话 他居然连续主动 上下起伏地贴了好几下 传出了一连串啪啪啪的声音 甚至还讨好地摩擦了几下 直至前所未有的浩瀚波纹 刹那间 回荡天命星 乃至整个天命星系 天法上人闭口 上人老奴 眼珠子要掉下来 四周众人 纷纷目瞪口呆 尊严呢 天啊 我一定是看错了 王宝乐 你毁了我心目中 天命之书的神圣啊 我怎么觉得 这画面风格有点怪异 让我有了其他的联想 李瓦尔神色古怪 在远处不由地 弯了王宝乐一眼 与此同时 太上世界 万须神殿深处 一座僻静的荒山里 栽种着一株株翠竹 而在翠竹的环绕下 有一座灵气阴晕的仙池 映着阳光 弥漫着雾矮 气息清凉而温润 这座仙池 正是四大仙池里的翠竹仙池 此刻 在翠竹仙池旁 盘坐着一位老者 正是羽黄古帝 此前动用羽黄珠神剑 羽黄古帝耗费着实不小 失败结束后 他一直在翠竹仙池旁疗伤 池水倒映着他的身影 刚刚正是 借着翠竹仙池 他将自己的身影 投射到了黑暗近海 古幽海城之中 轮回之主 遮天摩地 很好 很好 你们处处与我作对 等我覆灭地心域之日 就是你们的死期 羽黄古帝目光伶俐 夜晨与遮天摩地 联合一气 而且又在黑暗近海 他想动手诛杀 可谓千难万难 不过 只要地心域的九鼎大阵 成功递结 他降临到地心域 到时候 夜晨与遮天摩地 必定来救 他便可以诛杀一切 毫无疑问 九鼎大阵是棋局最关键的地方 只要九鼎大阵能稳住 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不过那轮回之主 气运深厚 大阵要三年时间才能不成 这三年时间 若是被他逆天崛起 那可不妙 羽黄古帝眉头深锁 内心颇为担忧 哗啦 就在这个时候 天空之中 忽然有一团光芒降临 这团光芒 圣洁高贵 仿佛蕴含着诸天大道的 无上法则 正是天理的光 天理降临下来 向着羽黄古帝道 羽黄古帝 你失落了天空龙魂 如何向我交代 声音带着严厉之意 羽黄古帝呵呵一笑 啊 什么交代 我需要向你交代什么 天理怒道 你忘了我们之间的交易 我把星空古道让给你 你将天空龙魂送给我 让我塑造形体 难道你要反悔 原来 当初天理与羽黄古帝交易 最终商定的筹码 就是羽黄古帝 要额外送出天空龙魂 帮助天理塑造形体 目前 天理是没有形体的 只是一团天道法则的光 虽有意志 但无形无智 如风中浮平 虽然在世人眼里 天理依然是高高在上的存在 只能仰望与敬畏 但到了羽黄古帝这个境界 天理已经不足为惧 甚至 如果真的战斗起来 天理不是羽黄古帝的敌手 为了更长远的打算 天理需要塑造形体 不论是神魂的形态 还是肉身的形态 总之要有一个形体 否则无形无智 压根不是羽黄古帝 魔祖无天等人的敌手 更不可能窥见无物 而昔日的天空神龙 只长初代天理法则 他留下的神魂 正是如今天理最想要的东西 只要融合天空龙魂 如今的天理 可恢复古老荣光 与羽黄古帝 魔祖无天等人争锋 本来天空龙魂 你早就可以拿到手给我 偏偏要留在古幽海城那边 你摆明是故意敷衍我 天理声音越来越严厉 那一团光芒 剧烈抖动起来 然后 整个万须神殿的上空 都是雷霆滚荡 阴云密布 有重重风雷震荡着 还有暴雪天火的灾祸凶光 萦绕不散 蓄势待发 我杀不死你 难道还杀不死你的徒子徒孙 天理延伸威胁 如今天空龙魂失落 却是让他无比暴怒 天空龙魂掉落到了失落时空里 而失落时空 传说是从乌世界里诞生出来的 时空法则近乎近止 一片混沌 世界无边无际地辽阔 想在里面寻找一缕残魂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羽黄古帝看到天理发怒 全部杀光最好 也省得我动手 沾染了气血因果 最好整个太上世界都被你涂光 那世界就清净了 一片空虚 说不定我还可以提前 窥见乌乌的世界 你 你 天理无比震怒 想不到羽黄古帝这么的冷酷 道 传闻你羽黄古帝 刻薄寡恩 冷血无耻 今日我算是见识到了 羽黄古帝抚恤一笑 道 这些陈俗因果都是虚妄 唯有武道的巅峰 乌乌的世界 才是真实 为了窥见乌乌 其他一切皆可放弃 天理道 你违背了诺言 背负天理因果 我看你还怎么修炼下去 羽黄古帝道 谁说我违背诺言 你想塑造形体 不是非要天空龙魂不可 天理光团一阵闪动 道 你还有别的办法 我们之间的约定 是三年内必须完成 你还想引诱吞噬之王吗 原来羽黄古帝 将天空龙魂 留在安铁星手上 没有夺取 是想引诱吞噬之王 吞噬之王 正是四大兽王之一 乃是太古饕铁 与天空神龙室同门 当年红军老祖作画 踏足无无 在现世之间 其实等同陨落 坐下四大神兽全部殉葬 吞噬之王 当年也跟着殉葬 不过他是饕铁神兽 死去万古之后 依靠吞噬法则的能量 又重新复苏过来 羽黄古帝的计划 正是利用天空龙魂 又补吞噬之王 一旦抓到了吞噬之王 掌握饕铁吞噬法则 他以后吞噬炼化地心域的气韵 会简单容易许多 但吞噬之王迟迟没有现身 明显没有上当 羽黄古帝道 吞噬之王怯弱未缩 想引诱他出来 几乎不可能了 我打算抓捕北蟒噬的圣子 将他献给你 天理道 北蟒噬的圣子 就是那双瞳梦魇 北蟒噬 正是梦魇神族的姓氏 祖先北蟒太武 正是四大兽王里的梦魇神兽 羽黄古帝眼睛微眯 回忆起来 他记得夜晨身边 有一头双瞳梦魇 如果没看错的话 那正是北蟒太武血脉的传承者 也就是北蟒氏族的圣子 天理道 你想抓捕北蟒圣子 哪里有这么容易 他跟随在轮回之主身边 受轮回气韵庇护 你想将之抓捕 除非先杀了轮回之主 羽黄古帝呵呵一笑 道 你不用担心 我自有办法 等我好消息吧 天理道 要等多久 羽黄古帝沉映一下 本想说数日之内 但仔细想想 还是谨慎点为好 道 不是说约定三年吗 你急什么 三年内完成约定即可 如果顺利的话 可能三天就可以了 天理哼了一声 道 你最好别让我失望 否则我拼着玉石俱焚 也不会让你好过 羽黄古帝哈哈一笑 道 万古以来 你是第一个敢当面威胁我的人 我等着 天理不再言语 光团闪烁 随后隐匿在虚空之中 彻底顿去 而等到天理走后 羽黄古帝起身 目光凝望着翠竹仙池 打了一道法诀 亲和道 开 轰隆隆 水池裂开 露出了一条幽深的缝隙 羽黄古帝一个闪身 瞬间穿梭 穿过裂缝 来到了水池底下 却见水底之中 乃是一座地牢 地牢里 封印着一头 狮魔形状的凶兽 双瞳一片漆黑 弥漫着魔气 外形与梦魇神族一模一样 但气息 要凶力阴狠许多 羽黄古帝 你怎么来了 那施魔凶兽 浑身被一条条铁链置骨 饱受折磨 看到羽黄古帝降临 便露出了极为凶狠的目光 羽黄古帝微微一笑 道 北莽咒 我有任务要给你 那施魔凶兽道 什么任务 我北莽魔族 绝不摇尾起怜 你要杀便杀 我不会为你笑灭 羽黄古帝笑道 我知道你们梦魇神族 分为王族与魔族 两族世代不容 你是魔童梦魇 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我会亲自出手 替你剿灭北莽王族的成员 让你们魔童梦魇 一家独霸 那名为北莽咒的魔童梦魇 听到羽黄古帝的话 内心顿时一动 道 你肯出手 不怕沾染因果吗 羽黄古帝笑道 无妨 只要你能完成我交托的任务 什么因果我都可以承受 北莽咒一双漆黑的眼瞳 微微闪烁 但素质羽黄古帝刻薄寡恩 凶狠无情 倒也不敢轻易答应 道 你先说来听听 需要我做什么 羽黄古帝道 我已查到北莽王族圣子的位置 就在黑暗近海 我不好降临 你替我走一趟 将那圣子杀死 他名字似乎叫小黄来着 一位神族 竟会落得如此名字 真是可笑 北莽咒呵呵冷笑道 小黄 可真是难听 我还以为是一条狗呢 真是王族的圣子 他都失踪上万年了 你找到了 羽黄古帝摆了摆手 道 名字只是代号 不重要 普通名字反倒好养活 他背负北莽祖王血脉 能存活至今 运气倒是不错 我确定他 就在黑暗近海 北莽咒道 王族圣子 血脉强悍 我孤身一人 未必是他敌手 羽黄古帝道 放心 我赐你梵天神功 灵自绝 你可轻松 将那圣子斩杀 说着 羽黄古帝手指伸出 点在北莽咒的额头上 一缕金光贯穿过 北莽咒吼一声惨叫 只觉脑袋疼痛欲裂 而在这尖锐的疼痛过后 便是醍醐灌顶一般 有浩瀚绝妙的神通 烙印在他石海里 那是梵天神功 灵自绝的神通 北莽咒呆了一呆 他自然清楚 梵天神功的厉害 羽黄古帝居然肯赐下一绝 简直是匪夷所思 不可思议的恩赐 羽黄古帝微微一笑 道 你掌握了灵自绝 要杀那北莽圣子 易如反掌 但你要小心 他主人是轮回之主 你千万不可与轮回之主为敌 否则一招之内 就要被杀死 叶尘成长突破太快 如今已到了还真近七层天 而且前世六道圆满 如果战斗起来 百家境二层天的强者 都要被叶尘轻易斩杀 北莽咒的实力 也是百家境二层天左右 就算再加上灵自绝 都不可能是叶尘的敌手 什么 轮回之主 那王族的镊子 居然投靠了轮回 北莽咒大惊 他却没想到 王族圣子居然追随轮回 轮回威严雄霸诸天 他早有耳闻 如果有轮回之主庇护的话 他想杀王族圣子 几乎不可能 羽皇谷弟道 别慌 你施展灵自绝 可开辟一个远古魔神的战场 隔绝外人进入 我教你如何开辟 当下羽皇谷弟 将灵自绝的精髓 如何召唤魔神 开辟战场 联络血脉 隔绝外人等等要领 都一一告诉给北莽咒 北莽咒暗暗惊叹 羽皇谷弟的五道剑士 震撼地说不出话来 羽皇谷弟一弹指 斩断束缚着他的枷锁 道 你出发吧 记得不要招惹轮回之主 现在还没到撕破脸皮的时候 你只要想办法杀死北莽圣子 夺取他的血脉即可 北莽咒心中一动 道 羽皇谷弟 你夺取北莽王子的血脉 有什么企图 羽皇谷弟目光一寒 道 知道的太多 对你没好处 总之你按我吩咐照做 事成之后 我会替你清理北莽王族的成员 但这份祖王血脉 是不可能给你的了 你们魔童梦魇一族 还没人有资格继承 北莽咒心头一尘 梦魇神族分裂 划分王族与魔族 魔族一直以来 都想夺取祖王血脉 现在 羽皇谷弟要插手进来 直接将祖王血脉抢走 北莽咒内心之中 万万不能接受 但 形势逼人 也轮不到他做主 罢了 我先将祖王血脉夺回来 再做打算 朝着羽皇谷弟的指示 往黑暗近海飞去 准备灭杀小黄 夺取祖王血脉 而此时 小黄正与叶晨等人一起 在古幽海城的虚空里 等待父母的到来 红军坐下神兽 梦魇之王 北莽士族 祖王血脉 祖地故乡 诸般因果 无比复杂 小黄目光颇有些茫然 绅士的秘密快要解开 他父母很快就要来了 但他却高兴不起来 总感觉前路迷茫 凶险重重 主人 小黄依靠到叶晨身边 才感到一丝安稳 没事的 叶晨揉了揉小黄的脑袋 静静等候着 如此过的片刻 远方的天际 突然传来了滚滚惊雷声 似乎有一股强大的气息 即将要降临 来了吗 叶晨眼睛微眯 只以为小黄的父母要到了 他也的确捕捉到一丝 梦魇神族血脉的气息 小黄浑身毛发倒树 不知是紧张还是什么 眼瞳盯着远天 烟雨先尊与见无名 也抬头望着 却见有一股滚滚魔气 呼啸而来 那魔气涌动间 显化出一尊巍峨的凶兽身影 模样与小黄差不多 但眼瞳却是诡异的黑色 布满了魔气 烟雨先尊 哀又一声惊呼起来 明显察觉不妙 见无名也感受到了危险 拔出兽骨剑 魔童梦魇 叶晨看到那凶兽身影 特别是那漆黑的眼瞳 瞬间想起了遮天魔地临走前 提及过的魔童梦魇 这头凶兽 似乎就是魔童梦魇 远古魔神 如我骤灵 那魔童梦魇暴冲而来 喉咙里发出惊天的售吼 一个巨大的灵字 在他身后显化出来 梵字绝 叶晨脸色顿变 捕捉到了梵天神功的气息 在梵天神功之中 灵字绝可召唤远古魔神 降临到自己身上 短暂提升战斗力 叶晨以前也见识过 这个灵字绝 实际上是召唤之法 却见到魔童梦魇一声售吼 灵字绝爆发 周围千万众虚空 崩灭暴碎 一尊尊庞大 浩瀚 无敌的魔神身影 渐渐降临下来 这些魔神 都是极为古老的存在 是旧日时代 旧日之主与十大老祖 互相争斗搏杀时候 存在的魔神 他们即便是死 也有意志留存在世间 现在一听到灵字绝的感召 立即降临下来 眨眼间 足足有数百魔神 密密麻麻 将夜晨 小黄 燕雨仙尊 剑无名等人围住 而后 空间法子震荡 一片古老的魔神战场 也被召唤了出来 横跟在虚空之中 夜晨等人 就站在这片魔神战场的废墟之上 雕虫小记 也想困住我 夜晨目光一寒 立即拔出荣渊天剑 准备破杀出去 以他目前的实力 一般百家境的强者 根本不可能困住他 而那魔童梦魇 只是百家境二层天而已 就算掌握灵字绝 真的战斗起来 夜晨十招内 可以斩杀取胜 但是 就在夜晨刚刚拔剑出来的时候 一股强大的排斥力 将他直接逼了出去 这股排斥力 竟然带有万须的法则意志 夜晨脸色一尘 被逼到了魔神战场之外 好在那股意志并不强 也没能伤害到他 烟雨仙尊与剑无名 也被逼了出来 两人脸色皆是茫然 在魔神战场上 只留下小黄和魔童梦魇两头巨兽 主人 小黄看到夜晨到了外面 便想飞身出去 但就在这个时候 那魔童梦魇身躯一闪 拦截在小黄面前 道 王族家的孽子 今天你别想走了 你是谁 小黄盯着那魔童梦魇 目光无比的警惕 那魔童梦魇哈哈一笑 道 我就是魔族家的圣子 北莽咒 对了 你从小被送走 没见过我 也不知道我的名字 你堂堂王族圣子 貌似连名字都还没有 你叫小黄 怎么起了一条狗的名字 也不怕丢了我北莽式的颜面 给我闭嘴 小黄无比愤怒 双瞳爆发红蓝的光芒 猛烈向着北莽咒扑沙而去 爪子有极为锋锐的寒芒暴射而出 神通还不错 可惜我得到羽黄谷地的赐福 你万万不是我的敌手 北莽咒呵呵一笑 往后飞退而去 同时林自觉开启 战场上空 一道古老魔神的身影 立即降临到他躯体上 并彻底融入他血脉里 哗啦 顿时 北莽咒的身躯 爆发出浩瀚的魔光 如古老魔神在临世间 魔危险化 破 北莽咒一爪子拍出 如泰山压顶一般 狠狠一爪 隔空击在小黄躯体上 扑吃 小黄张口喷出鲜血 被打得坠落在地 地面都凹塌下去 小黄 夜晨大惊 眉宇间怒火跳动 便准备持剑杀入战场 挽救小黄 轮回之主 我劝你不要乱动 北莽咒盯着夜晨 冷声道 这片魔神战场 与我血脉相连 我已定下规则 如果有梦魇神族外的人闯入 战场立即要爆炸 我固然是死 但你这条狗 只怕也要死 说着看了小黄一眼 夜晨脸色一沉 仔细感应一下 果然发现 这片魔神战场 其实相当于 北莽咒开辟出的 自在天世界 在这片自在天世界里 他已经立下规则 一旦有外人闯入 战场立即爆炸 他与小黄身处战场之内 都要跟着覆灭 夜晨内心微动 却依然想硬闯 就算战场爆炸 他也有把握 将小黄挽救回来 北莽咒似乎看出夜晨的心思 笑道 轮回之主 别轻举妄动 这是我与王族圣子的恩怨 轮不到你插手 你硬要插手 这片战场爆炸 最后会坍缩 掉落到失落时空里 你绝不可能挽救 说话之间 北莽咒爪子踏地 战场外的虚空 隐约有失落时空的一响 显化了出来 他果然没说谎 一旦战场爆炸 坍缩毁灭 最后会陷落到失落时空里 一切存在都要被淹没 你是想与小黄丹打独斗 夜晨沉声问 北莽咒资了呲牙 道 没错 我梦魇神族 分为魔族与王族 他是王族的圣子 而我 却是魔族的圣子 今日该是清算一切的时候 夜晨目光一寒 道 你身上有万须神殿的因果 你有羽黄谷地的赐福 算什么丹打独斗 北莽咒笑道 王族圣子 身负祖王血脉 底蕴远超于我 正好是公平 花音落下 北莽咒身躯暴然冲杀而出 兽形躯体人力而起 林自觉爆发 浑身咔嚓嚓作响 覆盖上了一层魔神战甲 之后 他彻底化身成古老的魔神 如一头凶悍的战将 形象彻底蜕变 只有一双漆黑的兽童 还能看出 他是魔童梦魇的身份 岩枪破天 震 北莽咒一声咆哮 林自觉施展之下 一杆巨大的长枪 从天而降 落到他手中 这杆长枪完全是岩石铸造而成 雄魂 沉重 不可一世 一枪镇压 他竟然想一枪将小黄钉死 小黄神色大变 北莽咒的修为 足足达到百家境二层天 超过他很多 而且又掌握着万须神殿的林自觉 他顿时陷入险境 局势非常不妙 远古精血 燃烧 小黄一咬牙 燃烧起自身的血脉 长久以来的修炼 他已经掌握了不少血脉的力量 虽然还没恢复祖王血脉的真正神威 但也非同小可 这一下血脉燃烧 小黄浑身顿时冒出了金光 在这股金光的加持下 他迅速顿时变得敏捷 纵身一跃 躲开北莽咒的攻击 碰 北莽咒的岩枪 深深轰击在战场地表上 顿时砸出了一个深坑 大地为之震荡 四野天空为之破碎 好 小黄一声嘶吼 双瞳阴阳光芒炸裂 扑杀到北莽咒面门上 爪子撕裂而下 你修为太差了 不是我的敌手 北莽咒冷哼一声 左掌狠狠拍出 带着魔神之威 砰的一声 将小黄击落在地 小黄再次吐血 浑身骨架爆响 不知碎了多少骨头 躺卧在地 却连爬都爬不起来 小黄 叶尘惊骇不已 想去救援 但这场战斗 却是北莽咒与小黄的生死搏杀 如果外人贸然闯入的话 却很可能导致战场的崩溃 王竹家的孽子 看来你父母给你的封印 今天是害死你了 北莽咒冷笑起来 小黄的祖王血脉 从小就被封印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今天的小黄 也不会如此狼狈 给我死吧 北莽咒指怕吃则生变 岩枪立即投掷而下 要当场格杀小黄 叶尘看到这里 再也忍耐不住 荣渊天剑紧握 准备不顾一切动手 现在小黄 都快要被杀死了 没有比这更坏的结果了 但就在这时 一尊应喜 犹如山月般 撕裂虚空 破天而降 落在小黄身前 刚好挡住了那岩枪的射杀 红军法宝 翻天印 北莽咒看到这尊应喜 顿时大海 却见那应喜雕龙画凤 金光浩瀚 外观雕饰极为璀璨璃 底部印着八个大字 红军福寿 万古无疆 这法宝 正是昔日 红军老祖亲手铸造的七宝之一 换作翻天印 有翻天腹地 颠倒宇宙之威 这翻天印一降临下来 立即保护住小黄 北莽咒惊骇之下 连连后退 却见天空风起云涌 金光浩荡 有两头巨兽 撕裂虚空出现 这两头巨兽 都是梦念神兽 外形与小黄 北莽咒一样 显然是血脉相通 他们的眼瞳里 闪烁着璀璨的金光 正气浩瀚 看这两头巨兽的模样 一词一雄 叶晨只看了一眼 就知道 他们是小黄的父母 北莽咒 你敢杀我儿子 那雄兽雷霆震怒 破空降临而下 与那雌兽一起 落到战场之中 他们都是梦念神兽 所以并没有出动规则 北莽消 北莽静 你们怎么来了 北莽咒惊骇不已 身躯发抖 甚至无法维持魔神的躯体 一个哆嗦 又变回了魔童梦念的模样 小黄看到那两头雌雄巨兽 血脉顿时诞生出一股 非常熟悉亲近的感觉 脱口而出叫道 爹 娘 这爹娘的呼声 宛如出自天城 丝毫也不显得制止 那两头雌雄巨兽 听到这呼唤 无比的欣慰与激动 眼眶里有泪水在打转 孩儿莫慌 为父保护你 小黄的父亲踏前一步 驱动翻天印 向着北莽咒杂去 北莽咒慌忙抽身躲避 目光一转 最后咬了咬牙 道 很好 算你们今天走运 我们以后再慢慢算账 他不敢再逗留下去 立即撕裂虚空顿头 毕竟 小黄的父母都来了 如果再打下去的话 他压根没有胜算 必死无疑 轰隆隆 而随着北莽咒顿走 这片魔神战场也在崩塌 甚至向着失落时空坍缩下去 小黄的父母 立即带着他飞来了出来 回到夜晨身边 主人 小黄重新见到夜晨 喜不自胜 奔到了夜晨脚边 夜晨松了一口气 摸了摸小黄的脑袋 道 没事了 那两头巨兽 看着夜晨 颇有些敬畏与震撼 那雄兽道 阁下便是轮回之主吗 久闻大名 今日得见遵犯 大事荣幸 夜晨道 前辈不必多礼 你是小黄的父亲吗 小黄 那雄兽微微一顿 随后释然道 正是 我叫北莽霄 乃是当今北莽市的长教 这是我夫人 也是小黄的母亲 说着看了看那头雌兽 那雌兽道 妾身北莽静 见过轮回之主 夜晨抱拳道 姓慧 姓慧 小黄道 爹 娘 那我的名字 又叫什么 直到今天 小黄才知道自己的身世 但他只知道自己出身北莽 却不知具体姓名 北莽霄眼瞳微臣 道 孩儿 当年你出生之时 觉醒了祖王血脉 气象太大 引起北莽魔族的觊觎 当时我们王族的势力 不及魔族 我只好将你血脉力量封印 穿过层层空间 将你送走 还没来得及给你起名字 顿了顿 他望向夜晨道 这样吧 轮回之主 你是小黄的主人 便给他起个名字了 目前小黄这个名字 只能算昵称 夜晨沉吟一会儿道 北莽氏的祖先 名为北莽太武 而小黄继承了祖王血脉 如天昊日 前程无量 便叫他北莽太好吧 北莽霄呢 难道 北莽太号 这名字不错 孩儿 你觉得呢 小黄喜道 可以 主人给我起的名字 我很喜欢 北莽霄道 嗯 名字关乎到自身气韵 马虎不得 你真名以后 便叫北莽太号 倒也不错 小黄的真名 就这么定下来了 叫北莽太号 夜晨道 小黄 两位前辈 我们先离开这里吧 我隐约之间 捕捉到了一丝 极为不安的感觉 此地不宜久留 天机捕捉之下 夜晨总感觉 此地非常危险 如果再逗留下去 说不定会发生什么危险 北莽霄微微汗手 似乎发现了什么 啊 应该是魔祖无天快到了 我们赶紧走吧 夜晨惊道 魔祖无天 难道他要来 原来这股危机的感觉 居然是魔祖无天带来的 北莽霄宁重道 我们夫妇降临于此 已经被魔祖无天察觉 他不会轻易放过我们 夜晨道 前辈与魔祖无天有恩怨吗 北莽霄道 道不是恩怨 只是我梦魇神族的祖地 在悬海边缘 魔祖无天 一直想找到进入悬海的办法 所以曾经多次发信给我们 微魄力诱 想逼我们说出悬海的进入之法 夜晨心中一动 道 悬海 北莽霄道 正是 黑暗近海除了外海内海外 还有一个悬海 传说是红军老祖的一滴眼泪所化 无比神秘 我梦魇神族的祖地便在悬海边缘 但具体如何进入悬海 我也不知 我们祖地只是在海边 夜晨道 魔祖无天此人 喜怒无常 还是不要轻易招惹他 我们走 说完 夜晨等人遇风离去 北莽霄在前面带路 啊 轮回之主 我带去北莽祖地看看 夜晨道 也好 北莽祖地在悬海边缘 而且是昔日梦魇之王的故乡 里面说不定有红军老祖残留的机缘 夜晨倒是很有兴趣去看看 如果能得到北莽式的助力 他对抗万须 也能多一分把握 众人一路向北 小黄初次与父母团聚 自是不胜欣喜 夜晨也为他感到高兴 一路向北飞行 众人即将要飞离外海的地界 但就在这时 前方的虚空 突然一阵雷霆震荡 然后黑气暴涌 一朵朵漆黑的莲花 在天海间绽放 无数莲花绽放之间 又有千万只黑色蝴蝶 哗啦啦飞舞而起 极为绚丽壮观 千叠起舞 魔祖无天 北莽霄与北莽靖夫妇 顿时神色大变 一口同声惊呼 却见漫天黑色莲花绽放 蝴蝶飞舞之间 一道身影 渐渐浮现出 那是个中年男子 一身黑袍 长发披散 端坐在一座黑色莲台上 神情淡漠如水 永恒的冷峻 正是魔祖无天 此刻的魔祖无天 周身有一只只黑色蝴蝶幻化 身形须须伏伏 朦朦胧胧 明显只是一缕分身 但在这分身背后 却悬浮着一颗天珠 那天珠 镌刻着千万只蝴蝶的图腾 非常瑰丽壮观 这是 夜晨看着那颗蝴蝶珠子 顿时惊愕 北莽霄道 是魔祖无天的法宝 千叠天珠 千叠天珠 夜晨眼瞳微微收缩 也捕捉到了天机 原来千叠天珠 便是三十三天太上神器 十大天珠之一 到了这一刻 传说中的十大天珠 夜晨已经全部见识过 分别是武神天珠 斗神天珠 方舟天珠 金哲天珠 秀冬天珠 鹰种天珠 灵须天珠 崇阳天珠 望书天珠 千叠天珠 上次魔祖无天降临的时候 也是一道分身 但当时他没带法宝 而这一次 魔祖无天居然动用了法宝 明显来意不善 魔祖无天嘴角带着冷漠的笑意 扫射全场 望了望夜晨 又望了望北莽霄夫妇 最后 他的目光落在了北莽霄身上 笑道 北莽霄 好久不见 话音落下 魔祖无天身后 风暴震荡 一道道强大的身影 浮下而出 足足有数万人 这数万人 大多身穿黑色铁甲 威武腾腾 显然是救日盟大军 数万人齐齐降临 不发一言 均荣整肃 气息阴沉冷迹的下人 给人一种无比巨大的威压 在救日盟大军前 是十几个救日盟的高层 或重要人物 哲天摩帝 与黄雅飞 洪轩等人 都在其中 叶辰刚与遮天摩帝 道别不久 此时又重新见到他 两人四目相望 都是沉默 遮天摩帝身不由己 甚至想给叶辰暗中提示 但最终 都被无天破坏 现在他们立场不同 阵营各异 却是不能随便交谈 而现在魔祖无天降临 明显不是冲着叶辰来的 而是冲着小黄的父亲 北莽霄而来 北莽霄的修为 达到百家境四层天 而且只长着翻天印 实力着实强悍 魔祖无天真身 不能轻易降临 因为旧日法则 与当今时代冲突 一旦离开旧日盟的道场 他会无比难受 所以 他降临下来的 只是一道分身 只有一道分身 面对北莽霄 他自然无比慎重 足足带了数万大军过来 而且自己 也带了法宝 北莽霄看到那数万大军 已经铁桶般 将他与夜晨等人围住 顿时目光一沉 道 魔祖无天 你想做什么 魔祖无天微微一笑 道 没什么 北莽霄 我无意与你们北莽市为敌 只是想向你 探听一点小事 北莽霄道 什么事 如果你想问 进入玄海之法 我还是那句话 我也不知 魔祖无天道 你们北莽市祖地 就在玄海边缘 你镇守那地方十几万年 怎么会不知道 踏入玄海的办法 我看你是想独吞 玄海的机缘 萧老弟 我劝你一句 吃毒食 没什么好下场 北莽霄道 我真不知 而且玄海到底存不存在 还难说得很 我们在海边 只是看到海市渗楼罢了 梦境般的存在 魔祖无天目光一寒 力声道 怎么不存在 传说万物母剑爵 和荆棘王冠 就在玄海里面 你不肯说出入海之法 肯定是想独吞这两门九天神术 听到魔祖无天的质问 北莽霄脸色 顿时变得无比难看 万物母剑爵 荆棘王冠 叶辰听到魔祖无天的话 心中一动 隐约之间 也是捕捉到一缕天机 这缕天机 关乎到九天神术 有两门九天神术 传说就在玄海里面 分别是 万物母剑爵 荆棘王冠 万物母剑爵 相传是红军老祖 为了悼念王七 创造出的一门剑法 此剑法有造化万物 郁郁一切的大气象 而荆棘王冠 则是九天神术里面 最为特殊的存在 这九天神术 其实是一尊王冠 由天地太初诞生出的 荆棘编织而成 谁能戴上这王冠 谁就可以执掌 荆棘杀伐的力量 非常的厉害 而传说万物母剑爵 和荆棘王冠 都在玄海之内 玄海里蕴含的机缘 可想而知 有多么丰厚 如果谁能踏入玄海 并得到那两门九天神术的话 足以逆天改命 九天神术 一共就只有九门 每一门都无比珍贵 随便练成一门 都可以雄霸天下 就日盟与万须神殿 恩怨争斗严重 魔祖无天实力 稍逊于羽黄古地 如果最终开战 多半是难以取胜 而想战胜羽黄古地 这两门九天神术 却是关键所在 所以 这数万年间 魔祖无天不止一次 威迫利诱 要逼北莽霄说出 进入玄海的办法 但北莽霄却是无奈 因为他真的不知道 可惜魔祖无天不信 甚至 魔祖无天还以为 北莽霄想吃毒食 独霸那两门九天神术 魔祖无天 你不要逼人太甚 我们夫妇真不知道 北莽霄也是开口 道 魔祖无天哈哈大笑 道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 你们夫妇野狼之心 人尽皆知 你们一个 想执掌荆棘王冠 一个想执掌万物母剑爵 夫妻双神合璧 重现北莽荣光 天下无敌 等到那时候 我的位置 都要让给你们了 夜沉脸色一沉 看来魔祖无天 与北莽霄夫妇之间 误会实在太深了 已经无法化解 也是 就算换作夜沉 也很难相信 北莽霄夫妇 会不知道入海之法 毕竟 北莽市的祖地 就在悬海边缘 悬海里有两门九天神术 触手可及 匹夫无罪 怀避其罪 现在北莽霄夫妇 正是怀避之人 遭到了魔祖无天的觊觎 两门九天神术 这今天的机缘 没有人能够抗拒 像魔祖无天这种高手 当时排名前三 一般的武道神通 兵器法宝 对他已经没有任何提升作用 这种逆天的神通 才能引起他的欲望 况且 魔祖无天是著名的武痴 非常痴迷武道 足足两门九天神术 他岂能抗拒 北莽霄晨声道 魔祖无天 我再说一遍 我真不知入海之法 如果能进入悬海 我北莽市早就搬进去了 怎么还会滞留到今天 魔祖无天呵呵一声冷笑 道 你们掩人耳目罢了 背地里趁人不注意 肯定偷偷进入悬海 妄图窃取九天神术的机缘 但你们气韵浅薄 德不配位 始终没资格执掌九天神术 倒不如乖乖说出来 我不会亏待你们 北莽霄怒道 不可理喻 你非要如此误会 那我也没办法 请你立即让开 我北莽市族 不想与你们旧日蒙冲突 说着 北莽霄祭出了一尊金色应喜 正是翻天印 呵呵 翻天印 红军法宝 果然气象森严 魔祖无天看着那翻天印 赞许一笑 然后冷冷道 可惜 你气韵太差 发挥不出这法宝的威力 我给你一个机会 立即放下法宝投降 说出进入悬海的办法 我可奉你为做上兵 若你执迷不悟 别怪我无情 他话音一落下 周围数万大军 立即踏前一步 拔出兵刃 祭出法宝 一副杀气腾腾的模样 还有羽皇雅飞 红轩等人 也拔出长剑 叙事待发 只有遮天磨地 紧皱着眉头 垂手不动 北莽霄道 你真要撕破脸皮 魔祖无天 你真当我北莽是无人了 你只有一道分身 也敢如此欺负人 魔祖无天喝道 你始终执迷不悟 自寻死路 那也怪不得我 千叠天珠 给我镇压了 魔祖无天 如年华般一弹指 身后千叠天珠 飞射而出 漫天黑色蝴蝶 骤然如暴风般起舞 向着北莽霄角杀而去 北莽霄眼瞳收缩 呼吸窒息 只觉无比的压力 这压力 不只是魔祖无天的威压 还有那数万大军 带给他的压力 翻天印 破 北莽霄驱动法宝 金色印象猛然震落下去 一缕缕鲜光 如汉海般爆发 碰 那千叠天珠 与翻天印激烈碰撞到一起 顿时震起今天的波澜 北莽霄却是当场吐血 身躯连连后退 夫君 爹 北莽竟与小黄大惊 急忙冲到北莽霄身边 却见他与魔祖无天交锋 只一回合 就被震得重伤吐血 金色的兽童失去神光 哈哈 北莽霄 你可能不知道我的厉害 我就算是一道分身 要杀你 也是易如反掌 我的修为境界 已差不多到了现实的大圆满 也就是无量的境界 你如何是我的敌手 魔祖无天仰天大笑 笑声里充满豪情与自傲 五道修为的最高境界 名为无量境 也就是传说中的无量天君 无量的意思 就是一切时空 一切法则 都永恒逍遥 自在不朽 永生不灭 万劫不磨 这个境界 也是现实所能达到的最巅峰境界 核心就是不朽 一个念头可生灭万界 轻浮宇宙 非常的厉害 目前当时三大高手 羽黄古帝 太上天女 魔祖无天 都是无量境后期 其中 羽黄古帝站在最巅峰 其余剑神老祖肖星河 红家祖先红春秋 风家老祖风帝君等人 大部分是无量境前期 刚刚踏入混源不朽的门槛 无量境再进一步 那就是传说中的无无了 无无境界 非常的神秘 甚至连虚无都不存在 无人能够达到 魔祖无天的实力 虽然远远还没窥见无无 但已经是无量的后期 真正的无量天君 他就算是一道分身 想要击杀北莽霄 那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叶辰眼见魔祖无天如此狂傲 也是无法忍耐下去 道 魔祖无天 我来领教领教你的高招 八步浮屠气 话音落下 叶辰手掌一握 一尊宝塔出现在他的手心 这尊宝塔 足足有千层之高 气象无比辉煌 有日月宝轮 佛门法骨 金罗宝状 金刚柱 狭踩万丈 弥漫出阵阵恢弘的佛唱 这是鸿蒙元术 八步浮屠气 在修为突破道还真近七层天 而且轮回六道法则圆满后 叶辰实力突飞猛进 这一手八步浮屠气 威力与气象远胜以往 哦 轮回之主 你居然能突破 我的精神轻法 魔祖无天看到叶辰出手 微微有些惊讶 要知道 他此前曾亲自出手 教训过叶辰 给叶辰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 但现在 看叶辰永汉无敌的模样 明显精神创伤已经痊愈 千叠幻武 魔佛显化 眼看叶辰浮屠宝塔杀来 魔祖无天再一弹指 千叠天珠绽放出阵阵魔光 那魔光凝炼之间 化作了一尊魔化巨佛 轻面獠牙 无比猙獰恐怖 那魔化巨佛 手掌一拍 如碾爆天地般 一掌轰在叶辰的浮屠宝塔上 哇 叶辰的浮屠宝塔 顿时震荡 但并没有被轰飞 却见叶辰紧咬牙关 身后有轮回六道的圆盘虚影显化出来 在轮回伟力的加持下 这浮屠宝塔 便是挡住了魔祖无天分身的一击 很好 很好 居然能挡住我随意施展一招 你进步果然迅猛 魔祖无天点点头 也是赞赏不已 如果换作以前 叶辰连他一招都戒不下来 现在能接住一招 已经是非常巨大的进步 北莽肖夫妇也是一阵惊讶 没想到叶辰这么的厉害 要知道 即便是北莽肖 足足百家境四层天的强者 都挡不住魔祖无天一击 但叶辰却接下来了 你是魔帝的朋友 我不杀你 你们走吧 魔祖无天却没有再打下去的意思 屈指一谈 叶辰 剑无名 燕羽先尊 小黄 北莽靖等人身下魔器涌荡 凝聚成一朵黑色莲花 这一朵朵黑色莲花 在着他们远远飞出树里之外 而在魔祖无天面前只有北莽肖留下 小轩带走北莽肖 准备押去灭神一荒 充当狩猎大会的猎物 魔祖无天淡淡一吩咐 站在他身后的红轩立即出列应道 是 当下红轩飞到北莽肖身边 掏出一张符罩 那符罩幻化成一个黑色的莲花牢笼 将重伤之下的北莽肖关押了进去 爹 小黄看到这一幕 大惊呼叫 叶辰也是脸色一沉 看着红轩那柔弱的身影 思绪颇为复杂 他以前与红轩关系也算不错 拿想到 如今竟然反目 对方还投靠了魔祖无天 叶辰想去救援 但眼前却如有一层无形的屏障 他无论如何 都无法前进一步 明显是魔祖无天的手段 魔祖无天笑道 轮回之主 你想挽救北莽肖的话 那就来参加我的狩猎大会吧 我允许你特别参与 不需要狩神令 狩神令 是参加狩猎大会的特殊信物 而现在 魔祖无天直接说 叶辰不需要信物 也可以参加 叶辰咬了咬牙 明显感到魔祖无天的阴谋 碍于遮天魔地的面子 魔祖无天不好 亲自动手杀死叶辰 所以是想借助狩猎大会 要叶辰进去狩猎 狩猎大会在灭神一荒举行 那地方非常危险 如果叶辰陨陨落于此 那只能怪他五道不惊 倒也不能将因果算到魔祖无天头上 这一步棋 是注定终结叶辰命运的死期 叶辰自然看出了魔祖无天的心思 不由地咒骂一声 卑鄙 魔祖无天抓捕北莽霄 就是要拿去当诱饵猎物 逼叶辰参加狩猎 哼 这不是什么卑鄙 北莽霄执迷不悟 意图独吞万物母剑爵 与荆棘王冠 我给他当作上兵的机会他不要 非要当阶下囚 那也怪不得我 魔祖无天 依然挂着胜利者的微笑 凝视着叶辰道 狩猎大会在一个月后开始 那么 轮回之主 我在灭神一荒等你 我们走 说吧 魔祖无天一招手 带着麾下数万大军 还有遮天魔地等人 转身撕裂虚空离开 爹 小黄高声呼喊 刚与父亲相认 此刻又要分别 他内心自然无比愤怒与悲痛 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并非北莽霄的儿子 但继承了三滴太古一种的精血之时 他便蜕变成了真正的双瞳梦眼 孩儿 北莽竟叹息一声 与小黄相依在一起 却也无计可施 小黄道 主人 你要去参加那狩猎大会吗 叶成沉吟一会儿 北莽霄被抓走 他自然要想办法去救 但这狩猎大会 他不知道底细 如果贸然踏入的话 很可能有陨落的危险 先看看再说 总之 我不会让你父亲出事 叶成道 哗啦啦 就在这时 天空乌鸦起舞 乌鸦簇拥间 一道身影降临下来 却是遮天魔地 魔地前辈 叶成看到遮天魔地 去而复返 一阵惊讶与喜悦 小子 对不住了 我帮不到你 遮天魔地来到叶成身边 欠一道 刚刚魔祖无天抓捕北莽霄 遮天魔地也只能看着 无法插手 叶成道 没事 我知道你的难处 遮天魔地道 魔祖无天算盘打得好 他不愿沾染因果 所以抓了北莽霄做猎物 是要逼你去参加狩猎大会 叶成道 你说那狩猎大会 在灭神一荒举行 这个灭神一荒 是什么地方 遮天魔地道 是以前天舞仙门的一个遗迹之地 叶成道 天舞仙门 遮天魔地恩了一声 道 是的 天舞仙门 就是旧日之主和魔祖无天 以前曾经所在的门派 在旧日时代 天舞仙门乃是巨无霸般的存在 正派至宝有两件 一件是天舞卧龙精 另一件是排名第一的太上神器 后来十大老祖飞升 杀死了旧日之主 也灭掉了天舞仙门 而这个灭神一荒 正是天舞仙门昔日的遗迹 叶成恍然大悟 原来是天舞仙门的遗迹吗 遮天魔地道 黑暗近海有十大遗迹之地 灭神一荒排名第十 也是魔祖无天掌控之地 虽然这地方排名末尾 但里面极其凶险 魔祖无天抓了很多太古神兽 饲养在里面 叶成道 魔祖无天也抓捕神兽 遮天魔地道 是的 万须神殿以前开辟古幽海城 抓捕神兽 其实魔祖无天早就知道了 他也抓了不少神兽 准备对抗 不过后来安铁星叛变 这对抗也失去了意义 甚至 魔祖无天还从安铁星手里 购买了不少神兽 提到安铁星 遮天魔地满脸的鄙夷 当年羽皇古帝抓捕神兽 好歹是为了对抗救日盟 还算有点野心 但这个安铁星 只是顾着自己势力与享乐罢了 很多强大的神兽 都被他直接交易出去 当然 这也算是一个投名状 如果不将那些强大的神意 出去的话 他很可能要被魔祖无天惦记 后果不堪设想 遮天魔地接着道 在灭神遗荒里面 还有九头旧日时代的神兽 是天舞仙门留下的 这九头神兽最危险 隐藏在灭神遗荒最深处 魔祖无天的计划 就是借助那九头旧日神兽的力量 将你杀死 夜沉心中一动 那狩猎大会的奖品呢 又是什么 遮天魔地道 在狩猎大会之中 脱颖而出的人 可以加入旧日盟 而且可以获得一页天舞卧龙精 天舞卧龙精 夜沉心脏顿时紧缩 难以相信 遮天魔地道 没错 魔祖无天手上 有一页天舞卧龙精的书页 今年的狩猎大会 他甚至将天舞卧龙精 都拿了出来 当作是奖品 夜沉自然知道 天舞卧龙精的价值 道 这奖品 可真是有够丰厚的 遮天魔地道 的确如此 不过比起奖品 北莽霄的性命更为重要 夜沉心中一领 想起了小黄的父亲 道 没错 当务之急 是想办法将小黄的父亲救出来 魔地前辈 你看我的实力 有可能通过狩猎大会 遮天魔地道 当然可以 唯一的危险 其实就是 那九头神兽 它们感应非常敏锐 如果发现了轮回的气息 会不惜一切代价攻击你 但只要你隐秘气息 不被它们发现 要通过狩猎并不难 夜沉道 要怎样才算通过狩猎 遮天魔地道 很简单 活下来就行 夜沉呆了一呆 道 就这么简单 遮天魔地道 对一般人来说 可一点都不简单 这狩猎大会 也叫狩神大会 是一场猎杀神兽的考核 但那些神兽 无比强悍 特别是那九头旧日神兽 更是凶猛 想要在考核中活下来 哪里有这么容易 每次狩猎大会 死亡人数都超过三成 而活下来的人 也至少有三成 断肢残腿 经脉断裂 沦为废人 最后能真正加入旧日盟的 少之又少 而想获得奖励 还需要额外看 猎物的数量与质量 夜沉皱眉沉思 听完遮天魔地的一番话 对于这场狩猎大会 他算是有初步的认识 参加狩猎的 共有多少人 夜沉又问 遮天魔地道 参加狩猎 需要一种叫狩神令的信物 魔祖无天总共发了一百枚 大部分名额 都被黑暗进海底的门发势力 内定的 我也有一枚 但是是绑定的 无法给你 夜沉道 魔祖无天不是说了 我不需要狩神令 也能破格参加吗 遮天魔地摇了摇头 道 你如果受他恩惠 那就欠了他人情 因果不好还清 最好还是按照规矩办事 自己想办法去夺取一枚寿神令 夜沉道 我去哪里夺取 遮天魔地道 据我所知 这一百枚寿神令里 有三枚是无主之物 在黑暗进海的地狱道场 那地狱道场 准备举办三次无规则的杀戮 有近千位强者争夺 每轮只能活着一人走出 而这个唯一的圣者 将会得到寿神令 夜沉道 千人净杀 规则有点残酷啊 遮天魔地笑道 不残酷的话 也不叫地狱道场了 你可以去试试 我想以你的实力 除非那些隐藏在背后的老妖怪出手 否则 无人是你的敌手 夜沉道 我考虑考虑 遮天魔地道 不用考虑 按规矩办事最好 没必要欠魔祖无天的恩情 这是地狱道场的地图 你最好这几天内过去看看 无主的寿神令 只有三枚 如果去晚了 很可能就要被人抢走了 说着 遮天魔地掏出了一份地图 交给夜沉 夜沉收下地图 应道 好 遮天魔地点点头 道 嗯 那我先走了 我不能逗留太久 毕竟我们如今 属于不同的阵营 哎 真是造花弄人啊 说到最后 遮天魔地仰天叹息一声 显然也没料到 竟然会有一天 他与夜沉站在敌对的阵营 遮天魔地撕裂虚空离开了 夜沉拿着地图 在原地久久不语 小黄 北莽静 燕羽先尊 剑无名等人围了上来 都是沉默着 凝望着他 过了半晌 夜沉笑了一笑 道 放心 我没事 这次狩猎大会 我会参加 他目光望着小黄 小黄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将你父亲救出来 小黄激动道 多谢主人 北莽静深感担忧 这次我夫君被抓走 连带翻天印也失去了 万一翻天印被魔祖无天抢夺 那我北莽是王族 可就麻烦了 北莽是分裂为王族与魔族 翻天印是王族的镇族之宝 如今失落 只怕魔族那边要蠢蠢欲动 夜沉向着北莽静道 前辈请放心 我跟你回一趟祖地 有我在 想来那些魔童梦魇 也不敢闹事 他这番话说的风轻云淡 实则上是豪气甘云 北莽静眼睛一亮 他自然知道夜沉的厉害 有夜沉守护的话 那北莽士族 可赞得安宁 好 多谢轮回之主 那么 我们先回北莽祖地吧 北莽静向着夜沉道谢 夜沉点点头 当下便带着燕羽先尊 见吴明等人 跟随着北莽静 前往北莽氏的祖地 一路上 夜沉也从北莽进口中 得知当年的真相 原来当年 北莽氏王族与魔族 争斗剧烈 为了保护小黄安全 北莽静夫妇 只能将他送走 而且还封印了他的血脉 封印血脉 其实也是无奈之举 一则是为了隐秘小黄的气息 免得被魔族的人发现 另一方面 祖王血脉太过强大 如果太早爆发 很可能让小黄直接暴体 所以 封印血脉 可以压制住祖王血脉的异动 让小黄一步步修炼突破 自己解开 最终彻底掌握祖王血脉的能量 重现梦念之王的辉煌 上一世的小黄 并未完全觉醒 前世的轮回之主 陨落之后 便开始布局 后来化为三滴血脉之史 再从昆仑须开始 一步步逆天而行 蜕变成如今的样子 按照之前地狱魔神的说法 此刻的小黄 其实并不算北莽静的孩子 他已经成为独立的个体 但却因果相连 北莽静也是得知了这一切 固然有些意外 但北莽静却依旧坚信 小黄是他的孩子 毕竟如今的小黄 便是那双瞳梦眼 众人一路飞行 很快来到了北莽市的祖地边缘 北莽市的祖地 位于外海与内海的交界处 是一座巨大的海岛 上面有许许多多参天古树 还有一大片宁静的沙滩 不少年幼的梦眼神兽 在沙滩上嬉戏 而在树林之中 却又有不少强大的猛兽身形 在闪烁穿梭着 北莽静将叶晨等人 带到了祖地边缘 却没有让众人立即登道 他向叶晨道 轮回之主 你和小黄在这里等候 我回去与族内的长老高层 商量一下迎接之事 排场礼数可不能失了 叶晨点头道 好 当下 叶晨与小黄等人 在原地等候 而北莽静 则遇风降落下去 准备迎接之事 等候之间 叶晨抬头望天 却看到无比闺丽的一幕 在北莽市的祖地 是有阳光照耀的 而此刻 在阳光之下 天空却悬浮着一片大海 没错 在那天空之中 居然悬浮着一片海 蔚蓝的颜色 哗啦啦的海浪翻腾着 海水悬浮 却不掉落下来 只是海水有雾气环绕 看不真切 朦朦胧胧之间 叶晨看到这片天海 有大殿楼宇 猪公被雀等等 还有许许多多的金鱼 章鱼 海星 珊瑚 珍珠 礁石等等 各种海洋的生物与景象 绚人耳目 场面犹如海市渗楼般梦幻 这片天海 便是传说中的悬海吗 叶晨眯着眼睛 看着悬浮在天的海洋 也捕捉到了一丝天机 这片天海 的确就是悬海 传说是红军老祖的 一滴眼泪所化 万物母舰爵 与荆棘王冠 这两门九天神术 就隐藏在悬海之中 北莽氏祖先 北莽太武 也就是梦念之王 昔日服侍在红军老祖坐下 所以 这片北莽祖地 契机与悬海相通 可以留存在这里 如果是普通地方 在悬海的法则笼罩下 很可能直接崩塌了 地脉根本承受不住压力 想到足足有两门九天神术 在悬海之中 叶晨都想立即进入悬海 去一探究竟 心念闪动之下 叶晨干脆飞了起来 想进入悬海看看 但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叶晨飞到高空 他的身躯 居然直接穿过了悬海 悬浮天空的海洋 宛如只是海市蜃楼 根本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 人一穿过去 就是穿过空气 不可能进入 这片悬海 到底是真是假 真的存在吗 叶晨惊讶不已 仔细感应捕捉 却捕捉不到一点一样的气息 这悬海明明就在他眼前 但他感应之下 却仿佛感应到空气 什么都不存在 即便魔祖无天来了 也不可能进入悬海 这地方 果然有古怪 叶晨脸色一沉 也看不透悬海的底细 就在这时 下方海岛传来一阵 敲锣打鼓的声音 还有阵阵鲜光涌现出来 北蟒王族的迎接到了 叶晨低头一看 却见数十头梦魇神兽 腾云驾雾而起 雾气里花雨缤纷 一道道宛如琉璃的彩虹 横贯南北东西 云征霞位 云海里又涌荡出香气 如莲花 如射香 如清潭 而在这数十头梦魇神兽身边 是一个个人族的强者 身穿战神般的辉煌甲咒 只掌仪仗 仪仗队伍后方 有敲击锣鼓 敲击鼓中的欢迎之声传出 宫迎轮回之主 圣子北蟒太好罚驾归来 在队伍的前方 一个老者高声吟唱 北蟒是在这片海岛上 繁衍十数万年 早已与人族通婚 故此 梦魇神族内 人族数量并不少 只是像小黄这种嫡系血脉 是绝对的纯净 就是梦魇的血脉 没有人族参与 而随着那老者的吟唱 四周的鲜光狭彩 彩虹梦幻 气象更为归丽 中古之声也更为嘹亮热烈 北蟒静带着诸多王族高层 驾着红桥 来到夜晨与小黄面前 他凝望着小黄 颇有些激动道 孩儿 欢迎回家 娘 小黄自然也是无比的激动 这北蟒祖地 正是他前世诞生之地 他如今重返 许多血脉记忆也跟着复苏 血脉的能量进一步强大 浑身有金光弥漫出来 伤势在迅速复原 在北蟒静与诸多王族高层的接应下 夜晨与小黄正式登岛 进入北蟒祖地 烟雨先尊与剑无名跟随在后 若到祖地森林之中 却见森林里修筑着许多猛兽巢穴 还有人族居住的乌语 夜晨是轮回之主 而小黄是北蟒式王族的圣子 两人归来 自然引发了巨大的震动 无论是王族的成员 还是魔族的成员 都赶出来观看 道路两旁 是魔童梦魇 也就是魔族的成员 在很早以前 梦魇神族就分裂了 有部分成员 为了追求更强大的力量 选择入魔 所以 目前梦魇神族 划分两个对立的阵营 就是王族与魔族 夜晨为了显微 直接使出轮回道法 他的背后 有轮回之盘的虚影显化出来 而在那轮回之盘的虚影里 又有轮回天国的异象 浩瀚的天国疆土 亿万子民顶礼膜拜 诸多世界在夜晨周身环绕盘旋 他宛如万界之主般 无比的辉煌 轮回法则凝聚之下 化作了一细轮回法袍 披在夜晨身上 这细轮回法袍 刺绣着轮回六道的图腾 漆黑深沉 有刀山火海 恶鬼地狱的奇异景象 又有天人五行 大到至高的浩瀚气象 绚人耳目 小黄跟随在夜晨身边 也得到一丝轮回气息的笼罩 金光万丈 锐气喷勃 双瞳红蓝之色璀璨 如阴阳大到交织 道路两旁 那一个个魔童梦魇 魔族之人 看到夜晨与小黄的气象 皆是无比吃惊 这人就是轮回之主吗 轮回的道法 果然气象惊人 他虽只有还真静七层天 但要是巅峰对决 只怕连普通百家境的强者 都要败在他手下 有轮回之主在此 我魔族想要崛起 只怕难比登天 诸多魔童梦魇 带着忧虑之色 无比警惕看着夜晨 夜晨带给他们的压力 实在太大了 让他们大气也不敢喘 本来北莽肖被抓 翻天印失落 正是魔族的崛起机会 但有夜晨在此镇压 却是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还有小黄的气象 也是不容小觑 北莽王族圣子回归 王族气运有了传承镇守 想要轻负 更是难比登天 而与魔族相反 王族这边的成员 则是欢呼雀跃 高兴不已 口出颂词 欢迎夜晨与小黄的回归 夜晨看着周围成员的反应 暗暗点点头 心想 看来是没什么大问题了 有他的压制 魔童梦魇这边 显然也不敢放肆了 危机暂时解决 迎接仪式完毕 夜晨与北莽静 王族高层等人 又寒暄一阵 再商量一些狩猎大会的细节 便在祖地安顿下来 在祖地中休息一晚 夜晨便向北莽静与小黄告别 道 小黄 你留在祖地里 好好陪伴你的母亲 我要去地狱道场一趟 一百枚寿神令 只有三枚是无主之物 就在地狱道场 夜晨自然要过去看看 能夺取到寿神令 自然再好不过了 不用受无天的恩惠 如果抢不到的话 那夜晨就直接去参加 反正这狩猎大会 他是不会错过 因为 小黄的父亲北莽霄 被当作了猎物 他不去救援的话 北莽霄随时 都可能被参会者杀死 小黄婆有些不舍 道 主人 你要走了吗 夜晨眸子一鸣 淡淡道 嗯 时间紧迫 你不用担心 我一定会救你父亲出来 小黄道 多谢主人 道别完毕 夜晨便带着剑无名 燕与仙尊离开 出发前往地狱道场 燕与仙尊道 尊主 狩猎大会我就不去了 我现在想去寻找 阴阳神殿第二众的总坛 夜晨心中一动 道 好 你去吧 如果找到了 就通知我一声 阴阳神殿第二众的总坛 夜晨也很想知道在哪里 让燕与仙尊去寻找 自然再好不过了 当下燕与仙尊 留下一张传讯符照给夜晨后 便御风离开 夜晨向着剑无名道 无名 你跟我一起去狩猎吗 还是回帝心域 剑无名想了一会儿 道 灭神一荒 终究是就日盟的地盘 我不想和魔祖 无天有任何瓜葛 狩猎就不去了 何况拿不到寿神令 想去也没办法 但那地狱道场 我倒是想去看看 夜晨道 哦 是吗 剑无名道 遮天魔地不是说了吗 地狱道场 要举办三次无规则的杀戮 从千位强者里挑选出三人赐予兽神令 每轮只能活着一人走出 我倒想去历练一番 说到最后 剑无名舔了舔嘴唇 颇有些嗜血的模样 那地狱道场的规则 倒是很适合他 夜晨道 杀戮战斗以后不会少 但这地狱道场 规则太过凶险 你还是不要轻易设计为好 剑无名道 先去看看再说吧 夜晨恩了一声 便拿出遮天魔地给他的地图 照着地图上的指示 往地狱道场而去 这份地图 除了标注了地狱道场的位置外 背面还有一些简单的情报 是旧日盟里的一些人员信息 势力分布等等 这些情报都是公开的 遮天魔地怕夜晨不知道 所以一并给了他 地图上面 有许多旧日盟护法的分封地带 势力范围等等 遮天魔地都一并标注出来了 而那地狱道场 并不是旧日盟的势力 而是由内海的几个商会 联合建立起来的 实际上是一个困斗之场 平日舞者间决斗 公大人物们观看曲乐 最近因狩猎大会将至 所以三眉五主的兽神令 安排在地狱道场进夺 地狱道场的位置 在黑暗近海的内海 黑暗近海实在太大了 从外海飞去内海 再去地狱道场 不知要多久 夜晨语剑无名 为了节省时间 也顾不得法子的压力 直接撕裂虚空 降临到地狱道场外 固然撕裂 但对两人造成的附和 也是不小 夜晨想起了灵儿 也不知 这块华夏轮回悬碑 何时苏醒 一旦苏醒 自己觉醒神脉 恐怕撕裂虚空会容易得多 夜晨 谨慎起见 你还是隐秘身份为好 就在这个时候 夜晨脑海之中 却传来了玄寒玉的声音 哦 听到玄寒玉的建议 夜晨目光微微一宁 玄寒玉道 这场狩猎大会 背后有不少眼睛盯着 谨慎点总归没错 你按照我这药方 炼制一昧丹药 可彻底掩盖轮回的气息 不会被外人察觉 甚至无天也不一定能发现 说着 玄寒玉射出一道灵光 灌入夜晨的脑海 哼 顿时 夜晨脑海里 浮现出一张药方的秘法 玄寒玉传授给她的药方 叫隐天神丹 级别是无上元丹 可以隐匿气息 遮掩血脉 嗯 我知道了 夜晨轻轻点头 手掌一握 灵光汇聚 天地间的灵气呼啸而来 在她八卦天丹术的炼制下 直接变化成了两颗丹药 一般丹药可以凭空炼化 单纯依靠天地灵气 都可以炼丹 不需要用任何材料 当然 如果要更高品质的丹药 还是要材料的辅助 不过现在隐秘气息 一般丹药就够了 无明 这是隐天神丹 可以隐秘气息 你也吃一颗 夜晨将一颗隐天神丹 交给剑无明 自己服下了一颗 在服下隐天神丹后 夜晨身上气息 立即收敛 宛如一个普通人般 而剑无明 吃下丹药后 那股嗜血凶利的气息 也是收敛了起来 但毕竟断臂 模样看起来 倒也不似普通人 夜晨又戴上了 一个古怪的面具 这样可以更好地掩饰自己 做完了这一切 夜晨这才带着剑无明 进入地狱道场 这个地狱道场 外观看起来 像是一个斗兽场 圆形的建筑 圆周长能有几百米 围墙高达五六十米 非常的壮观 足以容纳几万人观看 夜晨带着剑无明 来到地狱道场的入口 这里 却有一个强者在镇守 修为达到太真镜后期 那镇守强者看着夜晨两人 道 你们是来参加地狱试炼的吗 夜晨道 正是 那镇守强者道 地狱试炼 共分三场 第一场今天举行 已经不能再报名了 夜晨道 那剩下两场 那镇守强者道 后天会再举行一场 你们想参加的话 现在可以报名 但千人尽杀 极其残酷 圣者可以拿到一枚兽神令 败着只有陨落的下场 你们想清楚 夜晨道 没问题 替我们报名吧 他叫剑无名 我叫 夜晨天 仔细盘算之下 夜晨最终还是使用化名 而且是以前用过的夜晨天 夜晨天这个名字 在狱外倒是没怎么使用 恐怕黑暗近海的人也不了解 那镇守强者道 夜晨天 你名字杀气倒是挺重 也不怕天理责罚吗 哼哼 不过想报名的话 年龄需要在千岁以下 只有千岁之下的五道天才 才能参与试炼 说着 那镇守强者 取出了一块金色的镜子 显然是测试人年龄的法器 夜晨手掌按在镜子上 镜面顿时显现出了他的年龄 不足百岁 那镇守强者大惊 原来你竟不足百岁吗 修为如何 可别网送了性命 因夜晨服用了隐天神丹 外人也看不出他的修为底细 夜晨微微一笑 道 无妨 你替我报名即可 那镇守强者恩了一声 便替夜晨登记 又望向剑无名道 那你呢 剑无名脸皮扯动一下 道 我已超过千岁 可惜 他想在地狱试炼里 魔力生死杀伐 可惜年龄已经超过了要求 那镇守强者道 超灵的话 不允许参加试炼 但你可以观战 剑无名点头道 也好 夜晨道 没事 以后战斗的机会 多的是 登记完毕后 夜晨与剑无名一起 正式进入地狱道场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两人却听到 天空中暴风凶急 灵气炸裂 夜晨抬头一看 只见一个红沙少女 手持长剑 遇风如电斑 飞到了地狱道场上空 而在红沙少女身后 十几个镖形大汉 如狼似虎地追杀而来 瞬间将少女团团围住 这些镖形大汉 衣服轻一色 印着一头八旗天蛇的图案 看到这八旗天蛇的图案 夜晨脑袋翁的一下 顿时响了起来 魔祖无天麾下 有十六头旧日新兽 这十六头旧日新兽 其中有一头 便是名为八旗天蛇 是旧日盟的护法 在遮天魔地给他的地图里 有相关的记载 这个八旗天蛇 建立了一个家族 便是八旗世家 在内海里势力颇大 那十几个镖形大汉 明显都是八旗世家的人 为八旗天蛇效命 并不是直接归咎日盟掌管 是八旗天蛇 麾下独立的势力 冷木青 你想跑去哪里 那十几个镖形大汉 围住那红沙少女后 其中一人便是冷声孝道 明为冷木青的红沙少女 目光微微一寒 道 别逼我动手 我不想杀你们 这些镖形大汉 终究是八旗世家的人 虽不是直接归属旧日盟 但背后有旧日盟的庞大影子 冷木青自然也不想撕破脸皮 一个镖形大汉冷冷一笑 道 嘿嘿 好大的口气 你孤身一人 能有多大能耐 把手里的剑交出来 我们八旗世家 可以放你一面 冷木青常见横凶 道 是魔祖无天的法御吗 他想夺取我的宝剑 那镖形大汉道 你不用管 这把剑式剑神老祖铸造 乃是赃物 你必须要交出来 黑暗近海的地盘 可不容许那些老家伙的东西横行 冷木青呵呵一笑 道 如果有魔祖无天的法指 我把剑交给你们也可以 但想来他老人家 也不会故意仗势欺人 而如果只是你们八旗世家的意志 请恕我不能遵从 那镖形大汉道 这么说 你硬是要执迷不悟了 说着拔出兵器 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地狱到场内的人 看到天空中的变故 都是有点好奇地抬头看着 在道场四周的圆形座台上 足足有两三万人 准备观看第一场的试炼 此刻看到天上的异变 众人都是站了起来 一轮纷纷 叶辰看着少女冷木青手中的剑 隐约之间 居然捕捉到一股极为熟悉的气息 那是吃骨腰帆的气息 叶辰体内吃骨腰帆的碎片 与冷木青手中剑产生一阵共鸣 连灵须天珠 里面所蕴含的正面腰式气息 也是一阵共鸣 原来吃骨腰帆的本体 就在这少女手上 而且 还被它改造成了一把剑 叶辰吃惊不已 冷木青手里的剑 居然就是吃骨腰帆的法宝本体 被改造成了一把剑 刚刚八七世家的人 似乎提到剑神老祖 显然 这把剑是剑神老祖铸造的 剑神老祖改造了红军的法宝 将吃骨腰帆重铸成了一把剑 剑神老祖的炼气造诣 果然厉害 居然连红军老祖的法宝 都可以改造 叶辰暗暗赞叹 却见天空之中 冷木青紧握手中之剑 喝道 你们硬想夺剑 自寻死路 那就别怪我了 说吧 冷木青灵气爆发而出 贯注到剑神之上 吃骨腰剑 破 一抹森严的剑芒 从那剑身上炸起 剑光幻化之间 显化出了一条吃龙的异象 正是吃骨腰帆的气象 这吃骨腰帆 目前更准确点来说 应该叫吃骨妖剑 剑光如妖 吃龙咆哮 虚空里 幻化出一条漆黑的红桥 贯穿天地 扑吃 剑气斩杀之下 冷木青身前的几个镖形大汉 当场身躯破裂 鲜血喷剑而死 而他们的尸体 在那妖气剑光的席卷下 痴痴作响 顷刻间消融崩灭 化作飞灰 什么 余下的镖形大汉 顿时大惊失色 没想到这少女这么的厉害 是你们逼我的 冷木青眼谋寒一森严 在吃骨妖剑的杀气映衬下 他宛如是冰雪世界里的一朵 寒霉斑 冷冽而冰寒 你敢动手 你知不知道 我们乃是八七世家的人 你敢得罪八七天蛇护法 那些镖形大汉们 见识到少女的厉害 冷汗层层 想用言语威胁 得罪那也没办法了 但我想魔祖无天 会替我主持公道 冷木青目光依然冷冽 直接锁定了众人的契机 众人浑身僵直 动弹不得 牙齿格格打战 在少女气息笼罩 如坠入冰窟一般 吃 冷木青在一挥剑 剑气如黑色彩虹 斩杀而过 众人身躯鲜血喷剑 尸体湮灭在漫天剑光之中 全场哗然 战斗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这个叫冷木青的少女 彰显出了极为精深的剑道造诣 更关键是杀法果断 明知对方是八七世家的人 最后也动了杀手 看似柔络的背后 其实是极强的战力与杀盗 这女子 不简单 叶辰感应到少女的气息 约莫是半步百家境 还没斩加突破 但真实的战斗力 不会比她差到哪里去 明显是有剑道的加持 叶辰在十方剑胜座下 参悟过红军剑道的精髓 所以对于剑道的理解 远胜以往 他一眼就看出 少女的剑道不简单 易于常人 是毫无花俏的剑道 很可能是自创的 直来直往 但杀人如斩草 迅捷有效 全场的观者们 也是十分惊讶 甚至有不少人 露出了陶醉的神色 那个叫冷木琴的少女 相貌颇为轻力出尘 如女神般 令人不敢仰视 如此美丽的少女 一手绝妙的剑法 即便是杀人 都是赏心悦目 呛 冷木琴一抖长剑 剑上血迹如雨点般掉落 他将剑身收回撬里 而后遇风降落下来 竟直接走到夜晨身边 嗯 夜晨顿感惊讶 他并不认识冷木琴 而冷木琴走到他身边后 却目光炯炯地望着他 姑娘 你想做甚 夜晨淡淡道 冷木琴小巧地鼻子皱了皱 道 你身上 有吃骨腰帆的气息 吃骨腰帆的一块碎片 在你手里是不是 开个条件 将碎片给我 夜晨手里的法宝碎片 其实就是从吃骨腰帆脱离出来的 冷木琴如果能够回收的话 可壮大吃骨腰间的威力 夜晨听到冷木琴的问话 颇有些惊讶 没想到 对方直接索要法宝碎片 他兵器法宝极多 其实也不差在一块法宝碎片 但吃骨腰帆 毕竟是红军法宝 价值非同小可 他自然不会轻易送出 如果我不给呢 夜晨双手交叉抱胸道 冷木琴俏脸微微一沉 道 那碎片对我很重要 这位公子 还请你高抬贵手 将碎片让给我 无论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你想要丹药 零食 还是什么天才地宝 夜晨扫视一眼冷木琴的身段 默然不语 冷木琴觉察到夜晨的目光 顿时翘脸一寒 怒道 你想看什么 如果敢有非分之想 我马上杀了你 夜晨顿时无语 我只是随便看你一眼 你没这么大魅力 别想歪好吗 法宝碎片我还有用 暂时不换 以后再说 冷木琴听到夜晨拒绝 咬了咬牙 道 你叫什么名字 戴着个面具做什么 鬼鬼祟祟不敢试人吗 夜晨道 姑娘 我的事 不用你管 冷木琴道 好吧 这传讯服照你拿着 什么时候想交换碎片 尽管通知我一声 说完 冷木琴拿出一张传讯服照 硬塞到夜晨手里 随后转身离开 大步走入地狱道场内 请参与第一场试炼的人员 再次集中 这个时候 地狱道场里有一个裁判老者 高声喊了起来 地狱道场三场试炼 今天正好举行第一场 参赛的选手 足足有千人 这一千个年轻舞者 便聚集起来 互相之间 充满敌意与警惕地看着对方 而冷木琴 竟然也走到队伍里去 原来这家伙 原是试炼者吗 夜晨颇为惊讶 原来这个冷木琴 竟然是参与试炼的选手 而看到冷木琴进来 队伍里许多人 都是脸色大变 因为 刚刚天空上的战斗 冷木琴那惊人的杀伐剑道 令人印象深刻 如果可以的话 没有谁想与他为敌 那裁判老者道 参与试炼 需要先签生死状 生死状一千 生死天定 如果战败生死 因果自负 亲属同门人等 不可报仇 比赛规则为千人尽杀 千人互相血斗 最后只能存活一人 最终胜者可得到受神令 参赛途中 若自觉胜利无望 又不想死 想提前退赛 可自展一臂一腿 再自戳双眼 便可生还退赛 这参赛的规则 众人早已知晓 但此时听到裁判老者 用极为平淡的语气说出 众人皆是面有巨色 不少人双骨打战 只有那个叫冷木琴的少女 神情自若 知道了 冷木琴甚至还应了一声 全场也只有他阴神 这比赛试炼的规则 可谓无比残酷 千人只能存活一人 如果想提前退赛 还要承受比死亡还惨重的代价 自断一臂一腿 再戳瞎双眼 那等同成了废人 生不如死 好了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那就签订生死状吧 那裁判老者 将生死状发放下去 冷木琴神情淡然 接过来签下自己的名字 并按下写指印 但周围的人们 却没有这么勇敢了 大多数人面露挣扎之色 我放弃 我也放弃 算了 我也退赛 想拿到这寿神令 只怕难比登天 一时间 有不少人当场退赛 转身黯然离去 最后 足足有三成人 直接退场 余下七成人 艰难签订了生死状 很好 你们准备一下 试炼在一炷香时间后开始 比赛方式 为无规则杀戮 千人混战 最后存活者胜 裁判老者声音响起 全场许多观众 都正式落座 准备观战 气氛也热烈了起来 冷木琴依然是淡淡硬道 知道了 说完 他便前往休息区 等候试炼开始 叶辰与建无名 也找了个位置坐下 两人都是颇有些好奇 看着那冷木琴 建无名道 叶大人 你说 他能不能活下来 叶辰扫视那些参赛选手一眼 道 这七百人 如果单打独斗的话 谁也不是他的敌手 但近千人混战 局势太混乱 生死难料 混战与单打独斗不同 在激烈的生死混战里 四面八方全是敌人 稍有松懈就是死 要注意的地方太多了 对战斗经验 心性 考验都非常大 叶辰对那冷木琴的实力 自然没话说 但毕竟是混战 他也难料生死胜负 当 终于 一炷香时间后 比赛开始的钟声敲响 试炼开始 请各位选手登场 裁判老者一声令下 诸多选手 从休息区里走出 纷纷跳到决斗场中 而全场的观众们 则是一阵珊瑚海啸的掌声与呐喊 显得非常激动 决斗场空间宽阔 七百人跳进去 也不显得拥挤 有足够的空间打斗 然而 紧张之下 这七百人 面面相去 竟然谁都没敢先动手 不少人额头冷汗层层 在巨大的气氛压力下 双腿都在打战 但这个时候想退赛 已经不容易 除非是自断闭腿 在戳瞎眼睛 都不动手吗 那我先出手好了 冷木琴扫视全场 美眸一寒 突然拔出吃骨腰剑 黑红般的剑光一转 站在他附近的十几个人 瞬间被他腰斩 鲜血内脏肠子流了一地 这一幕非常血腥 全场观者顿时惊呼 然后一阵比珊瑚海啸 更为珊瑚海啸的呐喊喝彩 冲天起 而且杀伐如此伶俐 皆是大惊失色 先杀了他 一起上 宰了他再说 这人不死 谁也别想下场 众人深知冷木琴的厉害 这时竟然齐齐开口 然后所有人拔出兵器 祭出法宝 竟然联合起来 铺天盖地杀向冷木琴 这一下突起变故 全场皆惊 本来地狱试炼的规则 是千人互相混战 但这一下 却演变成了群殴 一群人对一个人的群殴 哈哈 一群土鸡娃狗 有能耐我何 冷木琴不屑冷笑 吃骨妖剑挥动 凡是靠近他身边三尺的人 都被他斩杀 或是歌手 或是妖斩 或是乱剑分尸 死状异常惨烈 肉身神魂都在瞬间灭亡 眨眼间 鲜血染红了整个决斗场 幸好这角斗场有阵法保护 阵眼核心是一颗颇为精致 闪烁着星光的灵石 在这阵法的保护下 冷木琴的剑气 还有死者的鲜血 没有向外扩散 否则的话 观众席或许都要受到影响 转瞬之间 足足有上百人 死在了冷木琴手下 而冷木琴 居然连一点伤痕都没有 他挥剑极快 如奔雷闪电 每一剑的挥出 都有鲜血喷剑出来 杀人如斩草 在激烈的剑气守护下 周围人压根 没法靠近他 一靠近就被斩杀 这妞儿的杀伐气质 不弱于我 剑无名看到冷木琴 如此冷酷的手段 也不仅有些欣赏的点点头 叶辰眼睛微眯 也没想到冷木琴的手段 如此凶狠 杀人毫不留情 不过生死决斗 也必须要用如此凌厉的杀伐气魄 才能存活下来 又过去几个呼吸的时间 又有上百具残碎的尸体倒下 而冷木琴依然没受伤 除了常见燃血外 浑身滴血不沾 如雪地梅花般纯净 观众台上 贵宾席之中 几个老者看到冷木琴的手段 也是颇有些惊讶 这几个老者气息不凡 明显都是大人物 其中一人 正是地狱道场的执掌者 名为玄辰道人 在黑暗进海里 玄辰道人手面豪阔 与几个大商会都有交情 还是就日盟的客亲 那姑娘是谁 区区半步百家境 还没斩家突破 见到气势居然如此凶狠 不知师臣何拍 玄辰道人凝望着冷木琴 也来了兴趣 如此优秀的天才 值得大力培养 他准备禀报给旧日盟 让与自己交好的护法 提前做好招揽的准备 旧日盟在魔祖无天麾下 势力其实颇为复杂 各大护法之间 封地不同 各有争斗冲突 所以如果有好苗子的话 各大护法是拼了命地去抢夺 都不想被别人抢走 一个侍从查看了一下资料 道 回禀掌教 那姑娘叫冷木琴 是个普通散修 意外得到了吃骨腰帆 从此逆天改命 他曾拜访过剑神老祖 将吃骨腰帆改造成了剑气 目前依然是散修 在黑暗近海四处游历 目标是通过狩猎大会 加入旧日盟 黑暗近海最大的势力 就是旧日盟 想在黑暗近海发展 加入旧日盟最为稳妥 前途也最光明 故此 这次狩猎大会 着实是吸引了不少人 只是冷木琴士散修 没有可以依靠的势力 所以没能拿到内定的受神令 只能通过地狱试炼这种方式 用生死决战去争夺 哦 原来是散修吗 而且刚好是学剑 倒是可以推荐给玉禅仙子 在旧日盟的十六个护法里 有一个叫冰雪玉禅 世人尊为玉禅仙子 也是使剑的 如果将冷木琴 推荐到玉禅仙子坐下 后者必定大悦 玄尘道人心里闪烁过无数念头 而这个时候 决斗场的战斗 也发展到了骇人的底部 总共就七百人 但现在已经有差不多四百人 被冷木琴杀死 余下的人深深恐惧 纷纷丢下兵器 惊慌万分后退 再也不敢打下去 冷木琴杀伐虽凶狠 但也不是指挥杀戮的疯子 见众人后退 便停剑止步 目光环视全场 道 你们不想打了吗 众人脸如死灰 浑身发颤 无言以对 冷木琴笑道 既然不想打 那就按规矩退赛吧 他这番话说出 众人更是恐惧 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后 冷木琴道 不是我定的规矩 你们别怪我 如果继续想打的话 我也奉陪 说着举起手中之剑 尸骨妖剑自带剑气 妖气腾腾 幻化黑色彩虹 令人胆寒 众人乌蛙大叫 被吓得肝胆剧烈 终于是破掉了心理防线 纷纷捡起地上兵器 自断一条手臂 一条大腿 在戳下眼睛后 便下场退赛 万念俱灰地离开 眨眼间 决斗场内留了一地的断臂残腿 场面异常血腥 而冷木琴 却不沾染一滴鲜血 纯净如仙子般 站在场中央 他是唯一一个 还站在原地的人 见无名目光微动 看着场内的满地断臂 又看了看自己的断臂 一时间感叹万千 叶晨道 无名 等我以后杀死红天经 我会替你续上断臂 见无名的手臂 是比红天经斩断 上面残留有英纪天剑 与红天经武道的威严 即便是叶晨 现在也无法替见无名 接续断臂 想接上他的断臂 除非是杀死红天经 斩断一切因果与威严 或者 是掌握梵天神宫里的者自觉 那是传闻之中 天下间最精妙的疗伤之法 什么伤势都可以治愈 而无论是斩杀红天经 还是执掌者自觉 目前看来 都是无比艰难的事情 见无名苦涩一笑 道 多谢叶大人挂念 这个时候 随着比赛胜处决出 那裁判老者 也是高声宣布道 我宣布 第一场试炼 胜者已出 胜者 冷木青 恭喜他 获得一枚寿神令 未来可期 裁判老者走到场中 取出一块令牌 交给冷木青 这块令牌 铁黑古谱 印着一个兽字 正式参与 旧日盟狩猎大会的信武 兽神令 冷木青拿到了兽神令 脸上也露出一阵喜色 道 多谢 有了兽神令的话 他就可以参加狩猎大会 如果能通过的话 便可以直接进入旧日盟 未来前途无限 就算不通过 与旧日盟结个善缘 那也是好事 在场的观众们 看到冷木青拿到了兽神令 议论纷纷 当然都只是闲聊 很少人会羡慕他 因为 拿到兽神令 只是第一步 未来还必须通过狩猎大会 才能真正加入旧日盟 而狩猎大会 在灭神一荒举行 那地方是十大一技之一 无比凶险 人进去了 能不能活着出来 都成问题 第一场试炼 就此落幕 那裁判老者道 后天举行第二场试炼比赛 欢迎诸位观战 也请第二场的参赛选手 做好准备 场内的观众 有部分人正是参赛选手 亲眼目睹了第一场比赛的残酷 不少人心有欺欺然 却感到未来凶险 也不知该不该继续下去 后天就该轮到我了吗 叶晨倒是无所谓 他对自己的实力 有着绝对的信心 冷幕情能通过 他自信也能通过 比赛结束 众人陆续退场 在地狱道场旁 就是一间间的庭院 参赛选手 可以在这里休息安顿 叶晨语见无名 准备回去休息 为后天的战斗做准备 喂 你呀 就在这个时候 叶晨却听到 身后有人呼唤他 回头一看 却见一个红纱少女 飞一班来 正是冷幕情 冷幕情刚赢得了比赛 眉飞色舞 显得非常兴奋 他拍了拍叶晨的肩头 道 面具人 考虑得怎么样 要不要将法宝碎片卖给我 我刚赢得了比赛 地狱道场的长教 玄辰道人 送了几万颗大圆丹给我 我可以送给你 只要你将法宝碎片给我 叶晨听到冷幕情的话 却是笑了一笑 他最不缺的 就是丹药 要丹药根本没用 我不需要丹药 你想交换的话 拿你的兽神令来 叶晨直接开出条件 如果能得到兽神令的话 他不介意交出法宝碎片 省得后天还要战斗 听到叶晨的话 冷幕情却是脸色一变 兽神令对他来说 非常重要 自然不可能交出去 你这不是故意刁难人吗 冷幕情轻怒道 叶晨笑道 如果不肯拿出兽神令的话 那我们也没必要交易了 冷幕情道 你 叶晨耸了耸肩 道 告辞 他也不再管冷幕情 与剑无名一起 进入庭院之中 休息安顿下来 冷幕情迎牙紧咬 却也不敢就此离去 便在叶晨临边住下 如此过了两天 第二场地狱试炼 正式开始 这两天时间 叶晨也在打听参赛选手的情况 第二场千人决赛之中 有四人特别厉害 这四个人 都是名门世家的天才 与旧日盟关系匪浅 分别来自 加罗罗世家 孔雀谷 八旗世家 玉缠山庄 这四个势力 都是旧日盟麾下护法 创立的势力 比如加罗罗世家 正是以前加罗罗护法所创 叶晨昔日 第一个碰到的旧日盟护法 就是加罗罗 是一头金翅大鹏鸟 那加罗罗护法 早已被身徒天鹰一掌杀死 但这笔账 却要算到叶晨头上来 目前加罗罗世家 早将叶晨列为生死仇敌 幸好叶晨服用隐天神丹 并戴上面具 化名叶是天 对方也不知 他的真实身份 而孔雀谷 则是旧日盟护法 清零孔雀创立的势力 那清零孔雀 早已经牺牲 献出生命 帮助羽赤瑶重塑肉身 现在孔雀谷和加罗罗世家 都是群龙无首 至于八旗世家 叶晨昨天就看过了 当时有八旗世家的人 想追杀冷物情 结果被反杀 还有最后一个玉蝉山庄 据闻也是旧日盟护法 冰雪玉蝉所创立的势力 底蕴非同小可 旧日盟十六个护法 在黑暗近海都有封地 属于诸侯般的存在 而魔祖无天是天子 受诸侯供奉于拱位 叶晨打听到的四个天才 都是出自旧日盟护法世家 家世渊源深厚 其实有资格拿到内定的名额 但为了魔力自己 他们竟然冒险参加地狱试炼 可见其勇气与魄力 随着清晨的阳光 照破沉间的雾西 地狱道场也是正式开放 各地的贵宾与观众 陆续入场 人声鼎沸 场面非常的热闹 叶晨与诸多参赛选手一起 也是陆续入场 冷木琴与剑无名 跟在叶晨后面 待得入场后 叶晨去休息区等待 两人则在观众席上坐下 喂 断壁人 那个面具人 叫什么名字来着 冷木琴坐在剑无名身边 向他打听叶晨的底细 心里还念念不忘 想要拿下叶晨手里的法宝碎片 剑无名有些不悦对方的称呼 但还是冷冷到 叶是天 他自然不会透露 叶晨的真实身份 只说化名 冷木琴道 叶是天 这名字倒是狂妄 你呢 你叫什么名字 剑无名道 我剑无名 冷木琴撇了撇嘴 道 我问你的名字 不是问你剑的名字 你的剑有没有名字 又有什么关系 剑无名呵呵一笑 沉默不语 也懒得理他 当 而在两人说话之间 比赛的终声也是敲响 那裁判老者道 第二场地狱试炼 正式开始 请参赛选手入场 话音落下 近千个参赛选手 陆续进入决斗场 叶晨便在其中 刚刚在休息区的时候 叶晨等人已经签过了生死状 这次决斗 生死犹天 胜败不愿旁人 第二轮的试炼 大概有100多人退赛 目前入场的 也有800多人 场面颇为壮观 叶晨环顾四周 一眼就看到 那四个年轻的天才舞者 都是男子 修为全部是百家进一层天 身上自有一股独特的气质 那是出身名门 长期养尊处优 身居高位 养出来的华丽贵气 这四个天才舞者 分别站在东南西北四角 看他们的模样 明显也不想一上场 就撕破脸皮 叶晨混在人群之中 气息收敛 外表看起来 就是还真净七层天的模样 毫不起义 比赛开始 这个时候 那裁判老者 再次敲响终声 宣告比赛正式开始 这终声一落下 东南西北四角 那四个出身名门的年轻舞者 率先动手 八旗倒法 如玉清零 叶晨首先看到 东边角落 那出身八旗世家的舞者 右手一捏绝 浑身魔光闪动 身躯一晃 居然变化成了一头巨蛇 这头巨蛇 有八头八尾 背部皮铃长满的青苔与树木 腹部却是血淋淋的模样 触目惊心 模样怪淡而恐怖 正是传说中的旧日新兽 八旗天蛇 八旗世家的人 都掌握着独门的道法 可以化身八旗天蛇 吞天势地 非常强悍 却见那八旗舞者 蛇身摆动 张开血喷大口 他身边其他参赛舞者 瞬间被他吞入口里 咔嚓咔嚓咔嚼咀咀咬咬咬碎 再吞到肚子里 惊呼惨叫声不绝 血流喷剑 场面异常血腥 玉蝉剑法 冰封千里 夜晨目光一转 却见脚斗场西角之处 那出身玉蝉山庄的男子 长剑拔出 立即卷起漫天风雪 风雪里 有显化出天上玉蝉的仙影 瞬间冰封千里 周围的舞者惨叫声中 被风冻成了冰雕 彻底失去生机 还有南角北角之处 那出身家喽啰世家的舞者 还有出身孔雀谷的舞者 也是各显神通 大杀四方 这个决斗场 顿时成了他们四人的演舞场 四人的神通光芒 折盖了一切 旁人党者披靡 全场舞者没有一个人 是他们的敌手 这惊人的杀法场面 也是令得全场观众连连赞叹 贵宾席上 地狱道场的长教玄臣道人 正陪伴着一个白山女子 在默默观战 那白山女子身姿恶娜 相貌雍容绝美 气质清冷 乃是玉禅山庄的主人 就日蒙十六护法之一 冰雪玉禅 她显化人身 世人尊称她为玉禅仙子 在黑暗近海内海 除了魔祖无天外 声名最大 就是那十六护法诸侯 玉禅仙子的名号 自然也是无比响亮 她修为达到百家境四层天 实力着实非同小可 玄臣道人的修为 也是百家境四层天 但在玉禅仙子面前 却是不敢有丝毫放肆 态度无比的恭敬 因为玉禅仙子背后 有着魔祖无天的背景 没什么人敢得罪 仙子 看来这第二场决斗 是宁玉禅山庄的弟子要胜出了 玄臣道人 微笑着恭维道 此十场内的决斗 四个天才武者 各显神通 而玉禅仙子麾下的弟子 剑法冰封千里 尤为凶悍 迎面很大 玉禅仙子美眸威宁 淡淡道 其他三家的天骄 也不容小觑 看看再说吧 玄臣道人陪笑道 是 玉禅仙子问 对了 你前天说 有个天骄女子 叫冷木琴来着 她在哪里 玄臣道人早有准备 指了指对面观众席 道 在那边 玉禅仙子抬眸一看 看到冷木琴的身影 微微惊疑 道 原来是她吗 听说是吃骨妖剑的直剑人 气韵果然易于常人 玄臣道人笑道 仙子 那冷木琴是个好苗子 如果能招入麾下 对你视力必有增益 玉禅仙子点点头 道 看看再说吧 至少 要等她通过狩猎大会再说 而此时 在决斗场内 战斗也进入了白热化 加罗罗世家 八旗世家 孔雀谷 玉禅山庄 这四个出身名门的年轻武者 一路杀伐 一具具尸体倒下 场内存活的人越来越少 叶晨从比赛开始 直到现在 却没有杀过一个人 他在轮回目的里 随便掏出一把普通铁剑 只做防守 从不主动进攻 免得暴露自己 他想要防守 那是 谁也伤不到他 所以 比赛开始了这么久 叶晨一点也没受伤 当然 他也没杀过人 就是保持着低调 但随着参赛的选手 一个个倒下 叶晨却很难再低调下去 那四个天才武者 步步紧逼 各种神通屡刺杀到他头上 光靠防御虽能防住 但绝无法取胜 那面具男是谁 他的剑不染一滴血 居然没杀过人 他怎么支撑到现在的 貌似连一点伤都没有 观众席上的人们 也渐渐注意到了 叶晨的存在 参赛者陆续倒下 而叶晨却毫发无损 任谁都能看出 叶晨在隐藏着实力 没有暴露 如此过的片刻 终于所有人死尽 只剩下那四个天才武者 还有叶晨 叶晨在中央 那四人分战四脚 将他围住 这一下 叶晨却成了全场焦点 觉察到这一幕 叶晨却是苦笑不已 他还想低调 哪想到 最终还是成了焦点 如果我直接爆发的话 这四人估计撑不住我半招 叶晨看着那四人 心里暗暗嘀咕着 这四个天才武者 都是百家进一层天的强者 但在叶晨眼里 蝼蚁般的存在 他如果动用天剑 再开启轮回血脉的话 要杀他们 如荼猪狗 甚至不用一招 呼吸间便可解决 只是 如果这么做的话 很可能暴露自身 叶晨还不想这么快 就暴露身份 贵宾席上 玉蝉仙子看到叶晨 也是微感惊讶 向玄臣道人问 那面具男子是谁 居然能支撑到这个时候 料想有一身惊人意义 绝非泛泛之辈 玄臣道人 额头唯有冷汗 翻阅一下名单 道 这人 似乎是叫叶晨天 玉蝉仙子眉头一皱 道 叶晨天 没听过这名字 是化名吧 镜天榜上 也没有叶晨天这个名号 镜天榜 是黑暗近海的一个著名榜单 共有一千席 收录黑暗近海里 千岁以下的最强战力 据玉蝉仙子所知 那镜天榜上 并没有叶晨天的名字 不过道是有冷木琴的名字 刚好排在第一百名 是吃骨妖剑的执剑人 但叶晨天 却是榜上无名 所以 听到叶晨天三字 玉蝉仙子 只以为是化名 毕竟如此天才 镜天榜上不可能没有名字 鬼鬼祟祟的家伙 先杀了他 这个时候 决斗场内 那四个天才武者 互相交换一下眼神 眼里皆是冒出杀意 随后 四人联合起来 八气神通 加楼罗神通 孔雀暴雨道法 玉蝉剑法等等攻杀手段 铺天盖地的杀向叶晨 观众席上 冷木琴哀悠一声惊呼 站起身来 只以为叶晨要出事 剑无名却是坐着不动 他相信叶晨的实力 叶晨眼见 四人攻杀而来 目光一寒 却不愿暴露自身轮回武道 便使出一招太上道法 喝道 太上天崩 破 咔嚓 叶晨拳头紧握 一股大崩灭 大破杀的气息 在他拳头上凝聚 随后化作一股滚滚波澜 悍然冲杀而出 这是太上三十六道之一 太上天崩道 叶晨早已经学会 但因崩灭气息 会损害自身经脉 所以平常很少使用 眼见那四个天才武者 铺天盖地攻杀而来 叶晨不愿暴露轮回 便施展天崩道法 轰隆隆 强大的崩灭气息 足以崩碎天地的 凶猛武道力量 狂然爆发出去 那四个武者的神通 猪斑八旗天蛇 金鹏家喽啰 冰封玉蝉 孔雀飞雨等等气象 在夜晨的天崩拳头上 瞬间崩溃瓦解 如烈日下的积雪 消弭于无形 什么 看到这一幕 贵兵席上 玄辰道人与玉蝉仙子 皆是大惊 冷木琴也掩住了小嘴 一脸诧异 全场观众们 也是一阵惊骇 失声呼叫 一片骚动 谁也没想到 夜晨居然这么的厉害 一拳崩碎了 四大天才武者的神通 那四个天才武者 颇有些狼狈的后退 四人脸上 皆是布满了震撼之色 小子 你到底是谁 如此强悍的武道 绝非泛泛之辈 抱上明来 那八旗世家的弟子 向着夜晨喝道 夜晨淡淡道 在下夜是天 无意与诸位为敌 诸位若想活命 可自断一臂一腿 再自戳双目退场 我不杀你们 他怕再打下去 自己终究是要动杀手 到时候 就要暴露轮回的武道 四人听到夜晨的话 皆是无比愤怒 但见识到夜晨刚刚的手段 他们却不敢有丝毫大意 背脊皆由冷汗冒出 那八旗世家的弟子道 夜是天 今天榜上没你的名字 你真名叫什么 夜晨道 名字只是代号 不重要 诸位还是退场吧 你们不是我的敌手 他这番话说得平淡 但语气里所蕴含的自信与魄力 却是碾压全场 全场观众们 看到夜晨的修为 以及爆发武道流露出的气息 大概只有区区还真净 但口出如此狂言 皆是惊骇震撼 不过众人也知道 夜晨并非乱夸海口 他的确有碾压全场的资格 他真实的战斗力 已经超越了境界的差距 一般百家境的强者 压根不是他的敌手 那四个天才舞者 面面相去 眼里大有忌惮之色 但倒也没有会退缩 因为 退赛的代价太大了 要他们自断避腿 自戳双目 那是比死还难受 结九幽地震 镇压此子 四人收起兵器 双手结印 浑身灵气弥漫出 并迅速汇聚到一起 气机相连 竟缔结成了一个幽深的震法 名为九幽地震 这个九幽地震 明显是旧日时代的震法 带有旧日的古老气息 震法一笼罩下来 如深渊降临 似乎要将人吞噬 咦 夜晨被震法笼罩 四周一片昏黑 居然产生一股无力感 这震法 甚至影响了他的精神 更让夜晨惊讶的 就是这个九幽地震 居然与地狱道场 本身的震法 产生了共鸣 地狱道场内的守护震法 震眼核心 是一种叫九幽星石的灵物 是一种源自 旧日时代的天才地宝 此刻 那九幽星石 与九幽地震互相共鸣 让得整个震法 爆发出更为强悍的威压 深深摇动着夜晨的心神 夜晨甚至感觉到 连轮回目的 都产生了一丝古怪 且微弱的异动 九幽地震 旧日威严 天舞气韵 镇压一切 那四个天才舞者 口中高声吟唱 九幽地震的光芒 迸发得越来越剧烈 震法之中 千万个时空在崩塌 无数法则磨灭倒流 倒流回到旧日时代里去 旧日的威压显化出来 古老 浩瀚 威猛 无敌 一团团的九幽光芒 如地狱深渊般 铺天盖地 向着夜晨震压而来 夜晨咬了咬牙 手掌紧握 掌心隐约有轮回的纹落浮现 眼见九幽地震袭沙而来 他准备动用轮回道法 直接破杀出去 虽然不想暴露 但当此关头 如果再隐藏实力的话 很可能就是死 轰隆隆 而就在夜晨准备爆发的时候 轮回目的里 异动更为剧烈 一块墓碑震荡起来 随后 那墓碑之内 升腾起了一道苍老的身影 这道身影 充斥着古老的气息 比当今时代 要古老很多很多 那是遥远旧日的气息 新的轮回大能出世了 居然是 来自旧日时代 夜晨看到这苍老身影 感受到对方 那古老的气息 内心震撼不已 这尊新问世的轮回大能 看他那古老的气息 居然源自旧日 我为九幽邪君 石青天 你是这一世的轮回之主吗 那老者凝望着夜晨 与气带着无尽的沧桑 询问道 夜晨道 正是 晚辈夜晨 是这一世的轮回传承者 前辈出身旧日 旧日时代 非常的神秘 夜晨所知也不多 一直很有兴趣 九幽邪君士晴天 听到夜晨的话 目光一阵迷离 似乎陷入遥远的回忆里去 两久 他才叹息一声 道 是的 我源自遥远的旧日 出身天舞仙门 天舞仙门 夜晨听到这名字 顿时愕然 他似乎听遮天魔地说过 天舞仙门 是旧日时代的巨无霸宗门 魔祖无天和旧日之主 都出自天舞仙门 如今狩猎大会的举办之地 十大遗迹中的灭神遗荒 正是天舞仙门留下的遗迹秘境 夜晨听到这九幽邪君士晴天 居然出自天舞仙门 自然是无比吃惊 道 前辈出自天舞仙门 可曾听过魔祖无天与旧日之主 九幽邪君士晴天道 魔祖无天 旧日之主 自然是听过 我与他们是同门师兄弟 夜晨大惊 道 什么 他万万没想到 这位新问世的轮回大能 不止源自遥远旧日 甚至和魔祖无天 旧日之主 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竟然是同门师兄弟 九幽邪君 陷入古老的回忆里去 身躯飘荡着 道 当年天舞仙门 势力无比鼎盛 旧日之主 魔祖无天 还有我 都是真传弟子 不过我的天父 自然不能与他们两人相比 旧日之主的真名 叫五绝神 他是五祖的传人 五祖就是天舞仙门的祖师爷 红军老祖的唯一挚友 当年红军老祖踏足吴吴 吴祖却留在现实世界 不愿接触那虚无缥缈的 吴吴时空 他最后 创立了天舞仙门 并传下天舞卧龙经 夜晨惊道 什么 原来天舞仙门 竟然是吴祖创立 吴祖还是红军老祖的唯一挚友 九幽邪君时晴天点点头 道 正是 当年红军老祖 已经窥见吴吴 想带吴祖踏入吴吴世界 但吴祖不肯 两人五道不同 最终决裂 红军老祖留下一滴泪 化作如今的玄海 他后来孤身去了吴吴时空 这些都是很遥远的传说了 夜晨内心大受震撼 直觉眼前的棋局 牵涉到了吴祖 红军老祖等古老大人物 更为扑朔迷离 原来红军落泪 是因为与吴祖决裂吗 夜晨万万没想到 原来吴祖竟是红军的挚友 而天舞仙门是吴祖所创 旧日之主五绝神 是吴祖传人 夜晨早就觉醒了吴祖道心 并领悟鸿蒙大星空 也算是吴祖的隔代传人 也就是说 这冥冥之中 夜晨竟然与旧日之主 有着一丝渊源 这真是天机造化 奥妙无穷 他哪里想到旧日之主 居然是正牌的吴祖传人 其实想想也是 旧日之主只掌天舞卧龙精 夜晨早就该猜到 对方与吴祖关系匪浅 只是他始终没细想而已 现在听到九幽邪君说到往事 才豁然开朗 恍然大悟 九幽邪君道 正是 当年红军老祖 妻子正道吴吴失败 化作飞灰 他悼念王妻 创立了九天神术 万物母见绝 当时他都没落泪 但与吴祖决裂 却是他一生之痛 最终落下一滴泪 最后孤独踏入吴吴 这些遥远的秘星 充满了历史的沧桑 九幽邪君诉说起来 与气带着无尽的唏嘘 叶臣道 对了 前辈 当年帝心域十大老祖 与旧日之主开战 你也在场吗 九幽邪君呵呵一笑 道 当然在场 当时旧日之主武绝神 已经执掌天舞先门 成为长教 新旧两派的纷争 主战场就在天舞先门 那十大老祖之中 羽皇古帝最为强悍 一飞升就登陵巅峰 达到限时武道的大圆满 也就是无量镜的巅峰 连旧日之主都不是他的敌手 当时生死决战 旧日之主依托天舞地脉 天舞卧龙经 还有天军峰神碑 与十大老祖抗衡 叶臣道 天军峰神碑 九幽邪君道 嗯 就是三十三天太上神器 排名第一的法宝 这天军峰神碑 铸造所用的材料 和你的轮回目的 其实有些相似 这些材料出自巫巫世界 非常神秘 叶臣经道 原来轮回目的的材料 可能和巫巫世界有关 九幽邪君道 没错 巫巫世界 那不是现实的世界 那是一片无无 不存在任何现实的概念 不可描述 不可仰望 不可抵达 正因为什么都没有 甚至连现实的概念都没有 所以才能孕育万物 创造出现实不存在的东西 比如轮回目的 天军峰神碑 叶臣大受震撼 终于知道了轮回目的的源头真相 竟然可能是出自巫巫 难怪如此的神秘 如此的浩瀚 如此的强大 原来铸造所用的材料 根本不是现实世界能具备的 是从神秘的巫巫时空里 诞生出来的天才地宝 那仔细想来 诸多轮回悬碑 铸造材料 估计也是出自巫巫 那巫巫世界 可真是神秘 也不知红军老祖 是如何进去的 叶臣遥想万千 赞叹不已 九幽邪君呵呵一笑道 红军老祖 是天地间的艺术 亿万纪元以来 现实世界 只有他一个人 成功证到巫巫 进入巫巫时空 除此之外 再无一人 窥见巫巫的奥秘 叶臣道 那新旧之战的最后 九幽邪君道 自然是十大老祖赢了 他们将天武仙门的道童打碎 联手诛杀了旧日之主 那一战 我被打成重伤 修为散去九城 幸好侥幸逃脱 总算保住了性命 我隐姓埋名 本想不过问世事 然后慢慢恢复 可惜后来逃到域外 在状态最弱的时候 竟被玄机月锁琴 真身被他困锁 真是虎落平阳 被犬欺啊 叶臣听到九幽邪君 如此复杂多喘的绅士 也是沉默不语 九幽邪君道 不过被玄机月擒祸 其实也不算被欺负 我甚至有机会离开 但我却拒绝了 毕竟此人是大器运者 天武仙门古籍预言里 有提到他命运之主的称号 他是预言里 要继承尖家 仙子道统的人 也是要执掌万物母剑爵之人 叶臣听道 尖家仙子是谁 万物母剑爵这门九天神术 最终会被玄机月执掌吗 九幽邪君道 尖家仙子 就是红军老祖当年的妻子 他陨落后 还有道统留下 传说是在玄海 天武仙门有红军留下的预言 他预料 未来继承他妻子道统的人 名为命运之主 一旦预言成真 那玄机月要无敌了 牧主大人 你可要想办法阻止他 否则我们都要死 叶臣内心震撼 红军老祖的妻子 当年曾差点正道无无 修为肯定也达到了 现世武道的巅峰 也就是无量的巅峰境界 与羽皇谷地相当 如此大人物 所留下的道统 必定是非同小可 如果玄机月真能继承 那要逆天无敌了 等我回帝心域 马上解决玄机月 叶臣咬了咬牙 如今的心域危机 他虽不想内斗 但现在听到九幽邪君的话 他却感到无比的压力 玄机月果然身负大气韵 居然是预言里 要继承红军妻子 兼家仙子道统的人 如果被他继承成功 那还得了 所以无论如何 叶臣都要立即解决他 否则留下后患 祸害无穷 一旦玄机月崛起 他是绝对不会放过叶臣 也不会放过叶臣的师尊 他绝对会将那些轮回大能们 全部杀死 叶臣打定主意 等回到帝心域后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立即诛杀玄机月 九幽邪君道 嗯 玄机月此女 绝不可留 否则后患无穷 你要么杀了他 要么碾碎他的意志 收尾顶炉享用也可以 但不管如何 都不能让他有独立的意志存留 否则你我必死 叶臣点点头 心中微动 又问 前辈 当年新旧之战结束 那天军风神碑呢 落到谁手上了 那天军风神碑 是排名第一的太上神器 铸造材料 出自无无时空 与轮回目的的材料一模一样 如此珍贵的法宝 叶臣也非常有兴趣 九幽邪君道 当时大战混乱 天军风神碑被打落 最后肯定是被十大老祖之中 其中一人捡到 但具体是谁 我也不知 叶臣道 哦 九幽邪君道 这块天军风神碑 非常神奇 传说谁将自己的名字 刻在石碑上 就可以得到大气韵加深 未来有无穷的机缘负责 比如说 一个凡人 将名字刻到天军风神碑上 他就会凭空得到无数奇遇 各种仙缘送上门来 躺在家里 都可以飞升成仙 甚至是敬畏天军 无比的神奇 说到这天军风神碑的时候 九幽邪君语气之中 掩饰不住的羡慕与憧 显然 那天军风神碑 无比珍贵 法宝全能也无比神奇 可以提升人的气韵 只要将名字刻上去 就可以风神 九幽邪君道 当年 旧日之主之掌天五仙门后 也拿到了天军风神碑 但他并没有把自己的名字 刻在石碑上 而是将他师弟魔祖无天的名字 刻画上去 旧日之主对他师弟 可谓是无比疼爱恩宠 宁愿将天军风神的气韵让给他 也不留给自己 如果旧日之主 碑上有名的话 有大气韵庇护 魔祖无天因为碑上有名 他气韵滔天 那星旧争霸大战结束后 他是整个天舞仙门 唯一一个 毫发无损存活下来的人 这都是天军风神碑的庇护 如今魔祖无天的气韵 甚至比羽皇谷帝还雄厚 只比轮回逊色一筹 夜晨目瞪口呆 终于知道魔祖无天的身世 更觉扑朔迷离 沧桑神奇 同时 对于那块天军风神碑 夜晨的好奇之心 也浓郁到了极点 天军风神碑 是被羽皇谷帝拿到了吗 夜晨问 九幽邪君道 没有 现在只能肯定 天军风神碑 肯定是在十大老祖 其中一人手里 但他们谁也不肯承认 夜晨笑道 看来是有人 想独吞这块石碑 九幽邪君道 当然 天军风神碑如此珍贵 谁不想夺取 仔细想想的话 石碑应该不在羽皇谷帝手上 因为他如果得到 没必要隐藏 那么 这石碑 就是落在其他九位老祖身上 有人想独吞石碑 偷偷将自己名字刻上去 占据大气韵 未来肯定想推翻羽皇谷帝的统治 雄霸太上事件 野心不小啊 夜晨心中一动 脑海里 划过剑神老祖 风帝君等人的身影 道 只是不知这石碑 到底落到谁手上 夜晨只能肯定 石碑不在风帝君手里 因为对方已经彻底归顺他 如果真有天军风神碑 如此重宝 不可能会隐瞒 那石碑下落的范围 再次缩小 就在余下八家老祖的手里 只是 每一位天军老祖 都是心机叵测 城府极身之辈 不显山 不露水 夜晨也无法猜测真相 先不管天军风神碑了 墓主大人 解决掉外面四人再说 九幽邪君目光一寒 露出了杀意 望向外面 他与夜晨交流 虽然诉说了许多古老往事 但两人交流 都是用神念 实际发生在电光火时间 外面时间只是过去一两秒钟而已 却见在外面 八起世家 家楼罗世家 孔雀谷 玉禅山庄 那四个天才舞者 联手地结的九幽地震 威严气息 已经爆发到极致 阵阵幽光潮水般 笼罩向夜晨 他们所施展的阵法 是旧日盟里的九幽地震 而这个九幽地震 正是以前天舞先门的阵法 出自九幽地经 九幽邪君目光毒辣 一眼就看出 那九幽地震的来历 墓主大人 我传你九幽地经 你利用我的力量 破阵灭敌 可避免暴露轮回 九幽邪君一弹指 一缕幽黑的摩西 射入夜晨脑袋里 哄 顿时 醍醐灌顶 夜晨只觉一篇 玄傲精微的秘笈 深深烙印在他实海之中 这篇秘笈 正是九幽地经 是昔日天舞先门的 真传武道功法 里面有许多 旧日时代的神通武技 那四个天才舞者 他们所缔结的九幽地震 正是从九幽地经里 演化而出 夜晨瞬间领悟了九幽地经 在去看那九幽地震的时候 只觉阵法的每一处窍门 每一处契机 启程转合之处 都是无比清晰 了如指掌 如果叫他用阵字诀破解 可能需要耗费数日时间 在生死决斗中 自然没那么多时间可以用 但掌握了九幽地经 夜晨却是一眼之间 看穿了所有阵法底细 哄 下一刹 轮回墓碑剧烈震荡 九幽邪君浑身灵气 还有他的意志 疯狂灌注到夜晨体内 煞时间 夜晨浑身呼呼作响 气息不断飙升 目前九幽邪君的力量 正是百家境四层天 他借力给夜晨 夜晨顿时逆天蜕变般 也爆发出这境界的狂暴气息 夜晨的眼瞳 化作一片暗红 宛如血童一般 充斥着试杀之气 那是九幽邪君的气息 嗜血 暴力 孤傲 凶狠 残忍 其实单纯九幽地经的话 虽然凶悍 但不会这么的试杀 只是 九幽邪君命徒太坎坷 先是门派道统被打碎 然后掌教旧日之主 被杀 朕派法宝天君风神碑失落 最后还虎落平阳 被玄机越镇压 他内心无比委屈 憋了一口怨念之气 现在夜晨借用他的力量 自然也是变得嗜血狂暴 仿佛要发现内心的委屈 要铲灭命运与世道的不公 什么 百家境四层天 原来这就是你的真正实力吗 那四个天才舞者 感应到夜晨的气息 顿时惊骇不已 而全场观众们 也是哗然大呼 刚刚看夜晨的修为 只有还真正中后期而已 众人哪里想到 他居然瞬间飙升到了 百家境四层天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惊天蜕变 如此强大的境界 居然能隐藏到还真正 这究竟是何等逆天的隐匿手段 我的天哪 原来这面具男竟然这么厉害的吗 冷木琴掩住嘴巴 翘脸上满是惊骇 完全没想到夜晨这么的强大 夜大人 剑无名也是豁然起身 无法保持平静 他虽知夜晨厉害 但可从来没见过 夜晨爆发出这么凶悍的修为气息 看来 夜晨背后的底牌 比他想象中的 还要可怕丰富得多 而在贵宾席上 玄辰道人与玉禅仙子 都坐不住了 惊恶站起身来 他们也没想到 夜晨竟然爆发出 百家境四层天的实力 这个夜市天 居然如此厉害 玉禅仙子震撼不已 美眸盯着夜晨 明明之中 又捕捉到了一丝非常古老的气息 那是遥远旧日的气息 玉禅仙子也是出自旧日 他是旧日新兽 现在 他看到夜晨的武道气息 只觉非常熟悉 甚至捕捉到了一丝 天舞仙门的因果 天舞仙门 乃是五祖开创的门派 昔年由旧日之主执掌道统 魔祖无天 就是天舞仙门的人 难道说 这个夜市天 居然是天舞仙门的后人 玉禅仙子惊骇不已 当年天舞仙门 道统被打碎后 除了魔祖无天外 其余人等 几乎死尽 就算不死 也是气运沦丧 彻底成了废人 岁月沧桑 时间发展到今日 天舞仙门的威严 早已经消散殆尽 但魔祖无天顾念旧情 暗中派人寻找 天舞仙门的后人 玉禅仙子郊区 微微发颤 如果这个夜市天 真是天舞仙门后人的话 那因果着实沸痛小可 他必须要向魔祖无天禀报 玄禅道人下颌胡子 也在微微陡颤 他自然知道 天舞仙门的传说 魔祖无天还委托过他 寻找天舞仙门的后人 夜城的舞蹈气息 那股九幽地狱般的意志 让他一阵恐惧 碰 而在两人说话之间 决斗场内 夜城一掌狠狠拍出 万丈魔潮汹涌 九幽如玉 笼罩亿万时空 诸天宇宙仿佛都要磨灭 一掌显现出了 无比可怕的舞蹈威势 这股威势 是旧日舞蹈特有的威严 旧日时代的舞蹈 要比今天永汉许多 刚猛无仇 一往无前 不留余地 非常的凌厉 这一掌拍出去 如碾灭楼一般 那四个天才舞者 在夜城九幽掌势下 全部暴灭身亡 肉身神魂都瞬间暴了 化作漫天血雨 随风消散 全场鸦雀无声 感受着夜城今天的舞蹈意志 所有人都沉默了 百家境四层天的气息 实在太过强悍 杀人简直如捏死楼一般 太过勇猛可怕 夜城血红的眼瞳 闪烁着浓烈的杀鸡 嗜血而癫狂 当然 这不是他的意志 是九幽邪君士晴天的意志 以夜城目前的心境 那四个天才舞者 与他素不相识 他自然不会有什么仇恨之意 只是九幽邪君士晴天 命徒太过坎坷 所以内心有誓杀不屈的意志 即便是素不相识的人 他也要杀了发现 道兴其实已经到了 无比凶险的地步 随时都要走火入魔 夜城估计 只要杀了玄机月 挽救九幽邪君的真身 才能让他平息下来 玉禅仙子 看到那四个天才舞者 包括自己山庄里的弟子 他震撼夜城的实力 还有舞道 你说的不错 这夜视天的舞道 与传说中的九幽邪君 的确有相似之处 玉禅仙子看了玄城道人一眼 沉生道 九幽邪君 是昔日天舞仙门的真传弟子 论辈分的话 是旧日之主舞绝神 魔祖无天两人的师弟 玄城道人目光闪动 向玉禅仙子拱手道 仙子请放心 我一定会查清楚 这个夜视天的底细 轰咙咙 两人说话间 天空突然一阵震荡 由璀璨的金芒闪耀而起 一块石碑凭空浮现 这块石碑 呈现古老暗黑的颜色 上面刻满了金色的文字 那些文字 是一个个的人名 而这一刻 这块石碑 居然与夜城共鸣 随后 夜城的名字 出现在了石碑上 却是夜视天三个字 而与此同时 石碑上有四个名字暗淡下去 最终消失 被彻底抹除 那是那四个天才舞者的名字 他们一死 碑上刻名就消失了 景天堡出事了 夜视天的名字 排到第674位 不对 他百家近四层天 实力如此强悍 排名怎么会这么低 全场观众们 看到那突兀浮现出的石碑 都是一阵骚动 而在众人骚动之间 那石碑也渐渐淡化 最终消失在云层之间 这石碑 其实就是黑暗近海里 鼎鼎有名的景天堡石碑 是一份榜单 黑暗近海有两大榜单 分别是景天堡与景神榜 景天堡共有迁徙 收录黑暗近海千岁以下的强者 夜城眼睛微眯 看着那消散而去的石碑 你难道 我的名字 终于也留在了景天榜上了吗 排名第674位 这让夜城有点意外 又有点情理之中 毕竟 他目前百家近四层天的气息 是九幽携军的力量 并不是他的 而且他是使用夜视天的化名 又服用了影天神丹 自身战斗力收敛 外表只是普通 还真近七层天而已 普通还真近七层天 排在第674位 倒也合情合理 九幽携军的力量 从夜城身上退去 回到轮回目的之中 牧主大人 恭喜你榜上流明了 这镜天榜石碑 其实是从天军风神碑里 演化而出的副碑 能榜上流明 多多少少有点气韵加持 虽然对你的轮回血脉来说 这点加持微不足道 但总算也聊胜于无 九幽携军道 原来是镜天榜 是从天军风神碑里演化而来的吗 夜城颇有点惊异 九幽携军道 正是 这镜天榜 不受人力束缚 是绝对公正的榜单 乃天地造化而成 夜城笑道 绝对公正 那也未必 我隐瞒了实力 却没被查出来 九幽携军道 那是牧主大人神通盖世 欺骗了天地 旁人可做不到 夜城笑了笑 不置可否 而贵宾席上 玄城道人与玉禅仙子 看到夜城的排名 却是十分的惊讶 这夜市天 实力如此强悍 排名怎么会这么点 玉禅仙子大敢疑惑 道 玄城道人沉饮一会儿 道 他那摆家境四层天的气息 可能不是自己的修为 说不定是借用了九幽携军的力量 如果九幽携军没死的话 玉禅仙子道 查 一定要查清楚 此事非同小可 老祖一直在暗中寻找天舞仙门的后人 如果能够找到 绝对是大功一剑 你我都能得到天大的赏赐 玄城道人谋子一鸣 道 是 请仙子放心 老夫一定会想办法查清楚 这个时候 决斗场之中 那裁判老者声音带着激动与敬畏 高声宣布道 第二场地狱试炼 圣者夜市天 这话音一落下 全场便是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山呼海啸 冷木琴语见无名 都带着惊讶震撼的目光 看着叶晨 那裁判老者又道 第三场比赛将在三天后举行 恭喜夜市天胜出 这是你的奖品 老者掏出一枚令牌 交给叶晨 叶晨接过来一看 这令牌印着一个寿字 正是参加狩猎大会的信武 寿神令 多谢 终于得到了寿神令 叶晨心情颇为激动 向着那裁判老者拱手道谢 而后便转身退场离开 而随着比赛的结束 在场的观众们 也是带着意犹未尽的心情 陆续退场 今天夜晨的表现 可着实让他们大开眼界 见无名与冷木琴 连忙跟上夜晨 喂 面具男 想不到你这么的厉害 冷木琴一阵赞叹 显然夜晨的实力 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夜晨只是笑笑 也不说话 冷木琴道 那吃骨腰翻的法宝碎片 你愿意交易给我了吗 夜晨摆了摆手 道 以后再说吧 我现在要走了 寿神令已经到手 夜晨便想离开 准备先回北盲祖地一趟 与小黄商量商量 狩猎大会之事 牧主大人 且慢 但在这个时候 轮回墓地之中 却传出九幽邪君的声音 他叫住了夜晨 夜晨心中一动 用神念交流道 前辈还有事吗 九幽邪君目光望向地狱道场 道 这地狱道场 里面阵法的核心 乃是一块九幽星石 而这九幽星石 是旧日时代的天才地宝 是我天舞仙门的特产 我想要那灵石 夜晨道 前辈想要那九幽星石 九幽邪君道 没错 我心中执念太深 随时都要走火入魔 而那九幽星石 可以辅助我稳定心神 以免走路岔道 夜晨眉头轻皱 九幽邪君的道心情况 着实不容乐观 旧日时代的争斗杀伐 带给他严重的创伤 而这股创伤 除非拿羽黄谷地的鲜血弥补 否则没有治愈的办法 而九幽星石 虽也无法彻底治愈 但至少可以暂时 稳定九幽邪君的情况 只是 九幽邪君是地狱道场的 镇眼核心之物 哪里有这么容易得到 九幽邪君见夜晨 沉音不达 便道 牧主大人 你可否替我盗取九幽星石 其实也不算盗取 毕竟是我天舞仙门之物 当年九幽星石的特产矿脉 也正好是我掌管 本来就是我的东西 是我亲自发掘这矿脉 也因此立下大功 被封为真传弟子 九幽邪君的武道天赋 相当不俗 但与旧日之主 魔祖无天之间 有着极大的差距 他最后 能被收为真传弟子 就是因为发现了 九幽星石矿脉 立下大功 才破格晋升 夜晨心中一动 道 好 前辈 我试试 说完 夜晨便默默思索着 道石之法 无名 我们在此暂住 等三天后 看看他最后一场 试炼再走 夜晨打算再在地狱道场 逗留一阵 便向剑无名道 剑无名拱手道 是 叶大人 冷木晴道 那我也留下 面具男 你什么时候肯交易法宝碎片 我就什么时候走 不然我会一直跟着你 夜晨呵呵一笑 也懒得理会冷木晴 道 随便你 话说完 夜晨挥挥手 带着剑无名 走到道场旁边的庭院住下 而冷木晴 自然是居住在两人附近 始终念念不忘 想要得到吃骨腰翻的碎片 夜晨在庭院客房里住下 与九幽携军交流 九幽携军 将许多旧日时代的传说秘星 都说与夜晨听 着实让夜晨大开眼见 如此道的夜晚 门外忽然传来了敲门声 谁 夜晨颇有些疑惑 戴上面具 开门一看 却见门外站着一个老者 那老者身后 又跟着几个随从 夜小兄弟 老父名为玄臣道人 乃是地狱道场的长教 那老者微笑着拱手 道 哦 原来是玄臣老前辈 幸会幸会 夜晨也听过玄臣道人的名号 便拱手还礼 心里暗暗猜测 玄臣道人的来意 玄臣道人向随从示意 身后几个随从 各捧着礼盒 呈送给夜晨 夜小兄弟 恭喜你通过试炼比赛 拿到兽神令 祝你舞蹈昌龙 将来再就日盟大放一彩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玄臣道人微笑道 那几个随从打开礼盒 里面装着一些名贵的丹药 金矿 天才地宝 珍惜法宝图纸等等 都是贵重之物 当然 对夜晨来说 这些礼物没什么价值 现在能够打动他的 只有九天神术 无上天剑 太上神器等等罕见的东西 多谢老前辈的礼物 夜晨保持着礼数 客套一番 还是收下了玄臣道人的礼物 玄臣道人看到 夜晨肯收礼 而且态度温和 与日间那股嗜血沙伐的舞蹈 大为不同 内心暗暗喜悦 夜晨心思闪动 想起了九幽邪君的吩咐 要盗取九幽心石之事 便道 老前辈 我还想要遗物 不知你肯不肯给 我可以用大量丹药 或天才地宝交换 玄臣道人道 哦 小兄弟 还想要什么礼物 夜晨眸子一鸣 还是道 九幽心石 听到九幽心石四字 玄臣道人脸色大变 语气凝重惊义道 九幽心石 这可是很古老的矿物 有增益舞道 宁静心神之效 普通人不可能知道 这矿物的秘密 小兄弟 你是从哪里听到的 夜晨笑道 是在一些古籍上看到的 玄臣道人沉声道 小兄弟 你实话告诉我 你到底是谁 与旧日时代的武道传承 可有关系 这九幽心石 正是旧日时代的矿物 你背后若无人 怎么可能知道 这东西的秘密 夜晨想了一想 道 我与旧日时代 的确因果不浅 但天机牵涉太多 我不能细说 请老前辈原谅 总之 如果方便的话 请老前辈将九幽心石交给我 我可以拿出令你满意的筹码 玄臣道人沉声道 这九幽心石 乃是旧日蒙的东西 我不能做主 如果小兄弟想要的话 可以把面具摘下来 以真面目示人 这样一来 我可以替你禀报 旧日蒙的大人物 传说中的玉蝉仙子 刚好就在地狱道场内 他可以做主 夜晨道 摘下面具 那是万万不能 还请老前辈 向玉蝉仙子通报一声 看他可否通融 玄臣道人道 小兄弟始终不肯 以真面目示人 这让老夫很是难办 夜晨笑道 那算了 既然前辈不方便 我就不麻烦你了 玄臣道人一愣 倒没想到夜晨这么的干脆 夜晨又客套了几句 说了些感谢礼物之类的话语 便转身关上门 玄臣道人愣在门外 他其实想探听夜晨的底细 却现在显然查不到什么 夜晨独自回到房间里 九幽携君颇有些疑惑道 牧主大人 怎么这么快拒绝 如果再商量商量的话 或许可以直接得到九幽心石 夜晨笑道 这九幽心石 既然是旧日盟亲自掌管 那我们或许不用依靠旁人 请遮天魔地前辈出手即可 他想起了遮天魔地 在旧日盟之中 遮天魔地地位极高 话语权仅次于魔祖无天 如果遮天魔地开口的话 夜晨想要一颗九幽心石 自然是易如反掌 遮天魔地吗 也好 有他帮忙 倒是可以省去我们许多麻烦 九幽携君点点头 日间与夜晨交流的时候 他也窒息了遮天魔地的情况 当下夜晨发了一封飞剑传书 发网旧日盟 向遮天魔地言明因果 当然 发信的名字是用夜视天 外人看不出来 遮天魔地却绝对知道真相 飞剑传书发出后 夜晨便在等待 但 出乎他的意料 过了两天时间 他都没有收到回应 魔地前辈 怎么还没回复我 难道有意外发生 夜晨眉头紧皱 遮天魔地没有回信 倒让他十分意外 九幽携君道 看来另有变故 还是要依靠我们自己了 夜晨道 先看看再说 玄辰道人的修为 在百家境四层天 而背后的玉禅仙子 修为也是百家境四层天 这两人的实力 都非常强大 如果夜晨硬要夺取九幽星时 得罪他们的话 只怕不容易善后 如此又过了一天 第三场地狱试炼的日子 正式到来 而遮天魔地 依然没有回信 夜晨只好静观其变 与剑无名一起 进入决斗场内 来到贵兵席 准备观看试炼战斗 他是第二场试炼的圣者 玄辰道人一看到他来 便邀请他来贵兵席坐下 夜晨与剑无名一起 便安坐在贵兵席上 冷木琴跟在两人身边 而在三人旁边 则是玄辰道人 与玉禅仙子两位大人物 夜晨第一次看到玉禅仙子 却见对方容貌绝美 身段恶挪多姿 皮肤尤为特异 居然呈现出半透明的颜色 不是白皙的那种 是非常特殊的半透明形状 犹如冰雪一般 能隐约看到 他纤细的骨骼与经脉 真正的兵姬玉骨 师前辈 你认识这玉禅仙子吗 夜晨颇有点好奇 向九幽邪君寻问道 九幽邪君道 认识 他是旧日新兽 以前居住在我天舞仙门的 遗迹秘境里 他应该是如今 唯一存活的冰雪玉禅血脉了 冰雪玉禅这种鲜兽 是极好的顶炉 可以采补 你有兴趣采荫补羊 夜晨哑然失笑 道 没兴趣 我就问问 这位小兄弟 你就是夜市天吗 不知师城何派 这个时候 玉禅仙子也带着笑容 向夜晨询问 夜晨早想好说辞 道 在下无门无派 偶得旧日机缘 自己练成了一身武道神通 玉禅仙子 眼眸带着一丝妩媚与好奇 打量着夜晨 道 是吗 自己修炼 没有明师指点 能练到小兄弟这个地步 简直是奇迹 言下之意 他是不幸 夜晨笑了笑 也不再答话 目光看向决斗场 这个时候 比赛已经快要开始 参赛选手都在休息区准备 夜晨随便扫视一眼 骤然心脏猛跳 捕捉到一丝极为熟悉的气息 那是阴阳神殿的气息 与此同时 夜晨感到阴阳玉佩 那传来了一丝异动 有阴阳神殿的相关人员 就在附近 夜晨瞳孔收缩 沿着阴阳玉佩的指示 最终他的目光 落在了一个青年男子身上 那青年男子 相貌非常陌生 他在休息区里等待入场 从外形到气质 都是平平无奇 如果不是阴阳玉佩的异动 夜晨压根不会留意到他 更没想到 后者居然与阴阳神殿有关 难道说 这人是阴阳神殿的后人 夜晨大胆好奇 不动声色 向玉禅仙子道 仙子 可否给我看看 这场比赛的名单 玉禅仙子道 没问题 向玄晨道人示意 玄晨道人态度恭敬 立即拿出第三场比赛人员的名单 交给夜晨 夜晨接过来一看 查到那阴阳神殿男子的讯息 对方名为夏玄圣 修为半步百家境 年龄八百岁 夏玄圣 八百岁 半步百家境 夜晨眉头轻皱 既然只有八百岁 那显然与昔日的阴阳神殿无关 就算是阴阳神殿的人 也是新成员 因为 阴阳神殿第二众 搬迁到黑暗近海 是因为万年前的变故 在阴土之园遭到红天经的袭杀 掌教失踪 愚人群龙无首 最后为了避祸 只能搬到黑暗近海 甚至推举天人魔神为首领 境况颇为惨淡 不容乐观 这个夏玄圣 只有八百岁 明显与昔年的变故无关 玄尘道人看到夜晨闪烁不定的目光 道 夜晨兄弟 怎么了 有谁引起你的兴趣吗 夜晨收起名单 交还给玄尘道人 淡淡道 没什么 随便看看而已 啊 这个时候 比赛的钟声也敲响了 参加第三场试炼的选手们 陆续入场 夜晨的目光 始终聚集在夏玄圣身上 那夏玄圣 似乎也觉察到了一丝异样 他抬起头 看到了夜晨 看到夜晨隐藏在面具背后的目光 他身躯明显颤抖了一下 原本平平无奇的淡然脸容 露出一丝惊恶与诧异之色 随后 夏玄圣又冷静下来 恢复了沉默木讷的模样 正式踏入决斗场 比赛开始 那裁判老者 一声令下 决斗场内的千名选手 立即开始竞争杀戮 互相混战 鲜血与惨叫很快传出 断肢内脏横飞 场面颇为血腥 这是真正的混战 上千人互相杀戮 不问生死 前面两场战斗 都有些特殊 第一场战斗 本来是一群人 对冷木琴一个人的群殴 结果因为冷木琴见到太强 最终变成了他一个人 对一群人的屠杀 而第二场试炼 则是那四个出身名门的天才舞者 一路碾压杀伐 最后被叶臣反杀 两场战斗 都不算真正的混战 而现在第三场战斗 就是真正旗鼓相当 势均力敌的混战 千人选手 没有谁特别厉害 也没有谁特别弱势 众人凭自身舞蹈与运气 生死绝逐 全场的观众们 山呼海啸的呐喊喝彩 场面非常热烈 叶臣注视着下旋盛 却发现对方的舞蹈 亦如其人 但夏玄盛的气息 却依然给叶臣一种 非常熟悉的感觉 那是阴阳神殿的波动 对方绝对是阴阳神殿的人 这个夏玄盛 到底是谁 叶臣皱着眉头 仔细观察之下 发现夏玄盛明显隐藏了实力 在千人混战之中 大部分只采取手势 绝不妄动 只有别人杀到他头上 他才挥剑反击 而且剑法平平无奇 往往要用十数招 才能将敌人杀死 混战足足持续了半个时辰 千人陆续倒下 地上躺满了尸体 而最终 在满地堆积如山的尸体里 只有夏玄盛一人存活下来 却见混战结束后 夏玄盛头发披散 满脸血污 气喘吁吁 半跪在地 似乎耗力巨大 手中常见一段 模样非常的狼狈 前面两场试炼战斗 无论是冷木晴 还是夜晨 最终都是气定神闲 滴血不染 彰显出超乎常人的武道造诣 但这个夏玄盛 却似乎武道平平 是凭着满腔热血 最终才侥幸活到了最后 我赢了 受神令可以给我了吗 夏玄盛目光带着一丝刚毅 望向那裁判老者 裁判老者道 当然可以 恭喜这位选手胜出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因夏玄盛太过平平无奇 裁判在名单里 也没有格外留意他 所以甚至不知他的名字 夏玄盛 夏玄盛抱上了自己的名字 依然是气喘吁吁 浑身带着伤势 仿佛随时要倒下 恭喜这位夏玄盛选手 成功胜出 获得最后一枚受神令 裁判老者高声宣布 将最后一块受神令 交给夏玄盛 夏玄盛道 多谢 他深吸一口气 似乎耗费巨大的力气 才堪堪站起 向着全场观众鞠躬行礼 而全场的观众们 也抱以热烈的掌声与喝彩 叶晨看到夏玄盛胜出 目光锐利 心想 此人隐藏手段 着实高明 他洞察之下 一看出夏玄盛的浑身伤势 对方伪装出一副历尽气喘的模样 摆明是在隐藏实力 如果巅峰爆发的话 叶晨估计 这个夏玄盛 在一炷香时间内 就可以突进全场 绝不会如此的狼狈 第三场战斗 圆满落幕 夏玄盛成了最后的胜者 只见他掏出几颗丹药 服用下去 稍稍恢复气息 随后 经大步向着贵宾席的方向走来 叶晨心脏砰砰直跳 难道夏玄盛认出了自己 却见夏玄盛来到贵宾席 完全没看叶晨 仿佛叶晨不存在本 他向着玄尘道人 玉禅仙子行礼 恭敬道 晚辈夏玄盛 见过玄尘老前辈 玉禅仙子 玄尘道人惊疑不定 道 恭喜你胜出 你有事吗 夏玄盛突然跪了下来 道 晚辈仰慕旧日盟威名已久 想拜入旧日盟坐下 请两位前辈收留 这一下 他突然下跪 玄尘道人与玉禅仙子 都是微微吃惊 而叶晨内心里 更是激起了滔天波澜 无比动容 阴阳神殿的成员 不管命途多么坎坷 都绝不会向敌人屈服 但现在 夏玄盛居然向人下跪 甚至请求玄尘道人 与玉禅仙子的收留 想要加入旧日盟 叶晨眼眸里 顿时炸起怒火 如果真的有阴阳神殿的弟子 敢跪拜旧日盟 那等同是叛变 他绝对要出手清理门户 玄尘道人道 你想加入旧日盟吗 望向玉禅仙子 玉禅仙子平静下来 淡淡喝了一口茶 道 想加入旧日盟 那要通过狩猎大会再说 他见夏玄盛的舞蹈 平平无奇 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也就不放在心上 在他眼里 夏玄盛能通过试炼 只是运气好而已 夏玄盛语气千功 道 晚辈一定会通过狩猎大会 等到那时候 还请仙子收留 说完 他又向着玉禅仙子 喷喷喷磕了三个响头 叶晨坐在座位上 手掌抓着椅子把手 咔嚓咔嚓坐响 奋机之下 将椅子把手都捏碎了 如果夏玄盛 真的是阴阳神殿的弟子 却又向旧日盟下跪 那简直是叛变 叶晨绝对无法容忍 叶晨兄弟 你怎么了 玉禅仙子看到叶晨神色有异 那股愤怒异常的姿态 与平时沉稳的模样大为不同 不禁诧异 叶晨咬了咬牙 内心始终不肯相信 阴阳神殿的弟子 会叛变投靠旧日盟 道 没什么 他强忍着内心的愤怒 让自己冷静下来 其实 他并不认为 阴阳神殿的强者 会投靠魔祖无天 背后必定另有阴犹 而这个时候 玉禅仙子也向夏玄盛道 有什么事的话 等狩猎大会结束了再说 夏玄盛道 是 说着站起身来 转身退了出去 叶晨欲言又止 但最终还是忍住了 他决定暂时不接触此人 反正等到狩猎大会开始 还是有再见的机会 玉禅仙子笑道 叶晓兄弟 那祝你 也在狩猎大会上 一展风采 叶晨淡淡道 成仙子贵言 我会尽力 地狱试炼就此结束 观众们陆续散场 叶晨向着玉禅仙子 玄臣道人道别 与见无名结伴离去 冷木琴却依然跟随着叶晨 还念念不忘法宝碎片之事 叶晨冷冷道 不用跟着我了 想要交易 那要等狩猎结束再说 如果你在狩猎大会上死了 那也没有交易的意义 冷木琴称怒道 你咒谁死呢 叶晨也不管冷木琴 与见无名迅速甩掉对方 直接离开 冷木琴气得直跺脚 却也无可奈何 见无名道 叶大人 我们现在去哪里 叶晨道 先回北盲祖地一趟 见无名道 是 叶晨道 不过 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 你先回去 他心里还记挂着 九幽邪君的吩咐 九幽邪君想到取九幽星石 而现在九幽星石还没拿到手 叶晨自然不能随便离开 见无名疑惑道 叶大人 你还有什么事情要处理 叶晨道 你不用管 你先回去等我即可 见无名道 是 当即独自离开 返回北盲祖地 叶晨孤身一人留下 暗中沟通轮回目的 向着九幽邪君道 前辈 要动手了吗 想抢夺九幽星石 只怕不太容易 如今地狱试炼结束 落幕散场 但在地狱道场里 有着玄城道人 玉禅仙子等高手坐镇 想强行抢夺九幽星石 自然难比登天 不过 这九幽星石非常重要 是稳定九幽邪君心神的灵物 叶晨绝不能错过 虽之凶险 但他也只能尝试 九幽邪君沉吟一会儿 道 我传你一道术法 名为太上天七道 乃是太上三十六道之一 可以伪造一宝问世的假象 甚至能欺骗天地 你用此术 伪造出一宝要问世的模样 将人引走 调虎离山 便可顺利拿到九幽星石 说着 九幽邪君弹指射出一缕幽光 蹲入叶晨脑海里 哄 煞时间 醍醐灌顶 一门古老精妙的术法 灌注入叶晨的脑袋里 这门术法 正是七天道 来世太上三十六道之一 可以伪造一宝问世的假象 欺骗生灵 在旧日时代 这门道法 经常被用来布置陷阱 欺骗凶兽 进入圈套 叶晨感悟着太上天七道的妙法 目光微微一转 心里有了主意 调虎离山 希望能成功 叶晨心思一动 飞到一座荒岛上 这荒岛 距离地狱道场约墨百里 从岛屿之上 能隐约看到地狱道场的轮廓 叶晨掏出一张符罩 这符罩 带着轮回的剑气 正是蕴含有轮回天剑因果的符罩 凭此符罩 如果叶晨接近轮回天剑的话 可以有所感应 只是 黑暗近海太大了 浩瀚无边 叶晨从踏入黑暗近海开始 一直到现在 都没能真正捕捉到轮回天剑的位置 现在 拿出轮回符罩 叶晨当然不是要寻找轮回天剑 而是要布置幻想 七天道法 瞒天过海 吃 叶晨捏了一个法绝 咬破指尖 将一滴鲜血 抹在了轮回符罩上 并施展出七天道法 哦 轮回符罩震荡起来 一股强烈的金光 猛然喷波而出 并形成了一道笔直的光柱 直冲天削 将云层都贯穿了 金光浮动间 有剑气环绕 非常的壮观 那剑气 是天剑的剑气 是轮回天剑的气息 当然 这剑气 是伪造的假象 叶晨利用七天道法 并结合轮回符罩 竟然创造出了 轮回天剑问世的惊天意象 却见冲天金光 剑气沉浮不定 那股轮回的威严 动荡云霄 极其的壮观 能引发如此意象 除了七天道法本身的精妙外 与叶晨自身的轮回之力 也有莫大关系 如果换做其他人 轮回天剑问世的假象 只有叶晨才可以 而随着轮回天剑问世的假象 冲天而起 方圆千万里 诸般空间法则 时间法则 大道法则 都是震荡起来 诸天共鸣 环与浩瀚 无比磅礴的精光 照耀八荒 地狱到场内 观众们刚刚退场 却骤然看到 那冲天的轮回精光 所有人都待住了 这是 天剑的气息 是轮回天剑的气象 难道说 轮回天剑出事了 我的天哪 就在前面不到白脸 众人彻底震惊了 只以为轮回天剑 真的出事了 不然的话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异象 连天地还宇都震荡了 玄辰道人与玉禅仙子 看到这一幕 也是大惊 怎么回事 轮回天剑要出事了 这不可能 这把剑无比神秘 也无比的强大 如果有出事的征兆 魔祖无天必有察觉 玄辰道人惊骇不已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前 却见天上的精光 爆发得越来越浓烈 那精光里剑气浮沉 无数剑光汇聚成一把天剑的影子 正是传说里的轮回天剑 玉禅仙子美眸收缩 也是难以置信 道 天剑出事 非同小可 快过去看看 这把剑 绝不能落入其他人手里 说着 玉禅仙子身躯一闪 化作一缕白雪般的金芒 向着那金光发出的地方飞去 玄辰道人 深知事态紧急 也急忙带了几个高手 与玉禅仙子一同前往 而刚刚退场的观众们 也是一窝蜂的 向着异象发出之地飞去 方圆数千里范围内 诸多隐藏的强者 各大门阀世家 都是有所感应 纷纷出动 局势一触即发 极其紧张 叶辰感应到四周的变化 也是有点恶然 然后欣喜道 看来是成功了 九幽邪君道 机不可失 快回去夺取九幽星石 好 叶辰立即隐秘身形 重返地狱道场 而当他来到地狱道场的时候 却发现在场没几个人了 几乎所有人都跑去抢夺轮回天剑 玄辰道人和玉禅仙子 都不在了 明显也是被轮回天剑的假象形 调虎离山之际 大获成功 叶辰内心一阵激动 隐藏在地狱道场外 看着里面的卫兵 内心暗暗许愿道 我许愿 天地皆醉 一梦春秋 这许愿的念头一散发出来 愿望天心震荡 一缕缕白光射出 那一缕缕白光 落到那些普通卫兵身上 他们的身躯 立即像喝醉一般 瘫软在地 彻底陷入沉睡的梦乡里 以叶辰目前的手段 要对付一般杂兵 自然易如反掌 甚至不需要沾染鲜血 一生许愿就足够解决 在解决掉守兵后 叶辰大摇大摆 直接进入地狱道场内 地狱道场之中 那阵法的核心 一颗闪烁着旧日星芒的灵石 正在微微闪耀着 正是九幽星石 这颗九幽星石 深深镶嵌在地狱道场的阵法里 不容易夺取 龙渊天剑 破 时间紧急 叶辰也懒得浪费时间 去研究阵法 直接拔出龙渊天剑 狠狠一斩 将阵法斩破 啪哒 阵法一破 九幽星石便掉落了下来 叶辰手掌一射 隔空将九幽星石摄取过去 握在手中 洗道 石前辈 拿到手了 九幽邪君道 嗯 既然拿到手了 那便快走 你强行破阵 可能会引起外人的注意 叶辰心中一领 道 是 连忙转身离开 而九幽邪君 却说得没错 叶辰一破开阵法 远在百里外孤岛的 玄辰道人 却有所感应 此时的玄辰道人 与玉禅仙子 还有许许多多的强者 都来到了那荒岛上 众人拥挤成一团 想要瞻仰轮回天剑的威仪 但 当众人来到岛上之后 却发现 那轮回的气息 虚浮无根 竟然不是真实 而是一道假象而已 轮回天剑出世的气象 是假的 玉禅仙子有些恶然 不敢相信 伪造出轮回天剑问世的假象 这即便是魔祖无天 也做不到啊 到底是谁 居然有这么大的本事 又有什么目的 我们被骗了 周围的人们 也是面面相去 一时间难以接受 不好 中了吊虎离山之界 玄辰道人 顿时瞳孔收缩 联想到地狱道场 阵法被迫 甚至九幽星石的气息 也已经失落的时候 他瞬间明白了一切 怎么了 玉禅仙子柳眉一皱 望向玄辰道人问 现在我回去一趟 玄辰道人脸庞一沉 也来不及解释了 立即撕裂虚空 返回地狱道场 而此时的夜晨 正拿着九幽星石 从地狱道场里出来 是 玄辰道人身形如电 降临下来 与夜晨差点撞到了一起 夜晨吃了一惊 叫道 玄辰道人 他却没想到 对方这么快地回来 玄辰道人冷眼盯着夜晨 又看了看他手里 拿着的九幽星石 道 夜是天 你想做什么 夜晨顿时冷汗层层 玄辰道人 是百家境四层天的强者 如果打起来 他没有胜算 而且背后 还有一个玉禅仙子 更不好对付 况且 夜晨也不想无缘无故 招惹如此强敌 煞时间 夜晨心里闪过无数念头 思索着脱身之法 玄辰道人问 你想盗取九幽星石 夜晨沉默不答 玄辰道人 心里也略过无数念头 昨晚他曾拜访夜晨 也知道夜晨想要九幽星石 你实话告诉我 你和旧日时代 到底有什么关系 你的武道气息 与天舞仙门非常相似 甚至 和传说中的九幽邪君 非常相似 你到底是谁 玄辰道人凝视着夜晨 始终觉得夜晨身份不简单 背后绝对有旧日时代的影子 说不定与九幽邪君有关 夜晨心思闪动着 却也不敢贸然泄露 九幽邪君的因果 而这个时候 轮回目的之中 九幽邪君却是向夜晨传音道 不用再隐瞒了 告诉他也无妨 你就说 你是我的弟子 这块玉牌便是凭证 说着 九幽邪君又交给夜晨一块玉牌 这块玉牌 刻着天舞两个字 字迹无比的囚禁 雄魂有力 乃是昔日天舞仙门 真传弟子的身份玉牌 在玉牌背面 印有九幽邪君的名字 是石擎天三个字 在魔祖无天手里 也有同样的玉牌 夜晨心中一动 当即收下这天舞玉牌 乘给玄辰道人 道 老前辈 实不相瞒 我正是九幽邪君的关门弟子 这九幽星石 本来就是 我师父之物 我想拿回来而已 并非有意道去 玄辰道人一看到那天舞玉牌 顿时神情大振 他颤抖着双手 接过玉牌一看 却见玉牌雕攻大气 简洁而古朴 正面印着天舞二字 背后是石擎天三字 这是 玄辰道人瞪大眼睛 这玉牌 他在魔祖无天手上见过 那是天舞仙门的真传玉牌 你果真是九幽邪君的弟子 玄辰道人倒吸一口凉气 叶辰拥有九幽邪君的真传玉牌 此话明显不假 要知道 九幽邪君可是魔祖无天的同门师弟啊 换言之 论辈分的话 叶辰就是魔祖无天的师侄了 就凭这层关系 足以在黑暗进海里 横行无际 当然 玄辰道人并不知道 其实叶士天的真实身份 就是叶辰 而叶辰与魔祖无天之间 有着不小的恩怨 叶辰道 九幽邪君便是我师尊 老前辈若能行得方便 还请将九幽星石给我 玄辰道人郑重点头 道 没问题 这九幽星石 你尽管拿去 他知道叶辰背后之人 那位九幽邪君 消失多年 身份惊人 如果现在还活着 实力必定惊天动地 而魔祖无天 也一直想寻找天舞先门的后人 如果被他知道 九幽邪君还活着 而且还有一个弟子 自然是无比欣喜 当下 玄辰道人将那天舞玉牌 交还给叶辰 也想结个善缘 叶辰道 老前辈 我师父的事情 还请你暂时保密 我不想泄露出去 玄辰道人道 哦 论妹粉 魔祖无天是你师伯 你不去相认吗 叶辰道 我想等狩猎大会结束 证明自己的实力后 再相认也不迟 玄辰道人呵呵一笑 哦 原来是这样吗 也好 年轻人很有志气 我看好你 希望你以后 再就日蒙飞黄腾达 可不要忘了老夫 叶辰哭笑不得 道 一定 一定 那我先告辞了 玄辰道人笑道 慢走 随后便恭敬送了叶辰出去 送到门口的时候 玄辰道人看到远方那轮回的金光 心中莫名一领 问 叶小兄弟 你用了什么神通 居然能伪造轮回天剑出世的假象 叶辰心头一跳 他可不想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便不动声色 道 是我师父传授给我的七天道法 玄辰道人道 单是七天道法 能伪造出如此浩瀚的轮回气象 他心里隐约察觉不对 但又不敢妄言 叶辰道 我师父神通广大 那也没什么稀奇的 玄辰道人微微汗手 心里虽还有狐疑 但也没猜到叶辰就是轮回之主 只以为旧日神通绝妙 不是自己能够窥见 道 好吧 那小兄弟回去之后 记得替老夫向九幽携君请安 叶辰道 一定 说完 叶辰辞别玄辰道人 带着九幽星石离开 返回北蒙祖地 在路上 叶辰将九幽星石交给九幽携君 道 前辈 临时到手了 九幽携君微微汗手 道 很好 有了这颗九幽星石 我道心至少能无恙 他命途太过坎坷 内心有股怨念试杀之气 很容易走火入魔 而有了九幽星石的辅助 起码不会再有走火入魔的危险 当下九幽携君 收下九幽星石 盾回墓碑里去 默默开始炼化 而叶辰返回北蒙祖地 与小黄团聚 自然不胜欣喜 如此过得大半个月 狩猎大会也要开始了 小黄道 主人 我也要跟你一起去 叶辰道 哦 你不留下陪你母亲吗 小黄道 我还是想去救我的父亲 我现在伤势已经恢复了 叶辰沉思一会儿 道 好 那你便跟我去 其实 叶辰并不想带着小黄 因为小黄身份太特殊了 他拥有祖王血脉 不容有失 那狩猎大会太凶险了 如果小黄陨落 那祖王血脉就彻底断绝了 不过既然小黄想去 叶辰自然也不打算阻止 毕竟小黄的父亲 就被关押在狩猎大会的场地里 有小黄在的话 挽救的机会会更大 一切准备妥当 叶辰便与小黄结伴离开 北蒙竞与剑无名出来送行 这次叶辰离开期间 剑无名会留在北蒙祖地 有他在此 魔族那边的人 自然也不敢作乱 叶辰将小黄收入皇权世界里 随后戴上叶试天的面具 独自前往狩猎大会的场地 灭神一荒 而此时 就日蒙大殿之中 随着狩猎大会即将开始 魔族吴天正与几个高层护法 在商讨着钥匙 魔族吴天手上 有一份名单 这份名单 记录了所有参加狩猎的人 这个叶试天和冷木晴 倒是有点一丝 魔族吴天目光微眯 凝视着名单上的名字 当他目光所及 那份名单光芒闪烁 叶辰和冷木晴的影像 都是浮现了出来 不过叶辰戴着面具 服用影天神单 化名叶试天 魔族吴天也没瞧出来 况且 叶辰显现在 在镜天榜石碑上的名字 也是叶试天 旁人更不怀疑他的真实身份 大殿台阶之下 一个半人半郎 身穿铠甲的男子初恋 道 老祖 据我调查 冷木晴是普通散修 偶得吃骨腰翻 从此逆天改命 但这个叶试天 却查不出什么 这个男子 正是十六户法里的北风狼 魔族吴天为感惊讶 道 什么都查不出吗 北风狼道 正是 此人好像是凭空出现的 目前在镜天榜上 排名第674位 魔族吴天目光一转 望向遮天摩帝道 摩帝 你听过叶试天此人吗 遮天摩帝表情颇有点古怪 他自然知道 叶试天就是叶诚 此前 他甚至收到过叶诚的飞剑传书 当时 叶诚想要久悠心时 便委托遮天摩帝相助 但遮天摩帝没有回信 怕引起魔族吴天的注意 此时听到魔族吴天的询问 遮天摩帝道 好像听过 但不太清楚 他知道 在魔族吴天面前 一说谎就会被看出来 不可能隐瞒住 除非是 恋成九天暴谱诀 或者邪悦弥神法之类的 可以掩盖因果 避开窥似的神通 否则难以隐瞒 所以 他干脆含糊其词 搪塞过去 魔族吴天 看到遮天摩帝似有隐瞒 眉头一皱 但却也不多问 他与摩帝之间 保持着相当的默契 两人都没有触及对方的底线 是一种极其微妙的关系 八旗 你去叫玄辰道人来见我 魔族吴天吩咐下去 向着台下一个灰袍男子道 那灰袍男子相貌阴厉 浑身缠绕着八条大蛇 模样非常的诡异古怪 正是十六护法里的八旗天蛇 是 老祖 八旗天蛇立即退了出去 撕裂虚空离开 不到半炷香时间 他抓了一个老道士回来 那老道士 正是玄辰道人 八旗天蛇道 老祖 人带到了 玄辰道人被抓到就日盟大殿 眼见大殿严肃 魔族吴天端坐在白骨黑莲宝座上 旁边遮天摩地垂首立 台下一个个旧日盟的护法 玉蝉仙子 北风狼 圣元天龟 九吞鬼王等等 人人目光盯着他 煞时间 玄辰道人冷汗沉沉 却哪里见过这场面 他跪了下来 砰砰砰地向着魔族吴天磕头 面白如指 道 老奴玄辰道人 不知老祖赵剑 有何要事 他虽是百家境四层天的强者 但在魔族吴天面前 蝼蚁般的存在 对方吹一口气 就可以灭杀他千万遍 他是大气也不敢喘 魔族吴天眯着眼睛 凝视着玄辰道人 道 你认识叶仙天吗 玄辰道人汗如雨下 道 认识 他在我地狱道场里 参加了第二场试炼 而且顺利通过 拿到了一枚兽神令 魔族吴天道 是吗 还有其他吗 到这个时候 魔族吴天都想不到 其实叶仙天就是叶晨 因为 他允许叶晨 破格参加狩猎大会 按常理来说 叶晨是没必要 额外去争夺受神令的 玄辰道人浑身发抖 想起了叶晨背后的 九幽邪君 连忙道 这个叶仙天 他其实是老祖你的失职 这话一出 魔族吴天一愣 在场的护法强者们 也是恶然 就连遮天魔地 都感到无比的惊恶 叶晨 居然是魔族吴天的失职 玄辰道人吞了吞口水 他答应过叶晨 要保密 不要泄露九幽邪君的事情 但是到如今 他哪里有半点隐瞒 当下一五一时到 叶晨天此人 其实是九幽邪君 是晴天的关门弟子 论辈分的话 老祖你是他的师伯 老祖有此等天骄后辈 可喜可贺啊 魔族吴天目光一宁 与其颇有些激动道 那叶晨天 是石师弟的徒弟 你没看错 在场诸多护法 皆是震惊 他们已经有好几万年时间 没见过魔族吴天 露出这么激动的姿态 其实 当初在天武仙门里 魔族吴天和九幽邪君的关系 并不算密切 但师门救土负面 每一个救人 都显得无比珍贵 这些年来 魔族吴天也曾尝试寻找 师门救土之人 其中就包括九幽邪君 此时听到叶晨天 居然是九幽邪君的弟子 他自然是激动于震惊 玄辰道人道 老奴亲眼看到 那叶晨天 拿出了九幽邪君的天武御牌 不会有错 魔族吴天道 那石师弟呢 他还活着吗 一排光芒璀璨 气数犹在 必定还没陨落 魔族吴天更是激动 站起身来 来回踱步 道 如果石师弟还活着 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我这些年修为一直无法进步 就是因为道心不够圆满 如果能与昔日救人团聚 圆满之日不原意 目前魔族吴天的修为 与太上天女相当 两人势均力敌 蓝分高下 都都比羽皇谷帝逊色一筹 羽皇谷帝是无量镜的巅峰 也是县世武道的巅峰 而魔族吴天是接近巅峰 还没达到 想达到县世武道的巅峰 必须要道心圆满 而旧日时代的争霸战乱 给他创伤太大 现在必须要找到旧日时代的好友 方可弥补创伤 达到圆满的境界 所以 这些年来 魔族吴天寻找天舞仙门的后人 是为了弥补过去的遗憾 让道心圆满 八旗天舌道 老祖 既然那夜市天 就是天舞仙门的后人 那我们赶紧接他过来团聚 闻言 魔族吴天却冷静下来 道 这件事不用急 他不来投靠我 却要去参加狩猎大会 想来是要证明自己的实力 我们便给他一个证明的机会 玄尘道人道 老祖说的是 夜市天当时跟我说 也是这个意思 魔族吴天点点头 道 狩猎在今天开始 那么 现在替我准备降临仪式 我要亲自开启灭神仪荒的禁止 众护法道 是 便退出去 准备魔族吴天降临的仪式 却是神色古怪 心里暗暗嘀咕 夜晨这小子 怎么会和天舞仙门扯上关系 难道是因为无祖吗 遮天魔帝自然听过天舞仙门 也知道天舞仙门的开山祖师 正是无祖 无祖的修为 非常强悍 其实已经窥见吴吴 有资格去吴吴世界 但他选择 留在现实的时空 并建立天舞仙门 传播武道 所以 世间武道的源头 就是无祖 在无祖那个年代 武道的体系还没成形 是一个蛮荒的世界 一切呈现野蛮粗犷的本质 是无祖开天辟地般 创建了现实武道的体系 甚至 他还将无无境界的哲思 收录到天舞卧龙经里去 所以 世间如果有人 能参悟天舞卧龙经的话 就可以窥见 无无境界的奥秘 无祖这是大胸襟 大气魄 他虽然不想踏足无无 但给后人留下了一条路 而夜晨拥有无祖道心 与无祖有千丝万缕的联络 遮天魔帝自以为 夜晨与天舞仙门有所牵连 是因为无祖 哪想到是轮回目的新大能觉醒 让夜晨背负了新的因果 而此时的夜晨 却已经来到灭神一荒 灭神一荒 黑暗近海十大遗迹之一 昔日天舞仙门的遗迹秘境 这地方 是一片近乎荒芜的世界 千山万鹤 远古森林连绵成片 山林里不时传出今天的售吼声 令人心惊 此时 灭神一荒还没开启 在灭神一荒入口前 有一个人工修建的广场 前来参加狩猎的人们 便在广场上等候着 人数并不算多 因为寿神令就一百枚 有资格的参与者 也就一百人 夜晨来到广场上 却见前方入口封闭 有一层黑色静置保护着 外人无法进去 有几个就日盟的执事 在场维持着秩序 道 狩猎马上开始 诸位在此等候 老祖会亲自降临 开启入口 众人听到魔祖无天要清零 皆是有点兴奋 窃窃思语道 魔祖无天 传说中的天下第三高手啊 今天能一见真身 也不枉此生了 什么天下第三 明明是天下第二 仅比那羽皇古帝 稍逊一筹而已 不 我看还是天下第三 任天女有天剑 而魔祖无天没有 兵器上吃了大亏 真打起来 他只怕不是天女的敌手 哼 那倒未必 天女的修行时间 气韵积累 拆了魔祖无天上百万年 就算有天剑又如何 只怕还是敌不过无天 众人争论起 魔祖无天的实力 不过都是老生常谈了 坊间一直争执不断 当时第一高手 那毫无疑问 是羽皇古帝 而第二第三 则是任天女与魔祖无天 至于这两人 谁排第二 谁排第三 却难说得很 夜晨听着众人的争论 也懒得理会 目光只看着前方 隔着那黑色的静置 也能清楚看到 灭神仪荒内的环境 那是真的一片古老荒凉 地脉的年纪 比旧日还要遥远很多 这灭神仪荒 应该是五祖时代的地方 夜晨眼睛微眯 从地脉的气息判断 这片灭神仪荒 年代非常久远 应该是五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后来被五祖收纳 改造成天舞仙门的秘境 故此 在灭神仪荒里的神兽 得到古老地脉的滋养 气息尤为凶悍强大 带有蛮荒巨兽的野气 绝不容小觑 这位兄弟 就在夜晨正观看的时候 一道声音突然响起 夜晨回过神来 却看到一个青年男子 正抱拳向自己行礼 带着笑容 一副诚恳真挚的模样 阁下是 夜晨颇为疑惑 他并不认识这个男子 那青年男子犹豫许久 还是道 我叫柳其名 无尽岁月之前 是从天人玉 北陵天殿走出的舞者 我看兄弟你身上 有天人玉的气息 甚至有北陵天殿的气息 不知你和北陵天殿 有什么关系 原来这个青年 名为柳其名 他来自天人玉 甚至曾经出身北陵天殿 北陵天殿之中 有一股特殊的北陵之气 一旦成为弟子 都会沾染 这也方便北陵天殿弟子 在外面相认 固然夜晨遮掩 但还是被柳其名 发现了一丝 此刻见到夜晨 他感应到天人玉的气息 甚至还有北陵天殿的气息 故此上来结识 夜晨愣了一愣 他服用影天神丹 隐瞒了轮回的气息 但并没有刻意隐瞒其他 你是北陵天殿的弟子吗 夜晨看着柳其名道 他与北陵天殿之间 关系匪浅 现在听到柳其名提及 也是颇有好感 柳其名道 正是 不知兄弟尊姓大名 怎么会来到黑暗近海 是北陵天殿的任务吗 夜晨道 我教夜晨天 想来狩猎大会 魔力魔力自己罢了 倒不是北陵天殿的任务 柳其名道 原来阁下就是夜晨天吗 夜晨微微一正 道 你认识我 柳其名道 静天榜石碑显化 我看到有兄弟你的名字 排在第674位 静天榜每次更新 都在天地间有气象显化 细心留意观察的人 便可知道底细 夜晨愣了愣 回想起那静天榜的石碑 似乎也见过柳其名的名字 但因榜单上名字太多 他也没有悉心留意 我排名太过靠后 倒是让柳兄见笑了 夜晨随便谦虚了一句 柳其名道 无妨 兄弟你 既然出身北陵天殿 想来前治非凡 以后大有作为 夜晨心中微动 看来柳其名当年 离开北陵天殿的时候 时间还很早 所以他并不知道 夜晨在北陵天殿的事情 柳兄 你当年是为何要离开北陵天殿 夜晨又有些好奇问 柳其名道 我从一些古籍里 查到红军老祖的秘境 就在黑暗进海里 所以不顾师门反对 毅然脱教而出 来黑暗进海闯荡 不料 红军秘境 早已被人搬空 我却是连一点机缘都拿不到 说到最后 柳其名语气之中 大有苦涩落寞之意 想来他脱教离开后 日子飘零 并不好过 夜晨道 原来是这样吗 他想起了剑无名 与剑无名相比 柳其名的情况要好很多 至少胳膊腿都健在 柳其名道 我从红军秘境出来后 侥幸被一个家族收留 那家族也姓柳 倒是与我有缘 这次我是代表柳家 来参加狩猎大会 夜晨道 原来柳兄是柳家的天才吗 幸会幸会 以前遮天磨地 给过夜晨一份地图 上面也简单提到柳家 在黑暗进海内海之中 除了旧日门外 声明最显赫的势力 是十六镇诸侯 所谓十六镇诸侯 便是旧日门十六星寿护法的领地 在十六镇诸侯外 还有许许多多的名门望族 而柳家 正是这名门望族之一 柳其名道 夜兄弟 这次狩猎大会 除了我之外 我柳家还另外派出两人 我来替你应见 他知夜晨来自天人域 有出自北陵天殿 故此大有好感 想要清静结识 夜晨不好拒绝 便点点头 与柳其名走到广场的另一边 这里 却有一男一女 靠着一株大树闲聊着 大小剑 虎少爷 柳其名见到两人 颇有些恭敬地拱了拱手 那一男一女 见到他回来了 还带了一个陌生的面具男子 不由得紧皱眉头 柳其名 你刚过去那边做什么 那女子开口道 夜晨打量着这女子一眼 见对方相貌清秀 但态度如此巨傲 不禁皱了皱眉 柳其名道 我他相遇故知 碰到了以前天人域的人 便过去结石结石 大小剑 我来替你们介绍 这位是夜视天夜兄弟 夜兄弟 这位 是我柳家的大小剑 名为柳鹿鱼 修为百家近一层天 斩家十八 静天榜排名 第三百五十一位 这位是柳虎少爷 修为也是百家近一层天 斩家九道 静天榜排名 第三百九十七位 我还没斩家突破 目前静天榜排名 四百三十三柳七名 分别介绍完毕 又向夜晨询问道 夜兄弟 你的修为是 他见夜晨表面的修为气息 是还真近七层天 但既然能排到静天榜上 想来真实实力不止如此 夜晨淡淡道 我修为就是还真近七层天 柳七名道 这不可能 兄弟说笑了 你既能躋身静天榜 又怎么会这点修为 那柳鹿鱼看了夜晨一眼 道 你隐藏了修为 又戴着个面具 一定不怀好意 他见夜晨修为气息浅薄 而且又戴着面具 与真实排名不符 背后明显另有蹊跷 只以为夜晨心怀不轨 如果他知道 夜晨在地狱道场中的表现 绝对不会如此轻蔑敌视 因为 在地狱道场中 夜晨借用九幽携军的力量 甚至爆发出 百家境四层天的可怕气息 不过 柳鹿鱼 柳七名 柳虎等人 都不知地狱失恋的情况 黑暗近海实在太大了 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奇闻异事发生 夜晨虽在地狱道场里大放异彩 但并没有引起外界的注目 夜晨笑了一笑 既然柳小姐不欢迎我 那我先告辞了 他也不想与柳鹿鱼纠缠 便欲离去 哎 夜兄 都是误会 柳七名出来打圆场 挽留夜晨 心里还是想与夜晨结识 毕竟大家都是天人欲出身 呵呵 夜是天使吧 就在这时 那柳虎上下扫视夜晨一眼 抱着双臂 道 你今天绑排名第674 就这排名 你真实的修为境界 最多太真敬后期 也高不到哪里去 他见夜晨排名这么靠后 就算真的隐藏了实力 那真正实力 也不会有多厉害 也就不放在心上 这样吧 我看在柳七名的份上 让你留下也可以 你跪下吧 当我柳家的奴仆 我会在狩猎大会上照顾你 柳虎冷冷一笑道 柳鹿鱼也是点点头 道 没错 我正好缺一个奴仆 你留下来伺候我 我不会亏待你 这两人言语之中 以止气使 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显然是身居高位习惯了 完全不将普通人当人看 夜晨各式人物 大风大浪 见得多了 看到柳鹿鱼与柳虎 这副嘲讽的嘴脸 也不放在心上 微笑道 多谢两位照顾 可惜我这膝盖 站习惯了 跪不下去 告辞 说完 夜晨转身就走 你 柳虎与柳鹿鱼一怒 他们平日在家族里居高在上 可从来没被人拒绝过 现在被夜晨当众拒绝 眉宇间顿时大有欲怒之意 管家 柳鹿鱼脱口而出 但随后立即住口 一阵尴尬 这里是灭神一荒 并不是他的家族 可没有人会提他出头 我来教训教训这小子 柳虎哼了一声 看着夜晨离去的背影 突然大踏步冲出 一掌向着夜晨后背拍去 夜晨眉头一皱 感受着背后的风声 却没想到 对方如此野蛮 正在还击 忽然天空有摩西绽放 千只万只乌鸦嘎嘎呼啸 一尊滔天手掌凌空而降 如天山鸭顶般 砰的一声 轰击在柳虎身躯上 扑吃 柳虎当场狂喷鲜血 身躯被打得凹塌在地 浑身骨骼碎裂 顷刻间受了重伤 柳虎 柳鹿于大海 惊呼一声 柳其名也是大惊 广场上诸多强者 看着那惊天手掌 也是一阵震撼恶然 却见那剧长收起 漫天乌鸦簇拥间 一个黑袍男子 缓缓降临下来 正是遮天魔地 啊 是魔地大人 遮天魔地来了 听说他得到了死兆魔眼 以逆天改命 死兆魔眼是什么 蠢才 没听过最近的传闻吗 死兆魔眼 就是红军坐下四兽王之一 虚无之王 众人看到遮天魔地降临 皆是大惊 一阵骚动议论 纷纷往后退去 最近遮天魔地的奇遇 传遍了整个黑暗近海 红军坐下四兽王的传说 也是传了出来 四大兽王之中 虚无之王死兆魔眼 已被遮天魔地得到炼化 这是今天的奇遇 在遮天魔地的璀璨光芒映沉下 叶晨在地狱到场里的异彩 倒不显得瞩目 所以 柳璐鱼 柳虎等人 压根就没听过叶晨 遮天魔地降临下来 冷眼望着柳璐鱼 他炼化了死兆魔眼后 眼神变得尤为锐利可怕 单是一个眼神 就有尸山血海 炼狱魔森的煞气 令人胆寒 柳璐鱼被他眼神一射 顿时吓得花蓉失色 跪倒下来 广场上的人们 也全都安静下来 一片死寂 谁也不敢说话 参见魔地大人 而在广场四周 那些维持秩序的 旧日蒙弟子们 则齐齐向遮天魔地跪下行礼 遮天魔地点点头 目光看向刘虎 此时的刘虎 被他打成重伤 尾顿在地 目光带着惊恐 叶晨天是我的朋友 也是吴天前辈看中的人 轮不到你们轻舞 遮天魔地看了叶晨一眼 淡淡道 这话一出 全场一阵哗然 柳其名呆了一呆 愕然看向叶晨 喃喃道 原来叶兄居然是魔地大人的朋友 柳鹿鱼与刘虎也是大惊 哪想到叶晨身份如此强悍 竟然是遮天魔地的朋友 甚至 遮天魔地还说 叶晨已经被魔祖无天看中 一个还真静七层天的舞者 居然被魔祖无天看中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全场所有人都感到震惊 难以置信 而这个时候 有一个少女 从外面走来 刚好听到遮天魔地的话 也是一阵惊讶错愕 少女正是冷目情 你们敢侮辱我的朋友 该当何罪 遮天魔地副手力 扫视着柳鹿鱼与刘虎 两人哆哆嗦嗦 在遮天魔地强大的威严压迫下 却是大气也不敢喘 一言不发 冷汗大滴大滴落下 不知如何是好 叶晨站了出来 淡淡道 算了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浪费时间 遮天魔地道 也好 叶是天 那我们借一步说话 叶晨恩了一声 便与遮天魔地结伴走到远处 遮天魔地眉心浮现出一颗树眼 正是死罩魔眼 魔眼光芒一照 眼前空间扭曲 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小世界 叶晨便与遮天魔地一起 踏入这小世界之中 隔绝外人 柳鹿鱼与刘虎如获大赦 脸容苍白 激进虚脱 哪想到叶晨居然有这么可怕的身份 想到自己刚刚得罪了叶晨 两人都是叫苦不迭 这下怕是踢到铁板了 这个时候 又有一个男子 从外边走来 刚好看到叶晨与遮天魔地结伴同行的模样 这男子正是夏玄盛 有点复杂 漠不作声 混在人群之中 而叶晨与遮天魔地 进入那小世界之中 两人相视一眼 哈哈大笑 遮天魔地道 可以摘下面具了吗 叶晨点点头 便将面具摘下 露出一张淡漠的脸庞 先跟你说声对不起 你此前发信给我 叫我帮你夺取九幽星石 但我怕引起魔祖无天的注意 所以没有回信 遮天魔地首先向叶晨道歉 解释应由 叶晨明白过来 道 没事 我已拿到了九幽星石 遮天魔地想起九幽邪君之事 道 玄晨道人刚被抓来就日盟 他提到九幽邪君 你是九幽邪君的弟子 叶晨愣了愣 玄晨道人此前还承诺过 会保守秘密 没想到 转头就把事情全说了 你都知道了 嗯 我算是九幽邪君的弟子 论辈分的话 魔祖无天还是我师伯 真是造化奥妙啊 哪想到我与魔祖无天之间 居然还有这层关系 说到最后 叶晨苦笑了一下 事情的发展 显然出乎他的意料 遮天魔地道 那你打算如何 叶晨想了一想 道 还能如何 我与魔祖无天之间 已经没有和解的可能 他曾一掌打伤我 给我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 这是一根刺 若不报仇 我五道一难平 必成心魔 何况 他要夺射你 我们最终还是要与他决一生死 又怎么可能和解 遮天魔地沉默下来 的确 魔祖无天野心极大 把他是做容器 现在虽还和和气气 但当决裂之日来临 那必定图穷比线 双方你死我活 绝无和解的可能 即便有昔日天舞仙门的因果 但时过境迁 现在已经不可能再和解了 叶晨问 无天他知道 我的真实身份吗 遮天魔地道 还不知道 你隐藏得很好 只有我清楚你的秘密 他想招揽你 因为你是天舞仙门的后人 叶晨呵呵一笑 想招揽我吗 只怕他要失望了 这次狩猎大会 叶晨就算通过 也没兴趣加入旧日盟 他只想救出小黄的父亲而已 遮天魔地道 你小心一些 这狩猎大会 魔祖无天会盯着 你不要暴露轮回的武道 否则被他发现 你麻烦不小 叶晨眸子一宁 道 我知道了 遮天魔地又道 这次狩猎大会 活下来就算通过 可以获得一定的奖励 但想拿到更丰厚的奖励 甚至是夺取最终奖励 天舞卧龙精 需要列取到神文碎片 叶晨道 神文碎片 遮天魔地道 灭神一荒内有诸多神兽 每一头神兽体内 甚至几百块都有 神兽实力越强 神文碎片就越多 最后狩猎结束 列取神文碎片最多的人 便可获得最终奖励 闻言 叶晨眼睛一亮 道 也就是说 如果我能拿到最多的神文碎片 就可以得到天舞卧龙精 大会最终的奖励 便是一页天舞卧龙精的经书 这页经书 魔祖无天收藏了不知多少万年 这次大会拿出来当奖品 是许下重礼 吸纳天赋一禀者 加入旧日盟 壮大新鲜血液之一 若是能拿到天舞卧龙精 足以让人逆天改面 完整版的天舞卧龙精 足足有100页 其中95页都在旧日之主的宝藏里 但天下之间 没人知道旧日宝藏在哪里 世间流传的天舞卧龙精 只有5页 目前叶晨手头上 共有两页 一页是总纲 另一页是正文的书页 这两页经书 都曾经让它刻骨蜕变 如果能再拿到一页的话 它修为必可突破 这次狩猎大会 叶晨主要目的 自然是挽救小黄的父亲 但如果能最终夺冠 收获经书 那就再好不过了 遮天魔地道 正是 祝你好运 魔祖无天施下重本了 连天舞卧龙精都拿出来 你要是错过 那就可惜了 叶晨点了点头 的确 如果这次错过 那以后再想夺取经书 几乎是不可能 除非杀了魔祖无天 遮天魔地道 魔祖无天快降临了 有很多话我来不及说了 这预检里拿着 里面是一些灭神遗荒的情报 还有参会人员的构成 具体的狩猎规则等等 遮天魔地说着 便逃出一块欲解 交给叶晨 叶晨谨慎接过 收藏起来 遮天魔地又道 你进去之后 要小心圣元殿的人 天归尊者想杀你 叶晨愣了愣 想问问圣元殿的情况 还有那天归尊者又是什么人 但遮天魔地 已撤去了世界法则 叫道 戴好面具 叶晨忙带回面具 与遮天魔地一起 重新出现在外界 他心里有许多疑问 暗暗感应着那遇见 想知道圣元殿的情况 还有天归尊者的身份 只能从这遇见里探索了 而看到叶晨遮天魔地 两人出来 周围人目光之中 都带着敬畏与恐惧 叶晨环视全场一眼 看到了冷木晴与夏玄盛 那两人神情 都有点复杂地望着他 而柳其名 柳鹿鱼 柳虎等人 神色更为复杂 哪想到叶晨 竟然是遮天魔地的朋友 叶晨又看到角落之中 有五六人在暗中盯着他 目光里竟然带有杀鸡 似乎觉察到叶晨的目光 那些人有侧过头去 不敢再细看 叶晨见他们相貌陌生 此前是绝对不认识的 但他们竟然怀有 如此凌厉的杀鸡 他心里顿时一领 再看那几个的服装 胸襟处接印着一道 硅甲图腾 叶晨内心顿时想 魔地前辈说 天归尊者想杀我 这些人难道和天归尊者有关 黑云阴霾顿时弥漫出 阴霾里摩西闪耀 幻化成千万朵黑色莲花 到处绽放 还有许许多多的白骨花朵 生生灭灭 魔气意向震荡还宇 非常的壮观 魔祖无天要来了 这天魔地低声向夜晨说了一句 随后走到广场边 与夜晨拉开距离 迎接魔祖无天 而在场的人们 看着天上浩瀚的魔气意向 也知道魔祖无天即将降临 纷纷跪了下来 那冷木琴与夏玄盛 都跪下了 态度恭敬 即便是冷木琴 此等杀气冷冽 五道尖锐的女子 面对魔祖无天 也是无比谦卑 恭敬下跪 遮天魔地则是站着 她身份尊贵 乃是旧日蒙圣子 见神不败 在魔祖无天面前 也不用下跪 而夜晨 却也站立着 没有跪下 她连天地都不跪 只跪父母师尊 自然不会跪拜魔祖无天 却见漫天魔气汹涌 黑莲白骨层层绽放 魔祖无天的身影降临下来 这是魔祖无天的真身 并不是虚幻的影子 是真正的本尊 这篇灭神一荒 是曾经天舞仙门的秘境 现在也是旧日蒙的核心地盘 所以 魔祖无天真身可以降临 不会受到反噬 夜晨第一次看到魔祖无天的真身 只觉一阵滔天的威压 脑袋嗡嗡作响 她看了魔祖无天一眼 差点连眼睛不瞎掉了 只能眯起眼睛 根本无法直视 魔祖无天的修为气焰 实在太过浩瀚 比太阳还要辉煌璀璨亿万倍 脑后有一圈圈的光环 每一圈光环里 又有一万宇宙世界 起伏沉浮 明灭生死 她的每一个呼吸 都牵动亿万世界的因果 魔祖开合间 诸天大道沉沦 呈现出一种无比辉煌的大气象 夜晨可以肯定 如果魔祖无天出手的话 她瞬间就要陨落 死无葬身之地 灰飞烟灭的那种下场 连一丁点的反抗都不可能有 境界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魔祖无天的修为 已经差不多达到 现世武道的巅峰 是真正的无量天君 举手投足间 都有永恒不朽 永生不灭的大气魄 天地灭而我不灭 日月朽而我不朽 威灵现世事件 当时横推无敌 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强大 而且 魔祖无天身上 既没有无上天剑 也没有九天神术 她呈现出的是一种 近乎本质的武道威严 没有外力的加持 从魔祖无天身上 夜晨还感受到了 许许多多旧日武道的气息 特别是九幽地精 九幽地精 曾经是天舞仙门的真传秘籍 可以演化出猪般九幽武道 现在 魔祖无天身躯上 正弥漫出一股 九幽炼狱般的气息 猪戒莲花绽放 白骨枯荣 气象无比辉煌 十前辈 你巅峰时期的修为 与魔祖无天相比如何 夜晨暗暗传音 回到轮回墓地 向九幽邪君询问 九幽邪君呵呵一笑 啊 魔祖无天乃旧日时代的武道天才 仅次于旧日之主 我如何能够与他相比 单说这九幽地精 他的造诣 就比我厉害千百倍 我巅峰时期的九幽武道 连最普通的无量天君都杀不死 但魔祖无天出手的话 一般无量天君 撑不住他一招 无量 是永恒不朽 超脱一切时间 空间 法则 永生不灭的意思 达到这种境界的天君 几乎不可能被杀死 天地日月腐朽了 万界宇宙崩塌了 无量天君也不会死 他们呼吸一口气 就可以声称亿万个世界 一条头发 一个毛孔里 都可以诞生出无穷的宇宙 再演化无穷的生灵 为自己提供无穷的元气 几乎永远也不会衰竭 所以 无量天君 极难被杀死 九幽邪君最巅峰的时候 都杀不死无量级别的天君 当然 别人也很难杀死他 但魔祖无天 都有碾杀普通天君的资格 可想而知 他实力有多么恐怖 夜晨内心一阵震撼 连魔祖无天都这么厉害 那比无天更厉害的羽皇谷地 岂不是要逆天 如此可怕的强敌 如何能够战胜 甚至 现在的夜晨 连仰望的资格都没有 想到这里 他内心有点动摇了 自己修炼最后 真的能战胜羽皇谷地吗 牧主大人 别灰心 千万别坠入魔杖了 你轮回血脉天赋超绝 两世布局 这么多风浪都挺过来了 可千万不能倒在这里 九幽邪君觉察到夜晨的动摇 立即开口警醒道 是 多谢前辈指点 夜晨顿时醒悟过来 重新镇定心神 眼神恢复了平静 虽说羽皇谷地强大 但只要给夜晨足够的时间 还是有机会翻盘逆杀 却见魔祖无天还事全场 他见只有夜晨不贵 眼眸微微一沉 道 你就是夜市天吗 夜晨应道 是 魔祖无天道 你为何不贵 见我真身不贵 等同貌毒旧日天威 你可知道后果 夜晨道 请无天前辈见谅 我膝盖有毛病 只能站着 跪不下去 听到夜晨这番话 全场众人冷汗沉沉 冷木琴与遮天魔地心里 都捏了一把汗 只怕夜晨会激怒魔祖无天 魔祖无天却哈哈一笑 不以为然 道 很好 你很有骨气 不愧是我天舞仙门的后人 其实论辈分的话 我是你的师伯 你师父石擎天 有跟你说过吗 话音落下 全场大为震惊 一阵骚动 什么 这夜市天居然是魔祖无天的失职 他是天舞仙门的后人 这怎么可能 传说天舞仙门 早已经被十大天君牢族缠灭 只剩下魔祖无天活了下来 居然还有其他后人 众人忍不住窃窃私语 明知魔祖无天在场 但因此事实 在泰国令人震惊 所有人都是惊恶不已 柳其名 柳鲁鱼 柳虎 冷木琴 夏玄盛等人 更是震恶不已 哪想到夜晨身份 居然如此恐怖 魔祖无天当众说出这话 其实是照顾夜晨 免得他在狩猎大会里遇害 狩猎大会的规矩 允许人自相杀戮 夺取对方的神文碎片 比起那些神兽 其他人的杀鸡 其实更为恐怖 魔祖无天说 夜晨是他的失职 明显是偏袒照顾 如此一来 在狩猎大会里 就没人感动夜晨了 夜晨突然觉得 魔祖无天有点可怜 魔祖无天想寻回故人 甚至将他看作失职 疼爱有加 可惜他与魔祖无天之间 注定是宿敌 我师父跟我说过很多事情 但这些事 与狩猎大会无关 夜晨细想一下 便岔开话题 魔祖无天点头道 很好 你说得对 那么 等大会结束了 我们再聚聚也不迟 顿了顿 魔祖无天右手捏绝 一缕黑芒射出 射在那灭神遗荒的入口镜子上 哗啦 请客间 那镜子打开 入口彻底开启 魔祖无天环视全场 道 狩猎大会正式开始 你们可以进去了 祝你们好运 顿了顿 魔祖无天突然盯着一个年轻男子 道 千圣炎 你们圣元殿的人 不要闹事 否则被我知道 第一时间诛杀你们 那叫千圣炎的年轻男子 冷汗层层 道 是 老祖 他旁边的几个年轻人 也是一样的冷汗直冒 经济不已 夜晨留神一看 却见那个千圣炎 还有他身边的年轻人 衣服上全部印有一道鲑甲图腾 刚刚还怀有杀鸡地盯着他 似乎不怀好意 而魔祖无天 也觉察到千圣炎等人的心机 所以特别提醒 在魔祖无天面前 千圣炎等人自然不敢放肆 点头秤势 魔祖无天道 狩猎大会持续十天 十天之后 存活者便算通过 猎取神温碎片数量前十者 可加入旧日盟 排名第一者 可获得天舞卧龙精的奖励 从现在开始计时 话落 众人纷纷向魔祖无天辞别 进入灭神遗荒之中 正式开始狩猎 无天前辈 多谢照顾 告辞 叶晨也拱手向魔祖无天道别 语气颇有点复杂 魔祖无天温和道 嗯 你进去后务必小心 里面有九大神兽 都是救儿一种 非常厉害 你不要轻易招惹 去猎杀那梦眼 神兽北莽肖即可 我在那北莽肖体内 中了许多神闻碎片 你若能猎杀 夺冠便稳了 叶晨心中一灵 道 是 转身穿过入口 进入灭神遗荒 带得众人全部进去后 魔祖无天转过身来 向遮天魔帝询问道 魔帝 轮回之主今天没来吗 遮天魔帝不动声色 道 没见他人影 可能是害怕老祖威严 不敢来了 魔祖无天道 轮回之主胆大包天 连羽黄谷地都不怕 怎么会怕我 他今天不来 估计另有重大图谋 你叫手下那些人 看好各大诸侯封地 可不要被轮回之主 趁虚袭杀 救日蒙十六镇诸侯 拱卫着救日蒙的地脉 如果被攻占 对风水气运影响极大 不容轻视 遮天魔帝道 是 生怕暴露 转身退了下去 魔祖无天道这个时候 都不知道叶士天的真实身份 其实就是叶晨 他见叶晨迟迟没有出现 只感到奇怪 但也没做细想 内心所想的是 叶士天通过考核 与他团聚 他重收救日古人 道心便可圆满 直指巅峰 比肩羽黄 指日可待 与此同时 叶晨等人 进入灭神遗荒后 互相之间 都带有警惕地望着对方 因为狩猎的规矩并不禁止互相杀戮 人心比起野兽还要险恶 一个不慎 自己所有积累都要被旁人截杀 自然是人人自危 而为了自保 众人三五成群 各自与熟悉的势力 结盟组队 全场人不发一言 气氛紧速 结盟在默契中进行 叶晨注意到 刘鹿鱼 刘七鸣 刘虎等人 与千圣炎等圣元殿弟子结盟 而冷木琴与夏玄盛 都是一个人 众人在结盟组队之时 目光都忍不住偷看叶晨 叶晨的身份实在太可怕了 竟然是天舞先门的后人 魔祖无天的失职 没有谁敢过来结交 因为都高攀不起 身份差距太大了 最终 众人各自结盟组队完毕 谁也不敢妄动杀伐 保持着警惕谨慎 分散往灭神遗荒内走去 而全场百人 只有叶晨 夏玄盛 冷木琴三人 没有结盟 保持着孤身 夏玄盛始终沉默 带着众人分散走后 他也一声不哼地走了 至此 场内只剩下叶晨 与冷木琴两人 四目相对 冷木琴深呼吸一口气 胸脯微微起伏着 道 想不到 原来你居然是 天舞先门的后人 我之前对你不太礼貌 对不起了 叶晨听到他竟然道歉 不禁玩耳一笑 道 没事 冷木琴鼓起勇气 道 要结盟吗 多个人多个伴 这地方很危险 叶晨摇了摇头 道 不用了 我习惯一个人 道辞 说完 叶晨直接转身离开 冷木琴呆了一呆 颇有些失望地撇了撇嘴 却不敢强行挽留 而叶晨离开之后 来到无人处 掏出遮天魔地给他的遇见 精神力灌注进去 仔细感应起来 哄 顿时 大量情报 圣元殿 天规尊者 千圣年 柳家 九大神兽 小黄父亲藏身典等等 诸多信息 灌注入叶晨脑袋里 原来这个天规尊者 居然想杀我 叶晨感悟着那情报 眼眸微微一缩 天规尊者 乃是旧日蒙十六护法之一 旧日新寿 圣元天规 而圣元殿 则是天规尊者创立的势力 十六镇诸侯之一 千圣言正是圣元殿里的第一天才 修为百家境二层天 也是天规尊者的关门弟子 在旧日蒙十六护法之中 天规尊者 极力反对魔祖无天的决策 魔祖无天 为了道心圆满 想寻找旧土故人 这个决策 他认为人应该想前看 如果陈缅过去 只会适得其反 这些年来 魔祖无天始终找不到天武先门的后人 其实背地里 也有天规尊者杨凤英维的缘故 他极力反对寻找天武后人 苦苦劝阻魔祖无天 希望他不要在陈缅旧日 要把目光放向远处 这次叶晨的出现 让天规尊者大为警惕 他甚至动了杀心 要诛灭叶晨 绝不允许叶晨进入旧日盟 所以 千圣炎等人身上肩负着任务 那就是 不惜一切代价 诛杀叶是天 这件事 其实魔祖无天也知道 但天规尊者是就日盟老臣 而且 也的确是为他着想 只是意见不合 他也不便直接处理 故此 他只警告千圣炎等人 叫他们不要闹事 是保护叶晨之意 叶晨感受着狱检里的因果情报 一阵愕然 没想到自己莫名其妙间 居然被那天规尊者盯上 对方还要置他死地 如果不是遮天魔地相告 恐怕他现在还一头雾水 罢了 只要我避开千圣炎等人 就不会有恩怨发生 叶晨收回欲检 宁神盘思着 他自然不愿节外生枝 只想救出小黄父亲而已 如果能顺便列取神文碎片 夺冠获取天舞卧龙金 那自然再好不好过了 小黄 你父亲在哪里 能感应到气息吗 叶晨暗暗向小黄询问 灭神遗荒将土颇为辽阔 而且诸多神兽气息混杂 叶晨一时之间 也无法捕捉到小黄父亲的位置 主人 在那边 我能感应到 我父亲就被关在那边 他似乎非常虚弱 黄泉图之中 传出小黄迫切焦虑的声音 他向叶晨指示了一个方向 在北边远处 叶晨心中一动 立即遇风飞掠 向着北方进发 灭神遗荒将土辽阔 各种原始丛林 原始山脉连绵密布 瘴气重重 叶晨一路飞掠 在原始森林里穿梭 开启天仙锦礼钞 隔绝瘴气 迅速前行 好 正行进肩 突然有一阵惊天兽吼声 从旁传出 却见森林之旁 猛然窜出来一头猛虎 浑身皮毛呈现斑斓的颜色 双眸血红 额头长着一根独角 颇为凝利 乃是太古时代的一种凶兽 换作斑斓虎 那斑斓虎纵身飞扑 向着夜晨扑杀下来 姿态相当的凶猛 夜晨脸不改色 连正眼也不看一看 催动九幽地精 鲜血喷溅 那斑斓虎的躯体 顿时被夜晨划破 当场毙命 不错 夜晨点点头 手中磨刀引没下去 这九幽地精 是九幽邪君传给的他的秘籍 乃是昔日天舞仙门的真传功法 非常的厉害 而灭神一荒里 残留有旧日的气息 在这里施展九幽地精的神通 杀伐尤为伶俐 啪哒 而击杀掉斑斓虎后 有两块细小的金石碎片 从尸体内掉落了出来 夜晨将碎片拾起 却见那碎片印着一道道的纹饰 弥漫着一丝旧日盟的魔器 心想 这应该就是狩猎的凭证 神闻碎片了 这些神闻碎片 明显是旧日盟里的强者 亲手封藏在诸多神兽体内 只要击杀掉神兽 神闻碎片掉落而出 便可被人获取 而这场狩猎大会的规矩 是猎取神闻碎片最多的人 可以夺冠 得到天舞卧龙金的奖励 一头斑斓虎 实力颇为凶猛 居然只有两块神闻碎片掉落 可见猎取碎片的艰难 想获取更多的碎片 只能猎杀更强悍的神兽 那也意味着更危险 夜晨暗暗留神 将碎片收好 他能感受到 这灭神仪荒里 充满了危险的气息 到处都是强大的神兽 其中有九头神兽 格外可怕 那是诞生自救日时代的神兽 气焰滔天 即便是他 再不动用轮回舞蹈的情况 也没有绝对的把握战胜 那九头传说中的神兽 其实只要能猎杀一头 这场大会的头名 就十拿九稳了 不过 因为那些传说神兽 太过强大 一般人根本无法战胜 甚至要躲着走 所以 这数万年间 狩猎大会举行过多次 但那九大神兽 始终没有任何人能够猎杀 一般人只能去猎杀普通的神兽 可不敢打那些神兽的主意 那跟找死差不多 今年的狩猎大会 却与以往不同 因为在九大神兽外 又额外增添了一头神兽 那就是小黄的父亲 小黄父亲体内 封藏的神温碎片 与九大神兽一样多 足以令每一个狩猎者动心 这是魔祖无天的阴谋 摆明是要将小黄父亲 置于死地 引诱夜晨来救 但夜晨并没有来 来的只是夜视天 这让魔祖无天大感意外 不过无论如何 狩猎已经开始 布局不可能终止 就算夜晨不来 小黄父亲都是被当作猎物 全场的狩猎者们 都是垂涎得很 幸好 现在大会刚刚开始 一般人还没查到 小黄父亲的下落 魔祖无天在灭神遗荒各地 留下了线索 再没找到这些线索前 外人压根不清楚 小黄父亲的位置 夜晨一路前行 倒是发现了一条线索 那是隐藏在一头神兽体内的 一幅地图 地图上 刚好标注了小黄父亲的位置 要加快速度 可不能被外人截足先登了 夜晨脸色一沉 既然他能找到地图 那证明地图不止一幅 在其他地方 很可能也隐藏有地图 被外人得到 外人一旦知道 小黄父亲的下落 那绝对会封野式地过去猎杀 而小黄的父亲 被魔祖无天囚禁 绝对没有反抗的力量 一路加快速度 迅速前行 约莫两个时辰后 他跨越数万里 来到灭神遗荒北境的一处荒山里 而这荒山 正关押着小黄的父亲 北莽霄 吼 低沉痛苦的咆哮声 隐约从荒山深处传出 那是北莽霄的声音 小黄激动道 主人 我父亲在这里 叶晨点点头 想踏入荒山里去 但忽然之间 捕捉到一股极为危险的气息 立即停步退了出来 小黄道 主人 怎么了 叶晨眉头紧皱 望着前方的荒山 除了小黄的父亲外 他还额外捕捉到 另外有一股极其危险的波动 不断侵伐着他的心神 这里似乎另有一道强大的气息 叶晨沉声道 在遮天魔地给他的情报里 并没有相关的讯息 这隐藏在背后的强大气息 很可能是魔祖无天的后手 强大的气息 是什么 小黄惊疑不定 看宁神感应之下 也没发现什么异样 只感受到父亲的气息 正惶惑之间 忽听荒山之内 传出一道若有若无 十分虚弱的声音 快走 离开此地十里 不要惊动黑炎巨蟒 这正是北莽霄的声音 爹 小黄呼叫一声 充满激动担忧之意 却听北莽霄断断续续道 快走 离开十里 晚上再来 这声音是以神魂为影 神魂传音 叶晨与小黄听到了 都觉脑袋嗡嗡作响 黑炎巨蟒 似乎就是那九大神兽之一 叶晨目光一凝 灭神一荒内 封印着九头神兽 这九头神兽里 其中有一头 就是叫黑炎巨蟒 现在听到北莽霄的话 叶晨稍稍思索后 立即醒悟 肯定是魔祖无天 暗中派遣黑炎巨蟒 看守你父亲 如果我们想救援了 只怕会惊动黑炎巨蟒 后果不堪设想 叶晨明白过来 其实如果真的战斗起来 他拥有北莽式的祖王血脉 再配合叶晨 并不惧怕那黑炎巨蟒 但北莽肖受制 他与叶晨投鼠忌器 却也不敢胡乱动手 只听北莽肖接着道 晚上子十三刻 黑炎巨蟒会陷入沉睡 大概持续半个时辰 你们 你们到时再来救我 文言 叶晨心里闪过无数念头 最后点头道 好 前辈 请你暂且忍耐 我晚上再来救你 说吧 叶晨便转身离开 小黄急道 主人 叶晨道 忍一忍 不要轻举妄动 现在 他与北莽肖的距离 已经非常接近 如果再踏前一步的话 必定会引起黑炎巨蟒的注意 到时候麻烦极大 所以 叶晨还是遵从北莽肖的意思 暂且离开十里 准备到晚上子十三刻 再返回救人 小黄无奈 也只得答应 叶晨孤身来到十里之外 静静等候着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四下荒野无声 唯有偶尔的售吼传来 更显得山林静靡 如此到的傍晚 夕阳西沉 太阳的余晖照下 将叶晨的身影 拖得长长的 叶晨慵懒地打了一个呵欠 继续等待着 忽然之间 远方传来一阵凌厉的风声 划破长空 呼啸天地 山林四野间 野兽受惊 四下奔走 飞鸟扑速速从起 震意之声大作 嗯 叶晨顿时清醒 目光望向远方 却见有两道身影 如闪电般追逐而来 当现一道身影 乃是一头宁丽地人形怪物 身躯足足有五六丈高 宛如传说中的修罗 皮肤上却长满了红色的领甲 一缕铝血红雾外环绕 面目猙獰 一张脸却是青色 眼如铜锣 齿如剑脊 模样颇为恐怖 九大神兽 轻面汗拔 叶晨看到这人形怪物 顿时醒悟 在遮天魔地给他的情报里 有相关的记载 这怪物 正是灭神一荒九大神兽之一 名为轻面汗拔 而在青面汗拔身后 一个红沙少女提见追杀着 气质冷傲如寒霉 竟然是冷木勤 是他 这家伙 居然能单挑青面汗拔 甚至占据上风 叶晨诧异不已 要知道 青面汗拔是九大神兽之一 实力强悍 数万年间 还从来没有人能够斩杀 而冷木勤的修为 只有半步百家境而已 他竟然在追杀青面汗拔 着实是匪夷所思 腰剑化阵 困锁 冷木勤手中紧握着吃骨腰剑 灵气一催动 剑身迸发出无穷腰气 腰气翻腾间 分光画影 化作千百把虚幻腰剑 铺天盖地 封锁四周 形成了一个剑阵 将那青面汗拔去路截住 青面汗拔神色一变 只能停顿住身形 恶狠狠地盯着冷木勤 道 小妞 你仗着兵器厉害 不算本事 有种放下兵器跟我打 原来青面汗拔 实力远在冷木勤之上 但却忌惮冷木勤的兵器 被追着打 冷木勤手中之剑 正是由吃骨腰帆改造而成 而吃骨腰帆 又是红军老祖铸造的法宝 腰气磅礴 对待腰兽有强大的压制效果 即便是青面汗拔这种太古神兽 在吃骨腰帆面前 也要被压制 冷木勤紧握着剑柄 目光冷冽 道 人和野兽最大的区别 就是人知道使用工具 我有剑不用 我当我傻吗 话音落下 冷木勤郊区一闪 如流星逐月般 一剑斩向青面汗拔 青面汗拔咬牙切齿 怒道 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小小年纪 仗着兵器厉害 也敢在我面前放肆 风急剑杀 破 青面汗拔猛然挥出双肘 垂长的手爪上 十根如刀剑般风锐的指甲 骤然弹射而出 爆发出白亮白亮的钢气 直接向着冷木勤射杀而去 这一招风急剑杀 却是旧日时代 天舞仙门的武技 叶晨看了一眼 就捕捉到天舞仙门的因果 当年 旧日之主舞绝神 执掌天舞仙门 捕获到了九大神兽 那九大神兽 在天舞仙门里囚禁过一段时间 其中步伐机缘 譬如这头青面汗拔 竟然不知从哪里 偷学到了天舞仙门的剑道神通 冷木勤眼见那十根尖锐指甲 如飞剑般射杀而来 倒也不敢应接 郊区凌空翻转 如蝴蝶般平仙 躲避过去 青面汗拔想要乘胜追击 但不料 血脉被吃骨腰剑压制 一口气竟然提不上来 蝴龙十字斩 冷木勤美眸一寒 手中剑一横一束 形成一道十字斩 向着青面汗拔斩落下去 剑气激荡之间 他剑身上爆发出一条 赤龙的魔影 仰天咆哮 咕哧 最终 这一道赤龙剑绝 狠狠斩在了青面汗拔身躯上 在后者的躯体 留下了一道严重的创伤 伤口身可见骨 鲜血直流 青面汗拔一声惨叫 跌倒在地 冷木勤飞落下来 一脚踩住了他的脑袋 青面汗拔愤怒咆哮道 小妙儿 你剑术平平 只凭兵器力 不算真本事 我不服 说着剧烈挣扎 浑身血气炸裂 冷木勤出身散修 其实早年只是一个普通女子 幸运得到吃骨腰帆 从此逆天改命 他的剑术 无人传授 都是自己领悟创造 依托着吃骨腰剑的气势 剑道简单而伶俐 追求极致的杀人效率 在青面汗拔眼里 倒是剑术平凡的模样 能杀人的剑术 便是好剑术 冷木勤提起吃骨腰剑 反手将青面汗拔钉在地上 剑间从他后背穿入 前胸穿出 钉入大地 青面汗拔一声惨叫 却也无法再挣扎 告诉我 那梦魇神兽在哪里 冷木勤又重新踩着青面汗拔的脑袋 问 青面汗拔道 什么梦魇神兽 冷木勤道 就是那北蟒式的长教 北蟒骁 魔祖无天将他关押于此 他身上有最多的神文碎片 听到冷木勤的话 青面汗拔身躯一阵 夜晨躲藏在远处树后 也是身躯一阵 显然 冷木勤参加狩猎大会 目标也是直指北蟒骁 因为北蟒骁体内的神文碎片 数量最多 只要杀死北蟒骁 绝对足够夺冠了 青面汗拔毛子一宁 淡淡道 我告诉你 你就能放了我吗 冷木勤道 笑话 你被我锁情 还想跑 不可能 我最多给你一个痛快 若你不说 你便慢慢折磨你 青面汗拔怒道 你该死 一个女子 居然如此歹毒 冷木勤呵呵一笑 道 你旧日时代祸乱千万里 汗拔一出 天下汗灾风火大起 不知多少人因你而死 我杀你是替天行道 你反而怪我了 青面汗拔沉默无言 咬了咬牙 道 争论这些没用 你放了我 我可以告诉你 北蟒骁的下落 冷木勤道 你没资格 跟我讨价还价 说 北蟒骁到底在哪里 话音落下 冷木勤扭了扭剑身 脚隔青面汗拔的肌肉筋骨 青面汗拔嘶声惨叫 那件身上 又有妖气冒出 幻化吃龙 在他体内横冲直撞 猪斑折磨 直接让他生不如死 叶辰在远处默默看着这一幕 心里也暗暗惊叹 冷木勤手段的凶狠 青面汗拔终于熬不下去 道 我说 你放我 我另外再告诉你一个秘密 冷木勤道 哦 什么秘密 青面汗拔道 你兵器很好 但剑道太粗浅 只要你肯放了我 我传授你红军剑道的巅峰奥义 冷木勤一惊 道 红军剑道 你知晓红军剑道的奥秘 他听过红军剑道的传说 甚至最近也有密文流传 说是万须启动羽皇珠神剑 想灭杀轮回之主 结果最后被红军剑道挡住 红军剑道连万须都能抵挡 可想而知有多么强悍了 冷木勤却没想到 这青面汗拔 居然掌握着红军剑道的巅峰造诣 叶辰听到红军剑道四字 也是心神异领 凝众倾听 要知道 红军剑道可是红军剑派的精髓 难道这青面汗拔居然掌握 却听那青面汗拔道 在很久以前 我被囚禁在天舞仙门地窟 偶然发现一块盗杯 那是五祖留下的 冷木勤道 五祖留下的盗杯 青面汗拔道 没错 五祖又叫天舞真祖 乃是红军老祖的唯一挚友 当年两人论道 谈论刀剑 丹药 医术 奇门遁甲 种植殉兽等等盗法 留下了许多盗杯 可惜岁月久远 这些盗杯实不存一 我侥幸发现了一块剑岛石碑 冷木勤道 那剑岛石碑在哪里 他语气大有急切之意 显然也是动心了 因为他的剑岛 终究是自创 有许多不足之处 如果能得到 红军与无祖论剑的盗杯 他剑岛必可突飞猛进 甚至逆天蜕变 青面汗拔黑黑一笑 道 你只要放了我 我就给你 冷木勤道 你先给我再说 天知道你 是不是骗人 青面汗拔道 我要是给了你 你马上动杀手 我该如何 你放了我再说 那道杯非常精妙 我可以告诉你 剑岛的终极 称之为止水的一剑 冷木勤的难道 止水的一剑 青面汗拔道 没错 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 水流浩荡 乃是天地大势 不是刀剑可以阻挡 但剑岛的终极 可以逆转天地 故此称为止水 那止水的一剑 甚至可以超越现实的法则 已经具备了乌乌的气息 冷木勤更是惊讶 道 乌乌的气息 青面汗拔道 没错 现实的法则是力破万法 力量是最本源 其他道法都是技巧 技巧的精妙 取代不了力量的差距 故此 如果两人境界差距太大 那是什么道法都不能弥补 但 止水的一剑 却可以逆转现实 逆转天地大势 无视境界的差距 用技巧取代力量 那是剑道的最巅峰傲义 逆转一切 无视一切 碾压现实一切法则 剑道之强悍 已经窥见无无 听着青面汗拔的话 冷木勤一阵震撼 彻底愣住了 青面汉拔所论的剑道 非常精妙寻傲 超乎常人理解 明显不是虚言 他所说的道卑 明显是真的 如此精妙的剑道见解 只能是出自红军 在现实世界 没人能超脱现实法则的限制 根本构想不出止水的意见 只有红军老祖 真正窥见乌乌的超级强者 才能靠着对乌乌的领悟 逆推出剑道的精髓 那就是止水 逆转天地大势 无视现实法则的限制 杀破一切 碾压一切 叶辰听到那番剑道言论 内心也是无比的震撼 只觉匪夷所思 所谓力破万法 力量才是根本 道法都只是技巧而已 但现在 这止水一剑的理论 却是颠覆了这个概念 逆转现实 可以用技巧取代力量 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如果单纯论技巧道法的话 叶辰不会输给羽皇谷帝 他的轮回道法 就是天下间最精妙的技巧 但因为他与羽皇谷帝之间 境界力量差距太大 所以现在毫无胜利的可能 如果那止水剑论是真的 那太可怕了 叶辰领悟止水的一剑 便可以逆转大势 颠倒天地法则 直接依靠轮回道法的技巧 无视境界的差距 杀死羽皇谷帝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超乎常理 冷木琴也是呢难道 这不可能 天下之间 怎么会有如此强悍的剑道 轻面汉拔冷冷一笑 道 那是带有乌乌气息的一剑 乌不存在现实的概念 现实所有法则 都可以被颠覆 又有什么不可能的 冷木琴彻底呆住了 茫然站在原地 轻面汉拔所说的剑道理论 完全颠覆了他的想象 为他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原来这就是乌乌吗 冷木琴茫然失神 他早听过乌乌 那是超越了现实的境界 如果真的存在止水的一剑 借用了乌乌的法则 那的确可以颠覆现实 不过 这太离谱了 完全不合常理 夕阳彻底西沉 黑夜降临 星月昏暗 四下一片七青 风声洒洒 冷木琴孤身而立 但似乎随时都要颠覆崩塌 内心一阵经济战力 莫名的恐惧 喂 小妙 你可以放了我了吗 传说中的止水一剑 威力你应该也知道了 我见到根基极差 是不可能领悟此剑 你放了我 我将刀杯交给你 如何 青面汉拔被压制多时 伤口鲜血一直流淌 极其难受 只想尽快脱身 冷木琴几乎没有多想 将痴骨妖剑从他身上拔了出来 韩生道 好 我便放了你 那刀杯交给我 伤口气 站立起身 道 没问题 他手掌一翻 掌心多出了一块石碑 丢给冷木琴 冷木琴抄手接住 却见那石碑上 印着一幅古老的图案 图案画面里 是两个男子 坐在瀑布前论道 这两个男子 一个身形魁梧威猛 一个清秀雅致 有君子之风 正是吴祖与红军老祖 青面汉拔道 你手掌放在盗杯上 凝神感悟 便能看到昔日 红军老祖与吴祖论道的场面 左手按在了上去 神魂力量贯注下去 哄 顿时 他脑海里 浮现出昔日红军无阻论道的画面 高山流水 两位至尊强者坐而论道 这画面非常的宁静安详 冷木琴想细看论道的情况 但突然间脑袋疼痛 哀悠一声 手中盗杯掉落在地 确实这盗杯 年代太久远了 法则威压太过厉害 他神魂毫无防备 直接窥视古老的天机 顿时受到反噬 双眼发黑 胸腹间气血翻腾 几乎要晕倒过去 嘿嘿 小尿 看来你修为不行啊 还是将道杯还给我吧 轻面汗拔黑黑一笑 骤然闪身冲出 一爪子向着冷木琴胸脯打去 另一只爪子抢夺道杯 这一下突起变故 冷木琴想要抵挡 但神魂被反噬 却是提不起丝毫力气 不好 夜尘脸色一变 眼见冷木琴遇险 也来不及多想 立即闪身爆起 隔空一掌猛杀而出 施展出九幽地精神通 威势极其浩瀚 是谁 轻面汗拔大惊 在夜尘一掌的笼罩下 只觉呼吸窒息 手中招数轨迹也偏移了 原本想一爪子贯穿冷木琴胸口 但最后只击中了他的肩膀 雾土圆符 震天皇成剑 夜尘不愿暴露轮回武道 闪身飞杀而来 手中祭出雾土圆符 阵阵雾土精气汇聚 幻化出九柄巨大的雾土之剑 凌空飞落 向着轻面汗拔镇压而去 轻面汗拔大害 连忙抽身后退 但还是被一柄雾土巨剑击中 扑斥一声 当场口喷鲜血受伤 他见夜尘戴着面具 似乎隐藏了修为 眼里大有惊恐之色 想要逃顿而去 但又不舍得红军盗杯 那块盗杯 还在冷木禽手中 九幽地精 结 夜尘目光一寒 运转九幽地精 与雾土圆符结合 九把雾土巨剑 爆发出幽深的魔盲 如从地狱冒出 破空斩杀向轻面汗拔 轻面汗拔大惊 却不敢再逗留 连忙往远方飞顿而去 忍不住振振回头 看着那块盗杯 内心脚痛低血 那可是红军老祖 与无祖论道留下的盗杯啊 记载着最巅峰的剑道奥义 他就此失落 自然是无比心疼 夜尘击退了轻面汗拔 也不追赶 连忙扶住冷木禽 道 喂 你没事吧 却见冷木禽的左肩 被轻面汗拔一爪子打伤 伤口缠绕着 汗灾烈火般的赤红雾气 萦绕不散 触目惊心 那是轻面汗拔的天赋神通 可以调动天地间的烈火气息 轻伐人体 将人活生生烧死 冷木禽在这股烈火气息的轻伐下 浑身皮肤发红 香汗淋漓 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 那颇为风吟饱满的身段 被勾了出来 在昏暗的夜色眼影下 显得格外诱人 夜晨也没有多想 只怕他出事 夜视天 是你 冷木禽微微睁开眼 看到了一张戴着面具的脸庞 认了出来 你难道 我替你疗伤 得罪了 夜晨眼见他伤口发炎流血 只怕拖炎下去 不好处理 当即便扶着他 在一旁空地上坐下 随后 夜晨便轻轻解开他肩上衣服 施展八卦天丹树 替他治疗 很快 在夜晨的道法治疗下 冷木禽伤口迅速恢复 但他的脸庞 还带着痛苦难受的神色 似乎伤势并未缓解 夜晨叹了叹他的脉搏 顿时眉头一皱 却发现 那汗拔的火焰毒气 已经侵入他的心肺 虽只有一缕 但如果不根治的话 恐成大患 你心肺被火气入侵 你自己按摩一下 驱除出来即可 夜晨向着冷木禽说道 冷木禽脸颊一红 道 我浑身乏力 动不了了 你帮帮我 夜晨一愣 但看到冷木禽那难受的模样 也不忍他再煎熬下去 道 那 得罪了 说吧 夜晨便轻轻扶着冷木禽 右手抬起 在他胸口诸多学窍间 一阵按摩推拿 这过程 触及到他柔软饱满的地方 他脸颊一阵羞红 夜晨倒是镇定 女人他接触得多了 也不差冷木禽一个 故此全程神色淡然 隔着衣服推拿按摩 多有不便 夜晨随后便吞下了冷木禽的上衣 昏暗的月光下 但见冷木禽的躯体 便如羊枝白玉一般 触摸上去 光滑而细腻 夜晨再替他按摩推拿一阵 解除掉他的火毒 便裁月为一 汇聚天上一缕月光 幻化成衣服 披在他身上 道 好了 没事了 冷木禽输出一口气 满脸羞红 道 谢谢 话一说完 他娇俏一晃 倒在了夜晨怀里 却是伤势出狱 气急起伏太大 直接昏睡了过去 夜晨将他安顿在树旁 却见那块稻杯 掉落在一旁 是什么见到 夜晨将道杯拾起 凝神感应 他汲取了冷木禽的教训 提前运转灵虚天珠 保护住心神 再去感悟道杯上的画面 哄 煞世间 夜晨窥见到了古老的画面 遥远的蛮荒世界 那瀑布之前 一个翩翩君子 与一个威猛魁梧的青年 相对而坐 双方正在主察论道 那翩翩君子 自然便是红君 他衣袖上缠绕着一条 稿素白布 似乎是在悼念什么 而坐在他面前的魁梧青年 自然便是吴祖 红君老祖 替吴祖倒了一杯茶 道 天涯 多谢你来看我 吴祖道 嫂子正道呜呜失败 伤势可有好转 红君老祖道 他已经死了 吴祖心中一阵 目光望向红君衣袖的搞素 便知疏忽失言 道 抱歉 红君老祖道 无妨 生死乃是常事 除非执掌轮回 否则谁也不可能超脱生死 吴祖道 那你将来打算如何 红君老祖道 轮回的本相化身 要等到亿万年后 才会出世 我等不及了 我要去吴祖世界 或许 去到那世界 我便可以真正参透生死 将奸家复活 红君老祖的妻子 便是叫奸家仙子 奸家苍苍 白鹿为双 所谓一人 在水一方 吴祖沉默一阵 道 你真要踏入吴祖吗 那是一个绝对空虚的世界 不 甚至连空虚都不存在 没有任何的概念 你脱离现实 踏入吴 能不能活下来 都难说 何必如此 红君老祖微微一笑 为了奸家 也为了大道的终极 天涯 你不跟我一起去吗 你也已经窥见吴吴 吴祖摇了摇头 道 不了 正因为窥见了吴吴 我才知道 那个世界的可怕 我们是现实世界的人 根本无法在吴吴时空生存 我准备建立一个门派 就叫天舞仙门 传授我的舞道 你留下与我一起 开辟洪荒 传到寿夜 教化天下 永恒不朽 那不好吗 我们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现实的大圆满 无量的巅峰 天地朽而我不朽 日月灭而我不灭 永生自在 永享先浮 何必要舍弃现实 去追逐吴吴 红君老祖摇了摇头 道 不 只要留在现实 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圆满 始终要受吴吴的规则约束 做不到真正的大逍遥 连生死法则都不能绝对掌握 又谈何逍遥 吴祖叹息一声 道 哎 罢了 你我道不同 再争论下去 只怕要决裂了 你今天不是说要论剑吗 那我们只谈剑道 红君老祖笑道 好 那便谈论剑道 你觉得 剑道的巅峰是什么 吴祖沉思一会儿 一阵出神 目光看向瀑布 道 剑之急 那自然是止水断铺 逆转天地 颠覆乾坤 碾灭一切现实的法则 锋芒毕露 红君老祖哈哈一笑 道 很好 看来你窥剑无无厚 对剑道的理解 和我一模一样 剑道的终极 的确就是止水 逆转天地 无视一切现实法则 吴祖探道 这太离谱了 吴吴的时空 简直不能常理推测 掌握了止水的一剑 脆体境都可以杀死无量镜 你不觉得离谱吗 简直是匪夷所思 脆体境是修炼最开始的境界 非常弱小 而无量镜 是修炼最巅峰的境界 代表着现实的大圆满 吹一口气 都可以覆灭一方星空宇宙 而见到的终极 止水的一剑 却可以颠覆这境界的差距 让脆体境战胜无量镜 这是完全颠覆常理 不可思议的存在 红军老祖笑道 正是如此 吴吴正是如此的绝妙 可以碾压一切的现实法则 颠覆一切现实常理 只要掌握了吴吴 蝼蚁都可以碾碎天神 正因为吴吴的奇妙 所以无论如何 我都要去看看 你真不和我一起去 吴祖依然摇头 道 不了 我还是留在现实 吴吴的法则太离谱了 我怕我掌握不住 我们今日论道 留一块石碑吧 让后世有缘人参见 我只怕后人会被吓傻 红军老祖呵呵一笑 道 希望后世 真的有人能掌握这止水的一剑 从而窥见吴吴的精妙 依靠吴吴的法则 碾碎现实 如果现实被碾碎 那么 天涯 你也该要来陪我了 吴祖笑道 这止水的一剑 只存在理论之中 连我都不能掌握 我不觉得有人能领悟 现实和理论 终究是有差别的 画面进行到这里 便渐渐消散 叶晨看完了全城 精神抽脱出来 一阵愕然 其实月色昏尘 四下山峰阴凉 天地黑暗 叶晨在这黑暗之中 莫名地感到一阵恐惧与惊激 仿佛害怕现实的世界 会突然崩塌毁灭一般 英宁 这个时候 冷木琴轻轻身吟一声 苏醒了过来 叶晨回过神来 急忙稳住心神 重新恢复冷静 内心暗暗震撼 盘思道 原来这就是止水的一剑 借用了乌乌时空的法则力量 可以颠覆现实 超越境界的差距 甚至脆体境 搏杀无量境 简直是匪夷所思 不合常理 乌乌的强大 居然强大到如此地步 内心震震撼间 却见冷木琴醒来 说道 你偷看了我的道背 语气大有严厉之意 叶晨一愣 道 抱歉 顿了顿 又掏出吃骨腰翻的碎片 递给冷木琴 道 这是给你的赔偿 冷木琴呆了一呆 他此前一直缠着叶晨 想要吃骨腰翻的碎片 但叶晨始终不给 而现在 叶晨却非常爽快地交出来了 这让冷木琴大为吃惊 还有这些丹药 也是给你的赔偿 叶晨想了一想 又从轮回目的里 逃出一大把的丹药 送给冷木琴 最后将道背交还给他 冷木琴大惊 道 你 你在这块道背里 到底看见了什么 他见叶晨如此爽快赔偿 而且赔偿数额巨大 想来叶晨 在道背之中 也窥见到了非常有价值的画面 所以值得他付出 叶晨道 你自己看吧 语气大有唏嘘之意 心里还在想着 现实与无无的差别 冷木琴沉默下来 手里拿着道背 思索一阵 随后便守住心神 闭上眼睛 凝神感悟道背里的画面 然而 仅仅两个呼吸的时间 他就睁开眼睛 满脸痛苦 扑斥一声 吐出了鲜血 脸庞苍白 浑身软倒在叶晨怀里 怎么了 叶晨微微一惊 冷木琴咬了咬牙 道 这十倍年代太久远 我神魂力量 无法抗衡岁月的冲击 胸口 胸口好疼 又被反噬了 叶晨一阵无语 道 又要我替你治疗 冷木琴满脸尴尬羞红 低头不说话 在灭神一荒这危险的地方 受伤等同于死 他必须要尽快治疗 叶晨叹息一声 无奈之下 只好再替他按摩推拿 一阵治疗 替他理顺了气息 两人再次有了亲近的接触 气氛顿时显得有点暧昧 嗨嗨 我不是故意的 叶晨咳嗽一声道 冷木琴被齿紧咬红唇 颇有点瞠怒道 别说了 叶晨只好住口 插开话题道 这块倒杯 你能感悟 冷木琴看着手中倒杯 心里无限惋惜 道 止水的一剑 我虽想感悟 但我五道底蕴太差 连岁月的冲击都无法抗衡 想真正领悟见到 只怕千难万难 叶晨试探着问 不如 你将倒杯给我 冷木琴听到叶晨的询问 思索一会儿 道 你替我疗伤 这笔因果我终究要还 你既然已经将 赤骨腰翻碎片给我 那我也将倒杯给你 反正我也用不了 大家因果一笔勾销 叶晨大喜 道 那很好 多谢了 说完 便想将倒杯拿过来 红军老族与无族的论道 他以后还想再仔细看看 冷木琴却有些不舍 舍不得给 道 给你也可以 但你要答应我 以后我想看 你要借给我看 我如今修为不够 以后修为总会够的 叶晨道 那是自然 放心吧 冷木琴松了一口气 便将倒杯交给叶晨 叶晨收下倒杯 心中不胜欣喜 冷木琴站起身来 恶挪的手段在月光下 显得无比曼妙 他轻轻问道 你知道北蟒销的下落吗 叶晨道 什么 冷木琴道 北蟒销 就是那梦魇神兽 灭神一荒九大神兽 都不太好对付 我能击败轻面汉拔 是趁着他离开巢穴 没了地脉守护 才侥幸压制 如果真的巅峰对决 我绝不是他的敌手 更难以对抗其他神兽 不过 那梦魇神兽 早被魔祖无天折磨得半死不活 听说是用作诱饵 拿来引诱轮回之主的 如今轮回之主没出现 我们快去寻找那北蟒销 将他杀死 可别被人杰族先登了 叶晨听到他的话 沉默一阵 最终还是决定 继续保守轮回的秘密 便道 那北蟒销 我也不知被关押在哪里 冷木琴道 那我们找找吧 如果能猎杀北蟒销 那就好了 得到他身上的神文碎片 我们可以夺冠 冠军啊 奖品是天舞卧龙精 想想多行动 说到最后 冷木琴眼眸之中 也露出了赤裂的神色 显然对冠军奖品无比期待 叶晨也不好说些什么 道 那边似乎有强大的气息 说不定北蟒销被关押在那边 我们去看看 说着 叶晨故意带领冷木琴 往北蟒销关押的相反方向 飞略奔驰而去 冷木琴与叶晨有了肌肤之亲 对他别有情愫 额外信任 便跟着叶晨一同而去 叶晨看了看天色 距离子十三克 还有一个多时辰的时间 他打算带冷木琴随便逛逛 然后再借口离开 两人在黑夜之中 并接而行 也受到没遇到一只 但气氛是 越来越疑你 孤男寡女的 冷木琴心脏砰砰直跳 只觉小鹿乱撞 说不出是什么感受 只感到跟在叶晨身边 自己竟然手足发软 身体酥酥麻麻的 两人正行进肩 忽然前方传来一阵激烈的打斗声 还有阵阵的售吼 那售吼声 仔细听去 竟然是轻面汗拔的声音 前面有打斗 似乎是轻面汗拔 冷木琴抬起目光 一觉察到有打斗 精神顿时振奋起来 拔出吃骨腰间 过去看看 叶晨心中一动 此前轻面汗拔受伤逃离 很可能被其他狩猎者拦截住了 那轻面汗拔 可是九大神兽之一 体内封藏着许多的神纹碎片 如果能够猎杀的话 自然不容错过 当下叶晨与冷木琴 沿着打斗声发出的地方 迅速飞掠而去 要一探究竟 很快 两人来到前方 却见一场激烈的打斗正在爆发 各种法宝与神通的光芒 照亮了夜空 四下宛如白昼 打斗战场的中央 是一头巨大的人形怪物 足足有五六丈高 浑身弥漫着赤红的物碍 犹如鲜血般 手足奇长 面容却是诡异的青色 正是那轻面汗拔 而在轻面汗拔四周 围着十几个年轻舞者 正是柳鹿鱼 柳虎 柳七鸣等人 还有圣元殿的弟子 千圣年等人 众人围杀轻面汗拔 人人脸上皆是兴奋之色 知道若是能杀死此疗 在狩猎大会中 必可取得优势 青面汗拔 遭受众人围杀 却是苦不堪言 他早被夜尘打伤 受伤逃离 半途却遭到柳鹿鱼 千圣年等人截杀 伤势未遇之下 压根不是众人敌手 此刻只是苦苦之称 青面汗拔 还不乖乖受死 非要我折磨你 却见那柳家的 大小节柳鹿鱼 先长一番 祭出了一件法宝 乃是一扇门户 这扇门户 呈现暗精的颜色 哗啦 门户一打开 一股万恶之源的气息 透射出来 这股恶气 化作了一只死灰色的大手 血淋淋 鬼气森森 凶神恶煞 怨天怨敌 增怨世间的一切 这只死灰大手一冒出来 天地月华失色 所过之处 空间破碎 出现了一道道镜子碎裂般的痕迹 仿佛连大道都碎裂了 恶气滚滚 冲色还语 这死灰手掌 仿佛代表着万恶的源头 无比恐怖 力量浩瀚 碰 死灰手掌横空碾压 只一击 便将青面汗拔镇压在地 青面汗拔 一声惨叫 道 洪荒酒门 万恶之门 原来居然在你手上 那柳鹿鱼哼了一声 却不说话 脸容微微带着一丝苍白 显然要操控着万恶之门 并不容易 但能压制住青面汗拔 一点付出也是值得 大小节威武 一旁的柳虎 喝彩鼓掌 柳七鸣看到青面汗拔受制 颇为虚弱 担忧道 大小剑 你强行召唤万恶之门 身子撑得住吗 柳鹿鱼扫了他一眼 道 不用你管 圣元殿那边的人 见青面汗拔被压制 也是纷纷收起兵器 为首的千圣言 走过来向柳鹿鱼道 传说柳家执掌万恶之门 今日得见 果然恶气滔天 无比强悍 令人大开眼界 柳鹿鱼笑了一笑 想说几句谦虚的话 但胸腹间气血一阵翻腾 却也不敢开口 只怕泄了真气 毕竟以他的修为 要操控万恶之门 着实有点吃力 叶尘正在观战 忽听轮回目的之中 传出九幽邪君惊讶的声音 啊 居然是万恶之门 洪荒九门之一 原来还没磨损崩灭吗 九幽邪君的身影 从墓碑里飘了出来 看着外面那扇血迹斑驳的门户 一阵诧异 万恶之门 是三十三天太上神器吗 叶尘目光一宁 捕捉到一缕天机 这万恶之门 似乎与三十三天太上神器有关 九幽邪君道 没错 三十三天太上神器之中 有洪荒九门的传说 乃是源自洪荒时代 是九扇特殊的门户 每一道门户 都有镇压天地 磨灭还宇之威 这万恶之门 便是洪荒九门之一 是世间万恶的源头 代表着最恐怖 最尖锐的恶气 我还以为已经彻底磨损 原来还存在着 磨损吗 叶晨仔细看了 看到万恶之门 果然发现许多 斑驳磨损的痕迹 那扇门户已经很古老了 门户上有许多的裂缝 九幽邪君道 洪荒时代 距离今天太遥远了 不知相隔多少亿万年 中间横跨无数的纪元 岁月太过沧桑 几乎所有法宝兵器 都在岁月的尘埃里磨灭 只剩下九扇门户留下 就是传说中的洪荒九门 不过即便是洪荒九门 岁月的痕迹也太沉重 我以为自救日时代结束后 洪荒九门已经磨损崩灭 不复存在 原来还有留存 他语气之中 对那洪荒九门颇有渴望之意 明显那洪荒九门渊源不凡 如果能够执掌的话 说不定能领悟到洪荒遗运 虽说洪荒九门已经磨损 但只要有本体存在 都可以逆推洪荒大道 获益无穷 叶晨心中一动 道 无祖和红军老祖 便是生活在洪荒时代吗 九幽邪军道 正是 那个时代 距离现在太遥远了 历史已经不可考究 但洪荒九门的传说 却是如雷震天 一块出手杀了那柳鹿鱼 抢夺他的法宝 叶晨一愣 他虽讨厌柳鹿鱼 但也没到生死相见的地步 九幽邪军道 别愣着了 直接动手抢吧 虽然会沾染因果 但与巨大的收获相比 这点因果足以承受 这笔买卖绝对划算 何况 万恶之门降临 恶气滔天 很可能牵动地脉 引来黑山老妖 那可麻烦了 还是尽快杀人夺宝为好 叶晨雅然道 前辈 无缘无故杀人夺宝 与我五道不合 现在叶晨这个境界 因果关系非常重要 绝不能胡乱沾染杀孽 否则会影响到心 除非对方找死 否则叶晨不会主动杀人夺宝 九幽邪军哼了一声 他是凶狠是杀的性格 可不管这么多 道 你还是太过仁慈 不够凶狠 以后迟早要吃亏 叶晨无奈一笑 却不答话 却见那青面汉拔 被压制在地 丝毫动弹不得 柳鲁鱼向千圣言道 千圣言 镇压这青面汉拔 我柳家战手工 等杀死他后 掉落的神温碎片 我柳家战九成 你们圣元殿拿一成 千圣言几乎没有犹豫 道 可以 但还请刘小姐 替我们查出夜视天的下落 他与圣元殿的弟子 来参加狩猎大会 这是圣元殿老祖 圣元天归尊者的法旨 天归尊者 不想魔祖无天沉免过去 所以极力主张 杀死夜视天 斩断旧日因果 千圣言等人的目标 也正是斩杀夜视天 柳鲁鱼愣了一愣 道 你们找夜视天作甚 他提到夜视天三个字的时候 语声微微发抖 大有畏惧之意 夜视天是遮天魔地的朋友 魔祖无天的失职 是无天特别关照的人 柳鲁鱼已经不敢再得罪 心里只有恐惧 一旁的柳虎也是带着恐惧之意 只有柳其名神色还保持平静 千圣言不动声色 他圣元殿要秘密诛杀夜视天 这件事自然不能随便泄露出去 道 我有点事情 要与夜视天商量商量 柳小姐 你执掌万恶之门 凭此神器 可推演天机 烦请你出手 替我们推演出夜视天的下落 这轻面汗拔的神温碎片 我们不要也可以 柳鲁鱼一惊 道 你们连一城都不要吗 他说柳家占九城 圣元殿拿一城 本来已经准备讨价还价 哪想到千圣言答应得这么爽快 现在甚至说 连一点不要都可以 他却不知 圣元殿对狩猎根本没有兴趣 只想杀死夜视天而已 千圣言道 那汉拔是柳小姐击败 神温碎片 自然归柳小姐所有 如果柳小姐过意不去的话 替我们查出夜视天下落即可 这灭神一荒将土辽阔 却不知 那夜视天去了哪里 夜城躲在不远处的树后 听到千圣言的话 脸色顿时一沉 幸好早前有遮天磨地的情报 他已经知晓圣元殿的阴谋 千圣言就是想要诛杀他 冷木琴拉了拉夜城的手臂 传音道 那家伙想找你 我看他眼里似乎有杀气 他不知圣元殿与夜城的恩怨 但也捕捉到了危险 夜城默不作声 默默注视着前方的情况 却听柳露鱼说道 没问题 我先休息一晚 恢复元气 再替你推演夜视天的下落 千圣言喜道 那就多谢柳小姐了 柳露鱼收起万恶之门 那只死灰色的大手 也缩回了门户之中 而轻面汉拔 被万恶之门压制一番后 已经是垂死 无力瘫痪在地 柳露鱼看向柳虎道 柳虎 你宰了这妖物 柳虎应道 是 小姐 抽出一把刀 走上前去 一刀斩断那汉拔的脑袋 直接杀死 那轻面汉拔 临死前毫无挣扎 眼神早已经是死了 他被万恶之门镇压 那股万恶怨气 直接磨灭了他的精神 让他彻底丧失 所有反抗的力量 而在轻面汉拔死后 足足有一百多块神闻碎片 掉落了出来 柳虎欢天喜地 全部拾取起来 道 小姐 这么多神闻碎片 足够我们夺冠了 夺冠的奖品 乃是天舞卧龙精 一想到天舞卧龙精 要落入柳家手里 柳虎眉宇间激动万分 柳露鱼也是眼带喜色 但在千盛眼等外人面前 倒也不便太过失态 微微深吸一口气 稳住心神 向柳七明道 柳七明 你提炼着汗拔的精血 可别浪费了 以后可以用来淬炼法宝 柳七明道 是 说完 他便拔出长剑 便想宰割汗拔的尸体 提炼气血 但就在这时 却见远方的天际 骤然黑风涌动 鬼气森森 空气里有节节嘎嘎的鬼哭声传来 柳七明 柳鲁鱼 刘虎等人一惊 千盛眼也是大惊 夜晨也是一阵惊恶 望向远方天际 只看到一座黑漆漆的大山 横空飞掠而来 那大山之中 居然长出了千万条的人形手臂 在空中胡乱摇摆抓扯 非常恐怖 然后 又有千万颗活生生的人头 从山体里长出来 嚎哭哀叫 鬼哭狼嚎 犹如地狱恶鬼 景象将士 令人毛骨悚然 夜晨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怪物 顿时恶然 冷木琴也是安忧一声惊呼 吃惊恐惧之下 抓紧了夜晨的手臂 而他这一声惊呼 却是暴露了他与夜晨的位置 流露于千盛年等人 目光齐刷刷望过来 看到了夜晨 顿时大惊 齐声叫道 夜是天 是泥 叫声未落 那座大山从远方飞掠而来 凌驾在夜空之中 千手挥舞 万头豪哭 千万条手臂 千万只头颅互相混合 鬼气森森 令人窒息 黑山老妖来了 快退 轮回目的之中 九幽邪君脸色一沉 发出警告 黑山老妖 这是什么 夜晨问 九幽邪君道 黑山老妖 便是灭神一荒封印的九大神兽之一 这怪物本来是一座山 后来修炼成了凶兽怪物 非常的强悍 在九大神兽之中 也是最强悍的存在 你速速离去 不要与他为敌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夜晨道 前辈 连你也不是他的敌手吗 九幽邪君道 你不是要去救北蟒骁吗 如果在此耗尽了力气 后面该当如何 夜晨心中一灵 这黑山老妖的气息 固然跌落了许多 但如今约莫是百家境四层天 无比强悍 如果他全力爆发 再借用九幽邪君的力量 应该可以将黑山老妖斩杀 但 没必要 因为 他踏入灭神一荒 最大的目的是挽救小黄的父亲 北蟒骁 可不能将力气浪费在这里 想到这里 夜晨拉着冷木晴 转身便想离开 夜是天 你想跑 千圣言见状 目光顿时一寒 双手一捏绝 突然一个龟甲般的阵法 笼罩四周 挡住了夜晨的脚步 这个阵法 名为天归灵阵 乃是圣源殿的密传阵法 由天归尊者亲手所创 夜晨被一层龟甲般的臂杖挡住 脚步停顿了下来 哈哈哈哈 就在这时 却听天空中 传来一阵阴厉寥亮的大哮声 只见那座黑漆漆的大山 无数头颅扭曲融合 最终幻化成了一张巨大猙獰的脸孔 正是黑山老妖的幻想 你们今天 一个都别想跑 黑山老妖咧嘴大笑 声音无比的狠辣 黑山老妖 这是九大神兽之中 最强悍的存在 它是怎么跑出来的 千圣言看着天上的黑山老妖 脑袋嗡嗡作响 比起朱沙夜市天 现在或许保命更紧要 黑山老妖黑黑一笑 盯着柳露鱼道 这要多谢这位姑娘 如果不是她 我岂能从封印之地里脱逃而出 闻言 柳露鱼脸色一变 已猜到是万恶之门带来的恶果 本来黑山老妖 是九大神兽里 最凶悍的存在 被封印在灭神一荒某处 平时无法自由活动 但万恶之门的降临 牵动了地脉 让她摆脱封印的影响 直接脱逃出来 吃溜 黑山老妖猛然张开大口 伸出一条千丈长的星红舌头 隔空一卷 将青面汗拔的尸体卷起 直接卷到口中 咔嚓咔嚓嚼碎 吞浮下去 多么美妙的血肉 我可要感谢你们了 黑山老妖大笑 她一直有想吞噬其他神兽的念头 可惜被封印 无法自由活动 现在脱困而出 她直接吞了青面汗拔的血肉 浑身顿时鬼气猛烈 山体一阵摇晃 随后化作了人形 她显化的人身 却足足有千丈之高 浑身笼罩着黑气 法天向地 头如天山 腰如骏领 口似血盆 眼如闪电 牙如剑脊 无比的争獰凶悍 那一双黑漆漆 森红森红的眼珠子 扫射着全场 令得全场每一个人 都是心惊胆战 只怕要被她吞吃掉 全场人修为最强的是 千盛岩 百家境二层天 但即便是千盛岩 也无法与黑山老妖相比 因为 黑山老妖的实力 固然被限制以及受伤 但也足足达到了 百家境四层天 数万年间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 千岁以下狩猎者 胆敢踏入黑山老妖的地界 那跟找死没什么区别 叶晨看到黑山老妖 那庞大的身躯 只感到一阵 无比浩瀚的力量 想到了力量 他就想到了 红军剑道的巅峰傲益 止水的一剑 止水的一剑 是绝对的技巧 这技巧之精妙 甚至能够借用 乌乌时空的气息 逆转天地大势 碾压一切现实的法则 如果光靠实力的对碰 在不动用轮回血脉的情况下 叶晨没把握战胜黑山老妖 但如果 施展那止水的一剑 或许可以逆转局势 叶晨目光微眯 脑海里掠过 红军剑道的珠斑精髓 幸好他有红军剑道的底子 并掌握最强的一招 十方允神剑 所以再去感悟那止水的一剑 便简单许多 小姑娘 嘿嘿 就从你开始 却见那黑山老妖 巨大的手掌从天而降 向着柳鹿鱼震杀而去 柳鹿鱼身上带着万恶之门 这可是洪荒九门之一 如果能够夺取 自然是逆天的收获 柳鹿鱼眼见那黑山巨长压下 直下的脸无人色 危急之中 他捏了一个法绝 照出万恶之门 碰 一扇布满斑驳血迹 充斥着恶气的暗金色大门 顿时浮下出 挡住了黑山老妖的巨长 黑山老妖这一掌 崩灭天地 威势相当的厉害 足以碾爆千万星球 但却被万恶之门挡住 可见这万恶之门的厉害 好 很好 不愧是洪荒九门之一 果然厉害 即便是磨损 法宝威呢 也堪称逆天 黑山老妖 看到那万恶之门 眼里暴射出贪婪激动的神采 而柳鹿鱼 脸庞却是一阵苍白 以他的修为 要维持万恶之门的运转 明显困难了点 柳虎 助我一臂之力 柳鹿鱼咬了咬牙 似乎下了什么决心 柳虎一呆 噢 什么 柳鹿鱼突然抓住他的手臂 将他丢进万恶之门里去 柳虎啊 一声惨叫 万万没想到 柳鹿鱼居然要拿他当祭品 想要挣扎逃出 但那万恶之门 便如黑洞漩涡一般 爆发出一股强悍的犀利 直接将他的身躯 吞了进去 众人一阵惊骇 却见柳虎的身躯 被一缕缕的灰白雾矮吞噬掉 连渣子都没剩下 那灰白色的雾矮 宛如是万恶之源 世间万恶的源头 非常可怕 而献祭掉柳虎后 柳鹿鱼神色稍缓 脸庞微微恢复了一丝红润 嘿嘿 小姑娘 有点破脸 但在我面前 你又何苦挣扎 黑山老妖冷森森一笑 手掌陡然抱起一缕血蒙蒙的盲气 嗜血鸣功 如玉威灵 随后 黑山老妖狠狠一掌拍下 这一掌带有地狱气血般的威严 嗜杀凶残 令人窒息 夜城看到这一掌 甚至捕捉到天舞仙门的天机 想来这嗜血鸣功 也是天舞仙门里的秘笈 被黑山老妖偷学到 柳鹿鱼眼见黑山老妖一掌拍下 急忙运转万恶之门抵挡 碰 黑山老妖狠狠一掌 急在万恶之门上 顿时天地鬼气震荡 恶气呼嚎 猪般黑雾红雾炸裂 场面微微壮观 那万恶之门 在黑山老妖的打击下 承受不住 嗡嗡作响 一阵摇晃 扑吃 柳鹿鱼受到牵连 当场喷出了一口鲜血 大小剑 柳其名踏前一步 扶住柳鹿鱼 触摸到他软软的身躯 不由的心神一荡 柳其名 帮我一次 柳鹿鱼咬了咬牙 突然抓住柳其名的胳膊 将他往万恶之门丢去 柳其名哀悠一声 却没想到柳鹿鱼要拿他当祭品 他人在空中 被万恶之门吸扯 只觉将要坠入万丈深渊 却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挣脱 蛇蝎心肠 夜沉大惊 没想到这柳鹿鱼这么狠毒 再也看不下去 祭出雾土圆服 在手中汇聚成一把雾土剑 红军剑法施展 八卦阴阳融合 迸发出一道混沌剑光 隔空斩出 正 夜沉一剑斩在那万恶之门之上 万恶之门气机摇动 一阵松散 柳其名趁此机会 终于摆脱了吸引 仇身飞退落地 夜兄 多谢 柳其名的脱生天 拱手向着夜沉道谢 又望了柳鹿鱼一眼 神情十分的复杂 咦 红军剑法 想不到会在这里 碰到红军剑道的传人 黑山老妖看到夜沉出手 微微一惊 夜沉凝视着黑山老妖千丈高的身躯 只觉一阵巨大的力量压迫感 心里闪过昔日 无足与红军老祖 瀑布润剑的画面 牧主大人 你想作甚 别轻举妄动 偶忧邪君看到夜沉眼神有意 变质不妙 他虽是杀 但战斗经验极为丰富 知道这个时候 不宜动手 后面还有许多棘手的地方要处理 夜沉心情却是澎湃 脑海里不断闪过 剑道巅峰的奥义 剑之急 止水断铺 逆转天地 这浩荡凶猛的剑道大势 在他内心呼啸澎湃 如果不发泄出去 只怕要将他整个人都承包 红军剑道 十方允神剑 夜沉抱贺一声 雾土剑挥动 一剑斩杀向黑山老妖 这一剑 是红军剑道的最强杀招 十方允神剑 灵力如电 迅猛如雷 这十方允神剑 夜沉早就掌握 但此刻施展出来 磅礴气魄 远比昔日强悍 这正是止水的一剑 剑道最巅峰的精髓 便是止水断铺 逆转天地 此刻 夜沉这一剑 正带有止水剑道的意欲 一剑斩出 诸天大道都磨灭了 所有现实的法则 一层层崩塌 剑气撕裂过处 空间成了一片混沌 准确来说 那不是混沌 也不是虚无 是一种说不清 道不明 无法用任何现实的言语 无法形容的一片灰色地带 那是乌乌时空的法则气息 夜沉一剑止水 见到技巧达到巅峰 竟然牵动了一丝 乌乌时空的法则 乌乌的气息降临下来 所有现实的存在 都在崩塌 夜沉一剑斩出 乌乌气息弥漫之下 天地仿佛在刹那间死了 现实的世界被碾碎 万界宇宙 好像都要被这一剑湮灭 刘鲁瑜 柳其名等人 彻底震撼 千圣炎等人 也是满脸惊愕 不可置信 就连轮回目的里 九幽邪君看到这一剑 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一剑止水 碾碎现实 磨灭天地 威势太过可怕 已经无法用世间的言语形容 就连夜沉自己 也没想到这一剑的威力 居然会恐怖到这个地步 眼前所见 所有现实存在的景象 夜空 流云 明月 星辰 森林 山月 大地 原野 河流 都被一股灰色的剑气笼罩 然后彻底被碾碎 葬灭 啊 这是什么剑法 怎么会带有呜呜的气息 这不可能 呜呜的气息 足以碾碎现实 就连羽黄谷地 都无法窥见呜呜 你如何做到的 黑山老妖亥一惊呼 在夜沉一剑笼罩下 她当场窒息了 咔嚓擦 无比恐怖的一幕出现了 黑山老妖千丈高的庞大身躯 接触到夜沉的剑气 竟晚如枯泥般 一下子爆裂崩碎 她的躯体 连带着神魂 在一瞬间 化作了飞灰 没有一点鲜血流出 所有现实的存在都被抹杀 在那乌乌气息的笼罩下 黑山老妖的身躯 便是被彻底抹杀 从这个世界抹除掉 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这可是百家经四层天的高手 但 在夜沉一剑之下 连一丁点反抗能力都没有 这世间 没有任何人 可以反抗乌乌 乌乌 是凌驾在现实世界之上的存在 可以碾碎现实所有的法则 抹杀一切 碾灭一切 逆转一切 简直是无敌 柳鲁鱼 柳七鸣 千圣炎 冷木琴等人 看到夜沉如此可怕的一剑 都是彻底震惊了 在他们眼中 无比强大的黑山老妖 竟然被夜沉一剑秒杀 这是何等可怕的实力 这惊天的一剑 惊动了整个灭神一荒 远处 遮天魔地也在历练之中 看到那灰色的剑气 弥漫天地 碾碎一切的画面 他待了一待 捕捉到夜沉的气息 愕然不可置信 道 是夜沉 他什么时候 掌握了如此可怕的剑道 这剑气 没有一点现实的痕迹 难道是传说中的乌乌 他已经掌控了乌乌 遮天魔地毛骨悚然 就算是魔祖无天 羽黄古地等高手 都远远没有窥见乌乌的精髓 如果夜沉掌握了 乌乌时空的法则 那他无敌了 现实世界不会有人是他的敌手 就算是魔祖无天 羽黄古地 在乌乌的碾压下 也是蝼蚁般的存在 现实时空里 无论多么强大的存在 都不可能挑战乌乌 而此时 魔祖无天早已经回到了旧日蒙总坛 但他始终留意着灭神医荒的情况 他的身前 有一团光影 光影里显化出灭神医荒的画面 止水的一剑 夜是天 我的乖师直 你竟然领悟了止水的一剑 我天舞仙门 振兴之日 止日可待 魔祖无天 看到夜沉一剑的威势 顿时无比的惊喜 无比的震撼 夜沉与青面汗拔剑的争斗 最终夺得到碑 这画面他也看在眼内 但他万万没想到 夜沉竟然真的领悟了止水剑道的精髓 这简直是匪夷所思 其实魔祖无天 早就知道青面汗拔手上 有止水剑道的盗碑 他也暗中窥伺过 但因为止水剑道 实在太过复杂 太过玄傲精深 超乎现实的限制 他完全无法领悟 所以只能放弃 这止水剑道 连当年的无阻 都不能掌握 可见有多么艰难 然而这一刻 夜沉居然施展出了止水剑道的精髓 一箭引动了乌乌时空的气息 直接秒杀黑山老妖 这简直是惊天动地的沙伐 无法用现实世界的容颜与形容 魔祖无天内心无比喜悦 他还不知道夜沉的身份 不知道夜沉曾经有红军剑道的底子 所以才超乎常人 直接领悟了止水剑道的真解 他只以为 夜沉就是夜视天 是他的师职 是天武先门的后人 未来要继承天武先门的一波 重振旧土 在他内心之中 已经将夜沉当作是自己的传人 至于遮天磨地 那只是容器 不能相提并论 咔嚓擦 灭神一荒之中 夜沉手中的雾土剑 承受不住止水剑道的真碎 当场爆碎 扑痴 而夜沉也是狂喷出一口鲜血 脸色惨白 他的身躯 摇摇晃晃 内脏鲜血一阵剧烈的沸腾 仿佛随时要爆炸崩灭一般 那古乌时空的气息 反噬过来 几乎要直接将他杀死 以夜沉目前的实力 要施展止水的意见 还是太吃力了点 这时见到巅峰的技巧 无论是对体力的消耗 还是精神的消耗 都异常巨大 夜沉所引动的乌乌气息 只是非常薄弱的一缕 但在现实世界中 也足以引发惊天的杀法 连他自己 都无法承受反噬 随时都要被抹杀 就像其他现实的存在 要被乌乌吞噬磨灭掉一般 幸好 在关键时刻 九幽邪君附身夜沉 总算是稳住了他的气息 没有让他彻底崩灭 多谢前辈 夜沉喘了一口气 暗暗惊叹 止水剑道的强悍 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威力 竟然让他秒杀掉了黑山老妖 要知道 黑山老妖 可是百家境四层天的强者 居然挡不住夜沉一剑 甚至 夜沉感觉到 以他目前的实力 施展止水的一剑 足以秒杀许多强敌 当然 此等剑道 牵引无无 逆转现实 颠倒乾坤 威力太过可怕 施展代价也太过巨大 很可能会吞噬自身 甚至也不是那么容易施展 这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下次想要施展 绝不会这么容易 乌乌时空的气息 压根不是现实世界的人 能够掌控 就算是羽黄古地 魔祖无天等高手 都无法控制 只有夜沉 拥有轮回血脉 可以勉强引动一点点乌乌的气息 但也太过勉强 危险太大 碰 碰 碰 而随着夜沉溅落 乌乌气息的散去 现实的法则 重新卷土而来 现实与虚无冲突 爆发出重重的爆炸 在爆炸之中 一层层空间崩塌 柳璐鱼 柳其名 千盛年等人 在爆炸里被分开 夜沉与冷木晴 也被分开 夜是天 冷木晴叫了一声 声音颇有些不舍与焦急 但在爆炸的气浪冲击下 他也无法与夜沉接触 最终 两人被迫分离 夜沉眼前所见 只有爆炸卷起的烟尘 他看了看地面 想寻找什么 九幽邪君道 不用找了 你的剑气 碾碎了一切 不会有神闻碎片剩下 夜沉苦笑一下 他正是想寻找神闻碎片 黑山老妖 乃是最强大的凶兽 他体内封藏有大量神闻碎片 如果可以得到的话 足以让夜沉夺冠 但 他那止水的一剑 实在太可怕了 任何现实的存在 都被抹除 根本没有一点战利品剩下 去救人吧 北莽萧体内 应该有不少神闻碎片 九幽邪君道 夜沉看了看天色 已经快到子13克 他当即向着 北莽萧的关押之地 飞绿而去 而简单的御风飞行 却让夜沉感到浑身撕裂 颇为痛苦 却是刚刚施展止水的一剑 对他反噬太大了 他无论是肉身还是精神 受伤都非常严重 如果不是有九幽邪君的力量维持 他现在已经倒下了 我的力量 撑不住多久 快点救人离开 我怕镇压在地底的家伙 会突然跑出来 那可麻烦了 九幽邪君凝重道 什么地底的家伙 夜沉一阵惊异 问 九幽邪君道 这灭神一荒 在旧日时代 其实是用来镇压长墨君的 长墨君此人 也是天武先门的真传弟子 当年与旧日之主武绝神争锋 抢夺天武掌教之位 最后 长墨君失败 被旧日之主镇压 那九大神兽被封印在此 其实就是用来压制长墨君的 如今 黑山老妖与青面汉拔已死 只怕封印要松动了 九幽邪君昔日 正是天武先门之人 所以对于这些秘心 非常清楚 夜沉心中一惊 这长墨君的情报 连遮天魔地都没有提及 看来是非常隐秘的事情 前辈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夜沉道 九幽邪君道 你也没问 夜沉一阵语色 九幽邪君道 先不说了 救人再说 他继续附身夜沉 向着北蟒骁囚禁之地飞去 这囚禁之地 有一头神兽看守 便是九大神兽里的黑炎巨蟒 按照北蟒骁的说法 到了子时三刻 黑炎巨蟒会陷入沉睡 现在时间差不多快到了 但夜沉到来的时候 却看到一条大蟒蛇 盘踞在山口 直勾勾地盯着他 这条大蟒蛇 浑身覆盖着岩石般灵甲 正是那黑炎巨蟒 显然 刚刚夜沉与黑山老妖作战 可怕的战斗 惊动了这黑炎巨蟒 他保持着清醒 没有沉睡的意思 夜沉看到黑炎巨蟒 就在眼前 内心顿时一沉 只怕免不了一番战斗 而他现在的身体 伤痕累累 不宜再战 就算借用九幽挟军的力量 也会对身体 造成严重的伤害 这位大人 别杀我 你去杀那梦魇神兽吧 他体内神温碎片极多 足够让你夺冠 但 出乎夜沉意料的一幕出现了 却见那黑炎巨蟒 垂手向夜沉行礼 口吐人言 当场求饶 让开了一条路 夜沉哑然失笑 想来是他刚刚斩杀了黑山老妖 身上自带杀气 令得这黑炎巨蟒 也不敢反抗 直接求饶让路 能避免一场战斗 也是好事 走吧 九幽挟军催促到 他并不是什么人善之人 但现在也没有杀死黑炎巨蟒的心思 因为 如果杀死黑炎巨蟒 会让封印进一步松动 一旦那镇压在地底的长莫军 爆然出事 那可不好对付 要知道 长莫军当年 曾经与旧日之主 争夺长教之位 实力自然是强悍 就算被镇压漫长的岁月 修为大大跌落 也不容小觑 至少 要比黑山老妖强悍 叶臣自然不敢大意 当即绕过黑炎巨蟒 向着荒山深处走去 静止来到荒山深处 叶臣却见在一座地窟之中 正关押着一头梦魇神兽 正是小黄的父亲 北蟒骁 北蟒骁此刻 眼瞳暗淡无光 看到叶臣到来 只以为是狩猎者 眼神更惨淡了 叶臣服用了影天神丹 隐秘气息 又戴着面具 北蟒骁压根没认出来 爹 黄泉图之中 小黄发出呼喊 声音充满激动欣喜之意 但他的呼喊声音 也被叶臣压制下来了 没有暴露 因为 叶臣知道 这灭神一荒背后 魔祖无天肯定在窥视着 如果胡乱暴露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叶臣不动声色 走到北蟒骁身前 手掌探出去 北蟒骁只以为叶臣要杀自己 眼瞳里带着万念俱灰的神色 也不做挣扎 这些天时间 他挣扎的斗志与意念 早已经被就日猛打散了 精神能保持不崩溃 已经是极限 叶臣手掌抓住北蟒骁的肩头 一缕黄泉气息 若有若无地传递过去 北蟒骁浑身一震 感受到这一缕黄泉气息 顿时猜到了叶臣的身份 道 你 你是 盯着叶臣的眼睛 叶臣暗喊传声道 前辈莫慌 我马上叫你出去 随后 叶臣目光骤然一寒 手掌爆发出九幽地光 大声喝道 畜生 受死吧 花音落下 叶臣狠狠一掌 向着北蟒骁脑袋击去 北蟒骁呆了一呆 不明所以 小黄也是大惊 叫道 主人 你干什么 叶臣笑了笑 他这一掌 其实只是虚招 掌风无比激烈 黑色幽光喷勃 但并没有真正的杀伤力 带着掌风笼罩住北蟒骁 叶臣心念一动 不着痕迹 将北蟒骁送到黄泉土里去 这一切 都被他九幽掌法的光芒遮掩住 外人根本看不清虚实 哗啦 等到掌法落下 北蟒骁的身影 已经消失不见了 好像是被叶臣一掌打得爆灭 连灰尘都没有剩下来 只掉落了一地的神文碎片 封藏在北蟒骁体内的神文碎片 硬生生被叶臣掌力逼了出来 在外人看来 就是叶臣一掌杀死了北蟒骁 得到神文碎片 这都是欺骗魔祖无天的手段 叶臣知道魔祖无天 在背后窥似着 所以必要的伪装是必须的 可不能大意了 而魔祖无天 只要不清零细究 终究有诸多限制 是不会发现端倪 北蟒骁回到黄泉世界里 与小黄团聚 父子相见 自然不胜欣喜 也明白了叶臣的良苦用心 而叶臣的身躯 却是一阵摇晃 虚弱脱力 脸容瞬间苍白 九幽携君的力量 从他身上退去 回到轮回目的之中 牧主大人 时间到了 今天我无法再帮你了 九幽携君道 刚刚那一掌 极尽巧妙 甚至足以欺骗魔祖无天 这也耗费了 九幽携君的大量灵气 至少在今天内 他需要休息 不能再帮叶臣了 多谢前辈 叶臣气喘吁吁 只觉浑身撕裂般的疼痛 脑袋也是剧痛不堪 状态从来没有这么差过 此前斩杀黑山老妖 施展止水的一件 反噬还是太严重了 那是无法则的反噬 就算是羽黄谷地 魔祖无天 太上天女 都未必能够承受住 如果不是叶臣拥有轮回血脉 他现在早已经死了 九幽携君道 尽快离开吧 否则就危险了 嗯 叶臣凝重点头 拾起地上的神闻碎片 便转身想离开 封藏在北莽萧体内的神闻碎片 足足有三百多枚 数量极多 收获了这么多的神闻碎片 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 那叶臣应该可以夺冠了 想到夺冠之后 能得到一叶天舞卧龙精 叶臣内心无比的兴奋 这次狩猎大会 可谓或一粮多 领悟了止水的一件 成功挽救小黄的父亲 又即将要夺冠 叶臣自恃无比激动 然而 激动的心情 只持续瞬间 叶臣一颗心 却彻底冷了下去 因为 他刚刚转身想走的时候 却看到石窟外面 有几道身影飞掠而来 这几道身影 衣服上全部印着一道 硅甲图腾 都是圣源殿的强者 为首之人 正是那千圣言 幸好不算太晚 总算赶上了 夜是天 幸会 千圣言微微一笑 缓缓拔出腰间长剑 他身后几个圣源殿强者 也是一言不发 默不作声 拔出兵器 散开阵势 隐约围住了叶臣 叶臣脸色一沉 知道圣源殿背后 那天归尊者想杀自己 千圣言只是一颗棋子 道 你怎么会找到这里 刚刚大爆炸 叶臣以为 众人已经彻底分离 却没想到千圣言会找上来 千圣言笑道 我早捕捉到你的气息 你逃不掉的 你那乌乌剑道 逆杀天地 足以碾碎现实 崩塌宇宙 尾时是匪夷所思的强悍 若是巅峰对决 我只怕撑不住你半招 他上下打量着夜尘 回想起夜尘斩杀黑山老妖 那今天的一剑 依然是充满赞叹与敬畏 那简直不是人 能够使出来的剑法 连天地宇宙都足以斩灭 碾碎一切现实的存在 那是具备了 无无时空气息的剑道 只能用无敌来形容 千圣言虽是 百家境二层天的强者 但如果真的 巅峰对决 他自问撑不住夜尘半招 不过现在 连瞎子都可以看出 夜尘状态非常不妙 浑身血痕 脸容苍白 明显那今天的一剑 让他承受了极大的反噬 可惜 你反噬受伤太严重 我现在要杀你 轮到你撑不过我半招 真是遗憾啊 千圣言感叹一声 颇有点委婉叹息 道 夜是天 足以堪称天下第一 除了你之外 没人能召唤无无法子的气息 难怪魔祖无天这么看重你 若是给你发展下去 你的天赋五道 不会比传说中的轮回之主 差到哪里去 他此时还不知道 其实夜是天就是夜尘 他只知道 夜是天的天赋非常可怕 甚至能召唤一丝无无 如此天才 堪称惊世妖孽 我其实并不想杀你 你天赋太可怕 来镇说万古的妖孽奇才 斩杀你这种天之骄子 我罪孽极其深重 不可饶恕 千圣炎又叹息起来 他真的不想杀夜尘 因为夜尘天赋太妖孽了 堪称气韵之子 绝代天骄 杀死如此人物 罪孽深重 是要遭天谴的 以他的修为与气韵 还不足以承受 如此天罚的代价 可惜失命难为 我师父要杀你 斩断旧日因果 那也怪不得我了 你自行了断吧 我给你一个痛快 千圣炎将手中之剑 丢到夜尘面前 竟叫他自行了断 夜尘看着地上的剑 狠狠一笑 道 你以为你真能杀我 千圣炎道 不然 以你的状态 还想挣扎 我虽不想杀你 但今天你必须死 夜尘哼了一声 他状态虽差 但底牌众多 单凭千圣炎 一个百家境二层天的武者 想要杀他 那是痴人说梦 雪龙 借我力量 夜尘在心中呼唤 煞时间 雪龙的力量 开始灌输入夜尘经脉里 夜尘只觉经脉阵阵刺痛 几乎撕裂 不禁咬了咬牙 他现在状态极差 再借用血龙的力量 会给身体造成严重的负荷 但 这负荷 夜尘足以承受 只要杀掉千圣炎 他便可彻底脱身出去 以后再恢复也不迟 雪龙一直折服在龙云天剑之中 与天剑气息融合 龙威日益壮大 现在听到夜尘的呼唤 便是将所有的力量 都灌注给夜尘 咔嚓擦 夜尘浑身筋骨 顿时发出了激烈的响动 磅礴的龙威在爆发 阵阵气血弥漫 咔嚓 夜尘的手掌 变化成了龙爪 上面长出了一片片黑色的龙铃 蕴含着九幽地精的气息 血龙的力量 夜尘用九幽地精遮掩 并没有暴露什么 眨眼间 夜尘身躯彻底变化 覆盖上了一层黑色龙甲 威武腾腾 那股虚弱衰败之气 也是一扫而空 这是血龙的力量 什么 千圣炎只觉夜尘的修为气息 节节攀升 眨眼间已经到了 百家境一层天的地步 再融合那一身龙威 真实的战斗力 只怕比他还要强悍 主人 速战速决 你的状态很不妙 血龙向夜尘传音道 他看出夜尘的虚弱 那无法则的反噬太严重了 夜尘现在是 严重透支身体 如果强行支撑下去的话 只怕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我知道 夜尘咧了咧嘴 自然知道自己身体的情况 太上天崩道 破 他猛然一挥龙爪 漆黑的幽光杀出 夹杂着一股凶猛的崩灭气息 狠狠向着千圣炎镇压而去 千圣炎脸色一沉 只觉夜尘这一记龙爪 带有万行万象的气息 非常凶悍 他也不敢应接 连忙后退 这自然是血龙万象天书的气息 极其霸道 躲得了吗 夜尘踏步猛击 龙爪之上 每一片龙灵都冒出了 古老的经书文字 密密麻麻 未为壮观 他状态虽差 但借用血龙的力量 也足以击杀千圣炎 千圣炎是严重低估了夜尘 完全没想到夜尘底牌这么多 天归灵阵 守护 眼见夜尘如此永恨 千圣炎也不敢大意 手中捏绝连连 一道道阵纹浮现出 迅速化作了一个大阵 牢牢保护着他 这个大阵 外形却宛如龟甲一般 呈现古老的文士 碰 夜尘一爪子爆杀过去 击在龟甲上 好像击中了铜墙铁壁 竟然不能动穿 这个阵法 明显是专精防御 乃是圣元殿里的独门阵法 一个乌龟壳 也能挡住我 给我破 夜尘目光灵力 心里闪过无数阵自觉的奥秘 只是扫视一眼 他就看穿了这个天归灵阵的底细 一眼看到阵法弱点所在 咔嚓 夜尘龙爪杀出 直击那灵阵的薄弱处 顿时整个龟甲都爆炸开了 被他龙爪碾碎 化作漫天流光消散 什么 你居然能破掉我的阵法 千圣炎惊骇不已 哪想到夜尘阵法造诣如此厉害 只一击就破掉了他的护身大阵 给我死 夜尘狂然一爪子 抓向千圣炎的脑袋 旁边几个圣元殿的弟子 看到夜尘如此凶猛 都是愣在原地 竟不敢上前助战 玄规战凯 呼 千圣炎惊恐之下 手掘一捏 身躯浮现出一层战凯 布满了层层龟甲的纹理 战凯光芒闪烁间 有阵阵护体钢器爆发而出 碰 夜尘龙爪击在那战凯钢器上 竟不能动魄 死到临头 又何苦挣扎 夜尘冷哼一声 丝毫不慌 暗暗运转兵自觉 龙爪抱起一阵惊光 咔嚓一声 当场震碎了千圣炎的玄规战凯 这兵自觉的运转 夜尘使用非常隐晦 也没被外人发现 你 你是 千圣炎瞪大眼睛 他近在咫尺 自然能捕捉到兵自觉的杀气 这一瞬间 他甚至以为 夜尘其实是羽黄世家的人 是想混入旧日盟里的奸细 夜尘脸不改色 他兵自觉的造诣 已经非常之高 可以轻松粉碎一般的兵器法宝 这下震碎千圣炎的铠甲 便如摧枯拉朽 不费吹灰之力 死 夜尘毫不留情 龙爪捏住千圣炎的脑袋 扑斥一声 当场捏爆 彻底将对方面杀 旁边那几个圣元殿的弟子 杀气威慑下 却是身躯僵直 连逃跑都没有勇气 天伤星辰杀 破 夜尘龙爪一番 使了一招鸿蒙古法 一片片沙尘 从他龙爪里暴射而出 宛如带着星辰的威压 能量浩瀚 向着那几个圣元殿弟子杀去 噗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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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尖锐的贯穿声响后 那几个圣元殿弟子的身躯 当场被夜尘射成了筛子 肉身神魂俱灭 死于非命 一口气机杀掉圣元殿的弟子后 夜尘松了一口气 血龙的力量 从他经脉里退去 他身躯一阵脱力 疼痛欲裂 主人 你的状态已经到了极限 如果再碰到敌人 只怕不妙 血龙沉声道 以夜尘目前的状态 如果再遭遇强敌的话 已经不能再借用别人的能量 否则身体撑不住 它只能是动用轮回血脉的力量 而如果动用轮回血脉的话 势必会被魔祖无天发现 别慌 我还有后手 夜尘也知自身状态不妙 但他并不慌张 直接发出一封飞剑传书 这封飞剑传书 却是发给遮天魔地的 夜尘要召唤遮天魔地 替他护法 保护他出去 这样可确保万无一失 目前 遮天魔地也在灭神遗荒之中 他也参与狩猎 但只负责巡逻看守 监视意外的情况 并不会与其他狩猎者竞争 飞剑传书发出后 夜尘遍盘膝坐下 默默等待着 运功调息 恢复自身状态 那止水的一剑 对他反噬伤害太严重了 以前他受过的反噬 都没有这么严重的 这是乌法子的气息 足以磨灭现实一切的存在 如果不是 他有轮回血脉的话 他早就化作飞灰了 盘膝调息一阵 夜尘经脉稍微没那么疼痛 安心等待着 却听外面有脚步声传来 但气息有意 似乎并不是遮天魔地 嗯 夜尘脸容微宁 睁眼一看 却见外面走进来两个人 竟然是柳鹿鱼与柳其名 哈哈 夜市天 终于被我找到你了 柳鹿鱼大笑 背后隐约悬浮着一扇门户 正是那万恶之门 他显然 是通过万恶之门 推演天机 找到了夜尘的所在 夜兄弟 柳其名看着夜尘 神情颇为复杂 你们想干什么 夜尘心中警惕 表面上不动声色 淡淡道 柳鹿鱼盯着夜尘一眼 道 你身上有神闻碎片的气息 你猎杀了北蟒骁 得到了他的神闻碎片 夜尘道 不关你事 柳鹿鱼冷笑道 我正想杀你 既然你身上有神闻碎片 倒是一并便宜我了 夜尘道 呵呵 你要杀我 柳鹿鱼道 我已经得罪了你 等出去之后 你只怕不会放过我 我倒不如先下手为强 你那呜呜见到 我也很有兴趣 他深知夜尘身份的可怕 乃是魔祖无天的失职 遮天魔地的朋友 一旦兴师问罪 他必死无疑 所以 他现在 是要先下手为强 而且 夜尘那止水的一剑 引动乌法则的剑法 实在太过厉害 太过逆天 他也非常的垂涎 如今夜尘虚弱 正是千载难逢 杀人夺宝的大好时机 夜尘道 我还是低估了你心肠的歹毒 轮回墓地里 九幽邪君传音道 墓主大人 我早就 叫你动手杀他了 他执掌万恶之门 心神早已被恶气污染 留着也是祸害 夜尘道 现在动手也不迟 九幽邪君道 你还能战斗 夜尘道 刚刚调戏一阵 略微恢复点灵气 要杀死这个柳鹿鱼 绰绰有余 九幽邪君惊道 你这么快就恢复了战斗力 夜尘笑了一笑 其实他状态很糟糕 巅峰战斗力远远还没恢复 不过已经恢复了一点点的灵气 别的不敢说 要杀柳鹿鱼是足够了 却见那边的柳其名 出来打圆场 道 大小剑 夜兄弟 我们之间必定有什么误会 大家冷静一些 柳鹿鱼冷漠道 还能有什么误会 他连千圣岩都杀死了 下一个就该轮到我们 说着瞥了一眼地面 千圣岩等圣元殿弟子的尸体 还躺在地上 柳其名顿时语色 却不知如何是后 万恶之门 给我镇压了 柳鹿鱼不再废话 立即催动万恶之门 向着夜尘暴杀而出 卡龙龙 万恶之门打开 一股斑驳 血腥 充斥着怨念的恶气 滚滚弥漫出 无穷恶气翻腾 汇聚成了一只惨白的大手 这只惨白大手 宛如带着世间致恶 狠狠向着夜尘脑袋抓去 夜尘脸容不变 祭出雾土圆符 准备迎击 而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有一个红沙少女 持剑飞沙而出 一剑袭沙向柳鹿鱼的心脏 这一下袭沙 非常突然 凌厉而凶悍 柳鹿鱼吃了一惊 万恶之门慌忙回转 守护身体 叮 那红沙少女的长剑 击在了门户之上 发出一声脆响 红沙少女提见凌空翻飞 后退落地 顺势飘落到夜尘身边 夜尘只嗅到一阵温温热热的幽香 定睛一看 这红沙少女 却是冷木晴 是你 夜尘目光微微一鸣 冷木晴持剑站在夜尘面前 道 你受伤了 我保护你 夜尘哑然失笑 道 不用 她虽被反噬受伤 但现在已经恢复了一点气息 足够对付柳露鱼 冷木晴道 别逞强 你就过我一次 现在轮到我保护你 夜尘沉默下来 看着少女曼妙的背影 心中颇为温暖与感激 柳露鱼目光三寒 道 很好 冷木晴 夜是天 我便让你们做一对苦命鸳鸯 说完 她再次寄出万恶之门 准备依靠法宝的威势 直接震杀夜尘与冷木晴两人 大战一触即发 剑拔弩张 夜尘却丝毫不慌 她对自己的实力 有着绝对的信心 区区一个柳露鱼 修为只有百家近一层天 在她眼里 蝼蚁般的存在 就算掌控着万恶之门 也够不成威胁 夜尘正准备迎战 忽然远方一道刀光 潮水般掠杀而来 这刀光异常诡异 几乎没有现实的法则存在 光芒呈现一种空虚混沌的颜色 让人看了一眼 就有种要坠入虚无的错觉 这一刀 却是向着柳露鱼斩去 刀势之浩瀚 足以将她斩杀千万遍 大小剑 小心 柳其名看到柳露鱼有危险 情不自禁 挺身而出 要替她挡刀 蠢才 夜尘见状 顿时目光一寒 颇有点恨铁不成钢 那一刀的锋芒 如此凶悍伶俐 绝非柳其名能够抵挡 夜尘对柳其名 颇有好感 也不忍看到她死去 便屈指一弹 施展出红军剑刀 一缕红军八卦剑气 从夜尘指尖暴射而出 击向那一刀 正 刀剑交击 剑气与刀光 同时爆裂溃散 这刀剑的交锋与爆裂 就在柳露鱼眼前 她脸色苍白 只觉自己生命的脆弱 无论是那一刀 还是夜尘的剑气 都足以轻松秒杀她 夜市天 你 柳露鱼彻底慌乱 恐惧地望着夜尘 她还以为夜尘 被反噬受伤之下 已经是个废人 哪想到夜尘弹指之间 剑气挥洒如电 虽没有斩杀黑山老妖石 那么恐怖 但要杀她 那是绰绰有余 煞时间 柳露鱼自觉自身的 渺小鱼可笑 在夜尘面前 她只是一个 跳梁小丑罢了 冷木琴愕然看着夜尘 道 原来你装的 你还能战斗 夜尘叹息一声 无奈弹了一下她的脑门 道 谁告诉你 我不能战斗了 啪 啪 这声音落下 又有一道掌声响起 却见石窟外 有一个男子 双手鼓掌 骑成这一头巨蟒 缓缓蜿蜒而来 那巨蟒 正是九大神兽之一 黑岩巨蟒 此时却被那男子驯服了 成了座棋 那男子脸容平平无奇 背负着一把血迹斑斑的刀 腰间挂着六颗兽手 外形异常血腥诡异 刚刚那混沌虚无的一刀 正是这男子施展而出 夏玄盛 是你 夜尘看着这个男子 大感惊讶 此人竟然是夏玄盛 当初地狱道场里 第三场试炼的胜出者 夏玄盛疑似是阴阳神殿的人 但居然像旧日盟跪拜 夜尘对他十分的警惕 却此刻的夏玄盛 和在地狱道场的时候 简直是判若两人 他脸容还是平平无奇的模样 但眼神尤其风锐灵力 他已经弃剑用刀 刚刚那今天的一刀 杀伐之强悍 连夜尘都感到惊讶 更关键是 夏玄盛腰间 挂着六颗兽手 灭神一荒里 总共有九大神兽 夜尘已经见过 黑山老妖与青面汉拔 还有一头神兽 黑岩巨猛 此刻正在夏玄盛脚下 而其余六大神兽 却已经全部被杀死了 因为 那六大神兽的兽手 都挂在夏玄盛腰间 他一个人 杀死了六头神兽 简直是匪夷所思的战绩 从表面上看 夏玄盛的修为 只有半步百家境 但他能斩杀六头神兽 明显隐藏了实力 夜公子 好厉害的剑法 夏玄盛望着夜尘 微笑道 你的刀法也很是强悍 居然有混沌虚无的气息 甚至几乎连一点 现实的痕迹都找不到 夜尘回想着夏玄盛那一刀 依然感到匪夷所思 凡是五级神通 都有现实的痕迹存在 有现实的法则 只要存在着现实 就有被击破的危险 做不到无敌 除非是无无 一点现实痕迹都没有 像夜尘的止水一见 那就是无敌了 而夏玄盛那一刀 几乎已经接近无无 法则是绝对的虚无 接近无敌的状态 那是无想的一刀 夏玄盛淡淡道 夜尘道 无想的一刀 夏玄盛恩了一声 道 没错 这一刀 是红军老祖所创 红军老祖博通百家 刀枪剑戟 拳脚掌腿 法宝兵器 奇门盾甲 俘虏机关 各种道法皆有射练 而且全部精通 我偶然得到了他刀法的精髓 练成了无想的一刀 夜尘道 什么是无想的一刀 夏玄盛道 无想的一刀 所谓无想 便是无思无念 绝对的忘我境界 这一刀 是绝对的虚无 忘却天地 忘却宇宙 忘却现实 忘却自我 无思 无念 无我 近乎无敌 夜尘道 想不到你竟有此等奇遇 领悟了红军老祖的刀法 夏玄盛苦笑一下 那也比不上夜公子你 你那止水的一剑 才是真正的无敌 已经具备了无无时空的法则气息 而我的刀 只是绝对的忘我与虚无 达到无无的境界 无无 是连虚无都不存在 没有任何概念 不能用现实的言语来描述 夜尘那止水的一剑 就是真正具备无无神威 可以碾碎一切现实的存在 而夏玄盛的刀 只是虚无与忘我 并不是无无 夜尘心思闪过无数念头 猜测着夏玄盛的身份 夜尘眸子一宁 仔细捕捉 从夏玄盛身上 也感受不到 丝毫大气韵的气息 但 这个夏玄盛 却偏偏有今天的奇遇 领悟了无想的一刀 这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这只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 夏玄盛是阴阳神殿的传人 他身在阴阳神殿 可能得到了轮回的眷骨 所以获得了今天的机缘 也就是说 他能领悟无想的一刀 背后是有夜尘的轮回赐福 夜尘不动声色 默默注视着夏玄盛 而冷木晴 柳璐鱼 柳其名等人 听着夜尘与夏玄盛谈论刀剑 无想的一刀 止水的一剑 这些概念太过浩瀚恢弘 完全不是他们能够理解 你依靠无想的一刀 杀死了六头神兽 夜尘看着夏玄盛妖间的兽手 道 夏玄盛笑道 没错 我列取到了很多神文碎片 我应该是冠军了 说着 夏玄盛掏出一个储物袋 拿在手中扬了扬 那储物袋仗鼓鼓地 明显装满了神文碎片 他足足列杀了六头神兽 所收获的神文碎片 自然是无比丰富 夜尘心头一沉 如果夏玄盛夺冠的话 那他与天舞 卧龙巾无缘了 柳璐渝 冷木擎 柳其名等人 看着夏玄盛手里的储物袋 眼里都冒出炽烈的神色 柳璐渝蠢蠢欲动 很想抢夺 但想到夏玄盛那无想的一刀 要杀他 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 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夏玄盛忽然道 夜公子 我想跟你做笔交易 夜尘心中一动 道 什么交易 夏玄盛道 我把一半的神文碎片 交易给你 让你夺冠 我拿第二 能进就日盟就好 如何 夜尘知觉匪夷所思 道 你要把一半的神文碎片 交易给我 他手头上 已经有北莽销的碎片 如果再拿到夏玄盛手里的一半 那绝对是夺冠了 只是 夜尘很不理解 夏玄盛为何要交易 要将冠军拱手相让 这简直是难以置信 难道说 夏玄盛连天舞卧龙巾都不想要吗 夏玄盛笑道 没错 夜尘道 需要我付出什么 夏玄盛道 一枚纸环 夜尘愣了愣 道 一枚纸环 夏玄盛点头道 嗯 是一枚很普通的纸环 黑铁打造 不是什么法宝 是一件牢古董 很有收藏价值 夜公子 我知道你手上有一枚 我想要 给我 我就把一半的碎片给你 夜尘脑袋轰隆一阵 一片空白 顿时想到了什么 他手头上 的确有一枚黑色纸环 是阴阳神殿第二种 掌教的信物 只掌此纸环 便可主宰掌教大卫 这是夜尘前世 定下来的规矩 这枚纸环 原本在那老渔夫 天人魔神手中 天人魔神临死前 将掌教纸环 还给了夜尘 是这一枚吗 夜尘掏出掌教纸环 向着夏玄盛询问道 没错 夜公子 你 你肯给我吗 夏玄盛语气十分激动 又有忐忑不安之意 眼神灼灼地望着夜尘 夜尘一看到他的眼神 顿时明白所有 是了 他果然是阴阳神殿的人 现在问我拿掌教纸环 他是想当掌教 他肯定知道了我的身份 夜尘思绪电传 夏玄盛此前 曾向玉蝉仙子下跪 一副卑躬屈膝的模样 要加入旧日盟 夜尘还以为他是叛徒 但现在看来 似乎另有隐情 思索再三 夜尘最终 还是将那掌教纸环 交给了夏玄盛 道 你拿去便是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夏玄盛以领悟无想的一刀 论刀法 堪称天下无双 如果他人品没问题的话 的确有资格担任 阴阳神殿第二中的掌教 夜尘便将掌教纸环交给他 夏玄盛拿到纸环后 满脸激动 膝盖微微颤抖 似乎想跪下行李 但终究是忍住了 夜公子 我当然不会让你失望 信守诺言 这一半的神文碎片 你拿去便是 夏玄盛打开储物袋 将一半的神文碎片 掏出来交给夜尘 夜尘顺手接过 内心一阵兴奋 有了这么多神文碎片 他夺冠就稳了 冷木琴 柳璐鱼 柳其名等人 皆是恶然 完全不知夜尘与夏玄盛之间 背后有什么隐秘 他们只感到 这绝对不是简单的交易 足足一半数量的神文碎片 足够夺冠 拿下天舞卧龙精 夏玄盛居然这么轻易交易出去 这绝对有问题 在细想一阵 他们便恍然大悟 心里都有同样的想法 是了 想来是那夏玄盛 顾及夜尘的身份 不敢得罪魔祖无天 所以故意将冠军拱手相让 是谦虚之意 他们自然猜想不到 背后阴阳神殿的秘密 牧主大人 这小子是谁 我看他气韵浅薄 竟然领悟了无想的一刀 简直是匪夷所思 九游邪君也瞧着夏玄盛 非常的吃惊 他深知无想的一刀的厉害 论兵器技法 仅次于止水的一剑 剑是百兵之王 只有剑刀 才能引动无无的法则 不可以常理计算 夜尘那止水的一剑 是天地一数 现实不存在的 想要施展 也是极其困难 甚至会让自己毁灭 而夏玄盛的刀法 却达到了现实的极致 无思无念 无想的一刀 可以劈开现实 非常的厉害 他是我阴阳神殿的人 应该是 得到我轮回气韵的眷顾 得此大机缘 看来我阴阳神殿命不该绝 夜尘向着九游邪君解释道 其实事情的真相 夜尘也不能确定 但大概已经猜到了一些 止水的一剑 无想的一刀 这刀剑的极致 现实的纠集 呜呜的奥秘 都在阴阳神殿里了 可见阴阳神殿命不该绝 这盘旗 还有翻盘的可能 九游邪君喜道 那看来轮回气韵 这一世果然要崛起了 牧主大人 你可要挽救出我的真身 夜尘点点头 这个简单 等回地心欲 我解决玄机月 将那静止破开 前辈你真身挽救出来 那一切都稳妥了 玄机月是红军预言之中 将来要继承 尖家仙子道统的人 夜尘绝对不能让他活着 否则就是自己的死期 也会害死诸多大能师尊们 九游邪君道 很好 红军预言之中 其实只说是命运之主 会继承尖家仙子的道统 没提到玄机月的名字 你杀了玄机月 吞噬他的血脉 你就是新一代的命运之主了 说不定继承尖家仙子道统的人 就是你 夜尘心喜道 如果真是这样 那自然再好不过了 尖家仙子当年的修为 也达到了现实的巅峰 也就是无量镜的巅峰 堪称县世五道的大圆满 虽然没能窥见无无 但如果能继承尖家仙子的道统 夜尘对抗万须 那就简单多了 却见夏玄盛道 夜公子 我感觉地底之下 似乎有什么危险的东西要冒出来 我们还是赶紧离开为妙 闻言 夜尘心中一领 想起了长莫君 长莫君 昔年与旧日之主 争夺掌教大卫的人物 正被封印在灭神一荒地下 那九大神兽 正是负责封印镇压 如今九大神兽 被杀死了八头 只剩下黑炎巨蟒活着 封印已经大大松动 长莫君很可能要出事 夜尘点点头 便欲离开 哗啦 而在这个时候 一道黑风魔器席卷而来 黑气里有一只只乌鸦飞舞 待得黑气落下 乌鸦簇拥间 一个黑袍男子降临下来 正是遮天魔地 参见魔地阁下 柳鹿鱼 柳七鸣 冷木晴 夏玄盛等人 看到遮天魔地降临 吃了一惊 连忙躬身行礼 夜尘看到魔地来了 自然也是大喜 遮天魔地 显然是收到了夜尘的传书 所以降临下来 要护送夜尘 遮天魔地点点头 扫视全场一眼 以捕捉到一丝因果 盯着柳鹿鱼道 你想杀我的朋友 好大的胆子 你知不知道夜视天 是老祖看中的人 柳鹿鱼冷汗沉沉 跪下来道 魔地大人饶命 我不是故意的 遮天魔地道 你犯下滔天罪孽 拿命来偿还吧 花音落下 遮天魔地一挥手 天魔狼烟刃斩出 剑血封猴 直接杀死了柳鹿鱼 不过 柳鹿鱼的肉身被灭后 却是有一缕神魂飘了出来 没有彻底的死去 至少还有神魂存活 咦 遮天魔地危感惊讶 他是想彻底抹杀柳鹿鱼 却不料 对方生命力强悍 竟然活下了一缕神魂 我倒是忘了一件事 你执掌万恶之门 有着法宝护体 想要彻底抹杀你 倒也不太容易 遮天魔地看了万恶之门一眼 便知道其中的奥妙 万恶之门乃是三十三天太上神器 洪荒九门之一 有着法宝的保护 柳鹿鱼就算肉身被灭 神魂也可保留 却见柳鹿鱼神魂颤抖 满是恐惧之色 哀求道 魔地大人 求你饶命 遮天魔地望向夜晨 道 夜是天 你来决定吧 夜晨对柳鹿鱼 疏无好感 便想直接抹杀 柳齐鸣道 夜兄弟 求你看在我的面子上 饶了我家大小姐一面 他对柳鹿鱼 终究是有种特别的情愫 夜晨脸色一缓 柳鹿鱼一介跳梁小丑 是生是死 其实他并不介意 当下便卖了一个人情 道 罢了 那我就放过他一次 但他想杀我 必须要付出点代价 说完 夜晨目光一寒 手掌猛然一按 一股凶猛的灵气狂暴涌出 将柳鹿鱼的神魂 直接按入了万恶之门里去 啊 柳鹿鱼一声惨叫 这万恶之门里面 充斥着可怕的恶念怨气 乃是天地万恶之源 人的神魂被封锁进去 那比坠入无间炼狱 还要痛苦 柳鹿鱼 我封印你千年 未来千年时间 你便在这万恶之门里 乖乖赎罪 夜晨眼神冷冽 他可不是什么老好人 既然柳鹿鱼有想杀他的心思 他绝不可能轻易放过 夜是天 你不得好死 柳鹿鱼嘶声大叫 神魂在诸般恶气缠绕之下 极其煎熬痛苦 柳七明却松了一口气 虽然柳鹿鱼是悲惨了点 但总算活了下来 受千年苦楚后便可脱身 千年之后 这夜是天若是不死 恐怕也已经成为一方巨拨了 柳鹿鱼想要复仇 也根本不可能 他向夜晨拱手道 夜兄弟 多谢了 夜晨点点头 将万恶之门和尚 交给柳七明 这万恶之门 明明是柳鹿鱼的法宝 但夜晨操控起来 得心应手 仿佛是他自己的法宝一般 这其实是冰自觉的效果 冰自觉 可以夺取敌人的兵器 甚至是掌控 当然 面对那些顶级兵器 以及足以威胁自己生命的那些存在 这手段 显然是无法做到 夜晨冰自觉的修为 已经到了大巧不公的地步 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 施展起来不着痕迹 外人根本没瞧出 冰自觉的端倪 柳七明也不以为意 因为夜晨此前的表现 实在太妖孽了 连乌乌时空的法则都可以调动 要操控别人的法宝 那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牧主大人 这万恶之门 你不要吗 九幽邪君看到夜晨交出万恶之门 心里很是惋惜不舍 夜晨笑了一笑 道 这法宝恶气太深 与我五道不合 哪来也没用 这扇万恶之门 是天地万恶的源头 极为凶残暴力 如果给九幽邪君的话 或许有点用 但对夜晨自己来说 作用不大 他也没有抢夺的意思 反正他也不差这一件法宝 这万恶之门 就落到了柳七名手里 夜晨与柳家的因果 到此结束 轰咙咙 却见天空震荡 有一块巨大的石碑影像 浮现而出 那石碑 正是天军风神碑的副碑 晋天榜的榜单 却见在晋天榜上 柳陆鱼 千盛岩 刘虎等人的名字 已经彻底消失 冷木琴排在第三百名 而夜晨的名次 却是迅猛飙升 排到了第一百名 此前夜晨的排名 足足排到第674 非常靠后 现在刚好机身前百 可谓是突飞猛进 而这个排名 其实也严重低估了夜晨 只是夜晨服用了影天神丹 气息完全隐匿 连天地都被欺骗了 所以这排名并不真实 如果按照真实战力排名 以夜晨的实力 横扫黑暗近海同辈 那是绝对没问题 排在前50度有资格 而夏玄胜的排名 却飙升到了第85 比夜晨还高 他显露出无想的一刀 战斗力惊天爆发 但自身修为终究不高 只有半步百家境而已 受修为境界的限制 排在第85名 合情合理 夜公子 我的排名 居然比你还高 这合理吗 你隐藏实力了吧 夏玄胜看到这个排名榜单 却觉极不合理 因为夜晨的实力 实在太恐怖了 如果真的战斗起来 他就算爆发无想的一刀 也敌不过夜晨的剑刀 要被一招抹杀 任谁都清楚 夜晨是隐藏了实力 而且隐藏的手段非常高明 连天帝都被欺骗了 晋天榜都窥探不出他的真实 夜晨笑了一笑 不置可否 也没说什么 而随着排名提升 他却感到浑身轻飘飘的 这是气韵提升的征兆 晋天榜与天军风神碑有关 榜上流明 冥冥之中 可得到一丝天军风神碑的眷骨 气韵会有提升 故此 在黑暗近海之中 为了争夺榜单上的排名 每天都有厮杀战斗发生 而晋天榜的排名 也几乎每天都在更新 柳其名排名不变 他看到柳露鱼的名字消失 目光一阵黯然 夜晨认真看了看那排名榜单 却发现榜单上 排名前三的人 名字被一股雾气遮掩住 看不清楚 晋天榜排名前三 千岁以下 都是些什么人 怎么不见现实 夜晨颇有些疑惑 想遮天膜地询问道 遮天膜地道 晋天榜前三的高手 都有遮掩天机的手段 他们不想暴露自身 所以隐藏了姓名 不过要是真打起来的话 我估计那巅峰前三的强者 可能都不是你的敌手 但我也不确定 毕竟那些家伙 都是妖孽中的妖孽夜晨苦笑一下 道 你也太看得起我了 遮天膜地笑了笑 道 罢了 不说这个 出去再说 这里很危险 弟弟有一尊嗜血怪物将要现实 你们跟我走 说着 他环视全场一眼 便率先举步离开 夜晨跟在遮天膜地后面 冷木琴 柳其名 夏玄盛等人 远远跟着 倒也不敢太过靠近 生怕冒犯 夏玄盛驯服了黑炎巨蟒 将黑炎巨蟒体内的神纹碎片取出 分发给冷木琴 与柳其名 这样一来 冷木琴与柳其名 也有足够的碎片凭证 可以加入旧日盟 夜晨与遮天膜地并肩欲疯 往灭神一荒出口赶去 膜地前辈 你知道常莫军的事情 夜晨还以为膜地不知 但听他的言语 似乎也知道常莫军的存在 遮天膜地一证 道 原来你也知道了 夜晨点点头道 是九幽携军前辈告诉我的 他说那常莫军 是昔年与旧日之主 争夺掌教之位的人 遮天膜地道 原来如此 这个常莫军 的确非常强大 不过当年的夺位之争 他落败之后 被旧日之主碾碎了道心 修为实不存一 又被封印镇压多年 实力早已经大大跌落 目前最多可以发挥 百家境五层天的水准 夜晨宁重道 百家境五层天 那也非常厉害了 以夜晨目前的修为 可以斩杀一些实力普通的 百家境三层天的强者 但碰到强大的三层天 以及四层天的存在 就有点吃力了 如果是五层天的高手 那几乎不可能战胜 除非是动用 止水剑道等逆天的手段 但这代价太大了 稍有不慎 自己都会陨落 遮天魔地长叹一口气 道 正是如此 百家境五层天 不容小觑 比我都要高出两层 我们还是快点离开 这里的事情 交给魔祖无天决断便是 我已经发信通知他了 叶晨心中颇有些疑问 道 既然魔祖无天 明知道九大神兽被猎杀后 封印很可能会松动 导致长墨军出事 他为何还要举办狩猎大会 遮天魔地道 他是自己难以决断 便干脆交给天意 长墨军是一颗很好的棋子 如果利用得当 甚至可以冲击万须的布局 可惜此人道心早已被打碎 凶利是杀 无法控制 跟个疯子似的 魔祖无天一直都不能决定 要不要将他释放出来 叶晨感应一下四周 却觉大地摇晃 远方森林动荡 明显是有今天的变故将要爆发 道 看来天意要让那长墨军出事 遮天魔地道 长墨军所修炼的功法 名为嗜血民宫 是天武先门的进法 修炼着功法 本来就要保持清醒的理智 他道心被打碎 早已经走火入魔 一旦出事 只怕不好对付 而且 他还额外修炼了一门伟神术 名为荆棘血剑 以嗜血民宫催动 暴走之下 荆棘杀法极其强悍 叶晨脸色凝重道 我状态不是很好 我们先离开再说 他受无法则的反噬 到现在都还没彻底恢复 只是恢复了一点点气息而已 这一点点的恢复 碾压柳鹿鱼还可以 但想对付长墨军 那简直是痴人说梦 遮天魔地嗚了一声 又道 抱歉 我没有在情报里提到长墨军的消息 我以为他压根不可能出事 没想到 居然会有出事的一天 长墨军被九大神兽镇压 这数万年间 从来没有人能够杀死那九大神兽 但这次的狩猎 叶晨逆斩黑山老妖 下玄盛又斩杀了六头神兽 止水的一剑 无响的一刀 大放一踩 这大大出乎了遮天魔地的意料 叶晨眸子一宁 无比的严肃 道 先不说这个了 赶紧走 大地摇晃得越来越剧烈 叶晨深深感到不妙 冷木擎等人 俯瞰下方 看到地面一块块军裂 也感到了巨大的危险 当下众人在遮天魔地的带领下 迅速往出口飞去 哈哈 想不到我天舞仙尊 也有脱窝而出的一天 就在这个时候 远方地脉突然爆炸 火山喷发 万丈高的岩浆 冲天而起 染红了整片天空 四下一片滚烫 滚滚岩浆烈焰之中 一道无比嗜血 无比凶残的身影 浮现了出来 天舞仙尊 长莫君 叶晨眼瞳一缩 遮天魔地看到那身影 也是神色一变 道 该死 这家伙果然冒出来了 天舞仙尊 是天舞仙门长教的尊号 长莫君夺位失败 但不肯接受现实 始终认为自己 才是仙尊长教 而不是旧日之主 冷木琴 柳其名 夏玄盛等人 看到长莫君出世 也是神色害义 只觉阵阵凶狠是杀的气息 呼啸而来 而在长莫君出世后 可怕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一条条血色的荆棘 铺天盖地冒了出来 席卷四方 灭神一荒之中 还有诸多狩猎者 分散在各处 他们遭到 这血色荆棘的绞杀 竟然无法抵挡 连一点反抗都做不到 当场被荆棘缠身 浑身皮肉被剿落 最后只欲吓一具骨骸 阵阵惨叫声 从灭神一荒各处传出 还有许多野兽飞禽的哀嚎声 令人胆寒 这时 黑夜已经过去 太阳悬浮在天 但连天上的太阳 都被那一条条染着鲜血的荆棘藤蔓 彻底束缚住 太阳铺满了荆棘 非常的壮观 不好 是荆棘血剑 从荆棘王冠里 演化而出的伟神术 你们快走 我来拦住他 遮天魔地 看到满天血色荆棘扑散的景象 便知道事态严重 急忙大声呼吓 催促夜沉等人离开 他要留下断后 死罩魔眼 开 遮天魔地仰天长笑 死罩魔眼开启 虚空里浮现出一颗巨大的眼球 那眼球布满了血丝 左右转动着 宛如是具有生命一般 充斥着可怕的死气 但 这死罩魔眼刚刚开启 立即被铺天盖地的血色荆棘缠住 情况明显不妙 荆棘血剑 伟神术 夜沉眼瞳一缩 也捕捉到了天机 荆棘血剑 正是从荆棘王冠里 演化出来的伟神术 而荆棘王冠 正是九天神术之一 而且是九天神术之中 最为特殊的存在 这荆棘王冠 是一顶荆棘编织而成的王冠 材料源自鸿蒙太初 洪荒混沌时代 传说之中 谁能戴上荆棘王冠 谁就可以执掌荆棘杀伐的力量 以无尽的荆棘 绞杀一切 不过 这荆棘王冠在悬海 世间却无人能够拿到 而荆棘血剑 便是源自荆棘王冠的伟神术 却见长莫军手中 荆棘缠绕汇聚 最终化作一柄青绿色的荆棘长剑 那长剑上 带着浓烈的鲜血 触目惊心 你们不用走了 都成为我基建的祭品吧 长莫军填了填嘴唇 远远看到了叶晨等人 破空暴沙而来 漫天荆棘如绿色汉海般涌动 铺天盖地 化作一层巨大的荆棘结界 将叶晨等人彻底笼罩住 叶晨神色一变 却见周围每一条荆棘 都带着无比浓烈的血气 令人窒息 长莫军的手掌 在不断滴血 他执掌荆棘之剑 自身也被荆棘所伤 这荆棘术法 无论是伪神术 还是真正的九天神术 都是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欲执荆棘 必成其次 想执掌荆棘杀伐 绝非易事 九天神术之中 每一门都是博大精深 想要炼成 难比登天 而长莫军 却仿佛没有痛绝一般 满脸凝丽试杀之色 叶晨感应一下长莫军的气息 果然是百家近五层天 如此强大的存在 除非他爆发轮回血脉 或者施展止水剑道 以极大的代价 甚至可能自己半死 否则不可能战胜 都给我死 长莫军眼瞳 炸起血色的杀气 手中荆棘长剑挥舞 直斩叶晨 同时 一条条荆棘藤蔓 也迅猛暴杀而出 向着遮天魔地 柳其名 冷木晴 夏玄盛等人洗卷去 叶晨神色顿变 长莫军这一下进攻 居然是主要冲着他而来 长莫军并没发现叶晨的身份 但出于武者的直觉 他感到叶晨非常危险 必须首先诛杀 小心 遮天魔地 浑身魔气炸裂 催动死罩魔眼 强行爆开漫天荆棘的束缚 降临到夜晨面前 多 长莫军一剑杀到 即在那颗巨大的眼球上 发出一声轻亮的鸣响 他的剑虽是荆棘编织而成 但在嗜血民工催动下 无比的锋利 堪比金铁 又有一层层翠绿荆棘环绕 外形十分归利 遮天魔地修为式 百家近三层天 与长莫军差了两层 这一下抵挡 只觉荆棘剑气猛杀而来 他双眼一阵剧烈刺痛 几乎要受牵连被刺破 此人癫狂是杀 交给魔祖无天除脸 我们走 遮天魔地迅速判断清楚形势 知道战斗下去 必定不利 当即寄出法宝七杀万鸭湖 千万只乌鸦飞腾出来 往四周扑杀而去 要撕裂开荆棘节节的笼罩 周围扑天盖地 全部是密密麻麻的燃血荆棘 一层层空间都被封锁 一条荆棘被撕断了 又有新的荆棘藤蔓生长出来 简直是无穷无尽 哈哈 天上地下 没人能就得了你们 长莫君张狂大笑 似乎是稳操胜券 遮天魔地神色一变 这荆棘血剑的术法 只是伪神术 都如此厉害 要是真正的荆棘王冠 那还得了 难怪魔祖无天这些年来 做梦都想踏入悬海 收取那荆棘王冠的机缘 原来这荆棘杀伐的神通 的确是无比强悍 叶公子 我此前斩杀六神兽 灵气已大大浩劫 无力再战 你可有脱身之法 夏玄盛飞到叶尘身边 脸色凝重道 他目前状态也不好 如果是对付柳鲁鱼那种级别的敌人 无想的一刀 绰绰有余 但 长莫君太过强悍 修为足足达到百家境五层天 他就算是全胜状态 都未必能够战胜 更何况现在气力浩劫 叶尘摇了摇头 沉默不语 夏玄盛健壮 顿时心脏一紧 叶尘的状态明显也不太妙 冷木青飞了过来 抓着叶尘的手臂 道 我们是要死在这里了吗 叶尘脸色一沉 他很需要时间休息 但现在这个情况 压根不可能逃离出去 而九幽邪君的气息 也还没恢复 不能借力给叶尘 叶尘的处境 顿时非常危险 众人面面相去 都感到局面棘手 长莫君冷眼扫视全场 最后目光落在了冷木青的郊区上 冷木青是全场唯一的女人 直接引起了她的注意 嘿嘿 说起来 我堂堂天舞先尊 被镇压在地底 不知多久没尝过女人了 今天便拿你这小妞 快活快活 长莫君眼里 掠过一丝邪气的凶芒 大手挥动 一条条荆棘犹如触手般 闪电飞射而来 缠住了冷木青的身躯 冷木青 哀悠一声呼叫 丰满的郊区被缠绕住 一条条荆棘腾慢 不断收缩 勾勒出她恶挪的手段 那荆棘的尖刺 甚至将她衣服都刺破了 露出了雪白的肌肤 长莫君手一招 便想将冷木青拉扯回来 你敢 叶辰目光顿怒 立即抓住冷木青的手臂 要将她拉回来 冷木青的手臂上 也被几条荆棘缠住 叶辰碰到了荆棘 手掌都被到此扎破 她肉身何等强悍 但这荆棘 居然轻松扎破了她的手掌 可想而知有多么厉害了 叶辰奋力拉扯 想将冷木青拉回来 但长莫君那边也在极力拉扯 冷木青被两人拉扯 只觉身体都要开裂了 疼痛难受 差点要哭出来 天魔狼烟刃 杀 遮天魔地眼眸一寒 趁着两人拉扯之间 突然偷袭 一记狼烟魔刀 斩向长莫君的脖子 嘿嘿 凭你也想偷袭我 长莫君冷笑一声 却是非常激进 左手一番 催动嗜血鸣功 一缕血盲闪动 挡住了遮天魔地的袭杀 遮天魔地脸色一沉 连偷袭都无法解决 这长莫君的强大 出乎他的意料 难道今天的局面 是必死之局 就在这危机时刻 遮天魔地忽然发现 叶辰身上抱涌出 一股强大的力量 那是空间法则的力量 这股空间法则 异常的强悍 化作了一把长刀 啪哒一声 斩断了冷木青身上的 荆棘藤蔓 冷木青发出一声 惊吓的呼叫 终于摆脱了束缚 软软的身躯 在惯性之下 倒入叶辰怀里 叶辰顺手搂住 他的腰身 却是一呆 因为这个时候 叶辰发现 华夏那块轮回悬碑 也就是掌控空间的须碑 碑灵灵儿已经苏醒了 那须碑爆发出强悍的力量 帮助叶辰 对抗长莫君 咦 这是什么 长莫君一惊 只觉叶辰身上 突然有了一变 不过须碑的形体 没有浮现出来 他也不知底细 灵儿 你醒了 叶辰一阵惊喜 心中与须碑交流 那华夏 轮回悬碑的碑灵 灵儿已经苏醒 伸了伸懒腰 叶辰 我是醒了 但还没真正恢复 这里很危险 我先带你们离开 灵儿看了看四周 只看一眼 就感到那长莫君的可怕 足足百家 近五层天的修为 吹一口气 都可以碾灭心悦了 而且还执掌荆棘血剑 着实不好对付 当下 灵儿迸发出 阵阵空间之力 周围一条条荆棘藤蔓 顿时断裂 整个荆棘结界 都被撕开 无数空间裂缝浮现出来 轮回悬碑中 须碑的能力 正是与空间法则有关 这一下 灵儿催动须碑 让得周围的空间 都是宣告粉碎 什么 居然能破开我的结界 长莫君见状 顿时大吃一惊 而遮天魔地 冷木琴等人 也是大惊 他们还以为 夜晨已经无力再战 哪想到居然还有底牌 我们走 夜晨爆喝一声 立即撕裂虚空 带着冷木琴遮天魔地 柳其名 夏玄盛等人 直接离开 该死 长莫君想要拦截 但须碑的力量 却不是他能阻挡 在须碑强大的空间之力下 夜晨等人都被传送走了 在一阵天旋地转之后 周围空间气流平息下来 夜晨睁开眼睛 却发现自己来到了地底 周围似乎是一座地宫 有许许多多的锁链 那些锁链刚刚被崩断 痕迹犹新 在地面上 还到处散落有 断裂枯萎的荆棘 这里是长莫君的封印之地 夜晨愣了愣 环视四周 顿时捕捉到了一缕天机 确认无误 正是长莫君的封印之地 不是你带我们来的吗 冷木琴还依靠在夜晨怀里 道 夜晨这才发觉 自己还抱着冷木琴的细腰 连忙松手 暗中向灵儿询问道 灵儿 这是怎么回事 他还以为 灵儿能将她带到外界去 哪想到居然传送到了 灭神遗荒地宫 灵儿颇有点委屈道 我气息尚未彻底恢复 这片遗迹法则太牢固了 我也传送不了多远 只能先来到地底 夜晨 你休息一下吧 你状态好像不太好 等你调整过来 那个什么长莫君 肯定不是你的敌手 对于夜晨的实力 灵儿可谓是相当的有信心 夜晨心中一动 这里是地宫 长莫君曾经被封印在此 所谓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 长莫君肯定不会想到 夜晨是传送到了这里 夜晨看了看遮天魔地与夏玄盛 道 我们再次休息 等我状态恢复了 或许能抗衡长莫君 遮天魔地点点头 他知道夜晨的厉害 如果夜晨顺利恢复 那自然再好不过了 夏玄盛也是点点头 他也需要休息 等他恢复了 他施展无想的一刀 与夜晨配合 或许可以对抗长莫君 当下众人便分散休息 各自疗养 夜晨盘息而坐 默默运转灵气 调理精神与躯体 那止水的一剑 见到反噬虽大 但夜晨体质极其强悍 只要给他一点时间 他有信心恢复圆满 正调戏之间 夜晨忽然感觉到 有一阵女子的幽香 传入鼻端 他睁眼一看 却见冷木晴悄悄地爬过来 靠近到他身边 鼻子几乎碰到了他的鼻子 嘴唇也几乎碰到了他的嘴唇 就算夜晨戴着面具 都有种极为温热的感觉 冷木晴脸颊微红 呼吸急促 道 你元气损耗不轻 需要我帮忙吗 夜晨道 你想做什么 冷木晴背驰咬了咬红唇 牙笛声音道 你故意戏弄我 明知故问 夜晨瞧见他羞红的脸蛋 顿时恍然大悟 原来冷木晴 居然想主动现身 滋养夜晨 嗯 夜晨顿时语色 倒没想到冷木晴这么的主动 要知道 当初他在地狱试炼里 可是杀人不眨眼的存在 剑法无比冷峻 但现在对待夜晨 却居然这么主动 简直是倒贴了 夜晨心想 这大概是轮回血脉的影响 轮回血脉 拥有极大的魅力 任何女人 只要与夜晨相处久了 都会被吸引 只是 夜晨没想到 冷木晴居然这么短时间 就有倒贴的想法 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冷木晴看到夜晨犹豫 脸色更是羞红 咬咬牙道 你不想就算了 说着气氛转身离开 而一离开夜晨后 他冷静下来 一阵恶然 心想 我怎么会如此轻贱自己 想到最终 还是没能与夜晨在一起 心里又一阵后悔烦躁 夜晨却是哑然失笑 也不管冷木晴 自顾自修炼调息 他体质极好 就算没有女人顶路的滋补 光靠自身调养 也足以恢复 如此过的一天 夜晨的伤势 终于彻底痊愈 我无法则带给他的反噬 也完全瓦解了 他的状态 恢复到了巅峰 牧主大人 你恢复调养的速度 未免太变态了点 轮回目的之中 九幽邪君不禁赞叹起来 而经过一天的调养 他气息也恢复了 现在可以帮到夜晨 夜晨心中心血 前辈 你我联手 应该可以诛杀那长墨君了吧 九幽邪君臣声道 怎么可能 事情没那么容易 我除非是耗尽自己的神魂力量 否则不可能杀死那长墨君 最多击败 他已经炼成了荆棘血剑 而且用嗜血民弓催动 哪怕如今是最弱的状态 也是异常强悍 这门宫是天武仙门里的禁法 鲜血是杀 用这门宫法 去催动荆棘血剑 荆棘血剑的杀伤力 能爆发到极致 威力之强 甚至胜过夜晨的小众楼掌 已经不能单纯 用伪神术来形容 此地不宜久留 这地宫中就是长墨君的地盘 风水地脉对他有利 如果在此地作战 我们必败无疑 九幽邪君提醒道 夜晨心中一领 的确 长墨君被封印在此 不知多少万年了 气息早与地脉相容 这地宫 等同他的道场 天时地力 占尽优势 如果在外面战斗 夜晨与九幽邪君联合 至少有六成机会 可以战胜长墨君 就算杀不死 也足以击败 只是要付出点代价 但在地宫开战 那局面要被逆转 迎面不到三成 这就是天时地力 地脉气韵 风水天机等等的影响 这个层面的作战 这些因素都要考虑 不能单看表面的实力 实则差距极大 诸位 我们该走了 夜晨站起身来 环视全场一眼 道 遮天魔帝沉声道 要去哪里 夜晨想了想 也不确定该去呢 只能道 先离开这里再说 遮天魔帝摇了摇头 道 只怕不行 夜晨愕然 为什么 遮天魔帝道 外面铺天盖地 全部是荆棘杀伐 长墨君封锁了整个灭神一荒 出去就是送死 夜晨笑道 无妨 我可以破解 在外面作战的话 夜晨状态巅峰 再借用九幽邪军的力量 他有信心破掉 长墨君的经济封锁 你有办法 不要轻举妄动 还是等救日盟强者来源为好 遮天魔帝看着夜晨自信的模样 顿时愣了愣 他虽知夜晨强悍 但也没想到 竟强悍到这个地步 要知道 长墨君可是百家近五层天的超级高手 难道夜晨真的有办法对付 夜晨看了看遮天魔帝 又看了看下玄盛等人 心想着 就算九幽携君不够 再加上遮天魔帝与下玄盛 无论如何都够了 足够对抗那长墨君 夜晨握了握拳 与气带着自信 最后目光是落在了下玄盛身上 问 你状态恢复了吗 下玄盛拱手道 夜公子 我已恢复巅峰 你止水的一剑 再配合我无想的一刀 刀剑何必 百家近中期之内 无人能够抵挡 夜晨无奈笑了笑 他自然知道 刀剑何必 天下无敌 但那止水剑刀 反是实在太大了 乌无时空的法则 哪里有这么容易掌握 我那剑法 不到万不得已 不可轻用 我们出去再说 夜晨道 下玄盛一愣 玄机道 是 一切都听夜公子 说到这里 停顿了一下 又妄想遮天魔地道 和魔地大人的吩咐 夜晨点点头 便准备与魔地等人离开 冷木擎走了上来 紧紧挽住夜晨的胳膊 那硕大的饱满 竟是毫无顾忌地 贴在夜晨手臂上 道 该轮到你保护我了 夜晨只笑笑不说话 而就在众人准备离开之际 地宫忽然震荡起来 一面面墙壁破裂 一条条燃血的荆棘藤蔓 如毒蛇般暴杀出来 嗯 看到那无数条 带刺燃血的荆棘 夜晨神色顿时大变 搂住冷木擎 抽身飞退 哈哈 终于找到你们了 想不到啊 你们居然敢跑到我的地宫 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却来 这不是找死吗 一道张狂是杀的笑声响起 却见层层荆棘绽放间 一道血色身影浮下出 正是长墨君 原来昨天 长墨君在地面搜寻一整天 不见夜晨等人 忽然间扶制心灵 便回到地宫 果然发现了夜晨等人的存在 似乎冥冰之中 注定要让他与夜晨等人 在此一战 夜晨 遮天魔地 夏玄盛等人 看到长墨君出现 巨视神色一变 死罩魔眼 开 遮天魔地反应最快 立即开启死罩魔眼 一股绝对虚无的气息 从那颗眼球弥漫出 映照着长墨君 要将他拖入虚无深渊之中 你的修为还不够 长墨君不屑冷哼一声 毫不畏惧 嗜血民工催动 条条荆棘榨起血气 交织成一片 挡住了遮天魔地死罩魔光的贯穿 随后 长墨君身躯猛然一个暴闪 绕到遮天魔地身后 荆棘化剑 要一剑将魔地躯体刺穿 小心 夜晨见状 立即沟通轮回目的 前辈 借我力量 哄 而随着夜晨心念落下 到他身体内 夜晨的修为气息 节节攀升 竟然在呼吸之间 达到了百家境四层天 咔嚓擦 强大的力量 带来强大的蜕变 夜晨浑身骨骼 都发出了清脆如爆豆子 般的响声 爽 夜晨只觉浑身通态 说不出的舒爽畅快 这股枷锁斩断的感觉 实在太过痛快 可惜不是他自身的修为 如果他自己 也能斩加突破 那就好了 不过 现在的夜晨 距离突破枷锁 还有着不小的差距 在借用了九幽邪军的力量后 夜晨寄出雾土圆服 九把雾土飞剑凝聚而出 几乎是在眨眼间 隔空斩杀到了长墨军面前 什么 长墨军顿时害意 回手一看 却见夜晨的气息 居然短暂飙升到了百家境四层天 这简直是离谱 九幽邪军是擎天 是你 眼见到雾土飞剑杀到 长墨军急忙躲开 他凝视着夜晨 隐约之间 捕捉到了九幽邪军式晴天的气息 这一刻 长墨军只以为 夜晨就是九幽邪军 九幽邪军就是夜晨 他与九幽邪军师出同门 自然无比熟悉九幽邪军的气息 想不到岁月沧桑 今日居然重逢 哼 不过 在轮回目的之中 九幽邪军却是冷哼一声 并没有什么叙旧的意思 当年 长墨军为了抢夺掌门大卫 暗中修炼禁法嗜血民工 已经犯下滔天罪孽 所以 对于长墨军 九幽邪军 没有一丁点的好感 更何况 长墨军早已经走火入魔 现在就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试杀疯子 九幽地精 幽玄剑芒 夜晨手中握剑 施展九幽地精 一缕幽深的剑芒 从他剑身上暴斩而出 直杀长墨军 长墨军侧身避过 翻手挥动荆棘血剑 反杀夜晨 夜晨只觉一阵凌厉的气息袭来 甚至带有地脉的大势 也不敢应接 你自寻死路 来我的地盘跟我打 你真以为你能翻天了 长墨军眼眸杀气奔涌 倒是迅速判断清楚局势 在地宫之中 他占尽天时地脉的优势 迎面非常大 完全不惧夜晨 而借着地脉的加持 长墨军的气势 远比在外面强悍 甚至令人窒息 洪荒的沙发 古老的荆棘 听从我的呼唤 铸成王冠 为我加冕 长墨军双手高高举起 发出洪亮的吟唱 一条条荆棘 神秘的洪荒伪立下 开始交错 编织 夜晨瞪大眼睛 却见那一条条荆棘藤蔓 不断编织之下 最终居然编成了一座王冠 这座王冠 通体翠绿 却滴着鲜血 触目惊心 一缕缕浩瀚 古老 洪荒 神秘的气息 不断从那王冠上弥漫出 还有一阵阵军灵天下的大气势 呼啸震荡着 仿佛戴上这顶王冠 便可以军灵天下 号令巴荒 莫敢不从 长莫军 你这个疯子 居然妄图铸造荆棘王冠 你这是毒神 冒毒红军老祖的威严 九幽携军看到这一幕 无比震动愤怒 借着夜晨的躯体 咆哮起来 完全不敢相信 这一刻 长莫军居然妄图打造荆棘王冠 要知道 荆棘王冠 可是红军老祖亲手打造 有军灵天下的威能 长莫军手里的荆棘 只是荆棘血剑罢了 是从王冠上掉落出的一条荆棘断枝 繁衍而成 根本不是真正的王冠 但现在 长莫军异想天开 疯癫若狂 居然想打造真正的荆棘王冠 这是毒神 等同冒犯红军老祖 就连羽皇古帝 魔祖无天等人 都不敢这么做 哈哈 红军老祖算个屁 他死了不知多少年了 他早就被乌乌时空吞噬了 我还怕他 长莫军不屑讥讽起来 口出狂言 九幽携军 遮天魔地 夏玄盛等人 还有夜晨 听到长莫军这番话 都被震撼得说不出话来 很明显 长莫军已经彻底疯了 因为凡是脑子正常点的人 都不敢当众辱骂红军老祖 那是真正的亵渎 要遭天谴的 不过或许是长莫军太疯狂 连天地乌乌都懒得管他 他那大逆不道的话语落下 倒没有引发什么变动 在他的编织下 那顶荆棘王冠 正式诞生 这顶荆棘王冠 虽然不是红军老祖 真正亲手打造的王冠 但外形也非常相似了 尊贵而威严 带有军灵天下的大气魄 是世间任何王冠 都不能相比的 这王冠 是荆棘著成 荆棘 代表着沙伐 战勋 争斗 灵力 荆棘王冠的武道意韵 就是要在血与火之中 建立自己的道童与霸业 军灵天下 威震八荒 长莫军双手张开 一股无形的力量 拖住了荆棘王冠 然后带到了他头顶上 这一刻 他仿佛王者加冕 浑身绽放出万丈金光 璀璨夺目 哈哈 很好 今天我王冠加冕 执掌荆棘杀法 你们谁是我的敌手 长莫军癫狂大笑 整个人是已经疯了 眼球布满了血丝 因他铸造王冠的举动 冒犯红军老祖 实在太过疯狂 叶辰等人全都看呆了 竟无人出手阻止 这一下 长莫军完成加冕 修为气息当场暴涨 竟然短暂飙升到了百家镜六层天 百家镜此等境界 镜升一层都是逆天 他一下子突破 简直是无敌 不好 九幽邪军惊呼不妙 如果长莫军是百家镜五层天 那以众人之力 还有对抗的可能 但六层天的话 差距太大了 天壤之别 几乎不可能战胜 嘿嘿 小妙 我今日加冕为王 你跟了我 你就是王后 长莫军眼神充满邪气 上下打量着冷慕情 他带着王冠 但浑身毫无王者的气魄 只有誓杀与兄弟 冷慕情这几天的时间 心思全在夜晨身上 柔丝千转 故此身断一态 容貌皮肤 处处都透着水蜜桃般的 甜腻温热的气息 更让人心动 长莫军大手挥动 隔空向着冷慕情胸脯抓去 要将他收服服辱 你敢 夜晨顿时暴怒 伸手将冷慕情拉了回来 同时狠狠一掌 如玉崩天 向着长莫军拍去 雕虫小剑 长莫军丝毫不拒 一掌与夜晨碰撞 碰 一阵惊天的震荡巨响 夜晨当场被震退 而长莫军身躯却窥然不动 这个疯子 王冠加冕 着实不好对付 九幽携军叹息一声 他巅峰时期 是天军级别的强者 但以前命途坎坷 目前修为已跌落到 百家境四层天 而长莫军 伪造荆棘王冠 加冕之后 修为已飙升到 百家境六层天 九幽携军与他之间 足足差了两层 自然不是敌手 前辈 没事的 等我救出你的真身 你便可恢复 夜晨安慰九幽携军一句 自然也没有责怪他 毕竟 现在的九幽携军 只剩下一缕残魂而已 九幽携军点点头 力量从夜晨身上退去 回到轮回目的之中 石青天 你气息怎么一下跌落了 竟然回到了 还真静 可不要笑死人 你这个废物 我今天就在你面前 侵犯你的女人 你等着看好戏吧 长莫军看到夜晨气息回退到 还真静七层天 顿时讥讽嘲笑起来 说话非常的难听 目光又贪婪垂涎的 望向冷慕情 哎 如果被旧日之主知道 自己当年的竞争对手 变成这副模样 不知他作何感想 九幽携军叹息一声 听着长莫军的乌言晦语 倒也不生气 只觉他十分的可怜 昔日的长莫军 与旧日之主争锋 就算手段很辣 但也保持着高手风范 绝对不会像今天 这个疯子般的模样 夜晨眼见长莫军要发疯 急忙带着冷慕情后退 长莫军封了班追捷 但这个时候 遮天魔地与夏玄盛都赶了过来 两人联手抗衡长莫军 但长莫军的修为 已经到了百家境六层天 尾时有点离谱了 想要对抗他 又谈何容易 无论是遮天魔地 还是夏玄盛 处境都非常不妙 而在这危急时刻 九幽携军却似乎想到什么 向夜晨道 墓主大人 他与夜晨一体 自然知道许多秘密与因果 夜晨微微一正 但还是道 是 九幽携军道 这阵斜盘是镇压斜碎之物 本身具有极强的镇压神威 如果将之献祭 或许能击杀那疯子 夜晨经道 要献祭阵斜盘吗 阵斜盘之中 镇压着斜剑 如果 阵斜盘被献祭掉的话 那斜剑就要出事 斜剑出事 所造成的危害 轻重难料 可能要比长莫军还要危险 长莫军这个疯子 如果不解决掉 你我今天必死 夜晨心中一寒 望向长莫军 却见长莫军壮如蜂魔 不断大笑大喊着 虽然戴着王冠 但毫无帝王姿态 出手也是疯疯癫癫 完全是靠着修为厉害 硬生生压制住 他与遮天魔地等人 哈哈 你们一群废物 连我一半功力都挡不住 活着又有什么意思 长莫军眼瞳血红 盯向冷木琴 他念念不忘 始终还想当众侵犯冷木琴 好给夜晨一个教训 彻底羞辱 吃 长莫军身躯一闪 如闪电般 摆脱掉遮天魔地 与下旋盛的缠斗 手掌向着冷木琴抓去 夜晨脸色一沉 挺身飞到冷木琴面前 挥出一掌 与长莫军碰撞 碰 这一掌 却震断了夜晨好几根肋骨 他只觉喉咙一甜 差点要吐血 现在 没了九幽邪军的力量 他已区区 还真静七层天之身 对抗肠莫军 那几乎是毫无胜算 就算施展直水剑道 借用乌乌时空的力量 也难以战胜 毕竟 以夜晨目前的修为 能够借用的乌乌气息 其实是非常薄弱 非常微小的一丝 这一丝乌乌气息 在付出巨大反噬代价的前提下 足够让他斩杀 百家境五层天的强者 但面对百家境六层天 却是有点不够看 因为境界的差距 已经大到离谱 虽说剑道之急 直水断铺 可以逆转天地大势 忽略境界差距 以蝼蚁之躯搏杀天神 但这只是传说中的层次 连五祖都做不到 夜晨现在更不可能做到了 还是要受现实法则的约束 你没事吧 冷木擎扶住夜晨 目光充满担忧 没事 夜晨带着他连连后退 夺避长莫军的追杀 现在长莫军的气息 实在太可怕 不只是百家境六层天 而且在这地方战斗 他还能占据地脉风水的优势 更加的强悍 久悠邪军喝道 不能再等了 马上献祭阵鞋盘 这是唯一的破局之法 长莫军太过强悍 想要杀死他 唯有献祭阵鞋盘 利用阵鞋盘的压制之力 将他杀死 嗯 夜晨点点头 当即祭出阵鞋盘 一个圆盘法宝 悬浮在半空之中 散发出一缕缕灰蒙蒙的气息 而在阵鞋盘之中 巫祖察觉到夜晨想献祭的念头 顿时大怒 破口大骂道 小子 你想干什么 你要献祭阵鞋盘 你敢 如果阵鞋盘被献祭的话 他也要跟着一起死 那就意味着陨落 永远消失在这世间 巫祖预示到了这个可怕的命运 身躯剧烈颤抖起来 夜晨听到巫祖愤怒的声音 却是没有回应 如今这个局面 如果不献祭阵鞋盘的话 他只怕连活着出去都成问题 至于巫祖 死了就死了 他不在乎 咦 长莫君看到阵鞋盘出现 微微惊疑一声 捕捉到一股极其危险的气息 这阵鞋盘 如果献祭爆发的话 恐怕足以将它埋葬 趁着长莫君精益失神之际 夜晨远远遁开 与长莫君拉开了距离 魔帝前辈 夏玄圣 我准备献祭这法宝 需要实习时间 烦请你们替我拖住 夜晨目光灵力 阵鞋盘这法宝 抵御能量极其浩瀚 如果想献祭的话 即便是夜晨 也需要花费实习时间 现在 他只能要求遮天魔帝 还有夏玄圣 替他拖住 遮天魔帝与夏玄圣相视一眼 两人皆是点头 还想拖延时间 当我不存在吗 长莫君冷笑一声 荆棘王冠 迸发心红血盲 一条条荆棘青藤 犹如恶魔怪物般 从地底暴杀而出 向着夜晨缠绕而去 疯狗 你的对手是我 夏玄圣目光如电 率先出手 拔出身后背负着的战刀 眼神在这一刻变得凛冽 有一重重的光环绽放 玄显现出了众童异象 足足有五重光环 在夏玄圣眼瞳里绽放而出 形成了众童的异象 非常壮观 众童异象 这是天君大气韵的征兆 在显化出众童异象后 夏玄圣气势倍增 横刀在手 瞬间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无思无念 无我无声 无响的一刀 破 夏玄圣口中吟唱 双手持刀斩杀而出 这一刀 近乎虚无 刀光是混沌太空般的颜色 漆黑而闪亮 刀法的轨迹 根本无从捕捉 因为这是无想的一刀 无思无念 几乎没有现实的痕迹 遮天魔地看到夏玄圣出刀 只觉眼睛一花 居然看不清夏玄圣的刀法 这一刀的速度 实在太快了 因为几乎没有现实的痕迹 所以没有现实的负担 清零到了极点 近乎是空气般轻飘飘的 但刀气的杀法 红军那老杂毛的刀法 长莫军看到这一刀的气息 顿时惊骇与震怒 以他的修为 居然看不清刀法的势头 这是无想的一刀 根本没有任何诡计可言 已经接近乌乌 几乎不存在现实的痕迹 所以极其的诡异 无法捕捉任何踪影 扑哧 瞬间 长莫军只觉肩头剧痛 已经挨了一刀 其实这一刀 是斩向他脑袋的 不过 他非常敏锐 在刀光落下的时候 终于捕捉到了刀气的轨迹 在千分之一眨眼的时间内 侧身避开 深深的刀伤 出现在了长莫军肩头上 鲜血直流 很好 小子 你居然能伤到我 不愧是无想的一刀 可惜你修为太差 你想杀我 那是皮肤汗大树 蜻蜓咬铁柱 万万不可能 长莫军冷冷一笑 反手抓住下玄盛的刀身 咔崩一声 直接捏碎 将刀身碎片 全部往下玄盛脸门置去 可惜 下玄盛内心之中 无比地惋惜 他终究只有半步百家境 和长莫军之间 境界差距 实在大得离谱了 就算领悟了无想的一刀 他也不是长莫军的敌手 甚至 如果不是依靠刀法的精妙 他在长莫军面前 就是蝼蚁 一丁点反抗的 可能都不会有 眼见那一块块断刀碎片致来 下玄盛急忙后退 但还是慢了一些 有几块刀片 射中了他的脸庞 深深镶嵌进骨头里去 几乎将他的脸划烂 鲜血泵流 触目惊心 我拖住了五夕时间 接下来看你了 魔帝大人 下玄盛浑弱无视 伤势已是极重 但他完全不管 眼神依然刚毅沉稳 看向遮天魔帝 他拼尽全力 为叶臣拖住了五夕时间 长莫军深知 那阵斜盘的厉害 在击退下玄盛后 慌忙向着叶臣冲杀而去 还有我 你想走去哪里 遮天魔帝目光一寒 死罩魔眼巅峰开启 划出一片虚无的漩涡 那漩涡轰隆隆震荡着 激流涌荡 当场将长莫军包围住 这死罩魔眼 乃是昔日红军坐下 四大兽王之一 名为虚无之王 虚无之王 传说是从乌乌时空诞生出来的异兽 不属于这个世界 这可死罩魔眼 极致爆发后 可演化出一片片虚无的漩涡 将人卷入其中 万劫不复 最强悍的层次 甚至可以重演乌乌 缔造乌乌漩涡 将敌人打入乌乌时空里去 现实世界的人 是不能在乌乌生存的 谁进去谁死 所以当年连无祖都有忌惮 明明有正道乌乌的资格 却没有突破现实 以遮天魔地目前的实力 还没到缔造乌乌的地步 那是超凡入胜的境界 在踏入无量境之前 他自然是做不到 不过 现在他缔造出的虚无漩涡 杀法也无比强悍 足以将人吞噬掉 打入虚无漆黑的世界里去 长莫军被一层层的漩涡激流包围 只觉下方有一股可怕的犀利 要将它吞噬掉 哼 雕虫小剑 你缔造不出乌乌漩涡 就这点神通 也想拦我 长莫军哼了一声 不屑一顾 百家近六层天的强悍实力爆发 他身躯便如泰山般稳固 死罩魔眼演化出的漩涡激流 完全奈何他不得 他挣脱漩涡 便想向夜晨杀去 那阵斜盘 已经快要献计成功了 一层层灰光剧烈震荡 令人看了一眼 就有种要磨灭的错觉 非常恐怖 长莫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 绝对不能让夜晨献计成功 万牙齐无 死罩之息 这天魔帝眼见长莫军想走 却是不慌不忙 手一捏绝 那死罩魔眼上面 突然飞出了千万只乌鸦 漫天乌鸦嗒嗒怪叫 瞬间围住了长莫军 密密麻麻 每一只乌鸦身上 都带有死罩魔眼的诡异气息 仿佛要将人吞噬一般 魔帝大人 好强悍的神通 一旁的夏玄盛 不禁赞叹起来 遮天魔帝竟然将自身的法宝 七煞万牙狐 与死罩魔眼气息融合 这其实相当于改造死罩魔眼 改造红军传下的法则 需要冒极大的风险 一个不慎 就是长莫军这样 独神冒天 会沾染极大的恶果 而遮天魔帝 显然是融合成功了 死罩魔眼所冲出的乌鸦 气象格外凶悍 每一只乌鸦眼神都是血红的颜色 异常伶俐 什么 长莫军神色大变 被千万只乌鸦缠住 一时间却无法脱身 该死 丢破 长莫军大为震怒 手中荆棘化剑 燃血的荆棘长剑一挥 剑光如药闪耀千里 顷刻之间 便将所有乌鸦的困扰 全部斩尽 但 摆脱了乌鸦的束缚 长莫军却没有一点欣喜的表情 因为 实习的时间 已经彻底过去了 遮天磨地的拖延 顺利成功 哗啦 一缕缕恐怖的邪气 从震邪盘里爆发而出 这邪气 比起万恶之门的气息 还要可怕很多很多 简直是铺天盖地 令人窒息 万恶之门 是洪荒年间的法宝 岁月太久远了 早已经磨损 但 震邪盘 却是没有一点的磨损 法宝的镇压威能 异常强悍 震邪之盘 给我镇压了 叶辰成功献祭震邪盘 只觉震震天地大事 呼啸而来 让他有种窒息的感觉 身躯与经脉压力都非常大 在叶辰头顶上 跟随他多时的震邪盘 开始融化瓦解 叶辰 你敢献祭震邪盘 你不得好死 震邪盘被献祭 封印在内的邪剑 也会飞吐而出 邪剑出事 那将是天地间的灾难 我看你如何收拾 巫祖愤怒咆哮起来 却无力阻止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震邪盘溶解 而随着震邪盘溶解 巫祖的躯体 也在迅速崩灭溃散 哼 无边的恨 巫祖内心之中 恨不得将叶辰碎尸万段 但 他根本无法反抗 现在的叶辰 实力太强大了 叶辰 要献祭震邪盘 根本不是巫祖能够抵挡 顷刻之间 巫祖的躯体烟消云散 彻底从这个世间消失了 是 而震邪盘一被献祭溶解 首先有一把邪气森严的长剑 从里面飞拖出来 居然瞬间贯穿意外时空 不知飞向哪里了 这长剑 自然就是邪剑 不过 长莫军 遮天魔地 夏玄盛 柳其名 冷木秦等人 都没有注意到邪剑的存在 他们的目光 完全被震邪盘吸引住了 震邪盘献祭溶解后 在夜城头顶 画出了一团漆黑灰暗的邪力能量 这股能量 神秘 浩瀚 强大 恢弘无敌 邪恶森严 比万恶之门的气息 还要恐怖十倍不止 看着这股能量 长莫军眼神里 第一次流露出恐惧的表情 死吧 夜城一挥手 那团邪力之气 便是滔滔不绝地 向着长莫军震杀而去 长莫军瞳孔收缩 他修为足足达到百家境六层天 但面对这团邪力的气息 竟有种站在宇宙星河旁的错觉 仿佛自身渺小 要被吞噬 可恶 我乃荆棘王冠的加冕者 谁能伤我 长莫军不敢相信 连连后退 但 那阵斜盘陷阱的能量 杀伐速度太快了 顷刻间大获临头 降临到他头上 啊 长莫军尖声惨叫 浑身被一股可怕的邪气包裹住 宛如遭到古老的诅咒一般 皮肤开始发黑 腐朽 溃烂 露出森白的骨头 石青天 你不得好死 你敢冒犯我的王者天威 我迟早要 将你碎尸万段 长莫军声嘶力竭地咆哮 在阵斜盘陷阱能量的果卷下 他浑身皮肉几乎全部溃烂 只剩下一副森森的白骨 而即便遭受如此可怕的诅咒 长莫军居然还稳稳带着荆棘王冠 他双手始终扶着王冠 不让王冠掉落 虽然这顶王冠 是他伪造的 但 这已经是他全部的寄托 这顶伪造的王冠 似乎也具有一丝赐福之力 至少 长莫军浑身皮肉溃烂 扶着王冠的双手 却是完好的 他伤势极重 跌跌撞撞往外逃去 遮天魔帝想要追击 但长莫军一个荆棘顿树 身躯与四周的荆棘融合在一起 然后彻底顿走不见了 可惜 被他跑了 遮天魔帝看到长莫军逃走 神情微微一变 长莫军可是百家近六层天的强者 一旦被他恢复 后果不堪设想 百家近六层天 生命力果然顽强 叶辰也是咬了咬牙 本来献祭阵斜盘 他以为能够杀死长莫军 没想到 最后还是被他跑掉了 虽然长莫军身遭重创 但毕竟还没死 留着后患 只怕不妙 叶辰总算是见识到 百家近六层天强者的厉害 如此绝境都能不死 这要是真正的天军强者 亦或者无量近强者 只怕更难杀死 大战落幕 众人都觉十分疲倦 便在原地休息 叶辰献祭掉阵斜盘 自身也承受了不小负荷 幸好他体质强悍 生命力恐怖 又拥有灵杯 这一切也足以承受 便默默休息 谢谢你 叶是天 冷木琴依靠在叶辰肩头上 轻声呢喃道 如果刚刚 不是叶辰多次维护他 他很可能已经被长莫军抓住 极尽羞辱折磨了 没事 叶辰深吸一口气 稍稍吊顺气息 思索着今后的去路 如此又过了一天 叶辰等人恢复过来 而外面也有一道道 强大的气息传来 就日蒙的人到了 遮天魔地眼睛微眯 捕捉到了魔祖无天 还有一些就日蒙护法的气息 冷木琴撇了撇嘴 道 这么晚才来 替我们收尸吗 叶辰敲了一下他的脑袋 道 别乱说话 魔祖无天这么久才带人来 明显是想考验 遮天魔地与叶辰 遮天魔地是他未来的容器 而叶辰也是他看中的人 将来也传承他的一波 这次长莫军出世 唯祸作乱 自然是最佳的考验时机 而叶辰与遮天魔地 都是顺利度过 足以证明他们的实力与手段 众人在遮天魔地的带领下 离开了地宫 回到外面 却见外面 灭神一荒的世界 已经是一片墨绿的废墟 无数凋零的荆棘藤蔓 遍地都是一片狼藉 而在这狼藉的废墟之中 魔祖无天带着几个旧日蒙护法 默默站立着 那几个旧日蒙护法 是玉蝉仙子 八旗大蛇 北风狼等人 参见老祖 遮天魔地 向着魔祖无天拱手行礼 见过无天前辈 戴着面具的叶辰 也是躬身行礼 至于冷木晴 柳其名 夏玄盛等人 则是跪下失礼 魔祖无天地位极高 任何人见了他 都要跪拜 这是规矩 否则就是大不敬 这次狩猎大会 因长莫军的出事 导致全场狩猎者惨死 都被长莫军杀掉了 最后存活下来的 只有五个人 便是叶辰 遮天魔地 冷木晴 柳其名 一百人活下来五个 这应该是历代以来 最惨烈的一次狩猎了 魔地 你说那长莫军出事作乱 事情都解决了吗 魔祖无天覆手而立 凝视着遮天魔地道 遮天魔地道 勉强算是解决 但只将那长莫军打成重伤 没能杀死他 最终还是让他跑了 魔祖无天道 无妨 以你们的实力 能击退长莫军这疯狗 也是非常难得 他手掌缩在袖袍里 明显是在不断推演天机 捕捉这里发生过的事情 遮天魔地道 老祖 如今该当如何 魔祖无天道 不用管那长莫军 他是旧日时代的人 在这个新时代 没有新的躯体 他翻不了天 遮天魔地心下意灵 莫名的一阵寒意 迟早有一天 他要面临魔祖无天的夺赦 到时候 谁胜谁败 那还难说得很 魔祖无天接着道 况且 长莫军那疯狗 伪造荆棘王冠 大逆不道 他迟早要遭天前 我们等着看好戏便可 不用刻意去寻找他 遮天魔地道 是 魔祖无天眯着眼睛 看向夜晨道 夜是天 你领悟了最巅峰的剑道奥义 可喜可贺 就算是我 都不可能 引动无无时空的法则 你却做到了 要是你修为再强悍了 只怕真的可以碾碎 一切现实的法则 要杀死我 也是轻轻松松 夜晨连忙道 无天前辈说笑了 魔祖无天道 可以摘下你的面具了吗 夜晨心头一领 道 我师父说 在我还没斩家突破前 最好低调做人 魔祖无天点了点头 也不深究 九幽邪君性格一直古怪 也算正常 随后变道 很好 你有你的形式准则 我不勉强你 恭喜你夺下了这次狩猎大会的冠军 这夜天舞卧龙金 是赐给你的奖励 说着 魔祖无天寄出了一夜经书 这夜经书 笼罩着一层黑气 这层黑气 仔细看去 原来是一条条细小的静置锁链 这些静置锁链 封锁住了经书 让人看不清书液的内容 这夜经书 正是天舞卧龙金 魔祖无天真的 拿出天舞卧龙金 当作是狩猎大会的奖品 夜晨一阵激动与兴奋 连身躯都有点颤抖 慌忙收下经书 道 多谢无天前辈赏赐 魔祖无天笑道 你得到天舞卧龙金 好生领悟 以后要重振我天舞仙门的旧日道统 我忙着打理旧日盟的事业 是抽不开身了 夜晨思索一会儿 道 是 那天舞仙门 乃是无祖创立的门派 夜晨与无祖因果匪浅 如果能振兴天舞仙门的话 自然也算是一件功德 至于天舞仙门振兴后 与旧日盟 魔祖无天的关系 是敌是友 那就难说得很了 魔祖无天心花怒放 满脸的笑容 完全没想到 夜晨天就是夜晨 他只以为夜晨天 是天舞仙门旧日的弟子 是他的失职 他宠爱培养 那是一点错也没有 以后可以振兴门派 旧日盟的新人报道时间 是在一个月后 你记得要来 魔祖无天又道 现在夜晨通过了狩猎大会 按照常理 那就应该去旧日盟报道了 夜晨心中意灵 他可没有加入旧日盟的意思 眼看着魔祖无天真挚的眼神 他心里闪过无数念头 最终 夜晨拱手道 无天前辈 我不准备加入旧日盟 魔祖无天神色大变 道 你说什么 夜晨道 我师父九幽邪君 他只欲下一缕残魂 真身被一个女人困锁着 我要去拯救 在救出我师父前 我不享受任何束缚 魔祖无天道 哦 石石地的真身 被人困锁着 是什么人 你且告诉我 我替你出头 这天下之间 除了羽黄古地与人天女 没人能忤逆我的威严 九幽邪君的真身 被玄机月关押着 这件事 魔祖无天并不知晓 因为当年 玄机月与诸多轮回大能的恩怨 非常隐秘 外人并不知晓 而且 魔祖无天又怎么会想到 九幽邪君如此强者 最后居然沦落到了域外 被域外之人困锁 叶辰道 多谢无天前辈肯帮我 但这是我为人弟子的因果 我不能假守旁人 等我救出我师父后 我一定会再来拜访前辈 魔祖无天神情很是复杂 他看中叶是天 想将叶是天收归麾下 团聚旧日 但这个叶是天 却不肯加入旧日盟 让他很事难办 好 我答应你了 等你救出你师父后 你一定要来旧日盟 最终 魔祖无天还是答应下来 毕竟从旧日时代 到今天 他已经等待了 无比漫长的岁月 也不差再多等几年 让夜视天出去 历练历练也好 叶辰喜道 多谢无天前辈 魔祖无天点点头 又告诫道 你要记得 不要得罪万须 更不要得罪羽皇谷帝 你是我天舞仙门的人 我的契运会庇护你 但这层庇护 挡不住万须的杀法 你千万要留心 叶辰道 我知道了 请前辈放心 魔祖无天恩了一声 很是满意 又寄出一块印喜 交给叶辰 道 你不要叫我前辈这么见外 以后叫我师伯吧 叶辰犹豫一下 仔细想想 魔祖无天还真是他师伯 便道 是 无天师伯 这一声师伯叫出 魔祖无天眉开眼笑 前所未有的欢喜 他身后几个旧日蒙的护法 看到魔祖无天这欢喜的模样 也是欣慰与意外 自从天舞仙门覆灭后 魔祖无天始终是阴沉寡言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 看来找到旧日故土的后人 他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现在魔祖无天对叶辰的恩宠 甚至比遮天魔地还要隆重 遮天魔地毕竟是容器 以后要夺舍灭杀的 而叶辰 在魔祖无天眼里却是一波传人 完全不一样的 叶辰心里在想 如果自己摘下面具 暴露出真实身份 魔祖无天会不会崩溃 但 他也不敢冒险 魔祖无天崩不崩溃不知道 反正如果他暴露的话 魔祖无天肯定是要疯 要不惜一切代价 杀了他与遮天魔地发泄 那后果太严重了 其实魔祖无天想要穿透面具 破开一切 看清叶辰也能做到 但他念及旧日时代的因果 也知道舞者之间有自己的秘密 所以他不会主动看清叶是天的真实身份 魔祖无天目光又望向夏玄盛 冷目晴柳其名三人 他经过推演 此前又默默窥思 已知道夏玄盛掌握着无想的一刀 而且还主动与叶辰交易 将冠军拱手相让 夏玄盛 你做得很好 谦虚恭顺 连冠军都舍得相让 我不会亏待你 你一个月后 来就日盟报道 我自由赏赐 夏玄盛与叶辰交易 居然只要一枚破纸环 魔祖无天只以为 夏玄盛是十大体会做人 直到叶辰身份尊贵 所以干脆将冠军让出去 做个人情 他却没想到 背后其实有阴阳神殿的因果 夏玄盛跪些道 多谢无天老祖 叶辰看到夏玄盛跪拜的模样 脸容沉默着 心里虽有许多猜测 但终究不能完全确定 夏玄盛想拜入旧日盟 到底是为了什么 冷目晴 老祖 小女子在 冷目晴恭敬地跪着 听候魔祖无天示侠 他对魔祖无天是真的恭敬 因为他从小就生活在黑暗近海里 从小到大都活在魔祖无天的影响下 也是魔祖无天保护了黑暗近海的安全 避免遭受太上世界的杀法 所以 他内心之中 对魔祖无天是的确恭敬敬仰 你喜欢夜视天吗 魔祖无天突然问 冷目晴顿时愕然 然后脸颊一阵飞红 魔祖无天笑道 你也已经通过考核 一个月后记得来报道 以后你和我失职 会有很不发展的机会 冷目晴满脸地羞红 低声应道 是 夜城咳嗽了两声 却是不敢多说什么 他身上的桃花孽债 已经够多了 可不想再招惹什么 魔祖无天又看向柳其名 安抚了几句 柳其名谢恩 以后自然也是要加入旧日盟 一切吩咐完毕 魔祖无天微笑道 那么 这次的狩猎大会 到此圆满结束 狩猎大会 就此结束 虽然这次大会 死伤极其惨重 破坏极其巨大 后果极其严重 但 总的来说 魔祖无天很满意 因为 夜城等人都活了下来 而且 夜城是冠军 他的天舞卧龙精 可以放心传承下去 此外 夏玄盛的出现 也让魔祖无天颇为惊喜 以后止水的一剑 无响的一刀 这刀剑的极致 都汇聚在旧日盟 他灯铃无量 进巅峰 甚至窥见无无 指日可待 灭神一荒这地方 算是彻底毁了 不过魔祖无天也不在乎 目前的结局 他也算满意 当然 这满意 是因为他不知道真相 如果被他知道 夜市天居然就是夜城 他可能会气得吐血 夜城只怕 池泽生变 立即告辞离开 他飞出灭神一荒后 内心大大松了一口气 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 接下来 先回北盲祖地再说 夜城盘算着 小黄父亲受伤 需要治疗 而且 他拿到了新的天舞卧龙精 也需要炼花 归心四剑之下 夜城准备撕裂虚空离开 喂 夜市天 等等 就在这个时候 后面却传来一道 清脆悦耳的少女声音 夜城回头一看 却见是冷木晴 有事吗 夜城问 冷木晴御风飞了上来 脸颊微微泛红 道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再见 夜城笑了一笑 道 不知道 但若是有缘 以后总有再见的机会 说吧 夜城也不逗留 直接转身撕裂虚空走了 冷木晴看着夜城的背影 却是怅然若失 很快 夜城撕裂虚空 回到了北盲祖地之中 守护祖地的强者 纷纷通传 不一会儿 见无名与北盲进出来迎接 身后跟随着十几个王族高层长老 见无名微微一喜 道 夜大人 你回来了 夜城点点头 道 梦眼魔族那边没闹事吧 见无名道 没有 他们忌惮轮回的威名 不敢作乱 夜城最担心的 就是魔族作乱 现在听到一切平安 顿时放心 道 这就好 北盲进道 夜公子 小黄和他父亲 夜城看了看周围 陈生道 我们进去再说 当下夜城与北盲进 见无名一起 来到祖地后山 一处僻静的休憩之地里 夜城平退左右 只留下北盲进 与见无名两人 唯恐泄露消息 我已将北盲消前辈 挽救出来 但表面上 我伪装成杀死他的模样 所以 现在在外面 别人都以为 消前辈被我杀死了 其实 消前辈还活着 夜城打开黄泉图 将小黄与北盲消放了出来 北盲消伤痕累累 但幸好没伤到命脉 夜城当下施展八卦天丹树 替他治疗痊愈 夫君 北盲竟看到丈夫归来 顿时大喜落泪 轮回之主 多谢相救 北盲消恢复过来 叹息着向夜城道谢 如果没有夜城的话 他这次狩猎大会 肯定是死了 随便一个狩猎者 千圣年 柳鹿鱼 夏玄圣 冷木勤等人 都可以轻松杀死他 毕竟 他被囚禁关押之下 已经失去战斗力 完全没有反抗的可能 夜城道 萧前辈 你现在感觉如何 北盲消道 我伤势已无大碍 但以后可能要归影了 小黄道 爹 你要归影吗 北盲消苦笑一下 道 虽然我还想为家族做点事 但现在 我还是归影为好 毕竟 在外面 就连魔祖无天 都以为我被杀死了 说着忘了夜城一眼 夜城道 前辈 这尊翻天印 是你们北盲式的法宝 我还给你 说完 夜城便掏出翻天印 交还回去 北盲消点点头 却将这尊翻天印 交给小黄 道 这翻天印 是我北盲式的至宝 孩儿 我如今归影 这翻天印就传给你 你身具祖王血脉 以后就轮到你执掌 北盲道统 小黄呆了一呆 道 要我执掌北盲道统吗 他很清楚 北盲道统这份基业 绝对不容易掌握 北盲式的先祖 乃是梦魇之王 红军坐下四兽王之一 执掌北盲道统 就要肩负起 重振先祖荣光的责任 而目前 小黄的祖王血脉 还没彻底苏醒 这北盲道统 对他来说 还是沉重了一点 北盲消道 你执掌北盲道统后 祖地里的资源 可以任意调用 对你修为大有必义 而且传说我们祖地深处 隐藏着一幅地图 那地图 记载着进入玄海的办法 如果你能找到 足以逆天改命 进入玄海 听到这话 小黄与夜晨 皆是一阵震动 玄海是黑暗 近海里最神秘的地方 传说那里 隐藏着两门九天神术 乃是万物母剑爵 与荆棘王冠 九天神术之中 夜晨已经建过五门 分别是大千众楼掌 梵天神宫 西皇雷印 龙神破天爵 神灭天赵宫 此外还有曼珠沙花精 在帝氏家先祖 帝氏万叶手上 还有一门九天暴谱爵 由太上天女执掌 最后两门 便是这万物母剑爵 与荆棘王冠 都隐藏在玄海 非常神秘 夜晨所知不多 他只知道 就算是魔祖无天 都无比渴望 想进入玄海 收取那那两门九天神术的机缘 九天神术 一共就只有九门 当今之事 只剩下那万物母剑爵 和荆棘王冠没有主人 人人都想得到 可惜谁也不知 进入玄海的办法 现在 北莽肖却说 北莽祖地里有一幅地图 记载着踏入玄海的唯一办法 北莽肖道 当然 这地图 只是传说 据说是仙族北莽太后留下的 但谁也没有见过 我从来没见过 所以 魔祖无天问我入海之法 我是真的不知 夜晨心中一动 道 既然如此 小黄 你便留在祖地里 执掌北莽道统 暗中在调查那地图的消息 如果真能找到玄海地图 自然再好不过了 那玄海如此的神秘 夜晨也想去看看 传说中的万物母剑爵 红军老祖为了悼念王七所创的剑法 就在玄海之中 甚至连兼家仙子的道统 也在玄海里 天舞仙门有预言 将来命运之主 会继承兼家仙子的道统 夜晨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他必须要去玄海看看 况且 让小黄留在祖地里 也能借着这片祖地的资源 增进他的修为 小黄心中虽不舍夜晨 但也明白眼前的局面 道 好 主人 我都听你的吩咐 事情就这么决定下来了 小黄继承北莽王族的掌教大位 正式执掌北莽道统 北莽祖地之中 举行盛大的仪式 当然 这仪式 夜晨没有参与 他不想过多暴露 同时 北莽祖地也向外界宣告 夜市天与北莽市达成交易 北莽市牺牲一滴祖王金雪 替夜市天解开天舞卧龙精进制 并换回翻天印 这宣告 当然是假的 糊弄一下外界罢了 毕竟翻天印 是魔祖无天赠给夜晨的法宝 又转交到北莽市手里 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借口 很可能引人怀疑 小黄的父亲北莽肖 彻底归隐 外界只以为他死了 北莽市为他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葬礼 葬礼与掌教交接仪式 同时举行 小黄便在漫天稿速 漫天飘飞的指前 还有一片悲凉沉郁的哀乐声中 接过了北莽市的掌教大位 从此 他的真名 北莽太号 将会传遍整个黑暗近海 乃至太上事件 外界盛大的仪式 夜晨自然是没有参与 夜晨在祖地深处 一处僻静的树林里 在默默感悟着 天舞卧龙经 那一页经书 漆黑的封印锁链 遮蔽住了所有的文字 五祖道心 破 夜晨不慌不忙 运转起五祖道心 将那层静置 全部破掉 哗啦 静置破开后 经书的完整面貌 出现在了夜晨眼前 书页之上 每一个文字 都弥漫着古老的大道气息 很好 我已经有三页经书了 夜晨心中暗喜 天舞卧龙经 散落在世间的书页 总共就只有五页 目前夜晨已经拿到了三页 还差两页 一页在才觉之主手里 一页在卧龙神尊手中 卧龙神尊是十二神尊之一 太上天女的仆人 太上天女有过吩咐 只要夜晨的修为 达到太真境 这夜经书 就要送给夜晨 他为了培养夜晨 是真的下血本了 连天舞卧龙经 都舍得送出去 而夜晨目前的修为 已经到了 还真境七层天 距离太真境不远了 鸿蒙大星空 给我练话了 夜晨仰天一声长笑 开启鸿蒙大星空 一片无比璀璨的星空图卷 顿时在他头顶展开 呼 夜晨大手一扬 那夜晨的天舞卧龙经 冲飞上天 与鸿蒙大星空融合 哗啦 顿时 天舞卧龙经 与鸿蒙大星空 渐渐融合到一起 星空上浮现出了 古老的大道文字 熠熠生辉 漫天文字闪烁 便如宇宙星辰一般 微微壮观 这融合的过程 大概持续了三天 而在三天结束后 夜晨头顶的鸿蒙星空 已经有了一种反扑归真的妙韵 星光弥漫着古老清虚的意味 不断有流星飞坠而来 甚至形成瀑布 一道道星铺如极光般垂落而下 极为壮观 与此同时 夜晨的修为气息 也是猛然突破 浑身心芒暴闪 血月光辉流转 还有毁灭的气息在呼啸 还真近八层天 终于是突破了 夜晨握了握拳 感受着体内暴涨的气息 内心无比的欣喜 他的武道修为 想要突破 比常人艰难千百倍 而现在得到一夜天舞金书 直接晋升突破 可见这金书的厉害 这金书厉害 夜晨的突破可没那么简单 不只是修为突破 夜晨感到自身的鸿蒙大星空 血月图天斩 毁灭道印等等 也有了突破 鸿蒙大星空 变得更为壮观璀璨 辉煌夺目 而血月图天斩 目前已经可以演化出七轮血月 境界也有了进步 至于毁灭道印 更是直接飙升到九层天的地步 毁灭道印九层天 这是巅峰的境界了 再进一步 就是突破天地 夜晨默默感悟着 脑袋里不由自主 掠过止水剑道的种种妙法 剑之即 止水断铺 逆转天地 碾压一切 而倒是相通的 止水剑道的逆天之姿 对毁灭道印的修为 也有增益之处 夜晨估计再过不久 他的毁灭道印 可以突破天地的限制 直接飙升到传说中的 十层天境界 夜大人 恭喜突破 外面有一个断臂男子走过来 向着夜晨道贺 正是剑无名 剑无名似乎在旁边等了很久 看到夜晨在修炼紧要关头 始终不敢打扰 现在夜晨修炼结束 他才出现 有事 夜晨眉头一皱 看见无名的模样 似乎是有什么事情发生 那止水剑道的妙法 夜晨也与剑无名说过 剑无名也看过那剑道石碑 他剑道悟性超绝 已经领悟 但可惜呜呜时空的法则 太过可怕 他完全无法调动 也就是说 剑无名是在理论上 领悟了止水的意见 但在实际上 他施展不出来 呜呜时空的气息 太过可怕 别说他断臂 就算是双臂完好 也不能承载 只有夜晨的轮回血脉 才能承载呜呜呜的力量 剑无名宁重道 夜大人 昨天有一道血光斜向浮现 似乎就是那逃脱的斜剑 而斜剑气象所指的地方 正是地心域 夜晨眼瞳微微一缩 道 斜剑去了地心域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剑无名道 夜大人 你昨天还在修炼紧要关头 我怕打扰到你 夜晨眉头一皱 陈寅道 地心域本来就危机环绕 再加上一把斜剑 只怕形势不妙 他以为那斜剑脱离后 会在黑暗进海里游荡 哪想到居然飞去了地心域 剑无名道 不只是斜剑 还有那长莫军 夜晨道 找到长莫军了 剑无名点点头 道 昨天遮天魔地阁下 发来传书 他说他似乎调查到长莫军的踪迹 也去了地心域 叫我们小心 说着城上一封书信 夜晨急忙结果一看 果然是遮天魔地发来的 遮天魔地深知长莫军的可怕 虽然魔祖无天说 不用额外调查 但他还是担心 暗中调查 却发现长莫军居然去了地心域 剑无名想了想 神色严肃道 夜大人 我们必须回地心域一趟了 夜晨神色凝重 道 好 也是时候回去了 这次离开地心域 在黑暗近海历练 时间也不短了 地心域的危机 只怕越来越严重 夜晨也是时候回去看看了 此趟黑暗近海之行 夜晨的机缘奇域 着实不小 见到修为已达到巅峰 又修复了灵须天珠 以后对抗万须的意志 将会简单很多 牧主大人 你要回地心域了吗 好 很好 杀死玄机月 夺取他的命运血脉 挽救我的真身 就在今日 轮回目的之中 九幽邪君听到夜晨终于要回地心域 顿时无比的激动 眼神里冒出是杀兄弟的神色 他恨极了玄机月 只想将玄机月碎尸万段 以夜晨目前的修为 要杀玄机月 几件足矣 只要杀死了玄机月 就可以挽救轮回目的里的大能 还能夺取他的天剑与血脉 继承命运道统 成为新一代的命运之主 甚至变成红军玉眼里 继承兼家仙子道统的人 虽说如今地心域危机 万须威压极其严重 需要玄机月的助力 如果内斗厮杀 很可能被万须神殿余翁得力 但夜晨顾不得这么多了 玄机月太过危险 如果真被他应了预言 继承兼家仙子的道统 那夜晨和九幽邪君 还有诸多轮回目的里的大能 都要死 当下夜晨与小黄一番告别后 便与剑无名一起 撕裂虚空 重返的心域 哗啦 一阵虚空气流旋转后 夜晨与剑无名 顺利回到了地心域 却见在地心域的高空 一座巨顶悬浮着 锐气千条 狭踩万丈 正是羽黄谷地布置的九顶大阵 目前九顶大阵 依然只有一顶 但这一顶 光滑却无比浩瀚璀 贯穿重重时空 无论在地心域何处 都可以看到 那巨顶的辉煌气象 比太阳还要耀眼 在那巨顶之上 已经有三道图腾 亮了起来 第三道万须 意志降临了 夜晨遥望着远方天空的大顶 脸容微微一沉 他与剑无名离开的时候 万须意志只有两道 但现在已经有三道 又有一道新的降临 这道新降临下来的意志 从图腾来看 是一个轻袍老者 对方气息收敛 目前没有什么大动作 似乎是在养精蓄锐 毕竟万须意志虽强 但地心域强者如云 也不是好欺负的 区区三道意志 还翻不了天 万须这边明显是在叙事等待 短时间内不会作乱 倒也不用担心 轻松的神色 叶大人 你看 这里似乎有一道血光斜像 剑无名指向天边 那里正颖约伏陈卓 一缕血光斜像 异常凶悍 那是 剑势臣帝 难道说 斜剑要杀去剑势臣帝 夜晨脸色一变 天机推演之下 便是觉察到 那血光斜像 正代表着斜剑 而斜剑所指的地方 正是剑势臣帝 血宁谦就在剑势臣帝之中 嗡 这个时候 夜晨与血宁谦之间 的传讯玉佩 也震荡起来了 血宁谦在向他求救 而且非常紧急 无名 我要去镇压那斜剑 你替我跟玄机月说一声 我要与他生死决战 便在十天后 叫他来封家祖地见我 夜晨看向剑无名 吩咐下去 他与玄机月的夙愿 也该到清算的时候了 主要是红军的预言 让他感到了极大的压力 万一被玄机月 继承尖家仙子的道统 再拿到万物母剑绝 或者荆棘王冠等机缘 那夜晨必死无疑 想解决后患 自然是趁早斩杀玄机月为好 见无名呆了一呆 道 夜大人 你要与玄机月决裂吗 现在 现在不是内斗的时候 万须危机太严重 对抗万须 需要命运的助力 如果杀死玄机月 那就失去了一份力量 对大局不利 玄机月气运极情逆天 若有玄机月站在同一阵线 必然有好处 夜晨道 我也不想内斗 但这三年时间 玄机月如果不死 他必定有今天的奇遇 到时候不用等羽皇谷地降临 你我接死 见无名心中一领 他自然也清楚玄机月的手段 如果玄机月真的拿到了逆天的机缘 他肯定会挑起内斗 杀了夜晨 夜晨身边亲近的人 都不可能有存活的机会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先下手为强 夜晨与玄机月之间 机缘太深了 已经没有和解的可能 合作终究是暂时的 杀戮才是最终的结局 何况 玄机月手里 还掌握着一部分轮回大能的真身 如果他真有合作诚意的话 那早应该将那部分真身 释放出来了 见无名沉思一会儿 最终点点头 道 好 夜大人 我会通知玄机月 叫他准备生死决战 你小心一点 夜晨道 好 告辞 商定完毕 夜晨出发去剑士陈地 目标是镇压斜剑 而见无名 则是去玄家的紫薇星河道场 通知玄机月 叫他准备生死决战 决战的时间 是十天之后 而决战的地点 则是在封家祖地 轮回与命运的万年恩怨仇恨 终于即将要迎来决战的时刻 夜晨心里出其意料的平静 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 可能是早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所以古井不波 反正 以夜晨目前的实力 就算不开启轮回血脉 要杀玄机月 也是易如反掌 他根本不害怕 夜晨撕裂虚空 来到了剑士陈地 却发现在剑士陈地之中 一个阵法护照覆盖着 而在阵法里 有一个美丽的血衣女子 正在盘膝调膝 那女子正是写宁迁 宁迁 夜晨看到血宁迁 大声呼唤 语气带着交集 血宁迁睁睁开眼睛 见到夜晨来了 顿时大喜 打开了阵法的禁止 夜晨看了看四周 没发现斜剑 但可以隐约捕捉到斜剑的气息 甚至 夜晨还另外捕捉到 这里另外隐藏着一道 凶力试杀之气 似乎就是长莫军的气息 难道长莫军那疯狗 也来了剑士陈地 夜晨心中一领 急忙进入阵法之中 来到血宁迁面前 现在的夜晨 面具早就摘掉了 露出原本的相貌 修为突破到 还真近八层天 她的轮回血脉 气质修养 都有巨大的蜕变 外表看起来 风度翩翩 举手投足 都有潇洒的姿态 足以令世间每一个女子 为之心罪 夜晨 我们好久不见了 血宁迁低声呢喃 眼里带着激动 与一丝迷恋的神色 竟忍不住抱住夜晨 软绵绵的身躯 贴到夜晨怀里 夜晨感受到一阵温香软郁 心神顿时微微一荡 血宁迁搂住夜晨的脖子 抬头深深亲吻 甚至抓起夜晨的手 放到自己那硕大的饱满之上 非常的主动与赤脸 夜晨与他经历过生死 也有过肌肤之轻 但以前他不会这么主动的 而现在 血宁迁明显比以前主动多了 想来是夜晨的轮回血脉 越来越成熟 对异性的吸引魅力 也越来越大 即便是清冷如血宁迁 在夜晨面前也变得火热 宁迁 你没事吧 你气息似乎有点虚弱 夜晨手掌正按着血宁迁的心口 能清楚感受到 他气息的虚弱 虽然没有受伤 但似乎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 我没事 刚刚一柄充斥着 极其恐怖气势的斜剑突然出现 把我吓了一跳 那斜剑差点破掉我的阵法 我完全不敌 斜剑不是被封印在阵斜盘吗 怎么会飞拖出来 血宁迁看着夜晨 道 夜晨常叹一声 有些自责 道 我已献祭了阵斜盘 被那斜剑跑了出来 血宁迁啊的一声 大为惊讶 没想到夜晨居然献祭掉了阵斜盘 你遇到了什么强点 居然逼得你献祭阵斜盘 血宁迁很是好奇 他深知夜晨的强大 居然有人能将夜晨 逼到献祭阵斜盘的地步 那人必定十分厉害 夜晨道 迟点再说 那斜剑去了哪里 血宁迁道 那斜剑本来快攻破我的防御 我向你求救 但不料 突然有一个疯狗般的人出现 那人头顶带着一个荆棘编程的王冠 修为气息十分强大 他想夺取斜剑 与斜剑争斗 斜剑不敌逃离 他追杀而去 这一人一剑 应该是在剑士臣的深处厮杀着 夜晨眼瞳一缩 道 长莫军果然来了 血宁迁道 长莫军是谁 夜晨道 这人的确是一条疯狗 当下将他与长莫军的争斗 诸多因果 都向血宁迁说了一遍 血宁迁顿时大惊 没想到那长莫军这么疯狂 甚至伪造荆棘王冠 也不怕红军的责罚 斜剑与长莫军争斗 我们或许可以收一翁之力 快去看看 夜晨心思闪动 无论是斜剑 还是长莫军 都不好对付 两虎相争 他或许有浑水摸鱼 收获鱼利的可能 当下夜晨与血宁迁 手牵着手 往剑士臣的深处进发 血宁迁气息颇为虚弱 夜晨割破指尖 为他喝了点轮回鲜血 便让他恢复过来 而血宁迁 瞬息着夜晨的手指 眼神里明显有异样的情愫 与以往大为不同 那灼热的眼神 恨不得融化夜晨一般 似乎他想要瞬息的 不只是夜晨手指这么简单 越是靠近剑士臣的深处 夜晨越感到一股血腥邪恶的气息 很快 夜晨与血宁迁两人 来到剑士臣的深处 却看到一把灰蒙蒙的长剑 正闪电般飞掠而出 那剑正是斜剑 斜剑之上 有一道阴霾般的身影浮现 乃是斜剑的灵影 斜剑灵影脸庞之上 满是愤恨无奈的神色 口中喃喃咒骂 那疯狗 竟然伪造荆棘王冠 怎么还不被天理收拾 显然 他刚刚与长莫军大战过 而且战局不力 现在逃脱出来 夜晨与血宁迁 正迎面撞上了斜剑灵影 啊 是你吗 斜剑灵影看到夜晨血宁迁两人 顿时大惊 夜晨的修为气息 让他感到了巨大的危险 虽然表面上看 夜晨只有 还真近八层天 但深层次的战斗力 却足以令人震撼 不过 与长莫军相比 夜晨还有着点差距 长莫军的修为 已经达到今天的百家境六层天 这种境界 放眼整个地心域 只有巅峰时期的才觉之主 还有早已陨落的十方剑胜 才能够抗衡 所以 看到夜晨后 斜剑灵影虽然震惊 但并不慌乱 至少 面对夜晨 要比面对长莫军好很多 长莫军那人 是真的疯狗般的人物 想要执掌斜剑 而斜剑 却不想被任何人执掌 他要自立道统 汇聚天地间的气韵 将来逆天蜕变 要达到无上天剑的层次 甚至是超越 如果被人执掌控制的话 那就很难再有出头之日 夜晨还是第一次看到 那斜剑浮现出的灵影 他感受一下斜剑的气息 发现这斜剑 恢复自由后 修为气息达到惊人的 百家境四层天 刚刚脱困 被镇压了无尽岁月 如今恢复到了百家境四层天 有点棘手 但 应该可以对付 夜晨目光一凝 他修为突破到 还真近八层天后 战斗力也大大提升 目前可以轻松 杀死百家境三层天的强者 但 面对百家境四层天 夜晨就感到有点棘手了 不过认真打起来的话 胜算还是非常巨大 只是要动用一点底牌 没有那么轻松 很好 我就先杀了你们 吸收你们的鲜血 对付那个疯子 斜剑灵影目光一寒 剑光骤然如龙般杀出 直指血宁谦 血宁谦的实力 比夜晨要弱 比较好对付 他只想先杀掉血宁谦 再对付夜晨 你敢 夜晨冷哼一声 手中拔出一把剑 锋芒暴露 魔气炸裂 正是荒魔天剑 在地心狱里 夜晨可不用隐藏什么 直接挥洒爆发 一层层的毁灭倒影 在荒魔天剑剑身之上凝聚 迸发出了无比浩瀚的毁灭气息 甚至在虚空之中 形成了一层层的毁灭风暴 咦 斜剑灵影大惊 只感到夜晨的毁灭气息 非常的可怕 毁灭倒影的修为 竟然达到惊人的九层天 夜晨一剑荒魔 卷动着毁灭风暴 暴杀而来 斜剑灵影不敢硬碰 荒芒往后飞退 九霄惊红道 起 而在避开夜晨的沙发后 斜剑灵影咬了咬牙 双手捏绝 一道道妖异的红芒 从他体内爆发而出 而那一道道红芒 仔细看去 竟然是一条条巨龙 浑身鳞片呈现灰暗的颜色 充满了邪气 煞事之间 万千巨龙腾空而起 互相交织 如灰黑色的红桥 遍布天际 宛如形成一个铺天盖地的阵法 非常的壮观 九霄惊红道 龙神破天绝的伪神术 夜晨看着这漫天巨龙鸿芒的气象 顿时捕捉到这天机 斜剑灵影所施展的神通 这门九霄惊红道 竟然是为九天神术之一 是从龙神破天绝里演化出来 正版的九天神术 龙神破天绝 自然是在夜落手中 这九霄惊红道 只是伪神术 但可幻化天龙鸿芒 笼罩天地 威力倒也不容小觑 本来这九霄惊红道 是颇为正气浩荡的神通 但到了斜剑灵影手里 就变得阴云惨淡 雾外重重 黑气卷天 万千恶龙盘踞 剑气撕裂 异常争鸣 九霄龙腾 万剑归宗 给我镇压了 斜剑灵影爆喝一声 伸之夜晨的强大 一出手 直接动用底牌 他所有的剑气 所有的灵气 全部掉动了出来 炙烈燃烧 密布天空的恶龙惊红 夹杂着亿万道剑芒 犹如瀑布般 斩杀向夜晨 血宁谦两人 糟了 血宁谦看到那漫天惊鸿恶龙 顿时脸容失色 抓着夜晨的手 夜晨只感到 他手掌冰冷 显然惊距到了极点 这是斜剑的至强一击 非常的强悍 如果是在以前 夜晨面对这一击 也要感到危险 但现在 他修为早已突破 斜剑的如今一击 并不能撼动他的存在 鸿蒙大星空 开 夜晨仰天长笑 脚步一踏 无比璀璨浩瀚 闪烁着漫天星辰的星空 顿时在他头顶浮现 高高支撑而起 这片星空 便宛如一个穷颅锅盖一般 将夜晨与血宁谦保护住 吃吃吃 斜剑灵影的金红沙发降临下来 万千巨龙剑气 狠狠冲击在夜晨的鸿蒙大星空上 但 即便是如此冲击 夜晨的鸿蒙大星空 竟然没有一点动摇 星空之上 悬浮着两颗格外璀璨的星辰 正是愿望天星与万寿天星 这两颗星辰 让得鸿蒙大星空的防御力 提升到极致 夜晨浑身闪烁着金光 赤尘神脉也开启而出 赤尘神脉 堪称最强防御 与鸿蒙大星空相得一张 星空之中 一层层金光会聚涌荡着 固若金汤 斜剑灵影的沙发 那万千巨龙剑气 竟然无法破开星空防御 夜晨与血宁谦 玩手站在星空之下 连衣袍都不曾飘动一下 毫发无损 什么 我竟然连你的防御都破不开 这不可能 斜剑灵影看到这一幕 顿时惊骇的无以复加 他虽然被镇压太久 秀为衰退诸多 但他现在 也是百家境四层天的强者 他九霄金红道的巅峰沙发 足以碾碎一方宇宙 但竟然破不掉夜晨的星空防御 连夜晨一条毫毛都伤不到 这太离谱了 他不敢相信 夜晨脸容镇定 体内灵气 其实在急速流逝着 他突破不久 想试试自己的武道底蕴 到底有多么深厚 现在试验的结果 让夜晨非常满意 他全力防守 不做进攻的情况下 连百家境四层天强者 都攻不破他的防御 这简直是离谱了 当然 这么离谱的防御力 对夜晨的灵气消耗 也是极为巨大 夜晨连忙收起了鸿蒙大星空 没有再运转下去 否则的话 灵气被消耗太多 他连作战的能力都没有了 而看到鸿蒙星空收起 在进攻的意思 夜晨录了这么一手神通 深深震撼住他 甚至让他失去了斗志 他只觉夜晨是一座万丈高山 不可动摇 又宛如是亘古烈日 不是凡人能够仰望 邪剑恶灵 你还敢回来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充满威严 带着帝皇气魄的鹤声 从深处响起 只见一道地光璀璨的身影 撕裂虚空 破杀而来 那是一把剑 地光浩瀚 黄气滔天 剑身之上 有一道地光般的身影 正是将后第三剑里的地剑 将后第三剑之中 以地剑最为强悍 杀伐异常强悍 蕴含着诸天奥妙法则 将后第三剑 与斜剑出自同源 四剑本是同根生 但道不同 这次斜剑的出现 却是引起了地剑的注意 帝尊 是你 斜剑灵影看到地剑出现 顿时脸容一沉 他实力本来就不如地剑 现在夜晨也在这里 他更不可能匹敌 而在地剑出现后 远方痴迟一阵剑鸣 又有两把剑灌射而来 正是将剑与后剑 将后第三剑齐聚 以地剑尊为中心 三剑光芒浩荡而璀璨 照耀整个剑势沉地 斜剑恶灵 速速投降归顺 我可以饶你不死 地剑盯着斜剑灵影 贺道 斜剑灵影脸容一沉 道 帝尊 你我本是同根生 相间何太极 我只求你给我自由 我以后不会再侵扰此地 地剑哈哈大笑 道 给你自由 就是让你去杀伐万千无辜生灵 血洗万里几间吗 你本就是邪气汇聚而成 该当处死 我念你诞生出了灵智人形 修为不义 饶你一命 只将你镇压封印 你还想反抗 说着 地剑大手笼罩而出 一抹刺眼的地光 犹如烈日般 向着斜剑灵影照去 这地光 竟然是太上天地道的光芒 斜剑灵影一阵气节 急忙往后飞去 躲避地剑的袭沙 怒道 很好 帝尊 你硬要逼我 那可别怪我无情了 我就算去投靠羽皇谷地 也不会被你镇压 花音落下 斜剑灵影往远方飞顿而去 他飞顿的方向 竟然是万须神殿的九顶大阵 他即便入顶 投靠万须 也绝不想被地剑镇压降服 看到斜剑想要投靠万须 夜晨 地剑 血宁谦等人 皆是大惊 如果斜剑落到万须手里 这绝对是个严重的祸害 万须的强者 能将斜剑的威力 发挥到极致 想跑 夜晨目光骤然凌厉 眼见斜剑想要逃走 他身躯暴射而出 便想追赶拦截 但就在这个时候 前方的虚空 陡然绿光炸裂 一条条荆棘藤蔓 从虚空里破杀而出 每一条荆棘 都沾满了鲜血 触目惊心 哈哈 斜剑 你去投靠万须 不如归顺我算了 只见一个披头散发的男子 头顶带着王冠 从荆棘丛林里浮现而出 正是长莫军 长莫军此前受阵斜盘重创 浑身皮肤血肉 都被腐蚀殆尽 但侥幸不死 苟活一口气 像他这种级别的高手 只要不死 便有复原的机会 此刻的长莫军 伤势略有好转 他的躯体 被重创之下 本来只余下一副骨架 现在白骨上又重新长出筋肉 只是还没彻底恢复 嫩牙斑血红的筋肉 披在白骨之上 显得非常可怖 整个人宛如一具血饰一般 邪剑正想逃脱 却被漫天荆棘拦截住 长莫军 是你 邪剑灵影脸容一变 长莫军的修为气息 足足达到今天的百家境六层天 就算重伤再深 也绝对不好对付 长莫军宁力笑道 邪剑 羽皇谷弟刻薄寡恩 你投靠他 岂不是自寻死路 归顺我吧 我乃就日天五线门的长教 不会亏待你 邪剑灵影心头一沉 长莫军这话 倒是没错 羽皇谷弟出了名的刻薄 跟着他 很难捞到什么好处 天五线门的长教 不是旧日之主武绝什么 邪剑灵影 虽不想投靠万须 但也不甘愿归顺长莫军 长莫军笑道 武绝神顾名调狱 欺世道名 夺取了我长教之位 我才是天五线门真正的长教 身具逆天气域 你跟随我 可永享先佛 有无穷的好处 听到长莫军的话 无论是邪剑 还是夜沉 地剑等人 心里都是一个念头 此人已经走火入魔 彻底疯癫 天五线门的长教 毫无疑问 是旧日之主武绝神 武绝神不只是长教 还统治了整个旧日时代 旧日时代的太上世界 天五线门一家独尊 武绝神雄霸天下 无人能敌 而长莫军 争夺失败后 又常年被封印镇压 他的实力 与巅峰时代相比 已经大大跌落 修为百不存一 他气数早已沦丧 这个时代 也不是他的时代 追随着他 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邪剑灵影心想 投靠万须 的确没有好下场 而且 帝尊与轮回之主 不会这么轻易 让我离开 如今只有假意归顺着疯子 再图决策 想到这里 邪剑灵影便道 长莫军 那我便跟随你了 你替我诛杀轮回之主 镇压将后第三剑 再抓住血宁谦那小妞 冲当我的顶炉 长莫军黑黑一笑 目光打亮着夜沉一行人 道 没问题 一群土鸡娃狗罢了 我一起镇压便是 顿了顿 又道 不过你的称呼 得改一改 以后便叫我尊主 或者天舞仙尊 掌教也可以 邪剑灵影心头忍耐着 道 是 掌教大人 这一声掌教大人 听得长莫军心花怒放 浑身飘飘然的 似乎自己真的 成了天舞仙门的掌教 雄霸天下 铲灭十大天君老祖 振兴旧日 成就万古浩瀚之霸业 轮回之主 还有你们这三把剑 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 给我死 灰剑向着夜晨等人斩杀而去 他百家经六层天的气息 在这一刻彻底爆发出来 四周一层层空间崩塌 大道轰鸣 天上雷鸣生动 地面一块块裂开 非常的壮观 其实地剑的灵气底蕴 比邪剑还要雄厚强悍 但长莫军并没有收服的兴趣 只想镇压诸面 将地剑的灵气 融入到邪剑之中 壮大邪剑的气息 因为 地剑的黄道光辉 与长莫军武道不合 他的武道是凶狠是杀 残忍暴力 最适合执掌邪剑 将后第三剑 在他眼里 只是壮大邪剑的养料罢了 地剑脸容一沉 深深感到长莫军的强悍 百家境六层天 这修为在地心域 近乎是逆天了 将 后 你们带宁谦回祖地 地剑忘了将剑与后剑一眼 迅速吩咐下去 叫他们带走血宁谦 眼下的局势生死难料 如果所有人葬身在此 那血家的道统 就彻底断绝了 所以 他希望血宁谦先离开 万一出事的话 至少他可以存活下来 将剑与后剑相视一眼 也感到眼前局势的严峻 当下他们带走血宁谦 远远飞顿而去 叶辰 血宁谦不舍叶辰 呼唤一声 但 他也知道 这种层面的战斗 不是他能够插手 最终 血宁谦被将剑后剑带走 而这个时候 长莫军的荆棘蟹剑 已经无比凶悍地斩杀过来 叶辰脸色一沉 荒漠天剑猛烈斩出 喝道 毁灭倒影 开 顿时 一股极强的毁灭风暴 从荒漠天剑上暴杀而出 那是极致的毁灭气息 一卷冻出来 立即碾碎了千万重时空 空间一层层地崩塌爆灭 咦 神通不错 有一点点的玄妙 长莫军看着那漫天震荡的毁灭风暴 目光微微一凝 这是毁灭倒影的气息 而且已经达到了九层天的水准 是石青天叫你的吗 他什么时候 掌握了这么强悍的神通 长莫军眼见毁灭风暴 袭杀而来 却是丝毫不惧 直接迎接而上 荆棘血剑斩伐 将那一层层毁灭气息 全部破开 叶辰只觉一股血腥的力量涌来 呼吸顿时有点窒息 该死 修为境界差得太多了 叶辰咬了咬牙 如果是一般百家境的强者 不可能挡住 他毁灭倒影的袭杀 但 长莫军的修为 足足达到百家境六层天 这修为实在有点离谱了 即便叶辰巅峰的毁灭倒影爆发 也不能伤害对方分毫 可见境界差距之大 轮回之主 你我联合 诛杀此料 地剑飞掠而来 地影光芒不断闪烁 想要与叶辰联合 他脾性极为高傲 不愿被任何人执掌 但如今这个局面 如果不联合的话 恐怕只有死路一条 叶辰听到要联手 心中顿时移动 地剑不止是剑 本身也带有大神通 与他联合 强强联手 或许能抗衡长莫军 好 叶辰立即答应下来 收起荒谋天剑 手掌一招 将地剑握在手中 其实 论剑气的锋芒杀伐 地剑是不如天剑的 但 叶辰修为终究有限 难以发挥天剑所有的威力 倒不如与地剑联合 而且 地剑背后蕴藏的规则 意志 大气运 都不是天剑能够相比 天剑是单纯的杀伐 并没有自我的意识 而地剑 却是有自我意识的存在 两者之间 各有千秋 当前局面 明显是与地剑合作更好 地剑在手 叶辰浑身 顿时迸发出一股奇异的光芒 这光芒 呈现琉璃般的颜色 透明如水晶 代表着纯净无瑕的五道气魄 莫主大人 我也借礼给你 速速诛杀长莫军那疯子 轮回目的之中 九幽邪军深感严峻 立即将自身全部力量 倾注到夜晨体内 哗啦 顿时 夜晨浑身爆发出一股极强的气浪 秀为气息迅猛飙升 居然一下子 达到了百家境四层天的境界 百家境四层天 这正是九幽邪军如今的实力 咦 轮回之主 原来你背后另有助力 地剑感受到夜晨飙升的气息 也是捕捉到了什么 一阵震撼惊讶 借用了九幽邪军的力量后 夜晨身上的气息 转变为幽深冷冽 如万年寒谷 萦绕着亘古不散的阴霾迷雾 石青天 又是你 你真是处处要与我作对啊 等我重建天舞仙门道统 第一个 要将你驱逐出门 我天舞仙门 没你这种弟子 长莫军看着夜晨 瞬间捕捉到了九幽邪军的气息 顿时无比震怒 此刻的夜晨 借用了九幽邪军的力量 又与地剑联合 气势可谓是滔天顶上 却见夜晨使了个法天向地的神通 身躯一下子拔高 化作了万丈 妖如骏领 目如日月 浑身地剑气流旋转 夹杂着一缕缕的九幽盲气 在虚空中呼啸咆哮 竟是将虚空撕裂出了一个个庞大的黑洞 那一个个庞大的黑洞 不知有多少万里巨大 盘踞在夜晨身体周围 宛如要吞噬一切般 血月图天斩 破 夜晨庞大如魔神的身躯 地剑一盏 血盲气流呼啸 天空上顿时浮现出了七轮血月的影子 风暴猛烈 照耀天地 非常的壮观 而后 七轮血月爆发出的惊天剑气 凌空向着长墨君斩杀而下 长墨君神色一变 只感到这一剑血微滔天 为时事难以挡架 这是夜晨最强的一击 融合了九幽邪君的力量 还有地剑的力量 血月图天斩光芒爆发到极致 就算是强如长墨君 夜晨都有把握一战 邪剑 给我滚过来 长墨君撇向一旁的邪剑 却见邪剑零莹脸庞上 竟是惊讶震撼的神色 似乎是被夜晨这滔天的血月一剑 彻底震撼住了 长墨君手掌隔空一抓 直接将邪剑抓在手中 邪剑在手 长墨君的舞蹈气息 也是瞬间飙升了许多 变得更为强悍 这把邪剑的气息 与他舞蹈十分契合 此刻指掌 便是如虎添翼 九幽邪斩 破 长墨君一声爆喝 身躯也拔地而起 化作万丈高 手中邪剑幽光炸裂 带着试杀兄弟的气息 狠狠向着夜晨斩去 哄 地剑与斜剑 瞬间在空中交锋对碰 炸起了惊天的气浪 当碰撞爆发的瞬间 诸天大道仿佛都崩灭了 磅礴的气浪席卷而出 整个剑势臣帝当场被摧毁 剑势臣帝之内 所有建筑楼宇 山川河流 森林草原等等 一下子被夷为废墟 这一下交锋 不只是地剑与斜剑的交锋 还是夜晨 九幽邪军 与长莫军的交锋 当这交锋碰撞结束 整个剑势臣的都不复存在了 甚至似乎连现实的时空 都不存在了 夜晨立足之处 已经变成了一片混沌般的虚空 犹如漆黑深邃的宇宙星空 周围被撕裂出 一个个亿万里的黑洞 异常的壮观 轮回之主 石晴天 你们该死 长莫军大势震怒 却被震退了千万里之遥 差点被打入失落时空里去 他伤势终究还没彻底痊愈 而且旧日的躯体 不适应这个新时代 脱离黑暗近海后 这情况更是严重 他如今发挥的实力 实在是太弱了 这一下交锋 长莫军却是不敌夜晨 身躯再次被重创 肉身粉碎千万遍 又在一股无形的力量下 修复千万遍 最后却是元气大伤 脸色无比苍白 总算我们运气不错 侥幸赢了 轮回目的之中 九幽邪军看到长莫军被击伤 微微笑了一笑 轮回之主 斩草除根 地剑灵影望了夜晨一眼 提醒道 夜晨目光一寒 立即执掌着地剑 想要乘胜追击 斩草除根 但长莫军反应极快 已感到形势不利 立即带着斜剑 迅速飞顿而去 夜晨想用天妖神锁困锁 也来不及了 而且他刚刚经历大战 灵气也消耗了许多 需要休息 斩草不除根 只怕后患无穷 那两个魔头如若不死 必定会在地心域掀起无穷截乱 地剑看到长莫军与斜剑逃走 脸容无比凝重 夜晨沉声问 地剑前辈 你有何办法 他自然也想趁早解决长莫军和斜剑 特别是现在 长莫军受了伤 而旧日躯体还没更换 正是诛杀他的大好时机 万一被长莫军恢复了伤势 甚至找到新的容器 那就麻烦了 和魔祖无天一样 长莫军是旧日时代的人 在如今的时代生活 会受到种种限制 甚至对武道也有巨大的影响 想摆脱这个限制 那只有寻找新容器 夺射重生 夜晨估计 如果不尽快杀死长莫军的话 对方找到新容器 夺射重生 那局面将无法收拾 地剑道 轮回之主 你先随我回一趟写家的真正祖地 那是铸造我们三剑与斜剑的地方 既是我的气韵源头 也是斜剑的气韵源头 依靠以前铸剑留下的残料 追溯因果 或许能锁定斜剑的位置 闻言 夜晨眼睛一亮 如果能锁定斜剑的位置 自然也能锁定长莫军的位置 前辈 血家的祖地在哪里 夜晨问 地剑道 你跟我来 当下地剑撕裂虚空 直接带着夜晨前往 一阵天旋地转之后 夜晨彻底离开了建设城的废墟 却来到了一片山谷之中 山谷内风景秀丽 轻松脆百 流云修竹 倒是一片风水宝地 但山谷内的建筑 都是残破落寞的模样 年久失修 布满了青苔 透着古老沧桑之意 却见血宁谦就在一座破屋前 将剑与后剑环绕着他 宁谦 夜晨快步奔了上去 与血宁谦四手紧握 血宁谦道 情况怎么样了 夜晨沉声道 还可以 已经击退了长莫军与斜剑 但也只是击退 并没能杀死他们 将战斗的过程 简单说了一遍 血宁谦美眸望向地剑 道 帝尊 那你现在打算如何 地剑道 打开祖地禁制 回归铸剑之所 在追溯因果 查找邪剑的下落 听到地剑想打开祖地禁制 血宁谦顿时一惊 将剑与后剑 也是无比的惊讶 将剑道 帝尊 你要打开祖地禁制吗 那铸剑之所 是我等噩梦所在 如果故地重游 只怕你我的道心 都要遭受反射 后剑道 昔日铸剑的手段 太过惨绝人寰 来是我等噩梦 帝尊 你真要开启禁制吗 帝尊神色平静 望了叶尘一眼 道 无妨 有轮回之主在此 他会保护我们 至少 可以确保我们的道心 不会崩溃 文言 叶尘心中一动 听地剑的话 似乎那血家的祖地深处 有什么惊天秘密一般 而这个秘密 如果开启的话 可能会对将后第三剑 造成严重的冲击 甚至令他们道心崩溃 所以 地剑需要叶尘的助力 帮他们守护住道心 没问题 三位前辈请放心 我可以助力 叶尘点头答应下来 他的鸿蒙大星空 对道心的守护 有非常强大的效果 甚至联心魔都 可以抵挡 得到了叶尘的承诺 地剑顿时松了一口气 道 我们走吧 当下 地剑在前面领路 将剑与后剑跟随在后 叶尘与血宁谦 跟随在最后面 众人一路深入 来到了一处高峰之下 地剑道 血家这片藏于深处的真正祖地 名为血忧谷 这座驻剑峰 乃是血忧谷的地脉核心所在 承载着所有的地脉风水 我们三剑与鞋剑的气运源头 命运法则都在这里 这高峰外形便如一把剑 陡峭冷峻 被一层黑色的静置包围 整个血忧谷祖地 到处破败荒凉 而这柱剑峰 却比其他地方 更为荒凉残旧 即便有黑色静置笼罩 也能隐约看到 里面倒塌的剑主 轮回之主 这柱剑峰 也是铸造出我们三剑 还有鞋剑的场所 当时柱剑师所用的手法 极其残酷 甚至可以说是惨绝人寰 我们从诞生之处 便承受着鲜血的原罪 我如今准备重开柱剑峰 还请你守护我们的剑之道心 地剑郑重望着夜晨 再次提醒道 三位前辈请放心 我会尽力 夜晨当即脚步一踏 浑身灵气释放 施展出鸿蒙大星空 顿时 璀璨磅礴的星空图景 在柱剑峰上方展开 一缕缕古老的鸿蒙气息流转 将整个驻剑峰都笼罩住 将后第三剑 神情顿时放松了不少 有了这层鸿蒙大星空的守护 他们至少不会陷入 道心崩溃的境地 那么 将剑 后剑 与我开启静止吧 地剑剑有鸿蒙大星空的守护 心头便镇定了许多 向着将剑与后剑道 将剑与后剑相视一眼 非常有默契地 站在地剑身边 剑开天门 破 随后 三剑冲天而起 其声一声呼吓 地剑后剑将剑的光芒 恍然暴射而出 如三轮日月 悬挂在星空之下 轰隆 三剑猛冲 视如破竹般 射向朱剑峰 瞬间打开了朱剑峰的静止 而随着朱剑峰静止打开 一股浓烈的血腥味 也是冲入夜晨与血宁谦的鼻子里 好浓的血腥味 这里面发生过什么 夜晨眉头一皱 血宁谦心中也是惊讶 道 我也不知 他从来没有进入过朱剑峰 因为血家的人 从来不准他靠近 这地方 据说是打造地剑 后剑 将剑的场地 斜剑也是从其中打造而出 三剑与斜剑的命运法则 气运源头 皆细于此 我们进去吧 地剑神色凝重 似乎很不想踏入这地方 但为了追溯因果 锁定斜剑的位置 硬着头皮也要进去 不能逃避 当下在地剑的带领下 夜晨等人进入朱剑峰之中 而一进入朱剑峰 那浓烈的血腥味更是扑鼻而来 浓烈到令人反胃作呕的地方 夜晨环视四周 却见这处剑峰里 到处都有鲜血的痕迹 这些鲜血的痕迹 早就干枯了 年代非常久远 只剩下一层黑色的血迦 但即便是这么久远的血迹 居然也有如此浓烈的腥味散发出来 着实是古怪 而地剑 后剑 将剑三剑 行走在铸剑峰之内 神色更是不自然 似乎有许多惨淡的过往被引起 三位前辈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夜晨迫不及待问道 你跟我来 地剑带着夜晨往前行进 最终来到一处残破的祭坛 这祭坛 似乎又是铸剑之所 地上散落着许多断剑 周围有废弃的炼器工具 火炉铁锤等等 而除了断剑外 地上还散落着许多骷髅骨骸 鬼气森森 有一点点的鬼火在跳动 非常诡异 空气丰盛的呼啸 听起来也宛如鬼哭狼嚎一般 令人毛骨悚然 这是 夜晨看着周围惨淡的景色 颇有点愕然 当年打造我们三剑的地方有许多 而这是最关键的一处 可惜打造我们的那位存在 为了铸剑 杀了许多人 拿无数人的鲜血性命 祭天翠剑 才最终铸造出我们 地剑脸容沉寂 双手一捏绝 古老的天机被触动 一幅幅久远的画面 在夜晨眼前浮现出 画面之中 是一位气息强大的年老铸剑师 正叮叮当当锤打着三把剑 那三把剑已成雏形 隐约弥漫出灵力的锋芒 而在助剑师身边 用铁链捆绑串链 绑着不知多少人 所有人眼里 皆是恐惧惊慌之色 不住豪哭求饶 哭声与打铁声混合在一起 欺人心疲 那助剑师充耳不闻 只顾着助剑 灵气还不够啊 助剑师叹息一声 便从旁边抓来几个人 将他们扒皮拆骨 或者是活生生撕裂 在丢入轰炉之中淬火 竟然是拿活人助剑 叶辰眼瞳一缩 本来拿活人助剑 是一种常见的邪道助剑手段 虽说伤天害理 但也不算太过惊奇 然而 那助剑师的手段 却让叶辰感到战力 对方在拿活人寄剑前 先以极残忍的手段 扒皮拆骨等等 将人杀死 让人在临死之前 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与折磨 如此一来 寄剑者的精神血念 会放大到无穷的地步 为剑气提供更为充足的养分 更可怕的是 那助剑师长 控制一种神秘的盗灵之火 将人杀死后 再用盗灵之火 化作火节 制烤人的神魂 将最后一点能量压榨出来 被献祭之人 无论是肉身还是神魂 都承受着极大的折磨 最终在炼狱般的火焰燃烧下死去 三剑铸造出炉 从一开始 就带有鲜血的原罪 地剑 后剑 将剑三剑的身影 默默望着眼前古老的画面 皆是沉默无声 画面继续流转 却听那助剑师难难道 要布置生生造化阵 需要阴阳交融 还得再铸造一把鞋剑 话音落下 助剑师利用剩下的材料 继续铸 一缕缕鞋器 从剑胚而出 助剑过程之中 那助剑师又不断献祭活人 抽取鲜血 滋养除剑 一步步壮大鞋剑 也不知过了多久 祭剑所用的牺牲品 已经全部被杀进 但鞋剑还没彻底成型 看来 想铸造这鞋剑 不容易啊 我需要更多的寄品 那助剑师低声难难 脸有优色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魁梧男人 大步从远处走来 这个魁梧男子 一身战甲 双眸如剑 眼瞳是蓝红色的 有些鞋翼 在男子怀里 还抱着一个小孩子 是他 叶晨看到这个魁梧男子 顿时大惊 这个男人 他以前进入鞋剑世界的时候 曾经遇到过 那男人怀里 也的确是抱着一个孩子 大师 祭品我带来了 那魁梧男子 抱着那小孩 走到助剑师面前 啊 天舞仙尊武绝神 他想把自己女儿 陷阱掉吗 那助剑师看到那小孩 无比惊讶 那小孩是个女孩 那魁梧男子道 为了布局重生 也为了确保未来的容器 这不棋虽残忍了点 也只能如此 大师请放心 这小女孩的体质 经过特殊淬炼 邪气无比浓郁 足够铸造邪剑 助剑师沉默一阵 最终点头道 好 既然是天舞仙尊的意思 那我照办便是 但我不忍心动手 还是你自己 将这小女孩杀死吧 那魁梧男子身躯一阵 道 大师 我一介臣子 岂敢犯下如此滔天之罪 还是大师动手吧 助剑师苍老的身躯 止不住地抖动起来 道 天舞仙尊的女儿 有大气韵在身 杀死此等存在 罪孽太深 我也不敢动手啊 那魁梧男子沉吟一会儿 最终带着恐惧与挣扎 道 我诛灭小姐的肉身 你淬炼她的神魂 有什么罪面 我们一并承担便是 助剑师沉声道 也好 也只能如此了 你先动手吧 那魁梧男子吞了吞口水 看着怀里的小女孩 却迟迟不敢动手 小女孩沉睡着 嫩嫩的脸蛋 长长的睫毛 看起来很是可爱 五官精致漂亮 一看就是美人胚子 最终 那魁梧男子咬了咬牙 大手抓住小女孩的脖子 要一手捏死 那小女孩沉睡之中 似乎捕捉到杀气 她猛然睁开眼 然后哇的一声惨叫起来 然而与此同时 那魁梧男子 也捏断了她的喉咙 她的惨叫声 只发出半截 便彻底哑了下去 混合着喉骨断碎的声音 听起来格外凄惨 简直是惨绝人寰 小女孩就此死掉 但她乃是天舞仙 尊舞绝神的女儿 身具大气韵 血脉非凡 就算肉身死了 也有神魂存在 只是年纪还小 还没显化而已 然而 接下来的一幕 更是惨不忍睹了 那魁梧男子 将小女孩的尸体 交给朱剑师 朱剑师颤抖着手接过 随后将小女孩的尸体 丢入火炉之中 盗铃之火运转 大火烘烤 如万众劫难 小女孩的肉身 在烈火中被焚毁 神魂最终显化了出来 她的神魂 本来不显化的话 就这样死了 也算解脱 但偏偏这时候 硬生生被逼出来 那是极凄惨的局面 那小女孩的神魂 感受到自己身处烈火之中 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小姐 对不起 那魁梧男子流下眼泪 跪在地上 而小女孩在极大的煎熬之中 眼神却带着一丝不屈 道 叔叔 是我的选择 不怪你 但 呜呜 真的好痛 小女孩刚刚学会说话不久 声音还非常的稚嫩 这陷级逐渐的结局 似乎是她的选择 但这个选择 背后的煎熬与疼痛 万劫烈火的烘烤 显然超出了一个小女孩的承受范围 她在难以想象的烈火折磨里 肉身神魂渐渐消洒而去 化作一团血红的能量 这团血红的能量 混合着小女孩的血肉精华 与神魂精气 那年老的住建师 深呼吸了几口气 又掏出一些镇定安神的丹药 服用下去 才看看稳住心神 随后 她将这团血红的能量 融住入四柄剑之中 哗啦 那四柄剑 得到那小女孩血脉能量的滋养 顿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辉煌光芒 渐起惊天 小女孩的血脉能量 超乎想象的强大 她单是神魂的精气 便让斜剑彻底壮大 炼成出炉 而她血肉的精华 则融入到将后第三剑之中 四柄剑 彻底铸造完毕 冤念 冤念 那住建师仰天长叹 泪流不已 突然提起地剑 往脖子上一拉 竟是自吻谢罪 她的鲜血与魂魄能量 也融入到地剑之中 故此 四柄剑里 论威力的话 却是地剑最为强大 因为得到的资源最多 大师 那魁梧男子大惊 急忙过去施救 但那住建师决一身死 早已经失去所有生机 再无挽救的可能 画面到了这里 便彻底结束 夜晨 血凝迁 皆是无比震撼 而将后第三剑 也是默然垂立着 那小女孩 是旧日之主的女儿 夜晨早就听过 那斜剑里 有一个小孩子的哭声 但他万万没想到 那竟然是旧日之主的女儿 刚刚的画面里 住建师与那魁梧男子 两人提到的天舞仙尊武绝神 便是旧日之主 小姐当年失踪 原来是被献祭住建 轮回目的里 九幽邪军事晴天 目睹了这画面 也是震撼到了极点 前辈 你认识旧日之主的女儿 夜晨连忙问 刚刚那献祭 住建的画面 太过惨绝人寰 她内心都是颤抖 那小女孩的血脉 似乎带有一股极强的亲和力 即便是见惯了生死杀伐的夜晨 看到那小女孩死去 也被深深触动了 仿佛看到天地间最美好的东西 毁灭在了自己面前 九幽邪军道 认识 我还抱过她 她叫武瑶 是大气运者 一出生便有龙凤城祥 大到轰鸣的气象 她是天舞仙门未来的道统继承者 如果不是十大老祖妃生作乱 她会成为未来的天舞长教 但有一天 她神秘失踪了 我也不知她去了哪里 想不到是被掌教大人 用作铸剑的祭品 夜晨内心震动 啊 拿自己的女儿当祭品 这旧日之主 还是人吗 九幽邪军道 这件事 不是表面这么简单 我敢肯定 背后一定有另外的原因 这可能是旧日之主的布局 夜晨道 布局 她想布什么局 拿自己的女儿当容器 布局重生 夺慎女儿 夜晨回想起刚刚的画面里 提到布局重生 未来容器等等此言 内心更是悲愤 九幽邪军深思片刻 开口道 我也不知 但旧日之主 能够统领旧日 她必定有自己的手段与谋略 不会轻易被十大老祖诛灭 但这些事情 其实与你无关 你不要太过沉眠 做好自己眼前的事 夜晨心中一震 对了 旧日之主的女儿 是死是活 是被夺射还是什么 其实与她无关 但她的心情 竟然有这么大的波动 可见那个叫五瑶的小女孩 血脉清和力之强 即便是 对她这种陌生人 都有一种深深的感染力 如果说夜晨的轮回血脉 有额外的魅力效果 可以吸引异性的话 那五瑶小女孩的血脉 则是一种至高的清和力 如春风话雨 让人设不得伤害她 要将她好好呵护 故此 夜晨受到感染 心情波动极大 而那住剑师 自责愧疚之下 直接选择自吻 将后第三剑 也因为沾染了五瑶的鲜血 所以心情极其沉重 如果没有夜晨 鸿蒙大星空的守护 他们道心早就崩溃了 地界凝视着夜晨 道 我们三把剑 还有鞋剑 背后应该 都有旧日之主的因果 但这些因果 太过复杂 我们也不得而知 总之 必须尽快找到鞋剑 她当年吸收了 五瑶小姐的神魂精气 能量极为可怕 虽说有重重制约 难以彻底发挥 但 一旦被她爆发 那后果不堪设想 甚至比长末军 造成的灾害 还要严重 五瑶可是旧日之主的女儿 背负着旧日的天威 一旦爆发 自然非同小可 夜晨心中一灵 道 那要怎么找到鞋剑 现在 鞋剑与长末军都跑了 想要锁定他们的位置 却是千难万难 地剑拾起地上 一块残破的灵石 道 这是当年铸剑的材料 你利用这材料 再结合刚刚的画面 或许能推演天机 锁定鞋剑的下落 论推演手段的话 自然是夜晨厉害 连地剑也不及 好 夜晨凝重点头 抓住那灵石 脑海里在存想着刚刚的画面 不断追溯天机 希望能找出鞋剑的位置 然而 这些天机 背后牵涉的因果太复杂了 不容易掌控 我需要三天时间 这三天 你们也出去 查探鞋剑与长末军的消息 夜晨凝死一会儿 便发现 想彻底理清头绪的话 至少要三天时间 可以 将后第三剑相识一眼 便是答应下来 接下来的时间 夜晨便是在血忧谷之中 全神贯注 推演鞋剑的下落 在血忧谷里 还隐藏着一些仆从强者 将后第三剑便安排人手出去 调查情况 这不查不要紧 一查下一条 外面帝心域的世界 却是掀起了腥风血雨 长末军与鞋剑负伤逃脱后 并没有安分 而是到处掀起杀伐 猎杀武者 吞噬鲜血 用来滋补命脉 恢复伤势 每次为祸作乱后 长末军便带着鞋剑迅速离开 从来不久留 免生变故 因如今的帝心域 由裁决圣堂掌控 裁决之主元气不断恢复之下 目前修为 也已经达到惊人的百家境六层天 如果真的战斗起来 连长末军 都未必是裁决之主的敌手 毕竟 裁决之主经营地心域多年 气域与修为的积累 都是无比丰厚 哪里是一个长末军能够动摇 长末军与鞋剑的霍乱 裁决之主自然也是知道 止气的蹊跷生烟 偏偏那长末军与鞋剑 行踪飘忽不定 他也无法抓捕 叶辰推演天机之下 也感到那鞋剑的踪迹 非常难捕捉 从来没有一个安定的地点 幸好 叶辰掌握着天魔洞明眼 急魔之童等等推演手段 自身又具备轮回血脉 推演神通更是强悍 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 他有信心锁定鞋剑的契机 如此过的两天 叶辰已经渐渐理清头绪 即将要锁定鞋剑的下落 甚至 天机窥探之下 叶辰还发现 长末军带着鞋剑 去了封家祖地 封家祖地 便是魏颖 莫寒西 林天肖等人聚居的地方 有皇帝神术的守护 背后与裁决圣堂 也联系密切 如今万须危机严重 所以天君世家与裁决圣堂 是暂时放下恩怨 互相合作 长末军想活乱封家祖地 却是踢到铁板了 直接被背后裁决圣堂的人击退 叶辰捕捉到了这些信息 倒是放心了许多 只要魏颖没出事就好 而在叶辰推演天机之时 血宁谦始终陪伴在他左右 在他疲倦的时候 血宁谦便送上赤裂的吻 还有柔软的怀抱 这让得他的精神 始终保持着一种旺盛的状态 终于 在三天时间结束后 叶辰成功锁定了斜剑的契机 找到了 叶辰猛然睁开眼 仰天一声呼喝 血宁谦将后第三剑 急忙来到他身边 那斜剑与长莫军 似乎在一座荒山里 叶辰手指捏绝 灵气施展 窥探天机 哗啦 顿时 他眼前的虚空 一阵扭曲 浮现出了一幅画面 画面里 一个头顶荆棘王冠的男子 正盘膝而坐 正是长莫军 而斜剑 则陪伴在长莫军身边 斜剑灵影的脸庞上 满是沉闷阴厉的神色 心情明显很不好 他背负的能量 极为磅礴 健身内有武瑶的神魂精气 身份何等尊贵 而长莫军 只是武瑶父亲的手下败将罢了 要他像一个手下败将 俯首称臣 内心自然是无比委屈 可惜 他受到重重限制 邪气的能量不能完全发挥 却是不敌长莫军 也只能暂时低头 这三天 我们到处猎杀 除了在封家祖地 吃了点苦头外 一切都无比顺利 哈哈 看来天不枉我 我伤势已经差不多恢复 长莫军仰天大笑 无比的兴奋 他伤势本来极重 而且元气大伤 但这三天时间 在地心域到处辱略 却是掠夺到了大量元气 迅速恢复过来 叶晨与血宁谦 将后第三剑等人 看到这画面 皆是震怒 这三天时间 长莫军与邪剑 显然是在地心域里 制造出许多杀法 不知害死了多少人 却在画面之中 邪剑询问道 长焦大人 我们接下来去哪里 你伤势要是恢复的话 不如我们杀去裁决圣唐 诛灭裁决之主 夺了圣唐道统 我们就是地心域的主宰 长莫军呵呵冷笑 协剑 你不用耍这种把戏 你想借刀杀人是不是 裁决之主秀为非同小可 真要打起来 我都不是他的敌手 除非我能找到新的容器 长莫军虽疯疯癫癫 但并不愚蠢 一眼就能看出 协剑不是真心想归顺他 时刻想要背叛 协剑提议 去攻打裁决圣唐 那是借刀杀人 长莫军就算再狂妄 也不可能 以为自己孤身一人 能抗衡裁决之主 十数万年的积累 协剑被识破了阴谋 却是脸不改色 浑弱无视道 掌教大人神通盖世 而且有我辅助 那裁决之主 未必是你的敌手 长莫军摆了摆手 道 罢了 这件事不用再提 等等 陡然 长莫军眼瞳收缩 抬头望着天空 似乎觉察到了什么 警惕道 背后似乎有人 在窥伺着我们 这一下 他却是冥冥之中 发现了夜城的窥伺 这家伙 果然不能小看 夜城急忙隐匿气息 同时减弱窥视的目光 那原本无比清晰的画面 一下子变得模糊起来 协剑道 是什么人在窥伺 难道是魔祖无天吗 长莫军眉头紧皱 道 不清楚 可能是我的幻觉 地心欲境内 应该没人有这个本事 可以窥探我与你的踪迹 协剑仔细感应一下 却没发现有什么异样 心想 这疯子疑神疑鬼 哪里有人窥伺 之后 协剑顿了顿 便道 长莫军大人 既然不去裁掘圣堂 那我们去哪里 长莫军道 去域外 我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容器 我这副身体 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的法则 嘿嘿 等我找到了新的容器 我便有战胜裁掘圣之主的机会 那什么轮回之主 将后第三剑 也万万不可能是我的敌手 协剑道 去域外 掌教大人 你想要什么容器 长莫军道 我捕捉到一道是杀的气息 与我五道非常契合 如果能够夺射 我必可逆天蜕变 你我休息一晚 明早便出发去域外 协剑道 是 当下长莫军与协剑两人 各自调息休养 恢复元气 长莫军盘西坐着 掏出一个小瓶子 那小瓶子一晃 便有一缕缕气血生腾而起 这些气血 都是这三天时间 他在地心域到处杀戮 收获得鲜血 只见长莫军双眸壁上 不断呼吸吐纳着 将那一缕缕气血 吸收入体内 而随着气血的吸收 他的命脉与灵气 都在不断恢复 甚至壮大 协剑坐在另一边 看着长莫军闭目调息的模样 眼眸里却是有杀机闪现 他想动手了 叶辰看到协剑的神色 也感受到协剑的杀意 协剑意志不屈 绝不肯屈居人下 长莫军想降服他 那是不可能 地剑也注视着这画面 他很清楚协剑的性格 只是 目前协剑的能量 还无法彻底发挥 要想反抗长莫军 只怕难比登天 协剑目光不断闪烁 似乎也在犹豫与挣扎 不敢轻动 终于 在足足半个时辰后 协剑猛然出手了 五瑶小姐 赐我力量 协剑猛然仰天咆哮 似乎在呼唤什么 他提到五瑶的名字时 语气里充满了崇敬 虔诚 感激 仰慕等等情绪 即便是凶狠如协剑 也早被五瑶感染 他与将后第三剑一样 也痛心五瑶的死去 哗啦 随着协剑话音落下 他身躯爆发出一股浩瀚到极致的邪芒 似乎冥冥之中 有一股磅礴的血脉能量 为他赐服 一瞬间提升了他的实力 哇 一道灵力的邪道剑芒 从协剑之上爆发而出 直接向着长莫军头顶的王冠斩去 协剑深知长莫军的强大 就算自己偷袭 再借用五瑶的一丝血脉之力 也未必能够杀死 所以 他直接瞄准长莫军的荆棘王冠 这顶荆棘王冠 是长莫军浑身的灵气之源 如果王冠被斩落的话 长莫军修为必定要暴跌 甚至可能受反噬而死 正在闭目调息的长莫军 其实早就感应到协剑的杀气 但他并不放在眼内 因为 他实力太强悍了 修为足足达到百家镜六层天 暴杀而来的时候 他睁开眼睛 彻底惊呆了 这是 五瑶小姐的气息 怎么可能 五瑶小姐不是失踪了吗 难道 五瑶小姐 被你抓去寄箭了 长莫军感受到那邪道剑芒背后 有一缕熟悉的血脉气息 那血脉 名为慈悲 代表着世间最悲悯 最不爱 最浩瀚的气息 如果五瑶不死的话 他会是慈悲之主 悲天悯人的精神 会笼罩这个世界 让世界再无黑暗 充满慈悲的怜爱 从五瑶诞生之日开始 整个太上世界都沸腾了 所有人都被一股慈悲的力量笼罩 变得和善友爱 竞争杀戮 几乎从这个世上消失 所有人都和睦共处 整个太上世界的人 都将五瑶看作是圣女 是世间最伟大的慈悲化身 超越一切的佛陀菩萨 当时的长莫军 也和其他人一样 对五瑶充满了崇拜与宠爱 而五瑶的父亲五觉神 当时还不是长教 只是一个真传弟子 而且 在诸多真传弟子之中 推举为掌教 是因为父平女贵 正因为女儿的血脉 太过逆天与优秀 所以 五觉神被所有人推举为掌教 但后来 五瑶神秘失踪了 太上世界人心惶惶 几乎崩溃 很多人都在责难五觉神 长莫军也不例外 他认为五觉神 并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 居然让女儿失踪 这是天理不容的事情 所以 他最后向五觉神 发起了挑战 为了战胜五觉神 他甚至修炼嗜血民工这种进法 就为了提升自己的实力 而挑战的结局 自然是长莫军败了 后来受嗜血民工影响 变成如今 这副疯疯癫癫的模样 其实在最初的时候 他也是一个善良的人 因五瑶的神秘失踪 他愤怒失控 才最终变得如此 现在重新感应到五瑶的气息 长莫军彻底愣住了 似乎回想起了昔日 年少时的诸多画面 他清楚感受到 那斜剑之内 有着五瑶的血脉气息 五瑶被人杀死了 用具驻剑 他并不知道 旧日之主的布局 只以为是斜剑的阴谋 不 这不可能 长莫军太过惊讶 以至于愣在原地 竟然没有躲避斜剑的斩杀 吃 斜剑一斩而过 直接将长莫军的荆棘王冠 斩落在地 荆棘王冠一落地 沾染了尘土 立即枯萎 所有生机率一散去 只剩下枯黄的枝干与叶子 扑吃 长莫军张口喷出鲜血 修为气息在疯狂暴跌 他能突破到百家境六层天 完全是靠荆棘王冠的支撑 但 这荆棘王冠 是他伪造的 并不是真实 伪造王冠 偷取而来的力量 随着王冠被斩落 也是彻底散去 而且 冥冥之中 还有一股神法的力量 在疯狂反噬着 长莫军脸容扭曲 修为不断跌落 最终从百家境六层天 连跌两层 落到了百家境四层天 王冠被斩 修为跌落 长莫军却没有什么在乎的神色 他满目怒火与仇恨 死死盯着斜剑 声嘶力竭道 是你杀了五瑶小姐 你这个混账 你怎么下得了手 我要杀了你 他目自净裂 牙齿咬碎 只想替五瑶报仇 如野兽般猛扑而起 一拳狠狠向着斜剑的身影轰去 斜剑刚刚借用了五瑶的血脉力量 气息还没恢复过来 眼见长莫军一拳暴杀而至 慌忙抽身躲避 但 还是慢了半步 碰 长莫军狠狠一拳 砸在斜剑的身躯上 煞时间 斜剑的胸膛凹塌下去 瞬间受了重伤 吐血连连 疯子 五瑶不是我杀的 是旧日之主自己杀的 斜剑脸容扭曲 大怒道 笑话 五绝神是五瑶的父亲 他就算再丧心病狂 又怎么舍得对女儿下手 你敢伤害五瑶小姐 给我死 长莫军暴怒不已 再次挥拳暴杀而出 他修为已经跌落 只有百家近四层天 但悲伤愤怒之下 五道威势丝毫不弱 依然令人震撼 斜剑叫苦不迭 只能应战 幸好长莫军修为已跌落 他总算可以勉强周旋 双方激战数百回合 斜剑被打得气息溃散 受伤严重 最终落荒而逃 而长莫军也消耗了所有体力 气喘吁吁 却也无法追赶 五瑶小姐 不 我一定会将你救出来 长莫军举不向追 但斜剑盾逃太快 他已经追不上了 该死 这副躯体 果然不适应这个时代 我需要尽快寻找新的容器 长莫军咬了咬牙 思绪转动间 耗尽最后的灵气 撕裂虚空 直接离开了地心域 叶辰 血宁谦 将后第三剑等人 看到长莫军与斜剑的争斗 众人皆是带着一丝震撼之色 无论是长莫军还是斜剑 他们都是无比凶悍之徒 但提到五瑶的时候 他们都宛如是最虔诚的信徒 声音充满了眷恋仰慕之意 叶辰甚至可以肯定 如果叫他们 去当五瑶小姐的狗 他们也会无比心甘情愿 那斜剑似乎要回来了 血宁谦突然开口道 画面之中 斜剑不断飞掠 正往血家祖地血幽谷的方向飞来 叶辰脸色一沉 道 他回来做什么 想找死吗 地剑道 他既然敢回来 必定有所依仗 我们静观其变 在血幽谷的地盘 亮他也翻不了天 叶辰点点头 心中也很是好奇 不知斜剑为什么要回来 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当下叶辰 血宁谦 将后第三剑 在谷口等待 约莫半个时辰后 果然看到远方的天际 有一道斜力的气息 如灰色 闪电般暴尸而来 正是斜剑 斜剑飞到血幽谷谷口 剑身上显化出了一道虚弱的人形 他刚刚与长末军大战 气息损耗很是严重 咦 你们 斜剑看到叶辰等人 居然在谷口等候 似乎早就预料到 他会回来一般 顿时大惊 地剑踏出一步 道 斜剑 你还敢回来 斜剑脸色一沉 心里闪过无数念头 隐约间感到不对 但他也有依仗 并不惧怕 道 地尊 我这次回来 是想跟你做一笔交易 地剑道 什么交易 斜剑道 给我自由 我需要取回我的命运法则 血幽谷中央 那座朱剑峰 是斜剑诞生的地方 他的命运法则也在那边 如果不取回的话 他无法得到真正的自由 地剑冷声道 凭什么 斜剑道 我可以告诉你 长墨军的下落 那疯子被我斩落了王冠 他修为已经跌落 目前只有百家境四层天而已 地剑呵呵一笑 你斩落长墨军的王冠 功劳不小啊 斜剑还事全场 却见无论是夜晨与血宁谦 还是将后第三剑 听到这个消息 都没有一点惊讶的神色 似乎早就知道 他已经斩落荆棘王冠 啊 原来背后亏死之人 就是你吗 斜剑极为聪明 一瞬之间 便想到自己与长墨军的争斗 已经被夜晨等人窥死到了 那背后窥死之人 正是夜晨 地剑道 呵呵 没错 轮回之主神通广大 借着他的手段 我们已经知晓 长墨军去了狱外 不用你通风报信了 闻言 斜剑顿时身躯颤抖 地剑立声道 你身上邪气太重 而且背负着五瑶小姐的因果 不容有失 还是乖乖投降 束手就擒为好 说吧 地剑的身影 显化出了万丈地芒 浩瀚恢弘 一剑如龙斩杀而出 直接向着斜剑的身影斩去 斜剑正是虚弱 哪里是地剑的敌手 他脸色很是难看 急忙后退 躲避地剑的斩杀 道 地尊 别欺人太甚 你敢再进一步 我立即自爆 听到自爆二字 地剑神色一变 道 你敢 夜晨也是心头一沉 斜剑之内 封藏着五瑶的魂魄 如果斜剑自爆 那五瑶的魂魄 也要彻底消亡而去 再无复苏的可能 五瑶的魂魄 正是斜剑的依仗 呵呵呵 我要什么不敢 五瑶小姐背后 关乎到旧日之主的万古布局 虽然我不知道 这布局是什么 但如果我自爆了 什么布局都要崩溃 你们别逼我 斜剑冷冷笑了笑 却是腹手里 一副有恃无恐的模样 将后第三剑的神色 皆是无比难看 其实旧日之主的布局 他们并不关心 因为旧日之主的时代 距离他们太遥远了 但五瑶的存在 却是他们心中 一道过不去的坎 他们宁愿是自己陨落 也不想看到五瑶彻底灭亡 五瑶的慈悲血脉 是天地间善意的结晶 只要有一点点良心的人 都会受到五瑶的慈悲感染 不忍看到 他受一丁点的伤害 这感染 准确来说 不是五瑶的感染 而是人被自己的善意打动 是良心不灭的见证 你想伤害五瑶小姐 你还有没有良心 地剑盯着斜剑 怒斥道 斜剑道 是你们逼我的 那也怪不得我 我给你们一炷香时间 要么给我自由 要么我自爆 大家一起死 五瑶隐藏在斜剑身处的神魂能量 如果彻底引爆的话 恐怕整个血忧骨都要被移平 而叶辰等人 不死也要重伤 牧主大人 这家伙真是郭躁 还敢拿五瑶小姐当挡箭牌 速速将他镇压 轮回目的之中 九幽邪君看到斜剑那姿态 也是相当不满的 叶辰却是有点头鼠忌气 道 镇压他容易 但万一他自爆 五瑶小姐岂不是 九幽邪君道 我传你一门旧日阵法 名为大荒球龙阵 可在瞬间将敌人镇压 也不怕他自爆作乱 花音落下 九幽邪君射出一道灵光 灌注入夜辰的脑海里 轰隆 夜辰犹如醍醐灌顶一般 顿时接受到了大荒球龙阵的妙法 他精通阵字觉 对世间阵法的领悟非常迅捷 这大荒球龙阵一入脑海 他瞬间便是领悟了 邪剑 拳头一紧握 骨节咔嚓嚓作响 他浑身修为气息 在瞬间飙升 居然一下子达到了百家境四层天 这修为 自然是九幽邪君的借力 谨慎起见 夜辰还是借用了九幽邪君的力量 毕竟那邪剑背后 关乎到五瑶的神魂血脉 不容有失 觉察到夜辰暴涨的气息 邪剑顿时动容 急忙往后退去 道 轮回之主 你想做什么 你别过来 否则我 大荒球龙阵 给我镇压了 夜辰暴喝一声 直接打断了邪剑的话语 大手呼啸而出 一重重镇文 与神盲汹涌爆发 瞬间化作了一个 铺天盖地的大镇 将邪剑彻底笼罩住 好 今天的龙音声 从大镇内响起 镇法的四周 隐约有龙形光芒闪烁 非常的壮观 不好 邪剑置身在镇法里面 顿时感到呼吸致志 浑身气机都被压制 竟然无法自爆 想镇压我 你敢动手 那大家一起死吧 斜剑暴怒 疯狂拼命挣扎 手掌突然爆出一丛荆棘 落地生长而开 瞬间变得无比繁茂 一丛丛荆棘拼命蔓延 那尖锐的道刺 四处穿扎 夜辰身体周围 也突兀长出了 许许多多的荆棘藤蔓 整个人宛如掉入荆棘丛林一般 皮肤都被刺穿 尖锐的疼痛传来 原来在过去的三天时间里 斜剑悄悄偷了 长莫菌的一点荆棘之重 虽然他运转荆棘的手段 远远不如长莫菌 但这下突然爆发 还是打了夜辰一个措手不及 浑身皮肤尖锐疼痛之下 夜辰气息顿时紊乱 大荒球龙阵的压制效果 也是瞬间松懈下去 五瑶小姐 对不起 都是轮回之主逼我的 斜剑仰天咆哮 声嘶力竭 自知无法幸免 便想玉石俱焚 浑身气息暴涌起来 竟是准备要自爆 想到自爆之后 五瑶的神魂 也要跟着彻底崩灭 斜剑眼瞳之中 流出了血泪 显然伤心到了极点 这世间 只要还是良知 没有泯灭之人 都不会忍心伤害五瑶 因为 五瑶是慈悲之主 世间所有人 辞与善良的化身 是善的极致 斜剑气息不断震荡 剑身嗡嗡作响 即将要爆炸 我许愿 风暴平息 天地平见 危急关头 夜辰扶置心灵 慌忙祭出愿望天心 发出浩荡的许愿之声 而与此同时 斜剑的剑身上 发出了一股可怕的爆炸声 所有气流都被引爆 灰黑色的斜力剑气 漫天呼啸 斜剑的身影 在瞬间崩灭消散了 而在彻底陨落前 他脸容却带着 惊恶愤怒的神色 因为 他发现在愿望天心的阻挡下 他自爆只成功了一半 他的身影爆灭消散了 但剑身并没有爆炸 封藏在剑内的五瑶神魂 也是完好无损 哄 斜剑气息的爆炸 让得血幽谷内诸多剑住山峰 一瞬间被移平 只有那中央的铸剑峰 还保持着完好 而在爆炸的冲击下 叶辰身躯直接被掀翻 狼狈摔倒在远方的地面上 大口鲜血狂吐 将后第三剑反应非常快 在爆炸发生的瞬间 拉着血凝迁后退 总算没有受伤 叶辰 血凝迁眼看叶辰被炸翻 急忙冲了过去 将叶辰扶起 叶辰被炸的脑袋嗡嗡作响 眼睛昏花 迷迷糊糊之中 感到一阵温香软郁 顿时精神一震 睁开眼睛 看到血凝迁的轻力的脸容 就在自己面前 可 我还死不了 叶辰挣扎着坐了起来 却觉浑身无力 只能依靠在血凝迁的胸脯上 他受伤颇为严重 其实并不是被斜剑炸伤 而是被反噬而伤 他利用愿望天心 硬生生阻止了斜剑的爆炸 最终保住了剑身 总算没让舞妖覆灭 而这硬生生阻止 否则他现在已经死了 将后第三剑也飞速赶过来 查看一下叶辰的伤势 三剑皆是松了一口气 叶辰体质太变态 那反噬虽严重 但只要没能杀死他 他都可以恢复过来 最多再过几天 叶辰便可恢复圆满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甚至能赶得及 与玄机月决一死战 斜剑灵气已经溃散 得想个办法 安置舞妖小姐 在确定叶辰无恙后 地剑神色却是凝重起来 目光注视着斜剑 斜剑的意志已经消散 剑身的材质灵气 也在爆炸中散尽了 现在只剩下废铁般的剑身 神采彻底黯然 如此的状态 显然无法承载舞妖的神魂 如果舞妖得不到安置的话 她的神魂精气 也会跟着流散 最终让叶辰前功尽弃 舞妖关乎到旧日之主的布局 这布局到底是什么 可以先不管 但舞妖必须要安置好 舞妖是慈悲的化身 她如果彻底覆灭 那就代表着 叶辰心中一动 祭出荒摩天剑 道 我这把荒摩天剑 倒是很适合安顿舞妖小姐 荒摩天剑的魔器 本身与斜剑有相通之处 可以作为一个新的家园 安顿舞妖 必见思索一会儿 道 这荒摩天剑 的确很适合 但轮回之主 你可要照顾好舞妖小姐 可不能让她受半点委屈 我们沾染了舞妖小姐的鲜血原罪 内心很是愧疚 只想有朝一日 能够报答她 叶辰道 这是自然 说话之间 叶辰直接运转冰字绝 将整把鞋剑 都融住进入荒摩天剑的内部 我暂时融合了鞋剑 但要吊顺气息 还得几天时间 叶辰凝神感应之下 发现鞋剑已经彻底融入荒摩天剑 但两剑的气息 想完美相容的话 还需要再淬炼淬炼 隐约之间 叶辰从鞋剑之内 窥见到了一个亲密的少女 那少女浑身一丝不挂 躺在一片迷雾仙云之中 云彩是她的衣服 清风是她的装饰 她脸容甜静而安详 不知沉睡了多久 可能还会永远沉睡下去 那粉雕玉琢的脸蛋 让人想捧着她亲上一口 这位就是五瑶小姐吗 叶辰内心剧烈震荡一下 眼神有点迷离 看着那少女的脸庞 她似乎忘却了世间一切恩怨与杀戮 内心只有平静 只有慈悲的人善 这个少女 自然就是旧日之主的女儿 五瑶 当年 五瑶被献祭的时候 还是一个小女孩 她命不该绝 还是有复苏的可能 但 天机捕捉之下 叶辰感觉到 五瑶复苏的机会 非常渺茫 甚至和她战胜万须 执掌轮回巅峰 一样的渺茫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那云雾与仙气之外 是一片片的邪气 五瑶被邪气簇拥 却是清水出芙蓉 出于泥而不染 纯净无瑕到了极点 她虽是一丝不挂 但无论是谁看到她 都不会有什么亵渎的念头 只有慈悲与感激 旧日之主的布局 到底是什么 竟然要牺牲女儿 她怎么下得了手 叶辰想不明白 如果她有这么一个 可爱的女儿 她宠爱都来不及 怎么会伤害 邪剑之战到此结束 血凝千在废墟之中 清出了一片空地 让叶辰安顿下来 叶辰盘算着时间 距离她与玄机月的约战 还有七天 倒也不用急在一时 便安心留在血家祖地里 调理身体 同时温养荒魔天剑 如此过得三天 叶辰状态恢复到巅峰 而邪剑的气息 也完美与荒魔天剑融合 舞妖得到了最好的照顾 只要叶辰不死 她的神魂就不会崩灭 哄 而当两剑完美融合的瞬间 却有惊人的异象浮现 却见荒魔天剑之上 魔气不断喷勃 随后显化出了一道古老的身影 那身影 是一个身穿帝皇长袍 头戴冠冕 眼如阴笋 腰如狼袍的男子 极具暴君的容貌气魄 正是旧日之主 新旧争霸大战结束后 旧日之主失败 神魂被分割成八份 分别铸成了八把天剑 叶辰早就看过了 旧日之主的容貌 在荒魔天剑 龙渊天剑 灾难天剑里 都分别封印着一部分的神魂 传说极其八大天剑 便可复苏旧日之主的魂魄 甚至打开旧日宝藏 得到旧日之主的所有珍藏 叶辰看着眼前旧日之主的身影 彻底惊呆了 因为他发现 他眼前的旧日之主 眼神是锐利的 带着逼人的气势 这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因为只有旧七八大天剑 旧日之主的魂魄 才可以复苏 在复苏之前 他始终是沉睡的状态 就算身影浮现出来 眼神也应该是呆滞迷茫的 不可能有半点活人的气息 但现在 任谁都能看出 叶辰眼前的旧日之主 有着非常清醒的意识 他已经复苏了 甚至在审视着叶辰 旧日之主 你 叶辰太过惊骇 手中荒魔天剑掉落在地 脚步连连往后退去 被几汉毛道树 只感到毛骨悚然 旧日之主 居然活过来了 啊 掌教先尊 轮回目的之中 九幽邪君看到旧日之主复苏 也是惊骇莫名 一时之间 不知该不该出来相见 你就是轮回之主吗 旧日之主打量着叶辰 缓缓开口 声音带着亘古的苍凉 还有一丝落寞之意 属于他的时代 早已经过去 他当年也惨遭斩杀 神魂被肢解成八份 天舞仙门的道统基业 也在他手里崩溃 他下场可谓是无比凄惨 不过他的声音 虽然苍凉落寞 但隐藏在深处的帝皇气质 居高傲气 还是不曾熄灭 旧日之主 你 你苏醒了 叶辰无比惊骇 问 旧日之主点点头 道 嗯 你带回我的女儿 我残魂因此而苏醒 谢谢你救了我女儿 原来叶辰将斜剑 融入到荒魔天剑里 五摇的神魂 被封存在剑身内 直接触动旧日之主 令其复苏 你 你的布局 到底是什么 为何要牺牲自己的女儿 叶辰镇定下来 想起被献祭掉的五摇 那心依然一阵抽动 旧日之主目光迷离 似乎陷入古老的回忆之中 沉默两久 才缓缓说道 我要布局重生 拿他当容器 叶辰眼瞳一缩 道 什么容器 难道你想夺赦自己的女儿 旧日之主道 不是 我是准备重生之后 将自己毕生的修为 倾注到他体内 让他继承我的道筒 我为他留下了丰厚的宝藏 他会成长起来的 提到女儿的时候 旧日之主声音 带着怀念与疼惜 嘴角幅献出一丝笑意 叶辰内心大振 道 原来你说的容器 是这个意思吗 他还以为旧日之主说的容器 是魔祖无天那种情况 要准备夺赦重生的 但没想到 这容器居然是真的容器 就是他修为的承载 他要将自己的修为 全部传授给五摇 一点也不留 甚至 传说中 旧日之主的宝藏 也是为五摇留下的 旧日之主道 当年形势严峻 我已经预感到 羽黄谷帝要崛起 所以提前布局 牺牲姚而住建 只能让他暂时牺牲 保存一点神魂的生机 否则等羽黄谷帝杀到 他不可能存活 文言 叶辰心中一灵 的确 以羽黄谷帝的性格 他不可能会放过 旧日之主的家人 提到羽黄谷帝的时候 旧日之主声音里 大有忌惮之意 道 羽黄谷帝此人 刻骨寡恩 冷血无情 如果说这世间 有谁不受慈悲血脉的影响 那就只有他一人了 五摇的慈悲血脉 感化能力极强 就算是叶辰 都受到他的感染 不忍心做出什么 伤天害理的举动 这感染 其实是叶辰内心 善的一面的反应 正因为他有善念 才会被五摇打动 就连长莫军 邪剑等人 如此凶悍的存在 都为五摇而触动 可想而知 五摇血脉的强大 如此的慈悲与善意 都无法触动羽黄谷帝 羽黄谷帝是绝对凶狠的存在 这个人已经冷血到了极点 世间没有任何情感 可以打动他 所以 他不会管五摇的死活 旧日之主 为了保存女儿 才决定布局 叶辰内心无比震撼 将后第三件 他出来的心欲不久就遇到了 那时候的他 哪里想到 这背后 居然关乎到旧日之主的布局 这个布局 实在太过恢弘神秘 即便是将后第三件 他们所知也不多 叶辰思绪有点混乱 正正地说不出话来 旧日之主道 轮回之主 我想认真跟你谈一谈 叶辰道 谈什么 旧日之主道 我想请你复苏我女儿 叶辰眸子一鸣 道 如何复苏 旧日之主道 集齐八大天剑 让我魂魄恢复完整 再将我陷寂 便可令我女儿复苏 到时候 他会继承我的道筒 找到我的宝藏 逆天崛起 与你一同对抗万须 叶辰心中一阵 道 八大天剑 想要集齐 只怕难比登天 目前 荒魔天剑 龙渊天剑 灾难天剑 这三把剑 在叶辰手里 第四把阴记天剑 在红天经手中 只有杀死他才能拿到 第五把神罗天剑 被玄机月执掌 也要杀死玄机月 方可夺取 第六把五位天剑 在生徒娃手上 如果生徒家族不阻拦的话 叶辰应该可以接到 第七把兵皇天剑 执剑人是太上天女 估计也可以接到 但最后一把轮回天剑 目前在黑暗近海 想要夺取 千难万难 真想集齐八大天剑 哪里有这么简单 旧日之主道 我虽之艰难 但也只能请你出手 羽皇谷帝无比强悍 你一个人不可能抗衡 与我女儿联手 方有战胜的机会 羽皇谷帝的修为 已经达到现世武道的巅峰 乃是最顶级的无量天君 此等人物 实在太过强大 连任非凡都要避其锋芒 万古以来 轮回之主与刃非凡 小心谨慎 就是忌惮羽皇谷帝背后的威严 这场博弈 其实连夜晨心里 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但现在 听到旧日之主的话 夜晨却是一阵心动 如果与五遥联手 相当于与旧日之主联合 战胜羽皇谷帝的机会 的确大大提升 但仔细想想 旧日之主气数已尽 他的气运早已经沦丧 与他合作 可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甚至会遭受厄运的牵连 这冥冥中的命数 不得不考虑 夜晨权衡再三 道 我考虑考虑 旧日之主道 不用考虑了 我不会让你吃亏 说着 旧日之主寄出了一块玉碱 道 这块玉碱 是我五道领悟的结晶 里面封存着 大千众楼掌的修炼要领 夜晨眼瞳一缩 道 大千众楼掌 大千众楼掌 乃是排名第一的九天神术 刚猛无敌 碾压万事 目前封印在夜晨血脉深处 他还没有领悟 旧日之主道 没错 很久以前 我接触过大千众楼掌 虽然没能彻底领悟 但我苦心研究数万年 已经有了许多见解 如果你能得到我的指点 或许有醍醐灌顶 一招开窍的机会 夜晨顿时愣住了 没想到旧日之主 也接触过大千众楼掌 那应该是很久远的事情了 最后造化畸变 天地更异 这神术秘籍 才最终落到夜家手里 如果能彻底领悟大千众楼掌 夜晨的战斗力 绝对可以突飞猛进 他梦寐以求 一直都想练成 但始终没有机会 九天神术 实在太难修炼了 特别是大千众楼掌 还是排名第一的存在 就算再给夜晨一百年 一千年 一万年的时间 他也没有把握参透 旧日之主道 如何 我们之间 可有合作的机会 夜晨心脏猛烈跳动起来 但这合作背后 牵涉的东西太多 他沉默着 却没有轻易答应 墓主大人 答应他吧 五瑶小姐终究是无辜的 当年他死得太惨 无论如何 既然有复苏他的机会 都得尝试尝试 轮回墓地之中 九幽邪君常常叹息了一声 他内心之中 对五瑶的陨落 也感到惋惜与悲伤 五瑶的血脉 慈悲的气息太强烈了 连他也受到感染 不忍看到五瑶死去 夜晨内心大震 想起五瑶年幼时候 临死前的悲惨哭声 还有他现在的少女模样 那副沉睡甜静的姿态 心中更为出动 好 旧日之主 我答应你了 我们可以合作 我会想办法 及七八大天剑 复苏五瑶小姐 最终 夜晨凝视着旧日之主 答应下来 旧日之主大喜 多谢 随即将那五道御简 交给夜晨 夜晨接过御简 隐约之间 捕捉到了一丝 非常熟悉的气息 那是大千众楼掌的气息 旧日之主 曾经修炼过大千众楼掌 而且差点成功 他的修炼感悟 对夜晨来说 是一笔天大的宝藏 可以帮助他领悟 轮回之主 我另外 还希望你能从大局出发 不要再与我师弟争斗 旧日之主又提醒道 夜晨道 什么 旧日之主道 你和我师弟魔祖无天 恩怨不小 但如果你们相斗 只会让羽皇谷地捡了便宜 倒不如放下成见 夜晨道 我与魔祖无天 倒也不是不死不休 只要他能放过遮天魔地 给魔地脱身的自由 旧日之主沉吟一会儿 为了大局 遮天魔地此人 只能牺牲了 我师弟需要一具新的容器 他是最适合的人选 闻言 夜晨哈哈一笑 道 旧日之主 你算盘倒是打得响亮 遮天魔地是我的至交好友 我绝不会出卖牺牲他 旧日之主沉默下来 一阵叹息 夜晨不肯牺牲遮天魔地 那最终要与魔祖无天决裂 旧日之主非常疼爱魔祖无天 当年甚至将无天的名字 刻在了天君风神碑上 他自然不忍看到 夜晨与魔祖无天相斗 这两人相斗 不是他想看到的 沉默两久后 旧日之主最终带着一丝痛苦 道 既然你们最终要决裂 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夜晨道 什么事 旧日之主道 如果最终决战 你输了 那你便将我女儿 交托给我师弟 让她代为照顾 夜晨点头道 这个简单 五瑶小姐终究是无辜的 我不会让她受牵连 旧日之主大喜 轮回之主 你果然是宅心人后 夜晨道 但如果我赢了呢 旧日之主脸皮抽动一下 我即将要陷入沉睡 如果到时候 你赢了 我希望你能将我唤醒 让我见我师弟最后一面 夜晨道 可以 旧日之主叹息一声 眼前这个局面 真的是死局 夜晨和魔祖无天之间 注定要有一人陨落 除非 魔祖无天能放弃夺赦 给遮天魔地自由 但 如果放跑了遮天魔地 魔祖无天没有新的容器 他这句旧日躯体 很快就要陷入摔朽之中 那也是死 无论如何 这都是一个矛盾的死局 当然 这只是旧日之主的死局 与夜晨无关 反正 在夜晨心里 遮天魔地的存在 自然要比旧日之主 魔祖无天重要得多 无论如何 他都不能看着 遮天魔地被夺赦 旧日之主接着道 对了 你要小心玄机月 尽快杀死他 不然 他可能要被接去悬海了 夜晨愕然 什么 旧日之主道 玄机月此人 乃是命运之主 是这盘棋最大的变数 他是红军预言里 将来要继承 尖家仙子道统的人 我冥冥中捕捉到天机 尖家剑派的人 应该很快会降临 接引玄机月去悬海 夜晨道 尖家剑派 旧日之主道 嗯 尖家剑派 就是尖家仙子创立的门派 他的道统变在其中 这尖家剑派 也是悬海最大的门派 万古以来 一直在等候命运之主的到来 但他们始终等不到 可能要亲自降临迎接了 夜晨心中一领 道 我与玄机月定了约战 几天后 便要亲手杀死他 旧日之主道 如此甚后 玄机月此人 绝不可留 如果被他继承 尖家仙子的道统 他第一个要杀你 你可能称不到 与我师弟决战 就要死在他手上 他是天地间最大的变数 能趁早杀死 便趁早杀死 夜晨精神顿时紧绷起来 这玄机月 果然是身具大气韵 背后竟然还有 尖家剑派的庇护 夜晨深感未来的艰难 必须要尽快诛杀玄机月了 否则后患无穷 我要陷入沉睡了 里面有我毕生的五道感悟 还有 我布局的细节 也在里面 我时间不多了 你自己好好参悟 以后要先让我重生 方可将我献解 复苏五摇 旧日之主露出疲倦之色 他终究只是一缕残魂 要及其八大天剑 神魂才能恢复完整 这一缕残魂 并不能现身太久 否则会损耗自身灵器 甚至可能引起太上世界的注意 话说完 旧日之主便陷入沉睡之中 神魂彻底回归到荒魔天剑内部 荒魔天剑内部 自称一方世界 五摇在天 旧日之主在地 妇女天地相隔 不能相见 近况颇为凄凉 在旧日之主沉睡后 夜晨沉默了好一阵子 回想着与他的交谈 最终拿起那五道御剑 宁神参悟 这五道御剑 记载着旧日之主 一生的五道感悟 其中就有大千众楼掌的修炼要领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隐晦的秘星 像是旧日时代的传说 天舞仙门的道统 十大老祖的隐秘 红军与无祖的古老秘文等等 旧日之主活了不知多少年 他毕生的阅历 五道剑解 都封印在这御剑里了 夜晨感悟这御剑 仿佛看到了旧日之主一生 波澜壮阔的画卷 内心动荡不已 除此之外 还有旧日之主布局的细节 也记录其中 原来 旧日之主布局重生 需要打造一个阵法 名为生生造化阵 这个生生造化阵 可以让旧日之主重塑躯体 重生恢复 而将后第三剑 还有斜剑 其实都是这个阵法的阵眼 他们并非杀法的兵器 而是承载着天地大道的旧日法则 将来要用来打造阵法 复苏旧日之主 预剑之中 有生生造化阵的秘法 夜晨扫视一眼 依靠阵自觉的底蕴 瞬间领悟透彻 不知生生造化阵 需要四剑作为阵眼 但以我的阵法造诣 一把斜剑就够了 夜晨盘思着 他阵法造诣极高 要打造生生生造化阵 并不需要四剑齐聚 有一柄斜剑足矣 至于将后第三剑 可以给他们自由 不用拿来布阵 若是拿去布阵的话 将后第三剑 都要耗尽灵气而语 这是他们的使命 不过 现在有了夜晨在此 他们的命运可以改变 这场旧日的布局 到此告一段落 夜晨收敛心神 未来的路还很长 他必须要集齐八大天剑 方可让旧日之主重生 再让五摇复苏 这自然是非常遥远的事情 夜晨摇了摇头 也不再多想 宁神感悟预见之中 那关于大千众楼掌的修炼要领 大千众楼掌 九天神术排名第一 刚猛灵力 不像梵天神宫那么花里胡哨 这门神通 是单纯的掌法 就是简单的一掌 以滔天的力量 碾碎一切 打爆一切 在现实世界的无法神通里 大千众楼掌 也是排名第一的存在 天下之间 没有比这掌法 更厉害的武器了 如果有更厉害的 那肯定不是这个世界的东西 只能是无无时空里的道法 但无无时空的道法 不可能出现在现实世界 因为道不同 法则是冲突的 也就是说 只要炼成大千众楼掌 就意味着 只掌现实武道的最强神通 叶辰宁神感悟着 脑海轰隆隆作响 仿佛有一扇 新世界的大门打开 他看到了 一个个浩瀚的大千世界 无数宇宙星空 如流银般在自己面前掠过 这些宇宙星空 是如此的浩瀚 浩瀚到令人绝望的地步 仿佛永生都不能跨远 而这些星空又是如此的脆弱 脆弱到仿佛一掌 便可以拍碎碾爆 这一掌 便是大千众楼掌 威压宇宙 碾爆星空 一掌爆杀出去 可令亿万星穷瞬间崩灭 威能之强悍 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 当之无愧的现实巅峰 在夜城存思领悟的时候 那无穷宇宙星空之中 渐渐显化出了一座巨大的楼阁 那楼阁 便是重楼 重楼降临 宇宙为之坍缩 星空未知崩灭 即便是还宇星穷 都无法承载这座重楼的威力 夜城默默感悟着 浑身血液渐渐沸腾起来 隐藏在他血脉深处的大千众楼掌 那珠般妙法 一层层迷雾 陆续打开 这门九天神术的奥秘 一点点烙印在夜城心头上 如果靠他自己领悟 那是一万年 也很难有进步 毕竟九天神术太复杂了 连当年的任非凡 也耗费了极大的心血 才堪堪领悟成功 而大千众楼掌 比人非凡的西黄雷印还要厉害 自然更难领悟了 幸好 夜城有旧日之主留下的秘法传承 相当于得到旧日之主的亲自指点 旧日之主数万年的感悟 现在迅速被夜城吸收着 而在夜城修炼感悟的时候 将后第三件 还有血宁迁 在血幽谷的废墟上 也感到了惊天的异象 随着夜城不断领悟深入 天地虚空剧烈颤抖起来 有大千世界的浩瀚生机 在四周涌动汇聚 原本化作废墟的血幽谷 又恢复了生机 如此过得五天 血幽谷之内 渐渐出现了一座座楼阁 巍额高耸 直插云霄 这些楼阁 飞檐化洞 南木金柱直观楼顶 周围绕以廊方传领 互相损合 构造极为巧妙 顶部覆盖琉璃黄� 庄重而肃穆 大气磅礴 乃是夜城修炼大千众楼掌 显化出来的重楼意象 这是重楼气象 难道轮回之主 已经炼成了大千众楼掌 地剑看着周围的一座座楼阁 内心震撼到极点 大千众楼掌 是最为神秘的九天神术 没人知道在哪里 他却没想到 原来这门神术 就在夜城手上 而且 夜城还修炼成功了 一座座众楼 迸发万丈金光 锐气千条 滚滚喷博出 铺天盖地 天空之中 出现了海市圣楼般的重楼意象 震慑整个地心域 地心域各处 都能感受到 那磅礴的气象 那是独属于 大千众楼掌的威严 大千众楼掌 排名第一的九天神术 是谁炼成了 不可能 大千众楼掌 号称限时五道的最巅峰神通 就算是裁决之主 都没有这么大的气域 可以执掌啊 到底是谁 放眼的心域 有谁能炼成大千众楼掌 地心域诸多地方 无数强者 看到那大千众楼的惊天意象 顿时被震撼住了 威鹅浩瀚的神术威严 甚至穿过了地心域 扩散到诸天万界里去 黑暗近海的天空 永远是不满阴霾灰蒙的模样 但大千众楼的气象 扩散到这里 所有阴霾都被驱散 天空金灿灿地 弥漫着一缕缕璀璨浩荡荡的神盲 那不是太阳的光芒 而是夜晨炼成大千众楼掌后 爆发出来的五道威严 比太阳还要耀眼千万倍 大千众楼掌 怎么可能 旧日盟之中 魔祖无天看到那大千众楼的气象 也是震惊不已 这大千众楼掌 最开始在他师兄武绝神手里 后来失落 也不知去了哪里 即便是他师兄武绝神 传说中的旧日之主 参悟数万年 都没能领悟大千众楼掌 而现在 居然有人领悟成功 简直是匪夷所思 受神术气象的影响 黑暗近海 扎起重重海啸 惊涛骇浪 非常的壮观 那浩瀚恢弘的神术气象 甚至传到太上世界 让得万须神殿 生徒世家 诸多天君老祖的地盘 皆是一阵震荡 无数强者震惊 大千众楼掌出事 而且有人修炼成功 这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诸多强者尝试推演因果 希望能找出背后修炼之人 但天机浩浩渺渺 隐不可闻 却无人知晓背后的真相 地心欲 血忧骨之中 叶辰睁开眼睛 从修炼状态里走出来 他的修为 还是还真近八层天 但他的气势 已经是惊天蜕变 炼成大千众楼掌后 叶辰浑身呈现出 一股刚猛的威势 举手投足间 仿佛要威压宇宙 碾爆星空 令人窒息 在叶辰周围 有一条条细小的空间裂缝 犹如黑色的军裂一般 不断生灭闪耀 这是他的气势 已经达到了碾爆虚空 生灭世界的地步 连眼瞳都呈现出 一股黄金般的颜色 如有日月沉沦 将后第三剑 血凝迁 看到叶辰出关 皆是无比震恶 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两九 地剑才回过神来 轮回之主 你 你见过旧日之主武绝神 还练成了大千众楼掌 从叶辰身上 地剑捕捉到了 旧日之主的气息 叶辰点点头 道 是 承蒙旧日之主指点 我已差不多算练成了 大千众楼掌 三剑与血凝迁 一阵震撼 地剑道 你 你竟练成了大千众楼掌 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 大千众楼掌 这可是现实武道最巅峰的神通 叶辰竟然能够掌握 战斗力绝对是今天的蛻变 如果是这时候的叶辰 再面对长莫军 即便对方修为没跌落 他都有惺惺击杀 叶辰望向远方的天边 那万须巨顶 气息闪耀不定 大千众楼掌 给我破 叶辰目光骤然一寒 一掌暴杀而出 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凶猛掌势 排山倒海般呼啸 隔空向着那万须巨顶杀去 碰 下一刹 那万须巨顶 遭到叶辰一掌暴击 顶身剧烈摇晃起来 出现了一道道军裂般的裂痕 烙印在顶身上的三道图腾 一下子湮灭下去 什么 看到这一幕 将后第三剑与血宁千 皆是无比震惊 从血忧谷到万须巨顶 两者相隔何止万里 但叶辰隔空一掌 居然碾破了重重空间 一掌击中了巨顶 甚至令得三道图腾熄灭 宇皇古地 布置九顶大阵 目前有三道万须一指 已经降临 但现在 这三道万须一指 无声无息 居然被叶辰一掌打得爆灭 甚至连一点挣扎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这就是大千中楼掌的威势吗 血宁千倒吸一口凉气 胸脯起伏着 惊骇震到极点 只觉现在的叶辰 有点陌生 强大到让他感到不安的地步 如果不是九顶大阵 有宇皇古地的气韵加持 那座巨顶 可能都要被叶辰打爆了 不只是图腾湮灭这么简单 不过此刻的叶辰 却是感觉灵气枯竭 甚至身体 也传来一丝反噬之意 想要施展这一击 并非那么容易 别这么看着我 我又不会伤害你 叶辰看着血宁千 惊慌失措的模样 微微笑了一笑 走过去摸了摸他的脸颊 他舞蹈太过强悍 以至于举手投足间 都有一股惊天的威严 令人不敢靠近 血宁千看到叶辰的笑容 才重新感到熟悉安稳 输了一口气 道 你这掌法 也未免太过强悍 简直是离谱 相隔数万里 一掌打爆万须的三道意志 这简直是匪夷所思 叶辰却做到了 大千众楼掌 传说中排名第一的九天神术 当然厉害 只是我现在的境界还是低了些 不能发挥此掌的真正力量 不过已经很好了 叶辰微笑道 心想着领悟了大千众楼掌 要杀玄机月 那真是不费吹灰之力了 顿了顿 叶辰又回头望向江后第三箭 道 三位前辈 你们自由了 什么 江后第三箭恶然 他们身上背负着很重要的使命 背后关乎着一场万古布局 虽然布局的具体细节 他们其实也不知道 但却知道 自身并不自由 将来有重要的任务要执行 甚至可能牺牲也不一定 叶辰道 你们的使命 我已知悉 但你们放心 这场布局 我可以了断 不需要你们的牺牲 当下 叶辰将旧日之主的布局 具体说了一遍 说到最后的生生造化阵 叶辰语气淡然 以他的阵法修为 自然不需要牺牲三箭 三箭可以退出这场漩涡 获得自由 将后第三箭面面相去 其实他们心里 已经隐约猜测到布局的底细 但现在听叶辰具体说来 依然感到震撼 地剑道 想不到因果能这么快了结 真是造化无常啊 顿了顿 地剑又道 轮回之主 这场漩涡 我们不会轻易退出 你以后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 请尽管开口 如今万须危机严重 我们又岂能独善其身 叶辰笑道 如果三位前辈 还愿意助我一臂之力 那自然再好不过了 地剑陈云一会 道 嗯 你现在想去哪里 要与玄机月决战了吗 以你现在的实力 弹一弹手指 只怕便可碾灭他千万遍 叶辰拱了拱手 笑道 我与玄机月的恩怨 也到了该清算的时候 三位前辈 宁谦 我先走了 如果单纯的舞蹈打斗 叶辰自然有绝对的把握 可以杀死玄机月 但他与玄机月的博弈 背后还有许多因素影响 倒也没那么容易解决 叶辰 你要走了吗 血宁谦看到叶辰要离开 心中大势不舍 将后第三件件状 默默转身离开 留给两人独处的机会 我以后会回来的 叶辰笑了笑 抚摸着血宁谦的头发 我舍不得你 血宁谦很是主 软乎乎的身躯 投入叶辰怀抱里 然后 两人是一阵热烈的拥吻 恨不得将对方 融化如自己身体里一般 等我回来 叶辰看着血宁谦 如丝的魅眼 心神微微一荡 但他也知道 现在不是沉醉温柔香的时候 有很多事情等着他解决 血宁谦虽不舍 但也知叶辰肩负的重担 最后两人又拥吻 温存一阵 便一一不舍分别 与玄机月约战的日子 即将到来 叶辰撕裂虚空 赶回封家祖地 而此时的封家祖地 外面却有一层层的战士环绕 那都是裁决圣堂里的弟子 裁决之主来了 叶辰脸色一沉 捕捉到了裁决之主的气息 还有玄机月与帝氏天的气息 也在封家祖地之中 而那些裁决圣堂的战士们 看到叶辰的身影 便是高声呼喊道 轮回之主法驾归来 这声音传递出去 顿时封家祖地震荡 随后 一道道熟悉的身影 呼啸而出 出现在叶辰面前 这些身影 正是裁决之主 玄机月 帝氏天 天荒地楼 魏影 莫寒熙 剑无名 林天霄 封家姐妹等人 场面极其的壮观 玄机月 原来你已经来了 叶辰笑了一笑 目光扫视全场 玄机月飞身而出 但莫道 轮回之主 你既然要约战 我岂能不来 叶辰道 拔剑吧 你我的恩怨 是时候到了清算的时候 玄机月道 我不是你的敌手 现在决战 那是找死 叶辰哈哈一笑 道 你倒是很有自知之明 玄机月道 你要决战 那等三年后再说 如今万须危机严重 我们何必内讧 第十天也飞了出来 道 没错 轮回之主 希望你以大局为重 内讧无意 只会便宜了万须神殿 裁决之主 这时也大步踏出 道 轮回之主 给我一个面子 你和玄机月有什么恩怨 三年后再说 如果这场万须危机 我们渡不过去 那最后大家都要死 又何必相争 他说话之间 浑身气息释放出来 居然达到了百家境六层天 想来这段时间 裁决之主元气大有恢复 修为居然恢复到了 百家境六层天的境界 可谓遥遥领先 威压整个地心域 他既然释放出修为气息 那就代表着 他要出面调停 保护玄机月 不允许夜晨的伤害 毕竟 对抗万须 还有需要用到玄机月的地方 如果命运陨落 那对抗万须 将失去一个天大的助力 这是他不想看到的 魏颖 剑无名等人 拒势沉默 这个层面的争斗 却不是他们能够插手 夜晨仰天大笑 要我放弃争斗也可以 玄机月 你把你手上困着的那些人 全部释放出来 我可以饶你不死 至于哪些人 你应该清楚 当年你可是将这些人 困在了玄天剑坟 玄机月脸色一沉 道 这不可能 我有我的布局 三年后再说 夜晨冷笑道 三年之后 你当我是傻子 你连一点诚意都没有 也有脸 叫我饶恕你 说吧 夜晨猛然拔出灾难天剑 一剑如天灾降临 向着玄机月批杀而去 荒魔天剑安顿着武摇 夜晨不会再轻易动用 故此是用灾难天剑 而且是简简单单的一剑 倒也没用什么精妙的剑法 但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剑 玄机月看在眼里 都感到无比的凌厉 无比的凶狠 竟然无法抵挡 他慌忙后退 躲避夜晨剑气的袭杀 裁决之主站了出来 手掌如铁壁般一挡 便挡住了夜晨的剑气 他修为目前恢复到 百家境六层天 实在太强悍了 连几天前 长末军功打封家祖地的时候 都在他手里吃亏 他要保护玄机月 夜晨一时之间也难以伤害 裁决之主 你执意要捣乱 夜晨脸色一沉 灵力质问道 裁决之主道 不是捣乱 如今万须危机还没渡过 若没有玄机月的气韵 地心欲必然危险 我不能看着你们内斗 夜晨道 不想内斗也可以 你叫他释放那些人出来 他们之中有些人和我因果沾染 甚至有些算是我的师尊 裁决之主狐疑 望向玄机月 道 你关押着轮回之主的师尊 玄机月有些意外 但还是脸不改色 道 这件事说来复杂 总之是我与轮回之主的私人恩怨 这些恩怨 三年后再解决也不迟 如今何必内斗 他深感夜晨的强大 现在开战 绝无翻盘的可能 唯有拖延三年时间 让夜晨与万须争斗 最好是两败俱伤 他从中获取余力 便有逆转的机会 夜晨自然瞧出了玄机月的阴谋 冷笑道 玄机月 你想拖延时间 那是万万不可能 你今天必须死 说吧 夜晨一掌暴杀而出 这一掌 却是刚刚学会的大千中楼掌 虽然施展有极大的代价 但值得 为了杀死玄机月 夜晨直接施展最强的神通 一阵刚猛无仇的掌风 骤然暴裂而起 虚空破碎 有大千世界的浩瀚气象浮现 一座巍峨的重楼 也从夜晨背后显化而出 夜晨这一掌 带着大千中楼的惊天威势 狠狠向着玄机月脑袋击去 掌法沿途过处 虚空坍塌 乾坤暴灭 有亿万个黑洞 硬生生被夜晨轰击出来 壮观霸道到了极点 什么 大千中楼掌 玄机月看到这一掌 顿时惊骇的脸无人色 帝氏天羽才觉之主 也是大惊失色 他们早就看到 此前那大千中楼掌的气象 心中也猜测 背后修炼之人 放眼整个地心域 有可能炼成大千中楼掌的 只有夜晨一人 而现在 亲眼看到夜晨施展出来 所有人都彻底震撼了 这简直是无法形容的一掌 威猛 刚烈 霸道 毫无花俏 一掌碾压之下 什么法宝神通 什么天地法则 都要崩灭溃散 放眼整个现实世界 似乎都没有任何东西 挡住这一掌的威势 这一掌 正是现实舞蹈的最巅峰 是红军老祖最得意的杰作 原来炼成大千中楼掌的人 果然是你 才觉之主惊叹着 夜晨表面的修为 虽只有 还真净八层天 但这大千中楼掌施展出来 竟然连他都感到窒息 气急未知致志 如此凶猛的一掌 绝非玄机月能够抵挡 方舟天珠 去 眼看玄机月就要被一掌打死 才觉之主寄出方舟天珠 灵气一催动 一艘末日战船浮下出 载着玄机月迅速远顿而去 这方舟天珠 可以幻化末日方舟 传说中甚至可以渡过苦海 抵达彼岸 玄机月乘着末日方舟 堪堪躲过了夜晨的一掌 碰 夜晨一掌印在虚空之中 千万众宇宙星空都被打得爆灭 无数颗星球 在一瞬间粉碎 诸天法则崩溃 周围掀起了无穷的风暴 这些风暴 每一道都堪比九层天的毁灭道印 充斥着纠集的破坏气息 风家祖地四周的山河 大地 森林 山岳 在一瞬间被移平 化作积粪 卫影 剑无名 风家姐妹等人 看到夜晨这一掌的威势 皆是震撼在原地 说不出话来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他们绝不敢相信 世间竟然有如此可怕的掌法 简直是一掌杀出 鬼神不留 似乎就算是天君降临 都挡不住这一掌的碾压 夜晨脸色有些苍白 但隐藏得极好 神色淡漠 玄机月 不用挣扎了 我要你死 天上地下 没人能救得了你 夜晨再回出一掌 重楼气象涌荡 无穷大千世界的法则能量 加持在他的手掌上 一掌再向着玄机月暴杀而去 而在施展大千众楼掌的时候 夜晨感到自身的灵气与气韵 甚至生命力都在迅速消耗着 这大千众楼掌 威势惊天 但对灵气与气韵的消耗 也是巨大 还有冥冥中的气韵 气韵被大量消耗后 人会陷入厄运的境地 甚至遭遇天罚截杀 走火入魔等等 如此可怕的掌法 对施展的要求 自然是高 不能轻用 但 为了朱杀玄机月 夜晨也顾不得这么多了 就算自身气韵被严重消耗 只要能杀死玄机月 一切都是值得的 玄机月看到夜晨那一掌又杀来 眼瞳顿时剧烈收缩 只觉在大千众楼掌面前 自身犹如蜂蜜般渺小 竟然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 轮回之主 够了 裁决之健壮 奋起出手 身躯标射而出 百家境六层天的气息 释放到极致 浑身绽放出无比刺眼的圣光 天堂圣权 破 裁决之主 仰天一声爆赫 一拳猛击而出 要抵挡夜晨的大千众楼掌 他目前的修为 已经恢复到百家境六层天 如果是正常对决 夜晨万万不是他的敌手 但现在 夜晨施展出大千众楼掌 不过这一击天堂圣权 裁决之主 在最后收了几层力量 并不算自己的巅峰一击 大千众楼掌 天堂圣权 这一掌一拳 猛烈碰撞在一起 爆发出了无穷神圣的光辉 刺目的光滑四处蹦射 魏颖 剑无名 封家姐妹等人 感受到那今天的碰撞气息 急忙闪身顿入祖地之中 借着皇帝神术庇护阁挡 免得受伤 第十天也是后退 暗暗惊叹叶晨的强大 即便是他 也难以抗衡如今的裁决之主 但叶晨却做到了 扑哧 扑哧 叶晨与裁决之主 同时张口吐血 双方在碰撞结束后 内脏都受到了巨大的震荡 一阵重伤 这碰撞 看似是两败俱伤 但实际上是叶晨赢了 因为 叶晨的修为 只有区区 还真近八层天而已 面对裁决之主 居然能一掌打得对方重伤 这是何等辉煌的战绩 好机会 末日方舟之中 玄机月看到叶晨重伤 美眸顿时杀气涌现 枪的一声 拔出了神罗天剑 这是千载难逢的绝好时机 叶晨受了重伤 他如果趁机袭杀 很有可能直接杀死叶晨 天赋道法 剑气威灵 玄机月一抹剑身 使出天赋道法 煞事之间 一层层的浮露 在神罗天剑上浮现出 整把剑威严飙升 杀气腾腾 玄机月无比凶悍的一剑 直接向着叶晨眉心刺去 这一下突起变故 魏影与风家姐妹 莫涵熙等人 皆是哀悠一声惊呼 万万没想到 玄机月会突然偷袭 卑鄙无耻 剑无名目光一寒 骤然隔空一剑斩出 当的一声 挡住了玄机月的剑 总算他剑到精妙 玄机月神罗天剑虽锋利 但被他借力打力 最后终于化解掉所有剑气 就下了叶晨 叶晨站起身来 咧嘴一笑 双眼布满了血丝 看着玄机月道 玄机月 你果然是蛇蟹心肠 你叫我如何能饶恕你 其实以叶晨的底牌 就算没剑无名的帮助 他也不会被玄机月杀死 只是 叶晨万万没想到 玄机月还有敢偷袭的心思 在轮回灵杯 八卦天丹树的滋养下 叶晨伤势迅速恢复 他紧握着灾难天剑 如看着一具枯骨般 盯着玄机月 玄机月神色大变 这下偷袭失手 他便知大事不妙 玄机月 我还是看错你了 裁决之主看到玄机月 居然还敢有偷袭的心思 也是无比的失望 他今天是来调停的 哪想到玄机月身为当事人 居然不嫌失大 还敢偷袭叶晨 既然如此 那他也懒得再插手了 让玄机月自生自灭算了 当下裁决之主 直接收起方舟天珠 也不再管玄机月死活 玄机月冷汗沉沉 被几汉毛一根根竖起 已赶到大祸临头 心想 难道我今天要死在这里 不可能 我气数正是旺盛 怎么会就此陨落 他推演之下 感到自身气晕旺盛 没有一点衰弱的迹象 所以才敢答应约战 否则的话 他绝对不会来 因为叶晨太强悍了 打起来就是送死 但现在 局面已经陷入死地 他却看不到什么翻盘的可能 玄机月 我看还有谁能救你 我会把你的脑袋切下来 用你的头骨当酒杯 叶晨握着灾难天剑 咬牙切齿 回想起这多年来 与玄机月的争斗厮杀 诸多轮回大能世尊的委屈 他内心充满了恨意 感受着叶晨凌厉的眼神 玄机月浑身一阵凉意 环顾四周 才觉之主与帝氏天都低着头 魏颖 风家姐妹 莫含熙等人 也是默默注视着他 向打量一句死尸 他内心冰冷到极点 只觉天地虽大 竟无一点脱身的活路 女皇陛下 天荒地牢等人 还有一些玄家的强者们 看到玄机月将死 皆是无比交集 但在叶晨的威势笼罩下 他们连一点反抗的念头都不敢有 上去就是送死 罢了 轮回之主 是你赢了 玄机月长叹一声 自知必死 心中万念俱灰 神罗天剑横在脖子上 便想自尽 保留最后一点颜面 命运之主 你气数未尽 何必如此 就在这个时候 天空突然剧烈震荡起来 出现了一缕缕的海物唤气 演化成了海市蜃楼 居然出现了天海的异象 仿佛有一片海洋 突然在天空中诞生 这时 叶晨看着那片海洋 顿时眼瞳收缩 那海洋 他在北盲祖地见过 是传说中的玄海 玄海的气象 居然降临在了地心域 瞬间 叶晨想起了旧日之主的话 玄海兼加剑派 要派人来接走玄机月了 除了叶晨和剑无名外 众人都没见过玄海 看到突然出现的天海异象 所有人皆是惊恶 哄咚咚 却见天海震荡 那片海市圣楼里 有十几道曼妙的身影降临下来 都是女子 兼加剑派之中 只有女弟子 不收男徒 那十几个曼妙女子 便如仙女一般 高高在上 带有一种令人不敢仰视的气质 玄机月看到这些女子降临 也是愕然与迷茫 猜测不透对方的身份 为首的一个女子 身穿宫装 望着玄机月说道 玄机月 你乃命运之主 是红军老祖预言之中 将来要继承 尖家仙子道统的人物 我们从洪荒时代开始 便等候你的出世与道来 今天是时候 接你去尖家剑派 你可以有意随我们离开 玄机月心中一动 她如今正陷入死局 陨落在即 而这些突然降临的神秘女子 却说可以带走她 甚至让她继承什么道统 尖家仙子的名号 玄机月没听过 但红军老祖四字 却是如雷贯耳 红军老祖留下预言 还提到她的名字 这是天大的事情 好 我跟你们走 玄机月自知危险 只想立即离开 那神秘的宫庄女子 点点头 挥手释放出一道浩瀚的皇光 接引玄机月升天而起 要带走她 想带走玄机月 你问过我没有 叶辰顿时震怒 一掌狠狠向着天空拍去 掌风呼啸 要将玄机月 还有那十几个 尖家剑派的弟子 全部杀死 这一掌 依然是大千众楼掌 威势无比的浩瀚 哎哟 大千众楼掌 轮回之主 你可真是厉害 如果你的修为不是还真净 可能我还真的会就此离开 那宫庄女子吃了一惊 倒也不敢应接 手中一捏绝 使出一招竖法 轻贺道 等母元神光 瞬息之间 天地变色 却见一团黄褐色 迷迷蒙蒙 宛如大地尘埃般的光芒 从她手中弥骂而出 叶辰的大千众楼掌 所有掌势与威力 都被那团光芒吸收 那宫庄女子脸色一白 差点吐血 显然叶辰掌势威力太大 她差点接不住 她所施展的地母元神光 乃是为九天神术之一 是从真正的九天神术 万物母剑绝里演化出来 这地母元神光 有极强的吸收效果 可以吸收敌人的攻击 如大地厚德 承载万物 包容一切 叶辰连番施展大千众楼掌 刚刚那一掌 其实已经是强母之末 所以被地母元神光挡住 如果是最强的掌势状态 那区区的地母元神光 不可能抵挡叶辰掌法的威严 这也是玄机月的运气 冥冥之中 似乎注定 她今天能逃过一劫 叶辰一掌被挡住 顿时气喘吁吁 无论是修为灵气 还是自身气韵 都在急速消耗着 玄机月被接引到天上 虽然已经安全 但看到叶辰如此凶猛的模样 内心依然经济不已 命运之主 我们走吧 那工装女子 也不敢逗留 连忙带着玄机月离开 叶辰炼成大千众楼掌之后 玄机月被兼加剑派的人 带到了玄海 叶辰看着玄机月离去 只恨得咬牙切齿 拳头握紧 周身爆发极其恐怖的杀意 轮回目的之中 九幽携军叹道 玄机月这女人 果然是气域绵长 这都不死 看来想挽救出我的真身 还需要点时间 叶辰咬了咬牙 道 前辈请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你等太久 虽说玄机月去了玄海 但叶辰绝对不会放过她 终有一天 叶辰也会追杀去玄海 绝不能让玄机月逍遥事外 万物母剑爵 荆棘王冠 这两门九天神术 都在玄海之中 如果没人与玄机月争斗的话 她很可能继承这两门九天神术 那后果绝对是不堪设想 叶辰必死无疑 现在 叶辰只希望 小黄能在北盲祖地里 尽快找到进入玄海的地图 她不想拖延太久 否则等玄机月崛起 那一切都晚了 玄机月被接引走 这个结局 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裁决之主与地识天相识一眼 两人明显也没预料到这局面 玄机月被带走 将来对抗万须 失去了一大助力 可就艰难了 裁决之主深深担忧 对抗万须 失去了命运的一环 未来的局势 将会变得更为艰难 地识天道 无妨 轮回之主练成了大千众楼掌 他突破如此巨大 想来有对抗万须的办法 叶辰哼了一声 握了握拳 扫视着裁决之主 与地识天两人 道 你们给我滚吧 这里不欢迎你们 裁决之主与地识天陌然 最后只能无声 带着手下人离开 天荒地老 还有玄家的强者们 人心惶惶 最后也离开了 所有争斗 到此落幕 叶辰一阵脱力 吐出一口子鲜血 身躯摇摇晃晃 气息虚浮 魏颖 封家姐妹 莫含熙等人 急忙过来扶住叶辰 魏颖关切道 没事吧 叶辰道 没事 我耗力太大 休息几天便好 你突破成功了 魏颖如今的气息 达到了百家近一层天 明显是成功斩加突破 魏颖脸颊微红 道 多亏了你的轮回血脉滋养 我已成功突破 斩加81 斩加81 那也不错 叶辰点点头 看来她的血脉非常强大 魏颖得到她的滋养 斩加的数量 竟然达到了81道 这已经是玄机月 第四天那种层次了 虽不是天君之姿 但也无比强悍 魏颖道 玄机月跑掉了 以后怎么办 叶辰道 以后的事情 以后再说 总有一天 我会亲手将她杀死 魏颖默然无声 拉着叶辰的手 无论将来局面如何 她都会陪伴在叶辰左右 叶辰与众女 回到封家祖地之中 休息安顿下来 并派剑无名去域外 搜寻长莫君的下落 长莫君修为虽然已经跌落 但毕竟还有着 百家近四层天的修为 着实不容小觑 如果被她在域外作乱 那将是域外的噩梦 三天之后 剑无名回来了 在她身后 还有一个女子 竟然是夏若雪 若雪 你怎么来了 叶辰看到夏若雪 很是吃惊 心里又隐约感到不妙 夏若雪脸色有点虚弱 脸绒略苍白 皮肤有被荆棘刺伤的痕迹 道 叶辰出事了 剑无名道 叶大人 找到长莫君的下落了 他在血死欲 血死欲 那正是血神的道场 叶辰听到这消息 顿时大惊 道 长莫君在血死欲 夏若雪道 是的 长莫君那家伙 他抓住了血神 要拿血神当容器夺舍 什么 叶辰脸色顿变 长莫君想寻找一个新的容器 这件事他早就知道 但没想到 居然会应验在血神身上 仔细想想 血神的血脉 不死不灭 倒是整个狱外 最适合长莫君的存在 如果血神被长莫君夺舍 那后果不堪设想 以长莫君的实力 他绝对可以发挥出 不死不灭血脉最强的威力 到时候 连叶辰都没把握压制住他了 现在血死欲那边 情况如何 叶辰连忙问 夏若雪道 死伤过半 血神被抓住囚禁 我侥幸逃脱出来 辛苦你了 叶辰握着夏若雪的手 看着他皮肤上的荆棘伤势 一阵心疼 想来夏若雪逃脱的时候 也颇为凶险 如果稍有不慎的话 很可能就被长莫君杀死了 不 不只是杀死这么简单 以长莫君的脾气 说不定还会做出 什么更恶劣的事情来 叶辰背脊冷汗层层 深感事太严重 必须尽快诛灭长莫君 否则后患无穷 叶辰 现在只有你 才能挽救血神与血死欲的危难 夏若雪颇有些焦急 想到长莫君的凶狠 他也一阵惊激 不过 他对叶辰的实力 有着绝对的信心 只要叶辰出手的话 那所有问题 都可以迎刃而解 叶辰点点头 他此时已经练成大千众楼掌 再面对长莫君 自然是没有那么艰难 若雪 你留在这里休闲 这颗忘书天珠送给你 你好好恋化了 我出去解决掉那长莫君 叶辰掏出一颗珠子 交给夏若雪 这颗珠子 弥漫着一丝思月光的气象 正是传说中的忘书天珠 这是 夏若雪看到忘书天珠 内心微微一动 只觉这颗珠子 居然与自己的明月天珠 有着极大的共鸣 叶辰道 这是十大天珠里的忘书天珠 明月气息的源头 你滴血练化了 与你的明月天珠融合 修为必可大大进步 而叶辰撕裂虚空 迅速向着域外血死域赶去 而此时 血死域之中 却被一层层的荆棘笼罩 无数的荆棘 铺天盖地 彻底冲涩满了血死域 那一条条荆棘之上 带着尖锐的道刺 甚至还沾染着鲜血 有许多尸体 倒在了血死域道路两旁 长莫军再次霍乱 杀伐酷裂 血死域内的弟子 死伤过半 非常惨烈 剩下的弟子们 只能躲到地脉深处 逃避长莫军的杀伐 偌大的血死域 顿时变得冷清冷清的 只有荆棘与鲜血的味道 在一片荆棘丛林之中 血神被一条条藤蔓捆绑着 无数尖锐的道刺 扎穿了他的皮肉 而他是不死不灭的身躯 受伤后迅速复原 只是 不断受伤与复原 酷戎生死之间 那股剧痛与折磨 却是非常煎熬 侵乏人的心神 血神五官微微扭曲着 但还是强行忍耐住了 妙啊妙啊 你的血脉 果然有点奥秘 非常适合当我的容器 在血神面前 是一个披头散发 满脸血污 壮弱蜂魔的男子 正是长莫君 他王冠被斩落 又受到反噬 目前修为跌落到百家境四层天 但对血神来说 依然是一个难以战胜的强敌 你不用得意 轮回之主迟早会来救我 血神语气冷漠 心里思索着脱身之法 长莫君黑黑一笑 我已封锁了周围的空间 他就算来了 也不可能突破进来 你不用完抗了 乖乖放开神魂法则 当我的容器 你与我融合 那是你的福气 血神哼了一声 死死守住神魂 不让长莫君夺射 他知道自己稍有放松 立即就会被夺射 下场彼死还惨 长莫君释放出神魂 多次冲击 但依然无法攻破血神的防线 不禁有点愤怒与焦躁 夺射能否成功 主要是看精神意志 道心强弱 血神修为虽不如长莫君 但意志丝毫不弱 长莫君也是毫无办法 该死 你苦苦挣扎 又有什么用 我看你的骨头有多硬 长莫君震怒之下 催动荆棘 无数荆棘尖刺 狠狠扎入血神的皮肉里 钻心的剧痛传来 血神额头冒出了冷汗 但依然咬牙强忍着 心想 夜晨 你这小子 到底什么时候来 难道真要看着我死 他已经知道 下若雪去向夜晨求救 只要夜晨来了 事情就有逆转的机会 却说夜晨撕裂虚空 来到了血死狱之外 看到血死狱 被一层层荆棘藏蔓笼罩 里面传出震震血腥味 不禁脸色一沉 那一层层的荆棘 叠加编织 紧密牢固组织在一起 宛如支撑了一个简球一般 将整个血死狱的道场笼罩住 连空间法则都被封锁了 灵儿 你在吗 夜晨心中一动 呼唤虚悲的悲灵 灵儿听到夜晨的呼唤 清醒过来 道 夜晨 有事吗 恭喜你练成了大千众楼掌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建议你接受虚悲的考验 以你目前的实力 或许能一举通过考验 也说不定 夜晨道 迟点再说 我现在没时间 这里空间被封锁了 你能帮我进去吗 灵儿道 当然可以 须碑正式掌控空间法则的存在 这点封锁难不倒我 说完 灵儿催动须碑 一股股空间沙发的力量 弥漫出 夜晨眼前的重重虚空 顿时碎裂 那一条条的荆棘藤蔓 也被撕裂 整个荆棘剪球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多谢 夜晨目光一宁 立即飞身沿着那口子 进入薛死狱之中 嗯 薛死狱里面 长莫君正在折磨着血神 突然感到 有外来的气息闯入 不由的脸色一变 那小子 终于来了吗 血神已经被折磨得鲜血淋漓 危机关头 捕捉到夜晨的气息 顿时精神一震 目光望向远方 却见夜晨的身躯 犹如雷霆般标示而来 充斥着狂暴的气势 这股狂暴的气势 与数日前 那大千众楼掌问世的气象 颇有共鸣之处 啊 轮回之主 是你 原来炼成大千众楼掌的人 就是你 长莫君大惊失色 连连后退 几天前 夜晨炼成大千众楼掌 当时有今天的气象 传遍诸天万剑 长莫君也是清楚看到 现在 感应到夜晨的气息 长莫君分明发现 这大千众楼掌的修炼者 正是夜晨 他修为已经跌落 若是夜晨施展大千众楼掌 他焉有命在 荆棘卸剑 杀 长莫君深感危险 立即先下守围墙 荆棘化作飞剑 隔空斩杀而出 向着夜晨脑袋斩去 夜晨脸容不变 却也没有动用 大千众楼掌的想法 因为那大千众楼掌 对气息消耗太大 不只是灵气 还有内在的气韵 也会被严重消耗 所以不可轻用 如果是对付玄机月 这种重要的敌人 那夜晨自然是不惜一切代价 但对付长莫君的话 没必要那么拼命 鸿蒙大星空 开 夜晨爆喝一声 直接开启鸿蒙大星空 灰红的星空 瞬间在血死域内撑开 将那铺天盖地的荆棘 全部撕裂溃散 在外面 夜晨难以撕裂荆棘的静置 但从内部击破 却是无比简单 变化了魔祖无天的经书后 夜晨鸿蒙大星空的修为 更是雄厚强悍 现在施展出来 威能无敌 直接将长莫君阵退 该死 长莫君气息致致 只觉星空浩瀚 而自身是如此的渺小 他修为跌落 目前只有四层天 气焰衰弱得太厉害 夜晨只是简单地 一招鸿蒙大星空 他都有点承受不了 夜晨内心之中 也是暗呼庆幸 如果长莫君的修为 还是百家境六层天 那他对付起来 肯定无比棘手 哪里会有现在这么轻松 长莫君 我念你也是误入歧途 今天便给你一个痛快 夜晨目光灵力 鸿蒙大星空之中 一颗星球 渐渐显化出来 那星球正是万寿天星 此前在黑暗近海 古游海城之中 夜晨解救小黄同类的时候 顺便收服了许多神兽 这些神兽 全部安顿在万寿天星里 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养 这些神兽元气 已经大大恢复 这一下 夜晨祭出万寿天星 却见一头头神兽 酸泥 奎牛 桃物等等 从星球上奔塌而出 咆哮震天 汇聚成兽朝洪流 向着长莫君扑杀而去 夜晨也没什么折磨的打算 只想给长莫君一个痛快 尽早解决所有因果 长莫君曾经 其实也是一个善良的人 甚至是武谣忠诚的信徒 只可惜 修炼嗜血民工进法 现在已经变得疯疯癫癫 他造下的杀孽太多 夜晨自然不可能饶恕他 给他一个痛快 是夜晨最后的仁慈 长莫君眼前那铺天兽 朝袭杀而来 只感到窒息 他修为跌落 而夜晨炼成大千众楼掌 威势暴涨 此消彼掌之下 他与夜晨的差距 彻底被逆转 以前是他威压夜晨 但现在 轮到夜晨碾压他 不 我堂堂一代天武先尊 怎么会陨落于此 我还要执掌荆棘王冠 加冕为王 谁也不可阻拦我 长莫君生死历劫 大声咆哮起来 却是不甘心陨落与失败 他目光闪烁 思绪电转 身躯一闪 飞到血神身边 然后竟抓着血神 往远方逃顿而去 他很清楚 目前形势非常不利 如果战斗下去 他绝非夜晨的敌手 唯有抓走血神 将来夺射 再重铸荆棘王冠 他才有逆风翻盘的机会 想跑 夜晨看到长莫君想逃跑 顿时大怒 祭出天妖绳索 喝道 天妖绳索 给我束缚了 天妖绳索横空飞掠 金芒闪烁 立即飞袭过去 将长莫君牢牢捆绑住 啊 轮回之主 你想杀我 我不会让你好过 长莫君被天妖绳索捆住 却是无法脱身 自知必死 脸容顿时变得无比猙獰 抓着血神的身躯 道 你给我陪葬吧 话说完 他浑身灵气疯狂涌动 竟想突破天妖绳索的限制 直接自爆 他如果自爆的话 那血神也要跟着死 不好 夜晨大惊失色 眼看长莫君就要自爆 拉着血神一起死 但就在这个时候 天空有中有一颗诡异的魔眼浮现 那魔眼布满了血丝 眼球上弥漫着一丝丝特殊的气息 这些气息 不属于现实世界 正是死罩魔眼 死罩星光 给我破杀了 一道冷冽严酷的鹤声响起 却见死罩魔眼射出一道灰黑的光线 如刀剑般贯穿虚空 赶在长莫君自爆前 贯穿了长莫君的脑袋 直接将他杀死 随后 一道黑袍身影 从死罩魔眼上浮现出 正是遮天魔地 魔地前辈 夜晨看到遮天魔地降临 顿时大喜 长莫君被击杀 天上地下 所有荆棘都枯萎掉 血神也得托自由 想夺舍我 那我便炼化了你 血神看着长莫君的尸体 眼眸里射出仇恨的神色 紧接着 他大手一抓 爆发出一缕凶忙 竟是直接炼化掉长莫君的尸体 将他的气血与修为 全部吞吃掉 这一幕颇为血腥 血神头发飘扬着 似乎又恢复了 昔日凶狠是杀的模样 长莫君屡次想夺射他 两人神魂 碰撞过无数次 所以 长莫君的气血修为 对血神毫无排斥 能被血神轻松吞噬掉 而在吞噬长莫君的气血修为后 血神的修为境界 也隐约有突破的征兆 甚至即将斩断枷锁 叶辰飞了过去 眉头轻皱 道 血神前辈 你没事吧 血神道 没事 小子 你又救了我一命 叶辰道 你炼化长莫君的气血修为 真的没事 我似乎捕捉到了他的一点怨念 刚刚遮天魔地出手 一击杀死长莫君 甚至灭杀掉长莫君的魂魄 但 长莫君此人修炼嗜血鸣功 鲜血里蕴含着怨念 就算神魂灭亡 这股怨念也不会轻易散去 需要时间的消化 而现在 血神吸收了长莫君的气血修为 叶辰只怕他出事 受到长莫君血念的冲击 血神凝神感应一会儿 微微皱眉 不过还是道 是有点负面的怨念 但我能承受 你不用担心 我可以炼化掉 说到这里 血神又舔了舔嘴唇 道 这家伙的气血 可真是丰厚得很 等我彻底炼化 应该可以斩架突破 叶辰道 那助你顺利 这个时候 遮天魔地降落下来 看着叶辰道 长莫君那家伙 怎么回事 修为怎么跌落了这么多 长莫君的修为 跌落到百家境四层天 大大出乎了遮天魔地的意料 如果长莫君 还是一个百家境六层天的强者 那他绝对不可能这么轻松杀死 魔地前辈 是这样的 叶辰将帝心欲发生的事情 将后帝三剑 斜剑 长莫君等等人的争斗 还有旧日之主的布局 武瑶的存在 简单说了一遍 遮天魔地听了之后 大势震动 没想到背后 居然牵涉到这么多 甚至关乎到旧日之主的万古布局 那个武瑶 武瑶小姐暂时由我照顾 魔地前辈 你那边如何了 叶辰问 遮天魔地道 一切正常 魔祖无天还没有夺守我的打算 他也叫我不用管长莫君的事情 但我怕他多造杀念 故此还是动手杀了他 顿了顿 遮天魔地凝目打量着叶辰 道 想不到啊 你这小子 竟然练成了大千众楼掌 排名第一的九天神术 都被你掌控了 只怕羽皇谷帝要睡不着觉了 叶辰练成大千众楼掌 这件事 羽皇谷帝暂时还不知真相 但很快就会知晓 不可能隐瞒住 叶辰无奈笑了笑 道 我还无法发挥大千众楼掌的全部威力 只希望那老家伙 别又发疯 使出什么羽皇珠神剑 想起当初 羽皇谷帝施展羽皇珠神剑 所造成的惊天杀伐 最后甚至导致十方剑胜陨落 叶辰依然是心有余悸 羽皇谷帝底牌极多 毕竟是天下第一高手 叶辰与他之间 还有着非常巨大的差距 这场博弈想要胜出 却是千难万难 不过 现在练成了大千众楼掌 总算是一个好的开始 遮天魔地哈哈一笑 将来的事情 将来再说吧 难得今天解决掉长莫军这疯狗 我们值得庆祝喝一杯 叶辰点头道 正当如此 长莫军如此劲敌 能在今天解决 自然是可喜可贺 当下叶辰祭出愿望天心 邀请遮天魔地上去供应 血神刚刚吸收长莫军的气血 需要闭关练化 便自行去求魔侠 闭关修炼去了 而血死欲之中 幸存的弟子们纷纷出来 收拾战乱废墟 重建道场 叶辰又发了一封飞剑传书 回去地心域 告之下若雪 长莫军危机已经解决 叫他不用担心 随后 叶辰便在愿望天心上 进行着 如此过的三天 遮天魔地便准备告辞离开 这三天时间 他与叶辰欢聚畅饮 难得享受了一段平静的时光 可惜欢乐的时光 总是过得特别快 我该回去了 离开太久 魔祖无天可能会责怪我 遮天魔地微微一笑 随后又叹息一声 真不知下次什么时候 才能有时间与闲心 与叶辰喝酒 叶辰笑道 前辈慢走 遮天魔地点点头 便欲离开 但忽然间 他目光一寒 望向血死欲深处 一片峡谷的位置 那片峡谷 正是球魔侠 是血神闭关修炼的地方 怎么了 夜沉隐约之间 也察觉到了不妙 那边似乎有一股 异样的血气波动 怨念非常剧烈 快过去看看 遮天魔地眉心之中 死罩魔眼自动浮现了出来 似乎捕捉到冥冥中的怨气 产生了特殊的感应 夜沉脸色一变 难道血神炼化长木君的气血 出了意外 他与遮天魔地 立即遇风飞起 往球魔侠飞去 来到球魔侠之中 却见峡谷之间 隐约弥漫着一缕诡异的血气 那血气 带着非常凶利的邪念 令人惊计 血神正盘坐在峡谷之内 脸容五官微微抽动 似乎颇有些痛苦 血神前辈 怎么了 夜沉迫不及待降临下去 却发现周围涌荡的气血 居然带有长木君的气息 血神睁开眼睛 咬牙道 夜沉 快杀了我 快 不然来不及了 什么 夜沉一阵愕然 却见遮天魔地降落下来 直接弹出一柄狼烟魔刀 斩杀像血神的脑袋 魔地前辈 你做什么 夜沉大惊 急忙劈出一掌 击开那狼烟魔刀 遮天魔死赵魔眼开启 死死盯着血神 道 长木君要复苏了 必须马上杀了他 长木君要复苏 夜沉顿时瞳孔收缩 就在这个时候 却听血神体内 传出一道非常嘶哑尖锐的笑声 嘿嘿 血神 你不应该这么贪心 竟然吞噬我的气血 这不是找死吗 你要送我重生的机会 那我可不客气了 这笑声 正是长木君的声音 原来长木君修炼嗜血民宫 他气血里 带有自身的意志 血神吸收之后 并没能彻底练化 反而被这股意志复苏 夜沉脸色一沉 看来长木君的意志 比他想象中还要强烈 竟然要复苏 如果长木君复苏 那可麻烦了 血神这副躯体 将要被他夺取 一旦长木君有了新的容器 那他的修为 到时候局面将无法收拾 夜沉 抱歉 是我拖大了 血神咬了咬牙 如果他不练化长木君的气血 根本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长木君被诛杀后 他的气血自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 而彻底枯竭 一切一直都会消失 不可能有复苏的机会 但现在 血神这具容器 却让长木君气血复苏 一直崛起 血神自知酿成了大祸 反手一掌 竟向自己额头击去 要当场自尽 与长木君一起死去 碰 血神这一掌 骤然出手 夜沉根本没有防备 就见血神狠狠一掌 打得自己头骨裂开 鲜血从眉心泵流而出 直接倒地 血神前辈 夜沉惊呼一声 没想到 血神竟要当场自尽 也不想看到长木君复苏 他急忙扶起血神的躯体 运转八卦天丹术 替血神治疗 幸好血神不死不灭 就算自尽 也不会轻易死去 在夜沉八卦天丹术的治疗下 血神勉强被挽救回来 吊着一口气不死 但也已经陷入深度昏迷之中 只能勉强苟延残喘 遮天魔帝 看着血神深度昏迷的模样 深深皱眉 似乎看到了未来的自己 假如真的到了那一天 魔祖无天要夺舍他 他的近况 是不是像血神这般的凄惨 摇了摇头 遮天魔帝收敛心神 查探一下血神的气息 民众道 他的血脉 与长木君的鲜血意志 彻底混合 无法分开 这两人以融为一体 夜沉心头大震 可有什么办法解决 遮天魔帝道 长木君是旧日之人 除非是叫旧日时代的强者出手 才有可能分化掉他的鲜血 否则他缠绕在血神体内 血神还不如死了算了 如果被长木君缠绕 那血神就是一具容器 活下来也只有被夺舍的下场 旧日时代的强者 夜沉想到了九幽邪君 心中顿时一动 九幽邪君也察觉到夜沉的想法 道 牧主大人 你想叫我出手吗 夜沉道 前辈 你可以解决吗 九幽邪君道 我出手解决也可以 但这么做的话 我的神魂 很可能要彻底消散了 夜沉无奈道 是吗 顿时陷入两难的境地 遮天魔帝道 需要我帮忙吗 我可以带血神回旧日盟 请魔祖无天 或者是其他高层长老护法出手 或许有挽救的机会 夜沉沉思一会 却是摇了摇头 道 不了 我不想歉旧日盟的人情 我想血神也不想 遮天魔帝道 那你自己有办法 夜沉沉默下来 他现在却没什么好的办法 遮天魔帝道 你自己慢慢考虑 有需要再来找我 时间不早了 我要先回一趟黑暗近海 先走了 说吧 遮天魔帝便是撕裂虚空离开 旧日盟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 他自然不能久留 至于血神 他也可以帮忙解决 只要夜沉肯开口 只不过 夜沉不想欠下因果 自然不会轻易向旧日盟求助 夜沉 我有办法 遮天魔帝刚走不久 一道娇俏的身影 却是浮现在夜沉眼前 正式须悲的悲灵 灵儿 灵儿 你有什么办法 夜沉眼睛一亮 连忙问 灵儿道 我认识一个旧日时代的强者 他叫江陈子 法号绝灭魂师 灵魂神通十分强大 他如果肯出手的话 或许可以挽救你的朋友 夜沉道 绝灭魂师 江陈子 灵儿道 嗯 此人也是出自天舞仙门 曾经奉旧日之主的命令 折服在地心域 想要对付羽皇古帝 可惜最后是失败了 彻底隐居 如果我们能请他出山的话 事情或许能有转机 在旧日时代 旧日之主武绝神 已经预感到 羽皇古帝要崛起 所以提前布局 希望能阻止羽皇古帝飞升 甚至是提前诛杀 就像现在羽皇古帝 预感到夜沉要崛起 所以提前布置手段一般 都想防患于未然 那绝灭魂师江陈子 便是旧日之主派遣下来 潜伏在地心域 图谋截杀羽皇古帝的人 夜沉道 这个绝灭魂师江陈子 在什么地方 灵儿却有些无奈 道 旧日时代太久远了 岁月沧桑 因果都被尘埃掩盖 我现在也无法确定 但公子 你精通推演之法 或许可以自己推演试试 夜沉心中一动 尝试着掐指推演 根据旧日时代 潜伏杰羽皇古帝 绝灭魂师江陈子等等线索 希望能追溯到天机 查清楚 那绝灭魂师江陈子的下落 但 灵儿说的没错 旧日时代太过久远 岁月历史沧桑 许多因果都被掩盖 夜沉凝神之下 只看到一层层灰暗的迷雾 却看不清具体的细节 回帝星域看看 夜沉收起推演的手段 准备回帝星域再尝试 毕竟 那绝灭魂师江陈子 曾经潜伏在帝星域 如果现在他还活着 那应该也在帝星域之中 当下夜沉寄出黄泉图 将血神的身躯 暂时安置进去 用黄泉圣水 缩罗树叶 愿望天星 万妖仙池等等法宝 替他调命 随后 夜沉便是撕裂虚空 重返的星域 回到丰家祖地 丰家祖地之中 笼罩着一片皎洁的月光 如梦如幻 却是夏若雪在这里修炼 他正在炼花望书天珠 并且要与明月天书融合 故此迸发出了梦幻般的月光异象 夜沉感应一下周围的气息 却发现 夏若雪即将要斩加突破 心中暗暗欣喜 如果夏若雪能顺利突破的话 自然是一件天大的喜事 只不过 现在最紧要的 是查清楚绝灭魂狮将尘子的下落 想办法挽救血神 夜沉当即来到丰家祖地中央 盘坐在皇帝神术之下 在凝神推演 这次推演 夜沉隐约之间捕捉到了新的画面 他看到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 风中残年 身躯摇摇晃晃 站在一片鬼气阴森的地方 那老者 似乎就是绝灭魂狮将尘子 夜沉心头一热 想要再仔细查探 但四周却笼罩着层层迷雾 他虽能看到绝灭魂狮将尘子的身影 但看不到对方在什么地方 夜沉 公子 怎么样了 灵儿迫不及待问 本来他想直呼夜沉的名字 但想了想 夜沉如今的实力 还是称呼为公子 还不行 夜沉微微意外 咬了咬牙 继续尝试 但始终无法确定将尘子的位置 灵儿道 公子 或许你可以去接受虚悲的考验 夜沉道 哦 灵儿道 如果你能通过虚悲的考验 就能觉醒新的轮回神脉 实力大大增进 到时候 应该可以查到 那绝灭魂狮将尘子的下落 夜沉心中一动 如果能觉醒全新的轮回神脉 他推演天机的手段 也能进一步提升 好 也是时候接受虚悲的考验了 夜沉点了点头 从在华下收服虚悲 一直到现在 时间也不短了 也是时候接受虚悲的考验 只有通过考验 才能觉醒神脉 公子 那你准备好 灵儿祭出了虚悲 那古老的石碑上 散发出一阵阵强大的空间威压 夜沉深吸一口气 心念一动 立即闪身进入虚悲的世界之中 轰隆 一进入虚悲 夜沉耳中 便听到阵阵惊雷滚滚之声 眼前 是一个浩瀚的虚空世界 一片黑暗的混沌虚空 没有天地的存在 分布青东南西北 四周充斥着一道道虚空神雷 空间乱流 空间乱刃等等 环境相当的恶恋 哗啦 白光汇聚 一道苍老的身影 从虚空里浮现出 我乃虚悲的守悲人 你是这一代虚悲的执掌者 那守悲人凝望着夜沉 淡淡问道 正是 夜沉也打量着那守悲人 轮回悬悲的考验 他已经通过很多次了 现在修为与见识 远比以前强大 他凝神细看之下 就捕捉到这守悲人 背后的一些底细 打造轮回悬悲的材料 源自乌乌时空 而每一块轮回悬悲 里面的守悲人 其实是乌乌的意识演化 故此 实力没有边际 越强越强 不能用现实世界的法则来形容 那守悲人注意到夜沉的目光 眼神微微一灵 道 你已看破我的因果 夜沉道 勉强窥见一丝 传说之中 乌乌境界 乌乌时空 都是有意识的 极为抗拒外人的进入 所以 现实世界的舞者 几乎不可能窥见乌乌 连羽皇古帝都做不到 轮回悬悲的打造材料 出自乌乌世界 所以也带有抗拒的意识 想要真正执掌石碑的话 需要先通过考验 这考验 正是乌乌的限制 在抗拒着外人的掌控 那守悲人叹道 你能看破我等守悲人的真相 已是逆天之举 目光超脱了现实 夜沉心中一动 颇有些好奇问 前辈 乌乌时空 传说中的乌乌世界 到底是怎样的存在 那守悲人呵呵一笑 道 现实世界的语言 无法描述乌乌乌的存在 你若想窥探乌乌 自己以后修为到了 自然知晓 夜沉苦笑一下 连羽皇古帝都不能窥见乌乌 他又如何能够窥探 那守悲人道 好了 废话少说 这次虚悲的考验 需要你击破所有的虚空神雷 说话间 守悲人手掌一挥 无穷时空震荡 一颗颗硕大的神雷 出现在夜沉眼前 密密麻麻地环绕着他 这些虚空神雷 类似星球般大小 跳动着闪电 内里酝酿着极为狂暴的能量 表面看起来是雷电 实际上真正的杀法 是空间的法则 这里的虚空神雷 共有1800亿刀 你要将之全部击破 方可通过考验 觉醒神脉 如果失败 你这辈子将会被封印在此地 永远不能脱身出去 守悲人手掌挥洞间 无数时空开辟 密密麻麻的神雷冲涩室室 紫电光芒与虚空乱流呼啸抱勇 非常壮观 1800亿刀 夜沉听到这个数字 又看着四周密密麻麻 一眼看不到镜头的巨大雷球 顿时有点头皮发麻 那么 考验开始 守悲人一声呼喝 大手一挥 数不清的虚空神雷 夹杂着可怕的闪电与空间风暴 狠狠向着夜沉炸去 砰砰砰 一颗颗雷球炸开 爆发出来的却不只是雷电 还有一股股恐怖的空间能量 每一颗雷球爆炸 都有另一片空间坍缩爆灭 空间坍缩爆灭 形成了无穷的宇宙黑洞 如漩涡般转动着 又宛如墨盘般 要搅碎夜沉的肉身神魂 好恐怖的力量 夜沉脸色一沉 这些雷球爆出的雷电 只是表层的力量 真正厉害的沙发 是一层层的空间威压 那无穷黑洞转动 几乎要将夜沉吞噬进去 一阵阵空间之力 又好像是挤压一般 要将夜沉五脏六腑全部震碎 他脑袋嗡嗡作响 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很好 这考验有点一丝 夜沉舔了舔嘴唇 虽然压力巨大 但他并不慌乱 他现在的武道神通太强大了 这些考验难不倒塌 血月图天斩 给我破灭了 夜沉仰天一声爆喝 拔出一柄蕴含着 血月和龙翼的剑 直接一剑 斩天呼啸而出 哄咚咚 天地一向惊变 一片血月时空浮现 足足七轮血月 悬浮在天 释放出无比璀璨妖异的光芒 夜沉心念一动 便有一万道血月剑气 扑天盖地暴斩下来 向着周围一颗颗雷球击取 雷球的数量是1800亿刀 而夜沉随手一剑 爆发出的剑气 却是万一之数 足以在瞬间展穿一片大宇宙世界 剑气威力之强悍 几乎是达到现实世界的巅峰 自从领悟了止水剑道后 夜沉的剑法造诣是突飞猛进 血月图天斩也跟着逆天崛起 表面上七轮血月 但实际上可以幻花万一剑气 杀穿一个大世界绰绰有余 即便是人非凡 当年达到七轮血月境界的时候 剑道气象也比不上夜沉 夜沉是当今之士 唯一一个掌握止水剑道的人 他对剑的领悟 已经超越了人非凡 也超越了世间所有人 那守卑人看到满天血月剑气 如瀑布般展露的浩瀚气象 顿时彻底震惊了 尼难道 现实世界居然有人能将见到 练到如此恐怖的地步 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却见在夜沉的血月剑气斩杀下 那一道道虚空神雷 全部被斩灭 而周围的空间乱流 风暴乱刃 宇宙黑洞等等 所有空间力量的异象 全部湮灭在夜沉的剑气之下 天地宇宙 为之一空 夜沉悬浮在虚空之中 向着那守卑人笑道 前辈 我算通过考验了吗 那守卑人道 岂只是通过这么简单 你简直是碾压 须碑的神脉 名为须灵神脉 我便赋予给你 希望有朝一日 我能在乌时空 再与你重逢 说到这里 守卑人淡淡一笑 身影潇洒而去 而后 一股磅礴的能量 灌注入夜沉的血脉里 轰咙咙 夜沉鲜血沸腾 却感到自身的轮回血脉 进一步复苏 又有一道新的轮回神脉 觉醒了 这神脉 名为须灵神脉 须灵神脉 代表的是空间的力量 可以操控空间之力 有瞬间移动 须空逆转 空间爆炸 须空封锁 时空禁锢等等手段 不过夜沉如今的境界 并不能发挥须灵神脉的全部 但随着修为的提高 须灵神脉 也会变得更加强大 很快 十块轮回悬碑 我已经只涨八块 还差最后两块 轮回血脉便可真正圆满 夜沉内心暗喜 这个时候 灵儿也从虚空里浮现出来 欢喜地扑向夜沉 笑道 公子 恭喜你了 居然这么顺利 便通过了须碑的考验 你实力也太强悍了 夜沉微微一笑 道 这点考验不算什么 以前轮回悬碑的考验 夜沉往往要一番奋战 才最终艰苦通过 但现在 他捂到太逆天了 只是一剑 便以碾压之姿 彻底通过考验 在考验结束后 夜沉从须碑世界里出来 重新回到外面 公子 你现在再试试 看能不能找到 那绝灭魂狮将尘子的下落 灵儿道 嗯 夜沉点点头 便是再次尝试推演 一层层因果迷雾 哗啦啦地散开 夜沉又重新看到了 绝灭魂狮将尘子的身影 而且隐约之间 他捕捉到了新的信息 绝灭魂狮将尘子 所在的地方 名为隐魂鬼地 公子 能看到人在哪里吗 灵儿问 在一个叫隐魂鬼地的地方 夜沉心脏猛烈跳动一下 冥冥之中 居然发现这个隐魂鬼地 与轮回到法 有共鸣相通之处 难道 这隐魂鬼地 还隐藏着轮回的秘密 灵儿又问 隐魂鬼地在哪里 夜沉深深窥伺着 但发现隐魂鬼地四周 被层层迷雾笼罩 他始终看不透真相 道 不知道 查不清楚 这背后似乎有轮回的迷雾 非常神秘 我也无法窥探 如果是普通之地 以夜沉目前的手段 一眼就可以看穿了 但这隐魂鬼地 居然与轮回到法有关 似乎极为神秘 他竟然查找不到 灵儿道 那怎么办 旧日时代的强者 我只知道 这个绝灭魂石江陈子 如果找不到他的话 我就找不到其他人了 想挽救血神 必须要有旧日时代的强者出手 方可分化掉长莫君的鲜血 让血神恢复过来 而绝灭魂石江陈子 是灵儿所知道的 唯一一个旧日时代强者 夜沉脸色一沉 就在这个时候 风家祖地的天空 骤然绽放出一缕缕节的月光 天上有一轮圆盘的月亮 高高悬浮着 洒下万千青灰 若雪突破成功了 夜沉看到天上的月亮 顿时一阵惊喜 一股强悍的气息 从风家祖地深处传出 那正是夏若雪的气息 夜沉连忙走到风家祖地深处 却见夏若雪从一片修炼院落里走出 他浑身肌肤如雪 气质清雅与幽静 如月之仙子 举手投足间 都有一股令人心醉的风韵 若雪 你突破了 夜沉快步走上去 挽住夏若雪的手 只感到他的气息 已经达到了百家近一层天 明显是成功斩家突破 夏若雪斩家成功后 无论是身材 相貌 还是气质 都比以往蜕变了许多 浑身弥漫着一缕清幽的香气 夜沉心中竟是情动 忍不住将夏若雪抱在怀里 轻了又轻 爱不释手地轻抚着他 夏若雪脸颊微红 道 多亏你的望书天珠 我已经顺利突破 斩家八十八 夜沉喜道 斩家八十八 那是天君之姿了 连玄机月和地势天 都比不上你 夏若雪道 这都是你轮回血脉刺我的庇护 我自己哪里有这么厉害 夜沉道 不管如何 你能斩家八十八 已经是逆天之姿 以后必定可以飞升 成为天君 夏若雪道 希望如此 传说天君的世界 是彼岸极乐的世界 可以永远逍遥享福 我也多想与你永远在一起 无忧无虑 可惜天君的世界便是太上 虽然传说是极乐彼岸 但无论是夏若雪还是夜沉 都很清楚知道 那地方绝对不是极乐世界 争斗沙伐 甚至比起外界任何一个地方 都要严重 夜沉道 以后总会有享福的机会 那你的明月天书 夏若雪道 我已将望书天珠 融入到明月天书之中 天书升级蜕变 现在应该是无上天书了 说着 夏若雪将明月天书寄出来 却见那明月天书 环绕着一缕缴节的月光 气象之浩瀚轻力远比以往强大 已经达到了无上的水准 最开始的明月天书 只是一卷小天书 但在夏若雪的培养下 不断升级蜕变 如今竟然成为了无上天书 甚至 夜沉感觉到 这明月天书的品质 不会比乌乌天书差到哪里去 也就是说 夏若雪的明月天书 品质已经足以媲美乌乌天书 可想而知有多么强悍了 若雪 我正在寻找一个人的下落 你利用明月天书 助我一臂之力 夜沉心中一动 将血神出世 他要寻找绝灭魂狮将尘子的事情 简单向夏若雪说了一遍 目前 夜沉查到那绝灭魂狮将尘子 在一个叫隐魂鬼地的地方 但不清楚具体的下落 天机迷雾笼罩太严重 而如果有夏若雪的帮助 说不定可以利用明月天书 照破迷雾 从而找到隐魂鬼地的所在 夏若雪听到血神的显况 自视大惊 道 血神出世了吗 那我帮你 夜沉点点头 再次尝试推演天机 在夜沉与夏若雪两人之间 浮现出一幅画面 那画面四周布满了迷雾 而在重重迷雾之中 可以看到有一个老者 正站在一片布满白骨与阴魂的废墟上 双眸迷离 不知在想些什么 老者偶尔抬头望天 似乎觉察到冥冥之中 夜沉的窥视 但又不敢确定 眉头轻皱着 口中低沉自语 难道传说中的破局者 终于要出现了吗 若雪 靠你了 夜沉望了夏若雪一眼 夏若雪真守清点 立即催动明月天书 一缕缕月光释放出来 照耀在那片废墟的上空 而在夏若雪月光的照耀下 那片废墟四周的迷雾 竟在渐渐潇洒而去 有效果 夜沉看到这一幕 顿时大喜 却见迷雾不断消散 最终一个完整的世界 出现在夜沉面前 原来这个隐魂鬼地 在地心域的一处封印的遗迹里 非常的隐秘 算是世外桃源般的存在 当年 绝灭魂师将陈子 奉旧日之主之命 潜伏在地心域 试图截杀羽皇谷地 可惜最后失败 甚至 旧日之主在最后 也惨败在了羽皇谷地手里 江臣子心灰意冷之下 便带着手下的门徒 隐居避世 经过十数万年的繁衍 那隐魂鬼地的人口 已经有数百万之多 这些人 奉将陈子为祖师 以旧日之主五绝神为信仰 算是一块旧日净土 不与世俗争斗 从来没有插足的心域的因果 外界万须危机 九鼎将要降临 隐魂鬼地之人 也是不知 他们居住在世外桃源般的地方 自然不知外界的纷争 所有迷雾都被月光照破 叶晨清楚捕捉到了 所有的天机因果 内心大势震动 这隐魂鬼地 不简单啊 叶晨天机捕捉之下 发现这隐魂鬼地 果然和轮回到法有关 或者说 和轮回血脉的半生法宝有关 夏若雪看着叶晨凝重的模样 叶晨 你都看到了什么 叶晨道 天机捕捉 我看到了背后的轮回因果 这片隐魂鬼地 竟然和轮回血脉的半生法宝 轮回圣魂天有关 夏若雪道 轮回圣魂天 叶晨点点头 道 轮回圣魂天 便是三十三天太上神器 排名第一的法宝 这法宝 是一片天空 是一个宇宙大世界 代表着最浩瀚 最深邃 最磅礴 最为至高无上的 天 天机捕捉之下 叶晨竟然发现了轮回的秘密 那秘密 名为轮回圣魂天 夏若雪呆了一呆 轮回圣魂天 竟然有如此神奇的法宝 一件法宝 居然是一片天空 一个宇宙世界 实在是匪夷所思 叶晨道 这轮回圣魂天 是独立的存在 不像是十大天珠 四大仙池 红荒九门 红军七宝等等 都有并列的东西 它是独一无二的 这轮回圣魂天 便是独一无二 至高无上的法宝 33天太上神器之中 以轮回独尊 最强的法宝 是一片天空 名为轮回圣魂天 夏若雪震撼不已 道 那这轮回圣魂天 与你的碧落黄泉图 哪个厉害 碧落黄泉图 也是轮回的半生法宝 从轮回血脉诞生之处 碧落黄泉图就出现了 注定是轮回之主的宝物 外人无法执掌 叶晨摇了摇头 道 这两件法宝 是不同属性的 无法比较 轮回圣魂天 是灵魂属性的法宝 与碧落黄泉图完全不同 夏若雪更为疑惑 道 灵魂属性的法宝 叶晨道 没错 轮回血脉诞生之时 气象极大 有诸多天才地宝 法宝神通半生 碧落黄泉图 与轮回圣魂天 都是轮回血脉的半生至宝 而轮回圣魂天 是灵魂的极致 夏若雪道 灵魂的极致 叶晨道 嗯 修炼者的力量来源 有肉身和灵魂两种 而轮回圣魂天 可以为轮回血脉 提供最强悍的灵魂力量 如果能够炼化轮回圣魂天 轮回的神魂 会达到最巅峰的境界 夏若雪大受震撼 如果这轮回圣魂天 真能让叶晨的神魂 达到巅峰境界的话 那价值绝对是非同小可 毕竟是排名第一的太上神器 威力可想而知 那这轮回圣魂天 是在这隐魂鬼地吗 夏若雪连忙问 叶晨深思片刻 便道 天分六道 轮回圣魂天这法宝 杀死羽皇谷地 可惜失败了 那隐魂鬼地 其实是一块轮回圣魂天的碎片 演化出来的世界 叶晨觉醒了虚灵神脉 轮回血脉大大增强 现在所有天机迷雾又被驱散 他获歇了所有因果 洞察秋毫 故此 昔日的诸多秘星 他动若观火 全部看透 也知晓了轮回圣魂天的秘密 这秘密 着实让叶晨有点震惊 轮回圣魂天这法宝 却代表着灵魂的极致 如果能够执掌的话 叶晨的灵魂和神魂力量 恐怕会有一个质的蜕变 即便是前世的轮回之主 都没能执掌轮回圣魂天 只拿到碧落黄泉图而已 而这一世 叶晨如果能执掌轮回圣魂天的话 成就绝对可以超过前世 天分六道 这轮回圣魂天 实际上是由六块碎片组成 这六块碎片 分别是天神魂道 修罗魂道 万寿魂道 灭鬼魂道 地狱魂道 人间魂道 代表着轮回六道的奥秘 六块碎片齐聚 便可演化成真正的轮回圣魂天 而一旦 炼化了轮回圣魂天 便可觉醒轮回魂体 灵魂的力量 足以达到现实世界的巅峰 叶晨却没想到 原来绝灭魂师江臣子当年 手里拿着一块轮回圣魂天的碎片 难怪被旧日之主为以重任 可惜 就像碧落黄泉图 只有叶晨能够执掌一样 这轮回圣魂天 也只有真正轮回血脉的拥有者 才能发挥出全部威力 那绝灭魂师江臣子 发挥不出圣魂碎片的全部威力 只能调动一点点的力量 自然不可能杀死羽皇谷帝 截杀计划失败 羽皇谷帝最终飞升 覆灭了整个旧日时代 天舞仙门的万古道统也被碾灭 江臣子心灰意冷之下 只能是隐居避世 我与旧日之主也颇有渊源 应该可以请他出手 叶晨心思闪动 想到自己与旧日之主的关系 内心也是镇定了许多 夏若雪道 叶晨 你现在要去隐魂鬼地 叶晨道 既然查清了隐魂鬼地的下落 自然是要去走一趟 不只是为了邀请江臣子出山 我还想去看看他圣魂碎片 轮回圣魂天的碎片 总共有六块 江臣子手里掌握着一块 是六道中的灭鬼魂道 叶晨虽没有抢夺的意思 但轮回圣魂天 本来就是轮回血脉的半生法宝 是他的东西 他才是原主 能得有团聚的机会 你这么快就走 我舍不得你 不如今晚陪我 过了今晚再走 夏若雪妹眼如丝 颇为不舍地望着叶晨 叶晨心神微微一荡 但却知时间紧急 血神情况不容乐观 他需要尽快挽救 下次再说吧 若雪 我也舍不得你 但现在没时间了 叶晨无奈苦笑一下 将夏若雪搂在怀里 很是不舍地亲吻着 夏若雪一阵气喘 两人热烈拥吻一阵 最终一一不舍分开 他知道叶晨的背负 自然不会耍脾气 叶晨离开封家祖地后 迅速撕裂虚空 赶往隐魂鬼地 那隐魂鬼地的入口 在一片荒废的遗迹之中 准确来说 这隐魂鬼地 根本没有入口 因为 绝灭魂师江陈子 当年万念俱灰 知道旧日时代已经过去 而天舞仙门又彻底覆灭 他已经决意避世隐居 所以 他隐居的地方 隐魂鬼地 入口早已经被他抹除掉了 外人不可能找到任何入口进去 幸好我拿到了虚杯 否则还真不知怎么进去 叶晨暗暗庆幸 虽然没有入口 但他只掌着虚杯 而且觉醒了虚灵神脉 空间的掌控手段异常强大 他可以直接破碎虚空 硬生生将这里的空间法则碾碎 直接强闯进去 虚灵神脉 开 当下叶晨也不废话 直接开启虚灵神脉 煞事之间 一股股强大的空间之力 从叶晨体内抱涌而出 四周的虚空开始扭曲 一层层平行时空崩塌 然后 一扇虚空之门 硬生生被叶晨燈造了出来 这扇虚空之门 正是通往隐魂鬼地的大门 呼 虚杯灵气还没恢复圆满 施展起来有点失利 叶晨吐出一口浊气 额头微微渗透出汗水 他虽缔造出了虚空之门 但破碎虚空的过程里 耗力着实不小 他所拥有的八块轮回悬碑 尘碑封碑盐盐等等 都已经蜕变圆满 但这块新收取的虚杯 灵气还没圆满 所以使用起来有点失利 如果是普通的破碎虚空 那也罢了 偏偏这隐魂鬼地 空间障碍极大 即便是叶晨 现在也感到有点脱力 定了定神 叶晨深深呼吸一口气 恢复气息 便是大步踏入虚空之门中 向着隐魂鬼地进发 穿过虚空之门后 叶晨来到了一片鬼气弥漫的地方 天空不满了阴霾 常年下雨 阴云不散 弥漫着颇为诡异的气息 这里就是隐魂鬼地吗 叶晨俯瞰下方 却见千山万水 这隐魂鬼地的疆土 颇为辽阔 而在这片辽阔的疆土上 叶晨却看到了 颇为奇特的景象 在这地方 虽然到处漂浮着阴魂鬼怪 但所有的鬼魂 都不惊扰生灵 生人与鬼魂 和谐共处 遵守着生与死的边界 谁也没有越界 居然相处得十分融洽 这让叶晨大感惊奇 看来这隐魂鬼地 背后被江臣子掌控 而在江臣子的打理下 此地鬼怪不惊 生灵照常生活 和外界没什么差别 虽然环境阴暗了点 但人心是光明的 隐魂鬼地各处 都可以看到一座座的祭坛 供奉着旧日之主舞绝神的雕像 隐魂鬼地的人口 约莫有数百万人 这些人并不知道 旧日之主已经陨落 江臣子当年隐居 心里还供奉着旧日之主 他与手下的门徒 全部隐瞒消息 不让后世人知道 其实旧日之主死了 江臣子的后人们 都在供奉旧日之主 香火鼎盛 信仰赤脸 江臣子这做法 其实是故意缔造谎言 想利用信仰的力量 将旧日之主复苏 谎言重复一千遍 都会变成真实 江臣子是想造神 他积蓄后人的信仰之力 想要复苏旧日之主 将陨落的真相 转变为神灵的崛起 当然 这策划只是虚妄 旧日之主早已经陨落 而且是被羽皇谷地斩落 不是简单的谎言 与造神计划 能够逆转 江臣子这么做 终究也只是安慰自己 心里作用罢了 叶臣捕捉到 隐魂鬼地所有的因果 自然知道这背后的真相 只感到江臣子有点可怜 不过 江臣子的事情 他也管不了太多 只想请对方出山 挽救血神而已 轮回传承者叶臣 求见绝灭魂尸 江臣子前辈 叶臣高悬在天 朗声长笑 直接表明身份 想要面见江臣子 他的声音 浩瀚而嘹亮 远远传遍了整个隐魂鬼地 隐魂鬼地之内 数百万生灵 听到叶臣的呼声 皆是震恶 在深处的一片废墟里 一个白发老者 听到这呼唤 魂皱的眼眸 顿时爆发异彩 但这异彩 很快又沉寂下去 似乎有什么顾虑 他依然默默站在废墟里 周围白骨阴魂为伴 没有什么动作 叶臣声音传出后 他便是默默等待着 但等了一阵 不见将尘子出现 反而有一道道强大的身影 从远方天际标射而来 这些身影 浑身都弥漫出一股凶悍的魂力能量 武道虽平平 但灵魂力量异常强悍 隐魂鬼地 本身就是轮回圣魂天的一块碎片所化 而轮回圣魂天 代表着灵魂力量的极致 所以 生活在隐魂鬼地里的舞者 虽然武道一般 但灵魂之道和神魂的修为 非常厉害 虽然肯定是比不上叶臣 但与一般舞者相比 那是强悍多了 那一道道身影 破空飞来 脸上皆是带着一丝警惕之色 将叶臣团团围住 毕竟 叶臣是一个外人 而隐魂鬼地 十数万年来 从来没有外人闯进来 对待外人 隐魂鬼地是绝对的排斥 他们并不想被外来之人 打乱自己的修炼节奏 你是什么人 为何要闯入圣魂净土 一个舞者 向着叶臣质问道 这地方叫隐魂鬼地 但在本地人眼里 此地是一块净土 是安放轮回圣魂天 法宝碎片的净土 不受外界纷争的影响 在下叶臣 乃是这一世的轮回之主 有事想求见将臣子前辈 叶臣再次表明自己的身份 轮回之主 没听说过 你说 你是轮回的传承者 有什么证据 难道 你想抢夺圣魂碎片 众人听到叶臣的名号 却是眉头紧皱 似乎从来没有听过 什么轮回之主 但既然关乎到轮回 他们也警惕起来 只以为叶臣图谋不轨 要抢夺圣魂碎片 轮回圣魂天的一块碎片 代表着灭鬼魂道的那块 便掩埋在地脉之中 叶臣呆了一呆 没想到 他们竟然没听过轮回之主 再仔细想想 便即明白 轮回之主才诞生而出 所以 他们并不知晓 轮回血脉最初 是类似地脉龙脉般的存在 横跟在世界中央 这条血脉诞生的时候 有许多半生天才地宝 无法神通等等 比如轮回圣魂天 就是轮回血脉的半生法宝 后来 这条轮回血脉 最终从天地玻璃 传承到前世轮回之主体内 现在又传到了夜晨身上 而最开始的时候 轮回血脉 就是轮回血脉 是地脉般存在 世间无人有资格能够执掌 我无意抢夺圣魂碎片 只想见将臣子前辈一面 还请通传一声 夜晨保持着礼数 道 谁知道你是好人坏人 先戴上这个 封天锁再说 那些舞者依然充满警惕 没人敢相信夜晨 有人掏出了一副枷锁 要给夜晨戴上 这副枷锁 上面刻着许多静置符文 可以禁锢人的武道与精神 夜晨退后一步 自然不会任人摆布 众人见他不肯戴上枷锁 心中更是警惕 气氛显得紧张起来 不知是何方高人 大驾光临圣魂净土 本座逍遥鬼尊 乃是此地长教 有失远迎 还望见亮 就在这个时候 远方的天空 传来一道红亮的声音 随后 千万道黑色彩虹 南北贯穿 鬼气森森如雨降落下来 围雨缤纷之间 一个刺绣着恶鬼硬轻的男子 浑身散发着威严的气息 欲风踏红而来 男子自称逍遥鬼尊 夜诚感受一下 他的修为气息 约莫是百家境三层天 放眼整个的心域 都可以说得上是一方巨拨 绝对的强者 当然 在夜诚眼里 这种级别的强者 就是蝼蚁般的存在 他一剑就可以杀死 现在夜诚的五道战力 实在太强悍了 七轮血月 毁灭到应九层天 大千众楼掌 轮回神脉 直水见到 随便一门神通 都足以碾压 普通百家境的强者 不过 这逍遥鬼尊 除了表面的五道外 魂力也颇为强悍 夜诚看着 逍遥鬼尊的时候 也捕捉到 对方神魂深处 那股凶猛的魂力 不容小觑 在下夜诚 见过逍遥鬼尊前辈 夜诚抱了抱拳 依然保持着礼数 那逍遥鬼尊道 原来是夜诚夜道友 你说 你是轮回血脉的传承者 夜诚道 正是 逍遥鬼尊呵呵一笑 轮回血脉凌驾诸天 你区区 还真近八层天 居然能承载轮回的力量 这不是我不相信你 只是我想开开眼界 还请夜道友展示一下 轮回道法的威力 夜诚听到这逍遥鬼尊的话 便知道 那绝灭魂师江陈子 真相隐瞒的极身 就连逍遥鬼尊 贵为长教 竟然也不知外界的事情 自然不知夜诚的身份 他来整个隐魂鬼地 真正知晓外界真相的 或许只有江陈子一人 其他人都处于蒙昧的状态 虚灵神脉 开 既然对方想见识 轮回血脉的力量 夜诚也不废话 直接祭出须碑 并开启虚灵神脉 他不想太过惊世骇俗 所以只展射须碑 只开启虚灵神脉 虚灵神脉一开 顿时天地之间 空间风暴炸裂 呼呼作响 有无数乱流 如刀剑般呼啸着 幸好被夜诚掌控住 没有四下斩杀 否则的话 在场的人都要死 好强悍的空间之力 这就是轮回血脉的力量吗 我的确捕捉到了轮回的气息 与圣魂碎片相通 难道横跟在世界中央的轮回血脉 已经被人继承了 这世间 居然有人能承载轮回的威力 众人感受到 四周暴动的空间乱流 还有背后蕴含的轮回威严 皆是无比震撼 纷纷后退 用不可置信的目光 打亮着夜诚 夜诚表面修为 虽只有还真净八层天 但从刚刚展现的手段来看 如果真正打起来 只怕逍遥鬼尊 都不是他的敌手 逍遥鬼尊到吸一口凉气 道 靠着这血脉的威力吧 他眼光颇为老辣 已瞧出那虚灵神脉的强悍 隐魂鬼尊空间封闭 根本没有进出口 但夜诚能够进来 明显是凭着虚灵神脉的威力 直接撕碎了所有空间的屏障 夜诚笑了一笑 道 貌昧拜访 还请阁下见谅 我如今想见将臣子前辈一面 阁下可否通传一声 逍遥鬼尊脸色一沉 道 我师父闭关多年 别说是你 连我平时也很难见一面 你想见他 只怕不太容易 原来他是绝灭魂师 将臣子的徒弟 一个徒弟 修为都有百家境三层天 可想而知 那将臣子的实力 夜诚道 劳房阁下通传一声 逍遥鬼尊臣思一会儿 便掏出一张符罩 灵气催动 道 你且等等 我问问师父的意见 他肯不肯见你 那要看他老人家的心情 这符罩 显然就是传讯符罩 逍遥鬼尊传讯过去 向将臣子询问是否见客 不一会儿 那符罩闪烁出一阵诡异的黑色盲气 逍遥鬼尊眼瞳一缩 满脸惊奇之色 似乎他师父那边 有什么惊人的消息传来 夜诚连忙问道 江臣子前辈怎么说 我师父说 逍遥鬼尊脸色很是古怪 迟疑了一阵子 然后眼里突然抱起尖锐的杀气 喝道 我师父说 你这轮回之主是假的 你是羽皇谷帝的奸险 你想来谋害五天帝 顿了顿 向周围人下令道 来人啊 这间细想谋害五天帝 速速将他请拿 他口中的五天帝 便是旧日之主五绝神 天帝 是一个称呼 代表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比如前世轮回之主 胸口那块灵气最充沛的道骨 称之为天帝骨 天帝二字 就是至高无上之意 而旧日之主称霸的时代 便是被人尊称为五天帝 当今的天帝 乃是羽皇谷帝 不过羽皇谷帝的真名 自带帝威 所以他并不称帝 羽皇谷帝讨伐轮回之主 便是下诏说 叶臣妄图颠覆天帝 自称叶天帝 故此 他要讨伐诛沙 是为了维护天帝大局之意 众人听到叶臣竟然是奸细 还要谋害五天帝 顿势无比震惊 这一下突起变故 连叶臣也是当场愣住了 完全没想到那将臣子 竟然说自己是奸细 还要派人抓拿他 魂祭 森罗鬼面 逍遥鬼尊率先动手 手掌如山岳般呼啸而出 向着叶臣脑袋拍去 这一掌 却是魂祭 蕴含着磅礴的灵魂能量 逍遥鬼尊身知叶臣武道强大 如果正常对决 自己只怕撑不过三招 就要被斩杀 所以 他一出手 便是动用魂祭 要利用灵魂的力量 将叶臣彻底镇压 这一招森罗鬼灭杀出 鬼气森森 周围的虚空 受到逍遥鬼尊掌风激荡 竟然炸裂出了无穷的阴魂 无穷的鬼怪 一窝蜂向着叶臣扑杀而出 而这些阴魂鬼怪 其实都是幻想 并没有实质的躯体 不伤人血肉 只侵伐人的精神魂魄 叶臣脑袋嗡嗡作响 毫无防备之下 骤然受到逍遥鬼尊的一击 只觉呼吸致滞 灵魂有种撕裂般的疼痛 仿佛要被万千恶鬼碾碎 五祖道星 开 叶臣爆喝一声 立即开启五祖道星 吴祖道星一开 叶臣的精神 马上镇定了下来 身体如有一层金光守护 无论在凶猛的鬼怪 都无法靠近他分后 鸿蒙大星空 切 下一刹 叶臣脚掌一踏 一片灰红的星空 从他背后浮现而出 瞬间扩大 冲涩整片天地 原来阴风惨淡的影魂鬼地 彻底笼罩在叶臣的鸿蒙大星空之下 却变得星光闪耀 璀璨而光明 再也看不到一丝鬼气 与此同时 叶臣自身的魂力 也是疯狂呼啸而出 与逍遥鬼尊对抗 他除了武道强悍外 自身的魂力 也是今天 丝毫不弱 什么 逍遥鬼尊看到叶臣的手段 无论是无阻道星 还是鸿蒙大星空 亦或是那今天的魂力 都让他感到无比震惊 这简直不是人的手段 是太上的天神 无比强悍 而在周围的舞者们 感受到叶臣那惊天的魂力 也是吓得不轻 这小子 魂力怎么如此恐怖 众人一阵站立 在叶臣的魂力笼罩下 他们只觉浑身颤抖 灵魂仿佛要被吞噬湮灭一般 叶臣魂力笼罩住众人 浑身呈现出一股天地战神 不可战胜的威严 他并没有动杀手 而是盯着逍遥鬼尊道 我没有恶意 我也不是奸血 这其中必有误会 叫你师父将臣子出来见我 一切都可以解释 被人用如此粗暴手段对待 叶臣语气也带着一丝不快 但他勉强忍耐着 倒也没有太过动怒 逍遥鬼尊黑黑一笑 啊 你就是奸血 我师父难道还能误会你 别以为你修为强悍 就可以为所欲为 此方圣魂净土 乃是我们天舞仙门的地盘 还轮不到你来撒野 花音落下 逍遥鬼尊顿时一个法觉 报和道 天分六道 轮回圣魂天 起 这法觉一落下 隐魂鬼地的地脉 顿时剧烈摇晃了起来 大地震荡 板块开裂 山河摇汗 鸟兽惊飞 一块漆黑的晶体碎片 从地脉深处飘了出来 这块晶体碎片 漆黑而透明 通体环绕着一层层森严的鬼气 竟然没有现实的法则的存在 一眼看过去 只看到乌般的虚空 令人有种巨大的失落感 仿佛要被吞噬一般 这是 轮回圣魂天的碎片 夜城看到那漆黑的晶体碎片 顿时大惊 天分六道 轮回圣魂天 这法宝划分六块碎片 每一块碎片的道法 各不相同 这块漆黑的晶体碎片 明显就是六块碎片之一 代表着灭鬼魂道 晶体碎片深处 烙印着一个妖异的鬼字 散发出无比浩瀚的灵魂能量 这股灵魂能量之强大 甚至连夜城 都感到了一丝战力 轮回圣魂天 不愧是排名第一的太上神器 果然是强悍 区区一块碎片 竟然连我都感到忌惮 夜城惊讶不已 心里又是一阵喜悦 如果它能执掌轮回圣魂天 岂不是无敌 这轮回圣魂天 对灵魂的增益效果 非常之巨大 如果能够执掌炼化的 自然是好处多多 然而 惊喜的念头 只持续了瞬间 便很快熄灭下来 夜城脸色凝重下来 现在这块圣魂碎片 却在攻击它 虽然逍遥鬼尊 并不具备轮回血脉 无法发挥圣魂碎片的真正威力 但它毕竟钻研灭鬼魂道数万年 也可以调动一丝 圣魂碎片的威严 却是不容小觑 灭鬼魂道 万鬼杀兮 破 逍遥鬼尊暴喝一声 以圣魂碎片为承载 将灭鬼魂道的魂迹能量 彻底爆发出来 哒哒哒 结结结 啊 一阵阵尖锐古怪 嘶哑难听 令人惊悚的叫声 鬼哭狼嚎 从那圣魂碎片里传了出来 然后是密密麻麻的恶鬼 不知有多少千万 铺天盖地 将夜城彻底笼罩住 这千万恶鬼 都是从圣魂碎片里演化出来的 每一头都充斥着强悍的灵魂能量 可以侵罚人的精神 将人的神魂 活生生撕扯成碎片 却见那千万头恶鬼 疯狂向着夜城扑杀而来 却不是伤害夜城的肉身 而是直接扑杀他的神魂 这是万鬼杀星的神通 夜城眼看无穷恶鬼扑来 深感危机 双掌隐约有大千世界的浩瀚气象浮现出来 就准备施展大千众楼掌 直接破杀出去 大千众楼掌这门神通 极其的刚猛 可以说是天下第一 不管是什么强敌 什么阴魂鬼怪 都可以一掌打爆 虽然施展大千众楼掌 消耗巨大 但当次关头 夜城也顾不得这么多了 如果再不破杀出去 只怕要被擒住 牧主大人 且慢 就在夜城准备要动手的时候 轮回墓地之中 九幽邪君的声音却是传出 要阻止夜城 夜城道 前辈 怎么 九幽邪君道 你大千众楼掌威势太大 只怕会损害那圣魂碎片 闻言 夜城心中一领 的确 他的大千众楼掌 连天地宇宙都可以打爆 如果使将出来 只怕会伤害到那圣魂碎片 虽说不至于机会 但肯定是重创 到时候想要修复 那就麻烦了 九幽邪君接着道 那将臣子居然说你是奸细 他肯定是故意要制造误会 但你与他无冤无仇 他没理由还要害你 夜城道 前辈 那你说如何 九幽邪君道 还是先假意投降 静观其变 我与那将臣子 也算是同门 在不清楚他的谋划前 还是不要撕破脸皮为好 他深知夜城的强大 如果夜城爆开起来 只怕在场的人都要死 到时候就不好收拾了 要想请将臣子出山 那自然不能撕破脸皮 夜城心里有许多疑问 想不明白 为何将臣子要污蔑他 说他是奸细 这些疑问 没有解开前 夜城也觉得 九幽邪君说的有理 还是别撕破脸皮为好 当下夜城拔出煞剑 假意挥动几剑 击退净身的恶鬼妖众 随后便假装不敌 收剑高举双手道 好了 别打了 我投降 见到夜城投降 逍遥鬼尊满脸喜色 道 很好 你这奸细道也识相 来人 将他压下 带入天葬之门 收起圣魂碎片 又真而重之地 重新封存在地脉里 左右舞者应道 是 便有两个舞者 给夜城带上了封天锁 封禁住他的修为 将他压走 如果是在以前 夜城还真会被禁锢住 但现在 他舞道太强悍了 特别是练成大千众楼掌后 他的舞道 已经不是任何手段能够禁锢 这封天锁 对他来说 就是摆设 只要他愿意 一个念头就可以正开 不过 夜城还是不想撕破脸皮 想看看那江臣子 到底有什么谋划 为什么非要说他是奸细 当下夜城不动声色 装着真被镇压禁锢的模样 也没有反抗 那两个舞者 最终压着他 来到隐魂鬼地北边 一扇阴森恐怖的门户前面 这扇门户 镶嵌在山体之间漆黑诡异 弥漫着一丝丝藏灭的威严 似乎连天地都可以埋葬 非常的强悍 仔细看去 在那门户上 又有许多斑驳的裂痕 这门户 已经磨损了 啊 是天葬之门 小心一点 别硬沟里翻船了 九游邪君威感惊讶 提醒道 原来这扇门户 名为天葬之门 正是三十三天太上神器 洪荒九门之一 洪荒九门之中 叶辰已经见识过万恶之门 而这天葬之门 气息比起万恶之门还要可怕 呈现出一种葬灭天地的大气魄 仿佛世间一切东西 都可以彻底埋葬 极其的强悍 叶辰暗暗留神 用愿望天心守护住心魂 再用黄泉图 守护住肉身 做好了绝对的防御 进去吧 过几天 就是五天地的诞辰 你这个奸血 倒是很适合拿来当祭品祭天 一个舞者黑黑一笑 将叶辰推入天葬之门里 埋葬过的敌人 森森白骨 无穷鲜血 都在门户内积压着 血腥味冲敌 触目惊心 幸好叶辰早有准备 无论是肉身 还是神魂 都有法宝守护 所以并没有受周围 环境恶劣的影响 碰 那隐魂鬼地的舞者 将叶辰关押进来后 便紧紧闭上了大门 叶辰确定四周无人后 自行解开封天锁 再寄出愿望天心 灵气催动 喝道 我许愿 白骨散去 鲜血趋近 这许愿声音一落下 叶辰周围的白骨与鲜血 全部退散 出现了一块净土 连空气都变得清醒起来 叶辰变盘膝坐下 稍稍安定心神 思索着将尘子的举动 到底是为什么 但想了又想 叶辰都不知道 为何将尘子要故意污蔑自己 还说他是奸细 在天葬之门里 叶辰度过了三天 三天之后 外面有脚步声传来 叶辰从净土里走出 鲜血将那片净土淹没 他又重新戴上封天锁 伪装出一副 被折磨的颓唐模样 轰隆 天葬之门打开 一个男子从外面走了进来 正是逍遥鬼尊 在逍遥鬼尊身后 还跟着几个护卫 逍遥鬼尊黑黑一笑 望向叶辰 道 小子 你这个奸细 妄图谋害五天帝 幸好被我师父会掩饰破 今天便是你的死期 叶辰脸容不变 道 你们想如何处置我 逍遥鬼尊道 自然是要拿你祭天 今天刚好是五天帝的诞辰 你的鲜血与性命 正是最好的祭品 花音落下 逍遥鬼尊一挥手 身后两个互卫走出 一左一右将叶辰扣押住 带出了天葬之门 随后 叶辰被逍遥鬼尊一行人 带到了隐魂鬼地的中央 这中央地带 修建着一座广场 其实正值清晨 阳光明媚 连隐魂鬼地的阴气 都消散了许多 天空难得放晴 而在广场上 人声鼎沸 挤满了各地赶来的信徒 人人脸上都洋溢着 喜庆欢乐的神色 因为今天 正是五天帝的诞辰 也是隐魂鬼地最重要的节日 隐魂鬼地里的人们 并不知道他们心中的五天帝 其实早就被羽皇谷地杀死 现在外界并没有五天帝的存在 只有旧日之主的传说 叶辰被押到广场上 被扔在了猪狗牛羊等等 畜生的行列里 准备要拿来当祭品 祭拜五天帝 五天帝的雕像 矗立在广场最中心的地带 雕像的动作 呈现手按剑柄的姿态 雄伟鹰发 看相貌 正是旧日之主武绝神 不过这雕像的姿态模样 比起叶辰见过的旧日之主 那要雄伟得多 旧日之主彻底落寞 却是无法与雕像 那雄子鹰发的模样相比 叶辰环视四周 却不见绝灭魂狮江臣子的身影 这场祭拜的典礼 是由逍遥鬼尊所主持 江臣子那家伙还不出现 如果他还想打谜语 那可别怪我无情了 叶辰内心暗暗略过一丝寒意 他已经够客气了 这几天没有做丝毫反抗 就是等着将臣子出来解释 但 万万没想到 都到今天了 叶辰都准备要被拿去祭天了 将臣子还没现身 叶辰脾气有限 如果对方继续打谜语的话 那他也只能撕破脸皮了 如果他要动手的话 只怕整个隐魂鬼地 数百万生灵 都挡不住他的杀法 挤住箱时间 就足够他杀穿这个世界了 九幽邪君沉生道 先看看再说 他还是不相信 将臣子会无缘无故伤害叶辰 诸位 今天是五天帝的诞辰 大家做好供奉礼拜 必可得到五天帝的庇护 逍遥鬼尊 站在广场上方的高台上 主持着祭祀典礼 语气充满激动与虔诚之意 他也信奉着五天帝 在场的信徒们 各个欢呼雀跃 高声呐喊 所有人都带着恭敬虔诚的神色 他们都是五天帝的信徒 叶辰心中暗笑 如果被这些信徒 知道五绝神陨落的真相 只怕他们的信仰 会立即崩塌 精神疯掉也说不定 却见一个个信徒 排名上香 陆续献上各种天才地宝礼物 用来供奉五天帝 逍遥鬼尊手下的祭祀医官 开始宰割牛羊牲口 以鲜血供奉上天 很快 轮到叶辰了 两个祭祀医官 将叶辰压到五天帝的雕像前 想让叶辰跪下 但叶辰腰杆笔直 却没有跪下去 那两个医官 踢了踢叶辰的膝盖 却感到踢到了铁板 顿时愕然 隐约发现了不对劲 叶辰抬头看了看五绝神的雕像 整具雕像 弥漫着一圈圈的白光 这些白光 是信仰的力量 汇聚了数百万信徒的愿力 浩瀚如海洋一般 嗡嗡嗡 叶辰只觉体内的荒魔天剑 似乎有异动 旧日之主复苏后的残魂 正在他荒魔天剑内 现在 旧日之主的残魂 竟然与雕像产生共鸣 隐魂鬼帝的数百万信徒 本来就是供奉旧日之主的 旧日之主就是五天帝 五天帝就是旧日之主 这一下 五天帝雕像上的信仰光芒 竟然与夜尘的荒魔天剑共鸣 似乎准备要向他流淌而去 诸位 今天我们抓到了一个 外地闯入的奸血 他想谋害五天帝 你们说怎么办 这个时候 逍遥鬼尊还没发现异样 目光看着全场 大声道 宰了他 拿他的鲜血 供奉五天帝 全场众人沸腾 纷纷怒骂夜尘 目光也带着愤怒望过来 还有人向着夜尘扔杂物 逍遥鬼尊点头道 很好 既然是奸细 那自然要将他宰了 来人 把他杀了 当即命令下来 叫那两个医官杀死夜尘 那两个医官拔出一把刀 便准备搁向夜尘的脖子 就在这时 一边顿声 却见那五天帝的雕像 所有浩瀚的信仰院里 疯狂往夜尘身躯汇聚而去 顷刻间 数百万信徒的信仰 都被夜尘吸收掉了 夜尘浑身冒出一股神圣的光辉 呈现比太阳 还要璀璨的银白色 令人目眩 这一刻 他似乎成了五天帝的化身 光是随意往那一站 都有一股惊天的气魄 仿佛他就是主宰世间的帝皇 这是 怎么回事 五天帝的供奉信仰 怎么被他吸收了 难道他是五天帝的转世 这怎么可能 众人看着这惊人的异想 彻底惊呆了 谁也没想到 原本供奉给五天帝的信仰 居然全部被夜尘吸收 轰咙咙 夜尘浑身灵气炸裂 有一股股空间力量爆炸出来 直接将封天锁碾碎 恢复了自由 周围的医官 护卫们 受夜尘气势所激 皆是惊恐后退开去 那磅礴的信仰能量 却是被灵儿吸收掉了 泽泽 这些能量倒是精纯 很适合我滋补 灵儿舔了舔嘴唇 却是他主动吸收掉了 那些信徒的信仰之力 在磅礴信仰能量的滋养下 他的状态大大恢复 而夜尘的须碑 也在这一刻蜕变圆满 虚灵神脉的力量 变得更为强大 就算夜尘没有刻意动手 他血脉深处的空间力量神威 都是直接爆发 碾碎了束缚他的封天锁 现在 夜尘的须碑 也和尘碑 炎碑 封碑等等石碑一样 彻底蜕变圆满 灵气达到了巅峰 这股圆满的感觉 让夜尘浑身气息充盈 大势畅快 你吸收掉旧日之主的信仰 小心他责罚你 夜尘觉察到灵儿的动作 却是翻了翻白眼 灵儿道 这点信仰 对旧日之主来说 还不够色牙缝的 倒不如便宜我们算了 旧日之主巅峰时代 同龄整个太上世界 势力辐射诸天宇宙 信徒一一万万 不可计数 而隐魂鬼地里 说破天只有几百万人 这几百万信徒的能量 对旧日之主来说 自然是不值一提 不过 这份能量 对虚悲来说 却很重要 可以让虚悲走向圆满 也能让灵儿状态大大恢复 所以 灵儿干脆自己吞了 也不客气 夜尘也没有多说什么 毕竟灵儿这点小动作 都是小事 与真正的大局相比 不值一提 而逍遥鬼尊 看到夜尘吸收掉 五天地的信仰 也是彻底震惊了 眼前的一幕 显现超出了他的想象 他愕然难难道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师父可没说啊 难道这是计划之外的考验 他茫然无措 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 他与周围的 数百万信徒一样 也是无比崇拜五天地 内心信仰强烈 但现在 看到夜尘吸收掉了 五天地的香火能量 他却有种信仰崩塌的感觉 而全场的信徒们 也是陷入骚乱与动荡之中 所有人满脸不安于恐惧 完全想不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 而就在全场混乱之际 天空雷霆震荡 骤然被一片黑气笼罩 黑气滚滚翻腾 如末日降临 漫天黑气之中 渐渐显化出一张苍老的人脸 带着亘古的沧桑 落寞 还有智慧 威严等等神色 祖师爷显灵了 祖师爷要出关了吗 有祖师爷在此 必可解决眼前的古怪 一众信徒们 看到天上浮现出的苍老人脸 顿时惊喜 纷纷跪下 齐声呼道 参见祖师爷 原来天空上的人脸 正是隐魂鬼的幕后的主宰 也是这里所有人的祖先 昔日天舞仙门的强者 鬼道圣魂碎片的执掌者 绝灭魂师江臣子 逍遥鬼尊 只是江臣子的徒弟 他表面是长教 但这地方真正的主宰 乃是他师父江臣子 参见师尊 看到江臣子出现 逍遥鬼尊也忙不迭跪下 江臣子目光 却只注视着夜臣 道 夜道友 老夫误会了 你其实不是奸细 请过来一句 听到江臣子的话 在场的信徒们更是恶然 原来夜臣不是奸险 这只是一场误会吗 夜臣哼了一声 这几天时间 他没有受到一点礼遇 还要被拿来杀死几天 换谁都不会有好心情 不过 他也想听听江臣子的解释 便遇风而起 在江臣子的带领下 一路破空 最终来到隐魂鬼地的 一处废墟里 这处废墟 不满白骨阴魂 而江臣子的真身 则孤零零站在满地的 白骨之中 显得凄凉而落寞 这画面 夜臣早就窥死过了 所以也不以为意 江臣子前辈 还请你给我一个解释 夜臣一步步踏碎白骨 来到江臣子面前 如果不是他五道强悍 他早被封天所囚禁 最后甚至要被拿去寄天了 江臣子苦笑一下 回过头来 浑浊的目光 凝视着夜臣 道 轮回之主 你大驾光临 我这破地方 不知你有什么贵感 夜臣心中一灵 他想请江臣子出手 挽救血神 但这几天的遭遇 让他现在不肯示弱开口 便道 江前辈 还是你先解释解释 污蔑我为奸细 甚至要拿我祭天 这就是你的代客之道 江臣子咳嗽起来 常常叹息 满脸摔朽虚虚弱的姿态 道 轮回之主 你是地心欲预言里的破局者 不仅仅是破地心欲之局 还有破旧日之局 我想考验考验你罢了 夜臣眸子一宁 道 破局者 你想考验我 江臣子道 正是 五天地已经陨落 我天舞仙门道统断绝 我虽隐居 其实是迫于无奈 心中一直有想振兴门派的念头 可惜无法现实 而你的出现 却让我看到了希望 如果你能出手的话 或许能振兴我天舞仙门道统 但 我不能确定你的实力 所以需要考验 我安排逍遥鬼尊出手 污蔑你为奸细 其实是想故意激怒你 逼你全力爆发 我也好看看你的实力 夜臣一愣 随后呵呵一笑 道 你想考验我的实力 五道切磋便是 何必故意污蔑 江臣子摇了摇头 道 一般的切磋 试验不出什么 唯有生死关头 才能见证一个人真正的实力 只是我没想到 你居然沉得住气 一直没有动手 夜臣道 我不想撕破脸皮吧 江臣子叹道 是我唐突了 我隐居闭关太久 人情事故已经模糊 差不多是个老糊涂了 如果有什么得罪的地方 希望你能见谅 说着 江臣子弯下腰去 向着夜臣鞠躬陪礼 夜臣感应一下江臣子的气息 约莫是百家境五层天 其实五道并不弱 但却给人一种 非常摔朽虚弱的感觉 仿佛风一吹就要倒 显然 江臣子是旧日时代的舞者 在这个新时代 没有新的容器 他的五道虽强悍 但也已经走向摔朽 目前只是苟延残喘罢了 顿了顿 江臣子接着道 你方才居然能吸收五天帝的信仰 看来你与五天帝渊源不浅 我想委托你 振兴天舞仙门 那是多余了 既然夜臣与五天帝 有着深刻的渊源 那他有机会的话 自然会出手 重振天舞仙门 那也不用将臣子多说 旧日之主五天帝 残魂就在夜臣见内 夜臣沉默着 却没有轻易暴露这个秘密 沉思一会儿 夜臣便识道 将前辈 打破旧日之局 振兴天舞道统 这个我自然晓得 你不用担心 你若是方便的话 替我挽救一位朋友 他处境很是不妙 既然误会已经兵逝 需要我做些什么 我这副老骨头 已经很是摔袖 如果是要打打杀杀 只怕办不到 夜臣寄出黄泉图 将血神的躯体 释放了出来 安顿在旁 道 不是打打杀杀 我这位朋友 受旧日鲜血缠绕 即将要被夺射 我想请前辈出手 化解掉那旧日鲜血的恶难 将臣子注视血神一眼 浑浊的眼眸里 顿时射出金芒 沉声道 你这位朋友 不死不灭的血脉 倒是天地一流 他眼神之中 甚至透出一丝垂涎 因为 血神这具躯体 不死不灭 是非常完美的容器 如果能够夺射的话 他也可以恢复旧日的元气 但 将臣子眼里的神采 只是闪现了一下 随即便沉寂下去 他的气息 已经太过摔朽 大线将至 任何手段都无法挽回 就算将血神送给他夺射 他也无力夺取了 将臣子叹息一声 颇为自伤 叹了叹血神的脉搏 有些惊讶到 原来是被长墨君缠住了吗 他也是天舞仙门的人 自然认识长墨君 叶臣连忙道 前辈可有办法化解 将臣子深思片刻 他本不想沾染 但现在看 不得不沾染了 便道 有点麻烦 不过幸好这长墨君 真身已被斩杀 只剩下最后一点鲜血意志 要消除应该不难 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叶臣道 需要多久 将臣子道 三天左右 这段时间 你替我护法 我有预感 似乎要变天了 这三天可能会有大事发生 叶臣心中一灵 道 有什么大事 将臣子道 我也不知 但冥冥之中 我捕捉到了 一丝极危险的天际 总之这三天 你替我护法便是 叶臣虽然心中有些疑惑 但还是道 是 说完叶臣便垂手 站在一边 名神以待 将臣子深吸一口气 镇定心神 目光注视着血神的躯体 他的瞳孔之中 流转着古老的符文 仿佛属于旧日时代 玄妙 且深奥 长墨君 你的气数早已丧尽 又何苦挣扎 旧日时代以为过去 消散 不执着 才是正道 将臣子声音苍凉 酷老的手掌一挥 远方有一道阴森血腥的光芒 飞射而来 叶臣抬头一看 却见那光芒 是一扇门户散发出来的 那扇门户 正是洪荒九门的天葬之门 甚至此刻天葬之门 都给了叶臣一种 极其强大的压迫感 此物在将臣子手里的作用 简直恐怖 天葬之门 给我埋葬了 将臣子召来天葬之门 一声爆喝 那天葬之门动开 一个地狱般血腥凝丽的世界 便是浮现而出 这一刻 旁边的叶臣感受更为深刻 好在叶臣及时运转鸿蒙大星空 才没有受到任何波及 看来 洪荒九门的确不一般 也不知道 这九门背后的存在 都是什么样的来历 难道都和旧日时代有关 还是说洪荒九门 也是一盘棋 叶臣摇摇头 不再多想 他相信 今后他必然会碰到剩下的几门 甚至 还有可能执掌其中几门 眼下 最关键的 还是血神的安危 不管如何 血神对叶臣来说 还是很重要的 哗啦 血神浑身气血涌荡 有一缕旧日的污血 被吸扯出来 一阵扭曲 幻化人形 正是长墨君的身影 那天葬之门 爆发出非常恐怖的犀利 要将长墨君拉扯进去 彻底埋葬吞噬 长墨君双眸睁开 感受到天葬之门的吞噬 顿时呼吸致志 盯着江臣子 大叫道 江臣子 怎么是你 原来你还没死 你想做什么 你敢吞噬我 江臣子当年 奉旧日之主的命令 潜伏在地心狱里 长墨君只以为他早就死了 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他 哼哼 长墨君 认命吧 江臣子也不废话 浑身灵气弥漫出 催动天葬之门 那门户爆发出 更为恐怖的牵扯力量 不断将长墨君的身躯拖过去 惊急卸剑 杀 使出荆棘血剑向着江臣子斩杀而去 江臣子并不惊慌 依然催动着天葬之门 并没有防御的打算 因为夜晨就站在他旁边 八步浮屠气 夜晨一掌灰动 一座佛塔从他掌心冒出 狠狠震落下去 金光炸裂之间 将长墨君的荆棘血剑彻底震灭 长墨君啊一声惨叫 满脸痛苦之色 江臣子趁此机会 催动天葬之门 将他拉了进去 就要关闭大门 彻底将他埋葬 但长墨君一致凶悍 到这时还不想死 两臂往外一撑 竟然阻止大门关闭 江臣子 你杀不了我 我乃天舞仙门长教 荆棘王冠的执掌者 世间没人能够杀得了我 长墨君仰天咆哮 双眼迸发血水 拼死挣扎顽抗 死也不让大门闭合 他很清楚 一旦天葬之门关闭 他就要彻底被打入洪荒地狱 行神俱灭 再也没有活命的希望 而在长墨君的拼命抵抗下 江臣子脸容也是微微发黑 呼吸都有点散乱 但他仍维持着硬绝 保持天葬之门运转 不让长墨君脱身出来 两人就此陷入僵持 江臣子想关闭天葬之门 封杀长墨君 而长墨君生死关头 则在死命顽抗着 叶臣见状踏前一步 前辈 如果我帮忙 江臣子道 不用 要是有外人插手 很可能扰乱我的气息 我说了 需要三天时间 你继续替我护法便是 叶臣道 是 江臣子深吸一口气 继续运转天葬之门 他估计三天之后 就可以彻底埋葬长墨君 长墨君自知难以脱身 口中大声咒骂 却也无可奈何 只能祈求奇迹发生 叶臣守护在江臣子身边 默默守护着 如此过的两天 叶臣忽然感受到 冥冥之中 有一缕危险的气息靠近 难道真的有大事要发生 叶臣心中一灵 想起江臣子的话 这三天可能要变天 有大变故爆发 而现在 连叶臣都捕捉到了危险的气息 似乎有天大的灾变 将至 叶臣看了江臣子一眼 江臣子气息沉衰 再勉强维持天葬之门的运转 对于外界的变化 并没有什么反应 而长墨君挣扎了两天 也快到了游进灯窟的境地 连咒骂的力气都没有了 而这两天时间 灵儿也陷入沉睡了 须被吸收了旧日之主的信仰能量 蜕变圆满 现在灵儿需要时间消化 如此又过了一天 终于 长墨君失去了所有力气 双臂松开 那天葬之门便轰隆隆关闭 五瑶小姐 对不起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 长墨君眼眸却一阵迷离 没有平时那股憎恨力气的模样 只有无尽的悲伤与遗憾 眼里流淌出的血水 宛如眼泪一般 碰 最后 天葬之门关上 长墨君彻底被埋葬 所有意志与声音都消失了 叶臣听到长墨君最后的遗言 心头莫名一阵颤动 轮回之主 性不辱命 江臣子埋葬掉了长墨君 输出一口浊气 脸蓉一阵发黑 又一阵苍白 气喘吁吁 也是一副油镜灯枯的模样 前辈 你没事吧 叶臣甚至担心 他会一口气喘不上来 直接死去 没事 暂时还死不了 我至少还有千年寿命 江臣子收起天葬之门 道 千年寿命 对凡人来说 或许非常漫长 但对江臣子 这种境界的舞者来说 不过弹指一挥间 可以说是大陷将至 叶臣沉默着 这个时候 却听血神一声闷哼 苏醒了过来 长墨君死去 缠绕在他身上的鲜血意志 也是彻底消散 他得到了长墨君的部分鲜血精华 自动吸收融合 浑身却是有辉煌的血光弥漫出来 这辉煌的血光 又滋生出一条条沙伐充斥的荆棘 异常强悍 血神前辈 你醒了 叶臣一阵惊喜 感受到血神的气息 似乎壮大了许多 明显达到了百家境 显然 长墨君的意志消散 血神终于摆脱了束缚 顺利斩家突破 目前他的修为 是百家境一层天 叶臣 你又救了我一次 血神清醒过来 缓缓坐起身 看了看四周 便知道叶臣又救了他 叶臣道 你现在感觉如何 血神略微感应一下自己的气息 道 斩家七十二 目前是百家境一层天 叶臣道 很好 你没事就好 看到血神终于没事 叶臣也是 放心下来 而且 这次劫难 还让血神破厚力 达到百家境一层天 修为蜕变颇为巨大 叶臣以后由此助力 对抗万须也会轻松很多 将臣子见到这一幕 也是欣慰点点头 轰咚咚 就在这个时候 天空忽然剧烈震荡起来 随后 锐气千条喷勃 狭踩万众汹涌 滚滚仙侠锐气之间 有一座大顶 破空浮现出 如梦幻般的海市蜃楼 悬浮在天空之中 这是 万须的九顶大阵 第二座顶 叶臣看到这座大顶 顿时瞳孔收缩 这是万须九顶大阵的气象 而且 是第二座顶 之前万须的九顶大阵 只有第一顶降临 而且图腾还没圆满 但现在 在第一顶未圆满的情况下 第二顶却提前降临 显然 羽黄谷地感知到叶臣的蜕变 冰形显着 即便是没有圆满 也执意要提前降临第二顶 目的是为了压制叶臣 叶臣已炼成大千众楼掌 如果再不压制的话 那真的要无敌了 万须都挡不住其风芒 这第二顶的意志 明显带有强烈的敌意 叶臣呼吸一阵窒息 只觉血脉都被压制了 这第二顶 是冲着他而来 果然要变天了吗 江臣子眯着眼睛 仰望着天空的巨顶 隐魂鬼地狱是隔绝 但万须的巨顶气象 竟然能破开虚空 传达到这里 可见 这第二顶的强悍 却见在顶身之上 一道道图腾亮起 足足九道图腾 全部被点亮 这九道图腾 是一模一样的九朵花 全部是地狱之花 也就是传说中的彼岸之花 曼珠沙花 地狱之花 曼珠沙花 难道和地诗家的祖师 地诗万叶有关 叶臣心中一领 想起了地诗家的祖师爷 地诗万叶 地诗万叶 是地诗家的老祖 十大天君老祖之一 也是万须神殿的高层 九天神术曼珠沙花经的执掌者 当年万须神殿 并非羽黄古地一人创立 其他天君老祖都有出力 像地诗家的老祖 地诗万叶 便是合伙人之一 这次第二顶降临 九道图腾竟然全部点亮 而且全部是地狱之花的气象 明显与地诗万叶有关 再加上此前 第一顶的三道意志 万须足足有十二道意志降临了 距离九九八十一的圆满境界 大步迈进了一步 叶臣脸色很是难看 他之前能一掌打爆万须三道意志 但面对九道意志齐聚的局面 他也很难消灭 这万须意志 不简单啊 血神仰头望向天空 看着他距顶的时候 也感到一阵窒息 顿了顿 血神向叶臣道 叶臣 我刚刚突破 修为还需要巩固 暂时帮不到你 我需要回学死狱一趟 闭关修炼 等我出关 我再来与你并肩作战 叶臣道 好 血神前辈 你先回去休息吧 万须危机虽严重 但毕竟有三年时间 倒也不用急在一时 血神恩了一声 当即告辞而去 将臣子打开隐魂鬼地禁止 送了血神出去 轮回之主 万须第二顶降临 你有何应对之法 将臣子望着叶臣 问 叶臣沉思一会儿 道 我需要找人商量商量 他心里想起了任非凡 现在万须第二顶降临 必须要跟任非凡 商量一下对策 将臣子笑道 你是要去找任非凡吗 叶臣一惊 没想到将臣子 居然猜到了 啊 前辈 你也认识任非凡 将臣子眼神飘忽了一下 似乎回忆起什么 古老的事情 道 人家天命 轮回的护道者 谁人不知 当年羽皇古地飞升 天武仙门道 统覆灭百年后 我曾离开过地心域 寻求大道 想要报仇 他手下 哎 或许真的是命 叶臣听到将臣子 提及往事 危感意外 没想到将臣子 居然会认识任非凡 还曾经交手切磋过 不过以将臣子的实力 明显不是任非凡的敌手 任非凡是天军级别的强者 保守估计也是无量镜 以他目前的实力 天下高手排名 前五不敢肯定 但前十肯定是没问题的 将臣子接着道 后来 我又回到地心域 与十方剑圣论道 获益匪浅 如今我大限将至 心里只有一个愿望 叶臣道 什么愿望 将臣子道 我想再见人非凡一面 我很怀念他的风采 想再与他切磋论道 叶臣一阵愕然 看了看将臣子 摔朽虚弱的模样 他这副状态 还如何与人非凡切磋 要知道 任非凡这些年时间 已经炼成了西黄雷印 而且此前不久 在地心域里又有奇遇 得到人家的聚精神术 修为突破了许多 人非凡吹一口气 估计都可以灭杀 将臣子千万遍 双方绝无切磋的必要 实力差距太大了 将臣子微笑道 我知道我的修为气息 与人非凡差距太大 但这次切磋 不是舞动 只是作而论道 我想在临死前 与他聊聊而已 轮回之主 希望你能成全 帮我告知任非凡一声 叶臣犹豫一阵 道 前辈 我可以答应帮你传话 但任非凡肯不肯见你 我也不能保证 如今万须危机严重 等闲时候 任前辈不会暴露的 将臣子笑道 你肯帮我传话就好 作为报酬 这块圣魂碎片 我便送给你了 说着 将臣子一招手 大地裂开 一块晶体碎片 飘浮出来 这块晶体碎片 印着一个鬼字 正是轮回圣魂天的碎片之一 轮回圣魂天六块碎片 将臣子手上的一块 正是灭鬼魂道的代表 传说中的轮回圣魂天 炼化后可觉醒轮回魂体 掌握最强悍的灵魂力量 着实是非同小可 虽然目前不算在 33天太上神器排名之中 但曾经可是 最为强悍的第一存在 只是后来 因为无人能执掌 才剥离出了排名 叶晨看到那圣魂碎片 只感到振振浩瀚的 灵魂气息传递而来 这碎片 如果它能吸收的话 自身魂力 必定可以大大提升 前辈 你要将圣魂碎片送给我 叶晨呼吸有点停滞 道 将臣子微笑道 没错 这轮回圣魂天 本来就是轮回血脉的 半生法宝 是属于你的东西 我送给你 也算是物归原主了 将碎片祭出 交给叶晨 叶晨接住圣魂碎片 只觉这块碎片 轻飘飘的没有一点重量 表面看起来是一块晶体 但实际上是灵魂的结晶 天空宇宙的演化 并没有真实的重量 只有灵魂的威能 将臣子道 据我所知 轮回圣魂天 还有一块碎片 代表着修罗魂道的力量 与生徒世家有关 你以后有机会的话 可以去生徒家族看看 叶晨道 有一块圣魂碎片 在生徒家手里 将臣子道 我不确定 但可以肯定 那碎片与生徒家有关 他们就算没有收藏 也知道那碎片的下落 叶晨道 好 我知道了 多谢前辈告知 将臣子恩了一声 道 那么 轮回之主 请尽快通知任非凡 我寿命不多了 只剩下千年 看似漫长 但只在弹指间 如果再见不到任非凡的话 我怕我没机会了 他语气之中 透出仰慕的意味 显然很是仰慕任非凡的风姿 临死之前 想再见见任非凡 坐而论道 也不枉此生 叶晨眸子一宁 道 好 我马上便去通知任前辈 将臣子点点头 又道 另外 替我在十方剑圣幕前 上一炷香 我当年与他论道 获益匪浅 他是最接近剑道终极 止水断铺之人 可惜陨落了 这世间 应该没人能再领悟 传说止水剑道的奥秘 他语气之中 不胜唏嘘 显然对十方剑圣的陨落 也深感惋惜 叶晨迟疑了一下 骑士剑道的终极 止水断铺 他已经领悟 单论剑道的话 他已经是天下无敌 但想了想 叶晨最终还是没开口 免得惊扰了将臣子的心神 前辈 你放心 我会替你 祭拜十方剑圣 叶晨答应下来 将臣子心未点点头 便打开隐魂鬼地的禁止 送叶晨离开 倒也不用 他在利用虚悲的力量 叶晨遍即离开隐魂鬼地 发了一封飞剑传书 向人非凡言明因果 告知将臣子之事 飞剑传书发出后 叶晨便在原地等候 与此同时 一座飘渺之地 一个瞳孔流转着血月的男人 盘腿而坐 他的周身古老的符纹流转 气息并非巅峰 显然受了些伤 突然 男人感知到了什么 睁开眼眸 五指一握 一道飞剑传书 便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他微微感应 便露出了一道久违的笑容 看来 轮回之主是走到这一步了 不过 许久不见 也该见一见了 不过 我还需要五天的时间 先把伤势解决一下 该死的地势万叶 下次若再让我见到你 就不是半个脑袋的事情了 而是让你神魂俱灭 任飞凡随后手指掐绝 一道飞剑传书 便向着一个方向飞去 随后他也不再修炼 而是站起身 双眸紧闭 足足数秒 他眼眸突然睁开 面前的虚空撕裂 一道模糊的女子身影出现 任飞凡看向那女子 淡淡道 清诚 好久不见 叶清诚露出了一道 一笑百妹声的笑容 道 你教给我的事情 已经做好了 接下来呢 任飞凡沉思片刻 便道 如今这盘棋越来越复杂了 还是要等轮回之主成长 作为轮回的护道人 这是我眼前主要的任务 叶清诚轻轻点头 但还是道 若是轮回之主失败了 那不是代表着你也失败了 将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 真的好吗 非凡 我不是不相信轮回之主 而是 更相信你 任飞凡眼神瞬间转变为严肃 但看到叶清诚 还是最后化为温柔 伸出手 抚摸着那叶清诚的虚影 道 这盘棋 我虽能为直骑人 但驾驭不了这盘棋 唯有轮回血脉才能做到 所以 不管如何 都必须由叶晨主导 叶清诚知道自己多说什么也没用 只能点点头道 那行 你好好疗伤 随后 虚空闭合 一切仿佛从未存在过 任飞凡看了一眼苍穹 目光似乎穿透了一切 来到了地心域 他微微皱眉 难难道 九鼎的第二鼎 居然提前降临了 看来有些人坐不住了 也对 如果我是羽皇谷弟的话 知道有人练成了九天神术 排名第一的存在 也是会坐不住 不过 如今的情况 单靠叶晨可不好解决 罢了 先修炼 再说 说完 任飞凡便闭上眼眸 开始继续疗伤 与此同时 这第二鼎降临只怕不容易对付 叶晨看着天空之中 已经有两座巨顶悬浮着了 万须九鼎 两鼎震天 那新降临的第二鼎 气息还是圆满的状态 九道图腾全部闪耀着 令人感到阵阵压力 一阵窒息 无论在地心域何处 都可以看到 这两鼎的气象 等候了半天时间 天际血月剑芒闪烁 有一封飞剑传书发来 正是任飞凡的回信 任前辈回信了 叶晨连忙接住那飞剑传书 将书信拆开 却见书信上写道 我在养伤 五天后去找你 叶晨看着信上的内容 顿时大惊 心想 任前辈受伤了 是谁伤了他 再仔细看下去 人非凡在书信上 简单说明了因果 原来 他发现了一座远古大地的墓地 想进去寻宝 但不料 在那大地坟墓里 他竟然遇到了 十大老祖里的地势万叶 地势万叶 正是地势家的祖师爷 执掌曼朱沙花精的人 那远古大地的宝藏 地势万叶也很有兴趣 任非凡与地势万叶相遇 双方爆发战斗 最后 任非凡完胜 彻底击败地势万叶 斩掉了对方半边脑袋 后者受伤极重 而任非凡 也受了不轻的伤势 目前在疗养 任前辈居然击败了地势万叶 还斩掉对方半边脑袋 叶晨看着书信上的内容 顿时惊讶万分 他知道任非凡强悍 但没想到 竟然强悍到这个地步 要知道 地势万叶 可是十大天君老祖之一 而且只张九天神术 论实力的话 在十大老祖里面 仅次于羽皇古地 如此强悍的人物 居然被任非凡击败了 简直是匪夷所思 叶晨内心无比的惊喜 但又有些担心 毕竟 在那战斗中 任非凡也受伤了 目前在疗养 甚至不能赶过来见叶晨 要等到五天之后 任前辈不会出事了吧 叶晨颇有些担忧 但想到任非凡神通广大 气韵磅礴 想来不会有什么大碍 当下叶晨放下心来 便安心等待 这五天时间 我便炼化圣魂碎片 增进魂力再说 叶晨掏出轮回圣魂天的碎片 变盘西坐下 默默开始吸收炼化 而此时 地心欲一处荒屁的古城遗迹里 却见一个英帅俊俏 雌雄莫变的白发男子 站在荒城山巅 仰望着天上的巨顶 他神情也是颇为凝重 万须第二顶降临 危机越来越严重了 玄机月已经去了玄海 没有命运的助力 如何能够对抗 白发男子正是地势天 玄机月与叶晨争斗 最终以玄机月失败 侥幸被接去玄海收场 他也是心有欺欺然 一方面 他担心没了玄机月 难以对抗万须 另一方面 他也感到自身的危险 叶晨太强大了 如果真的打起来 他撑不过叶晨一招 他可没有玄机月那样的运气 如果真的战斗起来 必死无疑 就算现在万须危机 叶晨暂时不会杀他 但迟早 有兵院相见的一刻 掐指推算之下 地势天发现 自身气数渺茫 随时有覆灭的危险 他并不在乎自己的生死 但想到建立理想世界 审判洗清天下的大业 还没有完成 心里不经万分唏嘘 而在地势天身后 是红莲紫金宫 一片片宫殿的建筑 有许多强者在镇守着 这是地渊殿的山门 为了提升气韵 增强实力 地势天将地渊殿的山门 也迁移到了地心域 有了地渊殿的道统气韵 地势天目前的修为 提升到了百家境二层天 不过如果真的打起来 还是挡不住夜晨一招 轮回之主 你的进步速度 真是令人惊叹 地势天感慨不已 看着天空中的星顶 那星顶上的图腾 九朵一模一样的地狱之花 传说中的曼珠沙花 明显与地势家有关 地势家的老祖 地势万叶 就是九天神术 代表着佛门终极的 曼珠沙花经的执掌者 地势天看到那曼珠沙花的图腾 心想 如果有地势老祖的助力 自己必可战胜轮回之主 但 在羽黄谷地的威压下 即便是地势万叶 也要抛下私情 无法相助地势天 必须全力压制的星域 连同地势天 也要一体镇压了 啊 地势天正思所间 忽然天上巨顶 一阵摇晃 喷波出璀璨霞光 随后 一朵地势之花 降临下来 地势天看到那降临的地势之花 眼瞳顿时微微收缩 却见那地势之花 飘到他面前 幻化成一个少年 这个少年 一身白袍 半边脸非常英俊 比地势天还要英俊许多 浑身散发着大超度 大光明的佛门正气 竟然是地势万叶的分身 地势万叶 相貌永远是一副少年的模样 地势天看到万叶的半边脸 果然如传说中班的英俊 但另外半边脸 不 准确来说 降临而下的地势万叶 只有半边脸 另外半边是不存在的 他的头颅 被人从中间劈开 斩去了一半 那斩劈的伤口 非常平气光滑 笼罩着一层浓烈的血月光辉 仿佛万古永恒也不会消散 只有半边脸的地势万叶 英俊的妖艺 猙獰的邪恶 光是那外形 便令人毛骨悚然 老祖 是你 你 你怎么降临了 地势天看到万叶 惊讶得无以复加 完全没想到 地势万叶会降临 地势万叶有着规则限制 十大老祖都难以重返这片故乡 地势万叶道 羽皇古地布局九顶 现在第二顶降临 地势万叶规则被大大压制 我分身 有了降临的机会 但不能久留 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跟你商量 他半边脸都被消去 受伤极重 但语气依然淡然 透出佛门浩然的气魄 仿佛肉身只是臭皮囊 无论什么损伤 都不会动摇他的精神 他依然是稳重 沉静 不慌不忙的模样 地势天也是镇定下来 看着地势万叶伤口上 那层血月光辉 隐约猜到了什么 道 老祖 你想商量什么 你伤势很重 是谁把你伤成这样的 地势万叶道 是任非凡的手笔 此人是轮回之主的护道者 实力太强悍了 以前我还能与他一换一 但现在不是他的敌手了 当初如祖约战的时候 地势万叶有资格 与任非凡极限一换一 在幻境的结果里 与任非凡极限一换一的人 其实就是他 那幻境的结局 地势万叶也窥见到了 但后来 任非凡另有奇遇 执掌任家的巨精神术 修为有了很大的突破 现在实力已经超越了地势万叶 甚至 地势万叶连一换一都做不到了 只有被击败的下场 可见任非凡的恐怖 地势天心头大震 他虽知人非凡强悍 但没想到 竟然强悍到这个地步 连地势万叶都不是敌手 老祖 你是分身与他作战 故此失败吗 地势天始终不敢相信 问 地势万叶摇了摇头 道 不是 是真身决战 甚至动用了九天神术 但还不是他的敌手 此人不愧是传说中的天命之子 实力突破太快了 难怪连天理都害怕他 拼了命都想将他诛杀 地势天更为震动 真身作战 甚至施展了九天神术 地势万叶还打不过任非凡 那任非凡的实力 未免太过离谱 老祖 那你想找我商量什么 我修为太过浅薄 别说任非凡了 便是如今的轮回之主 我也不敌 地势天语气大有唏嘘之意 以前他身为地渊殿殿主 完全碾压叶尘 没想到这么快被逆转了局面 地势万叶道 天 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让你进去盘武天地的陵墓 寻找雪葬星辰 一旦得到雪葬星辰 你的心魔修为 可踏入第九层的门槛 到时候 你便无敌于世间 虽说还做不到审判天下的地步 但要窥见天下人的内心 却是易如反掌 地势天眼同收缩 心魔大昼剑的第九层 万古以来 从来没有人达到过 一旦将心魔大昼剑 练到第九层 那几乎可以说是天下无敌 可以无视境界的差距 利用心魔 袭杀所有人 但心魔第九层 太难突破了 地势天苦苦感悟良久 甚至动用过一些时间法则的手段 在一些秘境里哭做十几万年 都无法窥见第九层的奥秘 但现在 地势万叶却说 有一份机缘 足以让它突破 地势天连忙问 盘武天帝 雪葬星辰 这两者背后 有何因果 地势万叶道 盘武天帝 便是远古时代的一位大人物 生平已经不可口 因为太久远了 比旧日时代还要久远 是曾经雄霸一个机缘的强者 他的宝藏里 有一件法宝 名为雪葬星辰 乃是三十三天太上神器之中 排名第二的存在 对道星修为有极大的增益 我本来想夺取雪葬星辰 再用地势家的血脉淬炼 最后再赐给你 让你吸收链花 突破星魔境界 但可惜在那盘武天帝的古墓里 我意外遇到了任非凡 他也想夺取雪葬星辰 最后我与他决战 完全是被碾压击败 侥幸逃脱了出来 总算不死 如今 我想让你亲自去盘武地墓 夺取宝藏 说着 地势万叶拿出了一份地图 交给地势天 地势天接过来一看 这地图 正是盘武地墓的地图 从红军老祖的时代 一直到现在 相隔亿万年 期间经历了无数纪元 旧日纪元只是其一 而在旧日之前 又有许多远古纪元 而这位盘武天帝 正是远古纪元的一位强者 传说中的33天太上神器 排名第二的雪葬星辰 便曾由盘武天帝执掌 如今留在他的地幕之中 第四天星中一动 传说中的雪葬星辰 对道星修为增益巨大 如果真能得到的话 他的心魔神通 说不定真有可能 达到最巅峰的第九层 只是 雪葬星辰非常隐秘 世间无人知晓在哪里 而现在 从第四万叶口中 第四天才知道 原来雪葬星辰 就在盘武天帝的古墓里 第四天道 这盘武地墓 人非凡也盯上了 我孤身前去 有夺宝的可能 他只怕自己 还没见到雪葬星辰 就要被人非凡一招灭杀 第四万叶道 无妨 我与人非凡一战 虽然落败 但也击伤了他 他元气损耗不小 你只要小心行动 便不会引起他的注意 第四天心中一灵 听第四万叶的话 似乎也不能保证他的安全 这夺宝 还是有着极大的危险 不过仔细想想 想让星魔神通 突破到第九层 哪里有这么容易 富贵险中求 想夺取这份机缘 自然要承受极大的风险 顿了顿 第四万叶接着到 你拿到雪葬星辰后 踏入星魔第九层的门槛 便可以洞察天地 窥见天下之间 每一个人的心灵 知道所有人的秘密 星魔神通 最巅峰的境界 非常的厉害 可以窥见人心 这世间 鬼神并不可怕 人心才是最可怕的东西 而人心 连鬼神都无法窥探 又是世间最神秘的存在 但 星魔大咒见练到第九层 可以斩尽一切迷雾 直指本心 窥见所有人内心的秘密 非常的厉害 正因为知道所有人的秘密 所以星魔审判 才能真正做到洗清天下 确保不会冤枉任何人 只要内心有罪恶的存在 便会暴露在星魔的剑风下 无人能够躲藏 第十天道 老祖 需要我付出什么 他很清楚 这么大的机缘 送到自己面前 不可能是白送 背后必定另有代价 第十万叶道 我需要你做一件事 第十天道 什么事 我星魔 练到第九层天 必定推行审判天下的计划 老祖 你修炼漫朱砂花经 有佛门好气护身 我的星魔审判不了你 你不用惧怕我 第十万叶道 我自然不惧 只是想请你出手 帮我窥探一个秘密 第十天道 什么秘密 第十万叶道 关于天军风神碑的秘密 第十天道 天军风神碑 第十万叶道 没错 当年星旧争霸战争 天武仙门的天军风神碑 被我们十大老祖打落 并被其中一人失去 但我们十大老祖 没人承认 是谁夺取了天军风神碑 有人想独吞这法宝 占据大气韵 你帮我窥探窥探 到底是谁夺走了 如果能查出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先下手为强 将风神碑夺回来 天军风神碑 只要将名字写上去 便可得到天大气韵加深 红星照耀 有无穷的好处 这封神碑 地势万叶也是垂涎万分 可惜没有机会夺取 若是成功得到 那说不定就能改变 眼前的一切占据 甚至地势家族就能崛起 这盘旗 越到最后便越复杂 一件东西 一个细小之物 就能改变一切 地势天恍然大悟 原来地势万叶 帮他突破心魔修为 是想拿他当棋子 查出天军风神碑的下落 因为心魔大骤剑 练到第九层后 可以无视境界的差距 看穿所有人的内心 所以 只要地势天练到第九层 他就能窥探天地间 所有人心的奥秘 到时候 是谁夺走了天军风神碑 自然瞒不过他的窥视 地势天看了一眼老祖 心想 老祖是要拿我当棋子 利用完我之后 便将我杀了 我虽为地势家族 但我必须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他非常的聪明 已经猜测到 地势万叶的杀星 他心魔审判 建立理想国的宏大愿望 就算是地势万叶 也不会理解 在地势万叶心里 地势天始终是彻头彻尾的疯子 这样的疯子 利用完了 自然要尽快杀死为后 免得天下真被审判 那所有人都死光 勉强只剩下几千人的理想国 统治又有什么意思 好 老祖 若我的心魔修为 真的达到第九层 我便祝你窥探天军风神碑的下落 地势天答应下来 明知是要被利用当棋子的下场 但还是答应 他也有自己的盘算 如果心魔大骤剑 真练到第九层 他必定可以逆天改命 到时候地势万叶想杀他 那也不容易 地势万叶大喜 似乎看到了曙光 笑道 那很好 祝你顺利找到雪葬星辰 你务必要小心 不要惊动人非凡 否则你必死无疑 不过 我相信你 此行必然会成功 地势天想到任非凡的强大 心头一领 道 是 老祖请放心 我会小心 顿了顿 他心里又想 不知我的心魔审判 能不能审判人非凡 此人的心魔又是什么 地势万叶道 嗯 我先走了 地心欲规则 还是有很大的限制 我不能久留 而且很容易被羽黄谷地发现 以后若有机会 我会再来找你 地势天道 老祖 你的伤势 地势万叶道 肉身只是臭皮囊 这点伤势不碍事 你不用担心我 我先走了 说完便遇风离开 身躯引入云端 彻底消失不见了 地势天看着地势万叶离去的身影 眼神非常复杂 他知道这是自己最后的机会了 如果夺取血葬星辰失败 他这辈子再无出头的余地 但要与人非凡尽夺 哪里有这么容易 而且地势万叶这次降临 也并非万无一失 如果被羽黄谷地知道 后果不堪设想 以羽黄谷地刻薄寡恩的性格 若是知道地势万叶在背后阴谋不轨 他不会放过地势架 而地势万叶在离开之后 并没有立即返回太上世界 而是向着一个地方掠去 那地方 正是隐魂鬼殿 在这个时候 外界的变故 叶晨自然不知晓 他也不知道 人非凡说的远古大地目的 其实就是盘武天地的灵墓 背后埋藏着传说中的道星神器 雪葬星辰 叶晨正默默练化着轮回圣魂天的碎片 而随着他的练化 那圣魂碎片 渐渐与他躯体融合 并在他的左手掌心 显化出了一个鬼字 这个鬼字 漆黑阴森 弥漫着极为诡异的气息 正是灭鬼魂道的碎片 哼 随着这块圣魂碎片 炼化成功 叶晨体内传出一阵火山爆发般的轰鸣 石海里的灵魂能量 在疯狂飙升 魂体转化之下 这灵魂能量 化作了他的体质力量 他只感到自身的体质 在一瞬间强横了许多 轻轻一握拳 便有无比澎湃的力量在流转 仿佛能随意碾灭大道 洗炼星空一般 极其的强悍 这就是轮回魂体的力量吗 叶晨眼睛闪亮 感受着自身变强了许多的体魄 内心也是一阵欣喜 轮回魂体的完整状态 是六道齐聚 现在叶晨只收集了一道 还没达到完美的境界 但即便不完美 叶晨都感到轮回魂体的强大 如果这个时候 他在与长莫军战斗的话 绝不会像当初那般狼狈 目前叶晨整体的实力 已经可以斩杀一些 实力一般的百家境五层天的强者 即便面对六层天 激战之下 也有就会能取胜 如果能收集六块碎片 执掌轮回圣魂天 觉醒完整的轮回魂体 不知会有多么强大 叶晨眼神之中 透出一丝炽烈之意 对未来不禁充满了期待 看了看天空 算算时间 五天也过去了 叶晨心想 任前辈快到了吧 正思索间 果然看到远方的天际 传来一阵寥亮的精明 一头梦幻般的巨精 跨越云海 破空飞腾而来 任非凡的身影 正站在巨精之上 任前辈 叶晨看到任非凡来了 顿时大喜 任非凡微微汗手 凌空降落下来 向着叶晨道 小子 好久不见 叶晨打量了一下 任非凡 见他脸容微带苍白之色 担忧道 任前辈 你受伤了 任非凡淡淡一笑 不碍事 一点轻伤而已 帝氏万叶奈何不了我 他反而被我中创 想来是 无法再与我抢夺 盘武天帝的宝藏 叶晨有些奇怪 道 盘武天帝 任非凡道 嗯 盘武天帝 便是远古时代的一位 至尊强者 当下将盘武天帝的宝藏 雪葬星辰的秘密 还有他与地势万叶的争斗 简单说了一遍 叶晨一阵惊讶 道 原来那排名第二的太上神器 就在盘武天帝的灵墓里 任非凡道 没错 那雪葬星辰 对道星修为有极大的增益 我修为停滞在瓶颈 需要道星突破 境界方可突破 所以这雪葬星辰 我志在必得 说到最后 任非凡拳头一握 眼神里有炽烈的战役 叶晨从来没有见过 任非凡有这么炽烈的神态 显然那雪葬星辰极为重要 连任非凡都无比渴望 任前辈 如果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请尽管开口 叶晨道 任非凡微微一笑 道 你肯帮忙 那自然再好不过了 那盘武天帝的灵墓 处处都是空间静置 活动非常麻烦 你只掌虚悲 或许能助我破开虚空 顺利夺取那雪葬星辰 叶晨道 第十万叶那边 任非凡道 他被我斩掉半边脑袋 想来不敢再冒头 而那盘武天帝的宝藏 也被我用西黄雷阵封锁 外人绝无可能夺取 等过几天 我元气彻底恢复 便去夺宝 说到最后 任非凡咳嗽了两下 明显是与帝氏万叶争斗 伤了元气 虽然没伤及筋骨 但也需要时间调养 叶晨想起与江臣子的约定 道 任前辈 那这几天时间 你随我去一趟隐魂鬼地 见见那位绝灭魂狮江臣子 任非凡点点头 道 也好 就当是散心了 见见老朋友 商定完毕 任非凡便跟着叶晨 前往隐魂鬼地 叶晨已炼化了 灭鬼魂道的圣魂碎片 与隐魂鬼地气机相连 很轻松便破开虚空 直接踏入隐魂鬼地之内 而当两人踏入隐魂鬼地后 却发现 此地气象大意 到处弥漫着璀璨的金色佛光 浩荡肃穆 虚空里有佛唱范音响彻 呼呼呼 长风呼嚎之间 有一片片枫叶 漫天飘舞 非常的壮观 漫珠沙花 枫叶舞 是第十万叶的手段 人非凡看到此地的气象 顿时脸容一变 眼神显现出了怒意与警惕 传说中的九天神术 漫珠沙花经 共分三层 第一层枫叶舞 第二层红莲净雪 第三层彼岸无亮天 现在隐魂鬼地之内 到处枫叶飘舞 正是漫珠沙花经 第一层的气象 第十万叶来过这脸 什么 第十万叶降临了 叶辰无比震撼 仰望着天空中的巨顶 那九朵地狱之花 正闪烁着夺目的光滑 那是太上帝世家的标志 难道第十万叶的威严 竟然沿着这巨顶 降临了下来 叶大人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男子带着十几个强者 御风飞到天空 来到了叶辰与人非凡两人面前 这男子 正是逍遥鬼尊 逍遥鬼尊眼神通红 手臂缠着一条白带 满脸悲伤之色 逍遥尊者 你师父呢 叶辰隐约感到不妙 问 师父已经死了 被一个只有半边脸的少年男子杀死 逍遥鬼尊 语气充满悲伤 而对叶辰说话的语气 却比以前友善了许多 明显是从江臣子口里 知道了叶辰的身份 但现在 江臣子却已经死了 叶辰听到江臣子的死讯 心中一震 果然是被地十万叶杀死了 这位是人家天命吗 逍遥鬼尊又望向任非凡 语气带着恭敬问道 任非凡道 不敢当 逍遥鬼尊道 我师父仰慕阁下的风姿 时常提到阁下 他想在临死前 见你一面 可惜不能如愿 如今我师父死了 他临终前曾说 想让阁下亲手收敛他的骸骨 以后等天舞先门振兴 便带回去安葬 任非凡眼眸微宁 道 可以 逍遥鬼尊拱手道 多谢阁下 大恩大德 莫齿难忘 便在前面带路 领着夜晨任非凡 两人前行 夜晨一路前行 眼见天地之间 佛光浩荡 枫叶飘舞 心中暗暗惊叹 地势万叶的威严 道 任前辈 这地势万叶 可真是厉害 他怎么会降临到地心域 不是有规则限制吗 任非凡道 第二顶降临 而且九道意志圆满 地心域规则被大大压制 他有了降临的机会 虽然真身难以抵达 但要降临一道分身 那是易如反掌 他打不过我 却来祸害我以前的朋友 是我害死了老朋友 声音带着一丝愤怒与自责 夜晨心中一阵 原来地势万叶降临的 只是一道分身 居然也有这么浩瀚的神通气象 如果是真身的话 那还了得 想到任非凡与地势万叶 巅峰对决时的画面 夜晨心里颇感震撼 又悠然神往 不知那种级别的战斗 会是怎样恢弘的场面 在逍遥鬼尊的带领下 夜晨与人非凡 最终见到了江臣子的遗体 幸好地势万叶降临的 只是一道分身 他也不敢太过作乱 免得遭受规则的反噬 所以他杀死的 只是江臣子一人 隐魂鬼帝无辜人等 倒是保住了性命 夜晨目光微宁 看着江臣子的遗体 却见江臣子的尸体 披满了枫叶 这些枫叶 与他皮肤血肉混合在一起 仿佛天生一般 非常的瑰丽 有佛门浩瀚的大气象 这自然是地势万叶的手笔 传说中的《曼珠沙花经》 令人震撼 逍遥鬼尊道 师父被那人杀死后 天葬之门也被夺走了 叶大人 任前辈 两位以后若有机会 一定要将拿法宝夺回来 你们留着自己用 也好过落入敌手 夜晨眼瞳微微一缩 天葬之门 乃是洪荒酒门之一 价值非同小可 现在被地势万叶抢走 太上帝世家的气焰 必定更为赤裂 我知道了 放心吧 人非凡答应下来 随后便祭出巨精神术 收敛江臣子的尸骨 暂时安置在神术之中 夜晨看着江臣子的尸骨 想到对方解救血神的恩情 还有赠送圣魂碎片之恩 内心一阵伤感 但是到如今 伤感也是无意 只能以后想办法复仇了 便向任非凡道 任前辈 我们接下来去哪里 是要去盘武天地的灵墓吗 任非凡眼神森冷下来 道 不用急 地势万叶感 杀死我的朋友 我自然也不会善罢甘休 说到最后 任非凡抬头望着天空上的巨顶 眼神抱起了杀意 天空之中 有两座巨顶 其中一座 是新降临的 地狱之花气象璀璨 地势万叶 正是以此顶为根基 降临到地心域 以后等九顶期限 降临下来的 就不是地势万叶这么简单了 而是羽黄谷地 西黄雷印 给我破 任非凡一声爆喝 手掌猛然结印 漫天雷霆闪耀 金色闪电奔腾 每一道雷霆闪电 都带着地皇般的无上的威严 非常的强悍 碰 任非凡一掌暴杀而出 漫天雷电凝聚成一个巨大的掌印 狠狠轰向那两座巨顶 轰隆 第一座巨顶 首先爆碎 化作流光消散而去 第二座巨顶 上面九道地狱之花的图腾 在西黄雷印的轰击下 光芒一瞬间熄灭下去 然后 这座巨顶 也彻底葬灭在雷霆之中 彻底爆碎消失 转眼间 两座巨顶爆灭消散 地心域的危机气象 一下子散去了 天地气象 地脉因果 恢复了平稳 似乎那万须的九顶大阵 就这样被任非凡一掌打爆了 任前辈 夜晨看到这一幕 惊骇得无以复加 他早知任非凡厉害 但没想到 竟然厉害到这个地步 他施展大千众楼掌之下 只能打爆三道图腾 却也难以伤害巨顶的真身 因为这巨顶 背后带有万须的意志与威压 就连夜晨的大千众楼掌 都不能击破 但现在 任非凡一出手 却直接打爆了两座巨顶 这实力也太可怕了 任非凡 是你 那两座巨顶爆碎后 有两道声音 充满愤怒与惊骇 混合着从天空发出 那是隐藏在九顶大阵背后 羽皇谷帝与天理的声音 九顶大阵的前两顶 羽皇谷帝苦心故意不止而成 哪想到竟被任非凡一招打爆 快走 任非凡打爆巨顶后 立即拉着夜晨 迅速撕裂虚空离开 他只怕暴露 被羽皇谷帝盯上 羽皇谷帝性格癫狂 很可能拼着极限一换衣 也要换掉任非凡 所以 任非凡不能冒这个险 他带着夜晨 撕裂虚空 直接顿入自己开辟的血月世界里 才勉强喘息下来 夜晨看到任非凡的脸庞 苍白之色更甚 气息颇为虚弱 道 任前辈 你没事吧 没事 休息几天便可 任非凡摆了摆手 掏出一颗疗伤的丹药服下了 他此前与帝氏万叶一战 元气本就有了损耗 现在直接出手 打爆万须的九鼎大阵 损耗更为剧烈 任前辈 你是不是已经破掉了九鼎大阵 夜晨声音带着一点惊喜道 任非凡道 哪里有这么简单 万须的意志 没那么容易破灭 羽皇谷帝不会放弃布阵 他以后还会重铸大鼎 我这次出手 只是给帝氏万叶一个教训而已 那第二座鼎 全部是他家族的人 现在是被我一掌灭杀了 夜晨深知这出手所带来的后果 民众道 任前辈 你直接出手 也太冒险了 真怕你被羽皇谷帝盯上 想到刚刚羽皇谷帝愤怒的声音 夜晨依然心有余悸 人非凡道 无妨 现在我的实力 比以前精进了许多 一次出手的因果 足以承受 但也只能出手一次 以后九鼎大阵重铸 我不能再帮你了 需要你自己解决 灵虚天珠和阵自绝 你要好生利用 夜晨心中一领 随后点头道 好 任前辈 你已经帮过我很多了 以后我会自己想办法解决 任非凡道 很好 现在我们赶路吧 一边赶路一边休息 等我元气恢复了 马上进入盘武地幕 夜晨点点头 便和任非凡 向着一个方向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夜晨发现自己 和任非凡 来到了一处古怪之地 这里是什么地方 夜晨仔细感应 发现这处地方 既不在的星域 也不在黑暗近海 而且与太上世界 也没有相连的契机 疆土非常特殊 任非凡道 这里是一片特殊的区域 不属于任何世界 如果硬要划分的话 那应该是接近失落时空 在失落时空的外源 幸好我提前找到那灵幕 否则那灵幕 就要坠入失落时空里 永远失落了 这里离失落时空很近 夜晨听到这话 心头微微一颤 想起了天空龙魂 那天空之王的龙魂 掉落到失落时空里 现在谁也不知去了哪里 可能永远也不会再 出现在现实世界了 而那传说中旁五天地灵幕 已经快要陷入失落 里面的宝藏 如果再不夺取的话 那就要彻底失去了 任前辈 那我们立刻前往吧 夜晨到 然而 人非凡却是摇摇头 手指掐绝 布置了一处阵法 盘腿而坐 我需要恢复伤势 大概要一些时日 否则我等进入那灵幕 胜算会很低 毕竟谁也不知道 里面会发生什么 这段时间 你可以在我旁边感悟舞蹈 也可以附近去转转 但切记不要一人 去到万里外的失落空间 也尽量不要过多动用九天神术 以及高深的舞蹈 除非是在灵幕之中 还有 这一代也有不少强者 你最好不要过多 沾染那些舞者的事 夜晨点点头 也不打算乱跑 直接盘腿坐 留在任非凡身边 替他护法 任非凡与地势万叶一战 又出手打爆了两座巨顶 元气损耗 着实不小 要恢复巅峰 至少需要一些时日 这段日子 自己就好好感悟 最近的收获吧 然而 就在夜晨打算 沉浸感悟之时 那自己曾在华下 收服的阴魔天使 却传来了一阵 极其古怪的异动 这是这段时间以来 夜晨第一次发现 阴魔天使有异动 甚至夜晨 差点要忘了 阴魔天使的存在了 难道阴魔天使 和这里有什么因果沾染 夜晨猛然睁开眼 看了一眼任非凡 犹豫数秒 还是向着一个方向而去 一个时辰之后 夜晨脚步停下 眼前似乎是一片海域 他甚至能从海域中 感觉到 湿若空间的气息 就在此刻 丹田楚内 阴魔天使的异动 变得强烈起来 夜晨作为旗主 能深刻地感受到 那是一股浓烈的杀意 看来此地 便是阴魔天使内 那尊大魔陨落的地界了 怪不得有如此 怨念冲天的杀意 夜晨眼神微微一眯 只见到身后 那一尊大魔虚影显化 心脏处的空洞 仍旧在秘密地 渗出鲜红的血液 滴入海里 发出挣腾的呲呲声 夜晨直视着大魔 平静的声音里 蕴含了不容置疑的一味道 我虽然不了解你的过去 但曾经答应过的事情 我是不会反悔的 放心吧 你和我因果沾染 这个仇 我会尽量帮你讨回来 那虚空之上 一向弹幕的大魔虚影 竟然是轻轻点了点头 硕大的手指伸向远方 那是大海之上的 一座巨大岛屿 那个方向吗 夜晨顺着大魔指点的方向望去 远方的岛屿映入眼帘 他深吸一口气 对着大魔虚影点点头 身形急迟而去 任非凡恢复 还需要一些时日 自己只要不过多沾染 应该没什么事 那原地的大魔虚影嘴角 泛起一抹弧度 缓缓消散于天地之间 海面上再次恢复平静 狂风席卷着翻涌的巨浪 与此同时 岛屿之上 一名黑沙素衣的少女 却是心口有些发闷 这种心悸的感觉 从她出生以来 还是第一次感觉到 圣女 可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一对行进的人马之中 领头的中年人 似乎察觉到了少女的异样 开口询问道 黑沙素衣的少女低头不语 黑色面巾将其容颜掩盖了去 倒是看不真切 那面巾之下少女的神情 只是半晌后 才听得女子回应道 没什么 只是有些不太适应 这失落空间附近的气候罢了 女子眼底深处的一丝厌恶感 却是巧妙地避开了黑袍人 黑袍护法 这才笑着解释道 强行跨越这失落近海 就连我 都会有些不适应 还好此地与失落空间 还有不少距离 圣女有些异常反应 也属于正常 过了今夜 明日便可抵达幽天殿了 届时便可以好好休息了 幽天殿 少女闻言 眼眸之中的眼神不再纯粹 她似乎有些其他想法 但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 还是耐着性子开口问道 护法 这幽天殿 与我阴谋圣殿相比 实力如何 领头的中年黑衣护法思虑一番 毕竟也不是什么机密 便是如实达到 这幽天殿的三位店主 都是极其强大的存在 三人合力 可与我阴谋圣殿的那位一战 若是轮到年轻一辈 我阴谋圣殿的七位圣女 都是百家境中不弱的强者 那幽天殿便是要稍训一筹了 少女闻言 黑纱面镜下的薄唇轻咬 似乎在做什么抉择 今夜我们在此地扎营休息吧 明日一早 前往幽天殿败坏 那领头的中年护法 眼见天色已晚 招呼了众人几句 便开始卸下行李安营扎寨 少女在一旁仔细地观察着 所有人的一举一动 脑海里像是酝酿着某些计划 奇怪 怎么总是有一种心计的感觉 难道是紧张吗 少女急忙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深吸一口气 呼出 如此循环着 而这一幕 正被不远处隐藏在黑暗中的夜尘 望在了眼里 有须碑在手 隐藏不会太困难 根据阴谋天使所指的方向 应该不错了 就是这一对人马 暗中的夜尘并没有打草惊蛇 而是仔细地打量着前方不远处 安营扎寨的一行八人 领头的那家伙实力最强 不止百家镜六层天 其余人实力参差不齐 有百家镜也有半步百家镜 至于那神秘的黑沙女子 所料不差的话 应该也是跨入了百家镜 夜尘估摸了一番对方人马的实力 也是有些难以下手 毕竟光是那中年男子 自己在未曾交手之前 都是不知其实力如何 再加上其余几人合力围剿 强行动手 无异于找死 关键 任前辈让自己在这里 不要动用九天神术 和太过强大的功法 突然 夜尘眸子一鸣 目光死死盯着少女腰间的一枚玉佩 恍然 看来 你才是真正的核心人物了 玉佩的气息 与先前因摩天时散发的气息 一样森寒阴冷 其上那所刻画着的 古朴晦色的邪恶符文 甚至是能够影响到一些 低阶修炼者的心神 既然如此 那便至曲为上 不过此处和失落空间接近 若是动用虚灵神脉的空间效果 再结合镇字诀 恐怕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夜尘眼神一鸣 身影悄然退去 就在夜尘离去的那一瞬间 少女似乎是心油锁感一般 转头望向了那片树林 准确地说是夜尘的方向 奇怪 明明感觉到那里有东西的 四目所集结为空的少女 疑惑感更加强烈起来 这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是紧张的感觉 不论如何 今晚的计划都得正常进行 等到了幽天殿 那才真的是入地无门了 少女咬咬牙关 起身向着自己的队伍走去 此刻外围的夜尘 在以黑沙少女为中心的一队人马 东西南北处 以震自觉的精髓不振 眼见黑沙少女一个人脱离队伍来此 夜尘身影一闪 躲到了黑暗之中 侧目瞧着下方的少女 明明感觉到是这里 难道是 少女又是一眼瞥过 夜尘急忙收回目光 圣女 中年黑袍护法 只是一个闪身 便出现在了少女面前 她盯着少女沉声问道 圣女你这是 黑沙少女只是随口答道 我发现此地有些异常 所以想来查探一番 暗中的夜尘一惊 她要尽早催动阵法 一旦被此等强者发掘 她便是再无可能藏身 哦 中年护法眉头一皱 在听闻少女的提醒之后 她开始环顾四周 很快便在密邻的南方 发现有人为勾勒的阵法 被掩盖了去 正当中年人全身贯注的 追查痕迹之时 少女的脚 却是小心翼翼地 一步一步向着外围挪动着 圣女你别靠近 此地有人 未布置的阵法 为了安全起见 黑袍中年人刚欲转头叮嘱少女 默然回手键才发现 黑沙少女已经退到了边缘外围 正笑嘻嘻地盯着她 黑袍护法瞬间感到了不妙 还是被这个小妮子耍了 一声震怒 黑袍护法便要起身 向着少女冲来 黑沙少女眼神之中 闪过一抹慌乱 旋即手中掏出几个符罩 向着黑袍护法扔去 黑袍男子脸色大变 她立声道 早知道你这个妮子不安好心 乖乖随我去优天殿 否则 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此刻隐藏黑暗之中 刚欲发动阵法的夜沉文言 倒是驻足观望起来 看来这里面还有不少故事 夜沉眼神一眯 掐在手中的最后一个法印 却是不曾落下 只听得树林之中的二人继续争论道 我才不跟什么优天殿的人联姻 想嫁 你自己嫁去吧 黑沙少女一股脑将自己的底牌撒出 暗中的夜沉也是表情古怪 这东西 竟然有如此置患和心魔的效果 倒是和地试天的功法有些相似 连夜沉都差点着了道 那黑袍护法行进的速度 明显缓慢了几分 他才是真正的被攻击对象 阴谋唤心 他怒吼一声 这东西可困不住我 旋即中年男子加快脚步 向着外围处黑沙少女奔袭而来 喂 现在不动手 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黑沙少女情急之下 对着夜沉的方向大喊一声 果然还是被感应到了吗 暗处的夜沉眉头一皱 被这少女当了枪使 但眼下他与少女有着共同的目标 这个家伙必须解决 真要动起真格来 在场没人是他的对手 夜沉也是身之厉害关系 不再犹豫 虚灵神脉爆发 同时朕自觉动用 在下一秒 中年人的身影消失在了原地 远方几名年轻人眼眸一眠 望着散发出七色光芒的阵法 为首的 一名风姿卓绝的黑山男子 手持一柄钢枪 沉声道 小玉在那边 其余几名追随于黑山男子身后的年轻人 进阶都是明眸一闪 杀 也不知是谁高喊了一嗓子 其余舞者 都是随着黑山男子 一同向着七彩光芒绽放的大阵之处而来 偷天换日大阵 倒是只有靠近失落空间 才能布置出来 你倒是准备充分了 黑沙少女 望着消失在原地的中年护法 不由地嘖嘖称其道 所谓的偷天换日大阵 顾名思义 乃是一种 只有掌握了空间规则 才能布置出来的阵法 可以理解为 扭去了空间 将阵法内的空间 强行嫁接到了另一空间内 这也是夜晨觉醒 蓄灵神脉和镇自觉 以及在靠近失落空间的区域 才能做到 好在镇自觉 不算完整的九天神术 应该没任前辈 说得那么危险 你究竟是什么人 黑山少女 眼见究自己的 并不是自己设想中的同伴 而是一个素未谋面的年轻人 不由得神色一寒 夜晨缓步走到少女近前 轻声道 看来你还有盟友 不过可惜了 他们现在也进不来这阵法 你 这时的黑沙少女 才缓过神来 所谓的偷天换日镇 镇灵核心 便是施展此处的主人 很明显 夜晨在此 也就说明 他也还在镇法里 不过是和那黑袍护法 处在不同的空间而已 该死的 我已经很小心后退了 还是没能走出 这阵法的覆盖范围 少女暗叹一声大意 这才重新审视起 面前那神色淡漠男子 她沉声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两人一口同声地发问道 唯一不同的便是 少女那质问的声音 少了几分镇定的神色 身形不由地向后小步挪动 夜晨则是站在原地 覆手而立 神色淡漠 为什么我能感应到你的气息 这才是此刻 黑沙女子想问的问题 夜晨是何等的聪明 不过是从女子的 直言片语之中 已经是猜到了大概 听那中年人 称呼你为圣女 你应该是某个 大家势力的子弟 布满家族联姻 这才设计要出逃 刚才你感应到我的气息 想必是认错了人 把我当成是你同伴 这才误打误撞 来了个理应外合 夜晨继续分析道 既然你的目的已经达成 那么请回答我 为什么你的身上 会有阴魔天石的气息 少女显然神色之中 闪过一丝慌乱 但听闻夜晨提及 阴魔天石一词 这才镇定下来 原来又是来找我报仇的 既然如此 多说无意 动手吧 黑沙少女听闻夜晨 提及魔石 便不再过多解释 阴魔圣殿的作派 她是知晓的 屠戮生灵无数的存在 眼前的夜晨在她眼里看来 不过是截杀寻常的一员罢了 既然如此 那便先下手为强 说不定能博得一线圣计 说时时那时快 少女的身影一闪 一柄匕首 便是紧握在手心 无尽舞蹈汇聚 虚空波动 惊天一击 向着夜晨突刺而来 好一个杀伐气重的女子 夜晨眼眸金光一闪 不过是提及 因魔天石几字 便是引来对方如此杀心 看来 只有将其拿下 才能问出名堂了 这要是在外界 两人说不定给征战一番 但是此刻 在夜晨阵法里 空间乃是由她创造 她即是这片世界的主人 少女一击突刺 自夜晨的胸前透体而过 但出奇的却是 并没有见起半点星红 就连同少女本尊 也是从夜晨的身影里 横穿了过去 一股泄力的感觉传来 亮亮呛呛地栽了几步 坐倒在了地上 看来你还不了解 这偷天换日大阵的威力 夜晨轻轻摇摇头 宛若鬼魅般的身影一闪 出现在少女的镜前 两个手指轻飘飘地 点在少女的肩头 黑沙少女亮呛几步 刚欲起身 却发现夜晨的身影 以一个不可思议的 杜掠着自己进前 刚欲做反抗 却是被两根手指点在肩头 再也动弹不得分吼 你到底要做什么 少女几经挣扎 却是发现毫无作用之后 眼神之中开始涌现出恐惧 夜晨却是直视着 少女腰间的玉佩 伸手不要将其摘下 就在此时 玉佩凶忙绽放 一股黑暗的能量 似乎是受到感应般一出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钻入了少女的蹊跷